第六百九十三到八百零八章,贵求订阅 第六百九十三章血王座,古老王 九死一生桥开始崩塌,一段段古老的玉石化作了无数段坠落到了那黑色的万丈深渊之中,又被那黑色的风给切成碎片。 真正的桥只剩下一座,那就是通往陵墓的祭坛。 祭坛藏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像是一个不知道停伏在冰冷,亘古,黑暗宇宙中多少年的石台山。 祭坛呈现冰棺的形状,下面的石阶巨大无比,比人还高出了好几倍,阶梯也根本不是给人攀爬的,更像是给天神巨人灯用。 远远看去的时候,这个祭坛上还有红色的丝绸垂落,一束一束,分布在每一级巨型阶梯的棱角位置,等走进了之后才知道红色垂落的根本不是丝绸,而是粘稠到了一定程度正灌溉而下的血瀑布。 棱角位置,修成龙之炉,瀑布之血从龙口中吐出,高高的垂落下来,还可以听到跟瀑布一样的龙龙响声。 张小猴倒是记得在内城的博物馆屋檐上,似乎也有这种相同的土水之龙,但博物馆那的分明就是飞檐排水,一道下雨天便美丽壮观,但这个祭坛的龙之土水就看得令人毛骨悚然,不知道那究竟是红色的液体,还是真正的鲜血,两千多年还能够流淌的鲜血。 顺着十长梯往上走,整个祭坛也开始层次收缩,越往上阶梯就越窄,渐渐的已经到人可以一步跨开的程度了。 可以看见祭坛顶了,上面应该就是方鼓说的血王座。 苏小洛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苍白的小脸上露出了几分欣喜之色。 千辛万苦。 终于抵达了这里。 但愿还来得及。 那么多人的性命,虽然这个祭坛看上去实在可怕。 又漂浮在无尽的黑暗之中,但一想到百万之人困在死城内即将成为黑教廷撒朗的盛典葬品。 上面是刀伤火海也得闯一闯。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苏小洛第一个攀上了最后的阶梯,激动得对身后的张小猴说道。 张小猴疲倦地迈了上去,他目光朝着这个满是白色玉石的祭坛顶部看去,果然最中央的位置上有一块巨大的翡翠。 翡翠呈现红色,晶莹剔透,他棱角飞扬,看上去就像是无数饼剑倒叉着组成一个气势凛然的王之宝座。 这就是血王座了。 那么血王座上的人,必定是古老王,嬴政。 张小猴深呼吸了一口气。 迈开步子往前走去。 血王座上确实有一人,不知是死是活,他穿着黑色的楷袍,这楷袍明显就是历史悠久之物,但依然反射着寒光,甚至能够看到铠甲上面映着正切生生靠近的有些卑微的自己。 血王座上的人就坐在那里,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脸颊,身体微微倾斜,冒亏的边沿落下的阴影正好藏住了他的面孔。 能借助祭坛火光看到的唯有他灵力的下巴和邪性勾起的唇角。 像是小气,又像是在思考,总之绝不像是一个死人。 张小猴额头上全是汗水,他从没有想到一个已经死亡两千多年的君王会带给自己如此巨大的压迫感。 在张小猴脑子里,这个家伙随时都会站起来,然后用那双足以令人魂飞魄散的眼睛直勾勾的凝视着自己。 到那时自己恐怕会连战都站不稳。 我很诧异。 忽然,坐在那里的人说话了。 张小猴,柳如,苏小洛全部吓了一跳。 头皮都要炸裂开了。 你们是怎么走出死门间的? 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并且缓缓的抬起了下巴。 火光缓缓的驱散了他脸上的阴影。 一个两鬓花白的熟悉面孔露了出来,其宽厚的嘴唇呈现绝对的暗紫色,紫纹还延伸到了侧脸颊,使得这张嘴看上去更加鬼邪。 怎,怎么是你? 柳如第一个发出了惊声。 这张脸,他们几个并不陌生,因为那正是独自走了其中一个桥梁的方谷。 张小猴也惊呆了。 他现在有些分不清这究竟是古老王,嬴政,还是走对了生死桥的方谷,因为他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张小猴不可置信的说道。 我为什么不能坐在这里?方谷笑了起来。 古老王呢? 苏小洛急忙问道。 我就是。 你是方谷? 现在不是了。 一切和我猜测的一样,真正的古老王早已经在岁月之中消逝,留下的不过是一具和他皮囊粘在一起的凯袍以及这个号令亡灵国度的血王座。 方谷站了起来,身上的凯袍立刻发出了尖锐的金属声音。 什么意思? 张小猴质问道。 谁最先抵达了这里,谁就继承古老王的一切,他的这座白色宫殿,他一手创造的亡灵国度,他无穷无尽的魔力,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方谷声音也透出了一丝奇怪的金属之音,正回荡在这个空荡荡的祭坛顶部。 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快让亡灵大军退去,让山峰之师离开,停止煞渊的空间飘移。 苏小洛急急忙忙说道。 方谷听到苏小洛这番话,立刻大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非常的奇怪,明明是从喉咙里发出,却感觉有别的东西躲藏在棋皮囊里,代替他发出这个声音。 你笑什么? 苏小洛有些气急败坏的道。 这个时候,张小猴却拉了拉苏小洛,示意他到自己的身后。 苏小洛看到张小猴无比严肃的表情,似乎也明白了什么,渐渐的往后退了几步。 可笑,我的士兵,我的将臣,我的军侯要帮我拿回属于我的都城,我为什么要阻止,方谷笑声隆隆,听上去更加的骇人。 张小猴,柳如,苏小洛都在慢慢的往后退。 现在他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穿上凯袍的方谷,还是借着方谷之身复活古来的古老王,嬴政,无论是他那面目全非的诗鬼模样,还是他发出的变幻诡异的声音,都表明这绝不是什么善类。 他到底是不是方谷? 苏小洛低声问道。 恐怕不是了。 柳如说道。 若是绝对的活人,柳如是可以嗅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活人气息,事实上柳如根本感觉不到这个穿着凯袍的方谷的气息。 方谷或许觉得古老王已经死去,自己穿上凯袍就坐拥一切,但从他那扭曲的人格来看,方谷才是被取代的那个。 第694章 邪恶凯袍 现在怎么办?苏小洛低声问道。 好不容易抵达了这里,谁知道方谷却变成这个样子,他根本就没有阻止这场浩劫的心,或者说从一开始这家伙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内心无比污浊。 却,还要更多的血。 方谷那双眼眶忽然间变得空了,感觉像是被挖掉了瞳孔,里面随时都会钻出一个鬼邪来。 他站了起来,身子显得几分僵硬和迟钝,但他浑身散发着一股子狂躁的血腥味,嘴张开完全是要生吃了他们几个人。 他开始变尸了。 柳如拉着两人迅速的往后退去。 一开始方谷身上还有那么一点点生人气息,从他的言语来看也保存着一丝原本的记忆,可这会他身上弥漫出来的全部是腐尸之味。 这根本不是活人,而是一具已经存放在这里很多年已经腐化,变质了的怪物,甚至连灵魂都被死死的缠住化作了贪婪的厉鬼。 方谷已经死了,连灵魂都被取替了,剩下的不过是一具跟外面失误没有什么区别的空壳。 穿着凯袍的方谷扑了上来,他的手变成了青色长矛的爪子,第一个目标就是苏小洛。 鲜血,需要更多的鲜血,要想让这位古老王真正复苏过来,便需要更多他后裔的血液来寄陷,苏小洛身上流淌着的正是古老王正统后裔之血。 他应该还没有获得古老王的真正力量,杀掉他。 柳如说道。 方谷身上的气息很斜,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兴许他根本就不是古老王真正想要的身躯和灵魂,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变成一具失变傀儡,空壳。 活人变尸,这是相当可怕的邪术了。 柳如见方谷发狂的朝着苏小洛扑咬过去,于是一把抓住了他,将他重重的往地面上摔去。 手幻化成爪,柳如没有手下留情,将自己锋利的血族之爪刺入到了方谷的心脏位置。 原本柳如以为那件凯袍将拥有极强的防御能力,自己这一找很难对方谷造成伤害。 但是他的爪子轻易地穿透过了凯袍的胸甲,触碰到了方谷已经明显腐烂掉的肉,轻易地刺入了他的心脏。 里面的那颗心脏早已经不会跳动了,更有黑色的血水溢了出来,柳如急急忙忙地收回自己的收,满脸诧异地看着方谷。 不堪一击。 这个方谷根本不堪一击。 他失变的力量和防御,也不过相当于一只奴仆级的腐尸,看着倒在地上已经开始抽搐的方谷,见他面容有趣的丑陋模样。 柳如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悲。 继承了古老王的魔法,掌控了亡灵国度。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早已经被这件凯袍给抽的只剩下一具空壳了,连灵魂都没有剩下。 他不过是真正古老王复苏的祭品,这两千多年来的某一个。 方谷黑色的血溢出,身体渐渐地和那件凯袍脱离,倒下的赫然是一具干瘪的皮囊,就连头发都变成了枯草。 而那件黑色的凯袍,吸食了方谷所有生命能量之后。 他像一个幽灵一般飘回到了血王座上。 明明凯袍之中空空如也,却可以像活人一样支撑着坐在上面。 凯袍下宛如有一双深红鬼魅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这里每个人,透过身子看到灵魂深处,内心的一切都被轻易洞悉。 这件衣服不能穿。 柳如倒吸了一口气。 原来可怕的根本不是穿着这件凯袍的方谷,而是这件透着邪气的凯袍。 嗡! 三人不知如何是好之时,整个祭坛忽然间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黑色的空间出现了扭动。 时而螺旋,时而弯折,时而出现莫名的断层,一股凛冽的空间之风也从三人的头顶上方缓缓地卷落下来。 张小猴抬起头,却发现黑色的头顶上渐渐出现了一大团狂尸组成的黑云。 一个个猙獰的头颅如风一样飞舞着,发出了尖锐痛苦的咆哮声。 祭坛再转,难道说沙渊要进行下一次空间飘移了,柳如说道。 算算时间,黎明已经到来,那正是沙渊最后一次空间飘移的时候,古老王既然要复苏的话,那么他最理想的地点必定是内城,他既然要成为亡灵国度的至高无上统治者,那么就一定不会让他的国度里出现活人。 却,刚才方谷说需要更多的血,难不成古老王的复苏需要一个庞大的血池,也就是以内城那些人做祭品,苏小洛忽然间想起了什么,急急忙忙说道。 百万之人,一旦坠入沙渊,何止是一个血池,完全是一座血海,那么所有的活人就全部都是祭品。 黑教廷一定是通过什么方式获知了这一切,所以才能够为所欲为的控制煞渊。 与其说他们是为他们自己庆祝一个死亡圣典,倒不如说是他们这一切就是为了复活这个已经死亡了两千多年的亡灵之组。 祭坛剧烈晃动,他们已经有些站不稳了。 怎么办,我们们有时间了。 柳如此刻脑海一片空白。 张小猴爬了起来,那双眼睛死死的盯着古怪无比的楷袍。 嘴唇已经被咬破。 张小猴从晃动的地面上爬了起来,施展出风轨朝着王座上空荡荡的凯袍冲去。 别,别这样做,你会变成下一个方骨的。 苏小洛知道张小猴想做什么,急忙叫了起来。 管不了那么多了。 张小猴没法去考虑,空间已经在变换,多思考一秒的时间都没有。 冲到了凯袍前,张小猴立刻感觉到一股无穷无尽的魔力在催促自己穿上它,似乎穿上这件凯袍一切的灾难都会迎刃而解。 回头看了一眼苏小洛,像是为了记住他的模样,下一秒张小猴已经撞向了这件凯袍。 凯袍拥有吸扯之力,一旦有人撞上来,这件凯袍就会自己分解,然后迅速的依附在那个人的身上。 张小猴在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就有些后悔了,因为他感觉到这件宛如一个张开大嘴的魔鬼,就等着自己这种人自己钻进来。 后悔也无用,张小猴闭上了眼睛,他只是希望自己真的变成方谷那样干瘪之前,真的能够号令亡灵大军,哪怕只是一个念头。 然而,就在那些邪恶的凯袍要裹住张小猴身体的时候,一双有力的手却抓住了他,并狠狠地将他往血往左之外抛去。 张小猴直接被扔了出去,在半空中翻转之时,他却看到了一个刚毅的背影。 这个背影无比熟悉,当初会加入军法师,正是这位可以羽翼苍狼单打独斗的男子带给自己内心巨大的冲击。 总教官 张小猴跌落在地上,那双眼睛却一下子湿润了,竭尽全力的嘶喊了一声。 第695章 魂影 成年炎姬 柳如和苏小洛也愣住了,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男子何时出现的,不知是他早已经在这里,还是刚刚才闯入。 他的速度很快,张小猴要被铠甲包裹的时候,正是他忽然间窜了出来,将张小猴从那魔鬼咽喉中给扯了出来。 然而,黑色的铠袍是贪婪的,失去了张小猴这个忌品之后,他竟然发出了暴虐的尖叫声,一下子朝着这名忽然出现的沧桑男子飞去。 坑!坑!坑坑! 先是头颅,凯帽简直就是一个小魔鬼,直接扑向了那名男子的脑袋,无论男子如何疯狂地将他扯下来都无济于事,这凯帽直接和他的头皮碾在了一起。 男子还在与这个凯帽挣扎时,他的双腿、腹部、星号全部被黑色的凯袍给包裹了起来,凯袍每一个部位都像是有灵魂一般,猙獰,贪婪地扑上去后根本撕不下来。 哎呀呀!好像还有看不见的灵魂,也被这个凯袍侵占了,就下张小侯的男子发出了一声声痛苦的嘶吼,他的手指感觉都要陷入到自己肌肤里,将他自己给撕成两半。 惨叫声回荡,听得三人都感觉到浑身发冷。 张小侯看着这一幕,眼泪狂落。 这份痛苦本应该是由他来承受的,但是眼前这个人代替了自己。 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只有一个坚决的背影。 总教官 总教官,张小侯想冲上前去替这人分担痛苦,但柳如不会让他再做这种蠢事了。 总教官,他就是你和莫凡经常提到的那位斩空总教官,柳如紧紧抓住张小侯。 凯袍比他们想象中的还可怕。 完全就是一个黑色的魔鬼,只要一接触到活人的身体就开始疯狂的占有。 张小侯现在再冲上去那也是变成毫无意义的祭品。 张小侯怎么都不会想到总教官展空也在这里,纵然心中有太多的疑问,可看到总教官代替自己被这个魔鬼摧残,就更觉得心如刀脚。 你,你以为你很伟大吗? 来,吃我的灵魂,吃了我的灵魂,你也得死。 你早该下地狱去。 展空声音变得古怪至极,但从他嘶吼中可以听出这是展空自己内心的话语。 他不是对张小侯,柳如,苏小洛说的,而是对那件正在蚕食他一切的楷袍。 方蛊变成了一具干尸,完全就是一个牺牲品,什么也没有得到。 但是展空身上似乎有什么让凯袍忌惮的东西,这让展空的灵魂还有一丝挣扎的余地。 想要我这句句窍,就拿出你的诚意来,展空压抑着什么,对他自己说道。 凯袍死死的沾缚着,即便是黏着皮肉,可展空根本就不在意这点疼痛,竟然生生的将其中一件碧凯从自己身上撕了下来,这一撕,简直就是撕掉了自己的皮,鲜血淋漓。 可怕至极。 那碧凯发出了如鬼鹰一样的叫声,妄想再攀附在展空的身上,展空暴躁的一脚将这个黏着鲜血的碧凯给踢飞出去,然后像一个疯子一样大笑了起来。 要么乖乖听我的。 要就一起去死。 永生。 我现在就让你万劫不复,展空又是狠狠地在腿部一撕。 又一次将腿凯给撕了下来。 鲜血喷涌,根本不在意自残与同归于尽的展空似乎渐渐地占据了一些主动,那疯狂吸食展空灵魂的魔鬼终于有停下来的迹象。 苏小洛,张小侯,柳如都看得呆住了。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方骨是怎么样变成一具干尸的,原本以为代替了张小侯的展空会一样的下场。 却没有想到展空竟然压制住了这件邪气凛然的楷袍。 只是,即便如此。 柳如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名男子身上没有了活人气息。 内城。 坑。 一声沉重的钟声忽然间在整座内城之中响起,内城最中央的古老剧中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强大的力量,竟然摇摆了起来。 钟声响起,这让内城的人们甚至感觉回到了原本安宁的黎明。 事实上,不少人都看到了一个火焰的身影从远方到飞了过来,在金色结界上撞开了一个缺口后笔直地飞向了钟楼。 似乎就是那位与山峰之师抗衡的强者。 古钟上,莫凡半个身子都镶嵌在了这具古老巨大的钟上了,他艰难地从中地上挣脱了下来,带起了一些碎片落到了钟楼高台上。 莫凡半感觉自己骨头都要散架了,山峰之师这一拳之力太过暴躁了,竟然将莫凡从好几公里外直接轰到了这座内城中心的鼓中上。 还好是砸在了这个古老充满魔力的剧中上,要是落在人群里,不知道多少人要无辜丧命。 呸! 莫凡半将嘴里的血吐了出来,目光一转,正好看到被挂在钟楼上的前程指示木鹤。 木鹤也在看着他,那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这,这是莫凡。 那个一直和山峰之师厮杀的家伙竟然是莫凡。 恶魔莫凡也是邪性十足,他一扭头,看见挂在那里的木鹤正一脸骇然的看着自己,满是火焰的脸庞上却露出了一对尖尖的剑齿之牙。 你之前怎么说的,我在这场圣典里扮演的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莫凡一边吊息自己身体,一边对木鹤说道。 你,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木鹤人都傻了。 睁大你眼睛看清楚,我怎么毁掉你们的圣典。 莫凡猛的呼了一口气,那双恶魔之眼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辉。 烈焰裹身,雷霆游龙肆意飞舞,两种力量同时盘绕在莫凡的周围。 很显然,这两种力量还不够。 身后火光之中,一个魂影豁然成形,不再是一匹凶煞至极的狼神,而是一位身姿妙慢的火之魔女魂影。 说是魔女,但却更像是一位浴火而生的火之女神,她正闭上眼睛,念着古老神语,将毕生的力量全部赐予那个唤醒她的人。 这大概就是小炎姬的成年形态吧。 莫凡喃喃自语。 只是一个淡淡的魂影,莫凡已经能够感受到炎姬这种自然宠儿真正无与伦比的火焰魔力。 火焰魔女魂影不会为莫凡战斗,却给赐予火之祝福,这让莫凡浑身的烈焰之能变得更加炙热。 这股气势,在钟楼之上燃起,满城的人都可以看得真切,更不用说离莫凡不到十米距离的木赫了。 木赫瞳孔不断的扩大,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第696章 斩杀山峰之诗 砰 据响在钟楼之中颤起,整个巍峨之楼都好像要被这股后座力给震塌了一般,刚才还在钟楼平台的莫凡此刻已经化作一道滑破长天的耀眼红光,眨眼间飞出了内城,又眨眼间抵达了外城山峰之诗的战场。 红光触目惊心,那山峰之诗前不久还在庆幸将一个大麻烦给撵走了,却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个恶魔卷火重来。 这是什么体制? 换作是人类,早已经死了不知多少回了,这家伙偏偏跟没有事一样又杀了过来。 血迹之气,哀是冰雨。 同一时间,会长寒记在各位强者的掩护之下终于完成了这第三级的抄阶兵器魔法。 呜呜呜呜 天幕之上,冰云如一位高高在上女神洁白妙曼的身姿,他哀伤,哭泣,于是坠落下来的眼泪化作了人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凛冽飞雪,空气被冻结,苍茫大地被冻结,万物也将被冻结。 冰雨落下,不知连绵了多少公里,他们大部分落在了山峰之诗的身上,迅速地化作了坚固的冰晶覆盖其山体身躯。 冰雨狂降,白雪封山,暴月的山峰之诗在这哀似冰雨中也好像被压制住了戾气,身躯渐渐的僵硬,渐渐的被覆盖上了厚厚的水晶冰层。 冻结,云被冻结,空气被冻结,地面也被冻结。 耸立在天地之间的山峰之诗也一样被冻结,整个冻结过程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咽喉之下,毁了他的亡灵结晶。 神色一片惨白,会长寒记仰起头。 头发如飞雪一样花白,不过他还是鼓足气力将这句话传入到飞红而过的莫凡。 莫凡在空中呼啸而过,卷起的烈焰在他的身后蔓延成了一片火海。 他看了一眼被冻结的山峰之诗,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家伙正在抬起双臂,打算保护住他的咽喉下方,但在举起的过程中被会长寒记强行冻住了。 血迹之气,哀是冰雨,寒记不愧是修为最高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压制住了山峰之诗。 咯吱咯吱咯吱。 山峰之诗在分离的挣扎,那厚厚的冰晶已经出现了裂痕。 莫凡知道这是绝佳机会。 身体在烈焰包裹之下更是化作了一道紫黑色极齿的闪电。 去死。 莫凡整个人变成了一件被烈焰、魂影、雷霆、纪纹所包裹的武器,笔直地朝着山峰之诗咽喉之下贯穿过去。 嘣。 山峰之诗体内涌起一股巨大的血气,生生地将覆盖在他身上的冰体给全部震得粉碎。 但也是在他挣脱冻结的这一刻,莫凡所化的四种毁灭红光变成了一柄惊天剑芒,刺过了山峰之诗的咽喉之下。 他的咽喉本就被凿开一个窟窿,这一次再也没有能够抵挡得了莫凡这蓄姬权力的一击。 完全是从山峰的这一面一直穿到另一面,莫凡途径了一片黑暗之后,山峰之诗后颈下方飞出,带起了一大片血花。 在黎明之光下格外的醒目。 山峰之诗在冻结前是要护住要害,挣脱冰冻之后下意识地用双臂掩住咽喉,可这已经无济于事了。 掩住前面咽喉之下,他的伯后却在鲜血狂涌。 莫凡刚落到地面。 血雨便洒落了下来,浇灭了他一身火焰与雷霆。 山峰之诗摇摇晃晃,就在众人以为他会顺势倒塌的时候。 这个千年狂尸竟然抓起一只尸臣狠狠地往咽喉处的血口中塞了进去。 鲜血一下子止住了,山峰之诗也好像获得了一些生命的转机。 竟然将周身血气猛力的一扫,正开了周围所有的人。 朝着北面的方向逃去。 还没有死,寒记,神秘会白人,鲜萌等人都不由倒吸了一口气。 他们已经站得筋疲力尽了,可山峰之诗在这样致命一击下竟然没有死去,这让众人不免有些颓然。 他再逃了,必须杀了他。 鲜萌大喊了一声。 莫凡躲开了山峰之诗那巨角践踏,见这家伙一路朝着北面逃去,更是立刻换了背后的魂影,直接贴着地面狂池追逐而去。 炎姬魂影赐予莫凡无与伦比的火焰驾驭能力,狼之魂影赋予莫凡狂野的近战能力。 莫凡速度相当快,如人狼一样在亡灵汪洋之中飞窜,那些试图阻挡他的亡灵大军全部变成了他的垫脚石。 在其中一只肉丘尸臣头颅上重重的异彩,莫凡借着这家伙的弹力一跃而起,飞扑向了逃跑的山峰之诗。 山峰之诗逃跑,可亡灵汪洋却还在,这个狡猾的东西必定还会号令亡灵大军袭击内城,所以山峰之诗一定得死。 莫凡追去的同时,驻蒙一员,神秘会白人,独消,寒记四位强者也一同追了上来。 山峰之诗确实是被重创了,但这种君主级的亡灵死亡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没有彻彻底底的斩杀,这家伙没过多久就会康复,并卷土重来。 一起杀了他。 寒记重重的咳了一声,这才对大家说道。 驻蒙,神秘会白人,独消都点了点头,莫凡见大家同时出手,也没有贸然的杀上去。 将背后的魂影之力全部聚集在腿部,然后猛的朝前方一扫,化开了一道黑色的韧月,急速的飞向了山峰之诗。 驻蒙也不再有所保留,魔能枯竭的他索性将自己的雷霆长枪给换了出来,雷电之枪剧烈闪耀,紧随莫凡的黑色月影之刃飞去。 神秘会白人与独消都是施展出光系抄接魔法来,正是那从天而降的一柄光之斩杀剑。 这一次,山峰之诗在劫南逃了。 几道毁灭性的力量同时飞向山峰之诗,山峰之诗无路可逃,那不可一世的眼睛更是死灰一片。 嗡! 忽然,天地一声颤鸣。 就看见逃窜的山峰之诗身后出现了一个古怪空穴,如同一个吸扯一切力量的空间黑洞,无论是莫凡的影月之刃,还是著名的雷霆长枪,亦或者从天而降的光系神魔剑,混沌之学将这些全部都吸收了进去。 混沌之学,寒忌看得呆住了。 其他人也都面如土色,眼看山峰之诗就要被斩杀了,大家的杀招竟然被忽然间出现的这个混沌之学给全部吸走了。 好可怕的修为,我们这么多人合力攻击,竟然,竟然全部被吞了。 神秘会白人满眼的震惊之色。 山峰之诗上有个人。 莫凡瑞丽的眼睛立刻锁定了山峰之诗脑袋上方。 第697章 王朝退去 小心,混沌之学将会将我们之前的力量给打回来,威力可能变得更强。 神秘灰白人出声提醒众人。 要小心的应该是山峰之诗头顶上的那个人,他的气息,寒忌抬起头,目光却注视着那人。 正如寒忌所说,在场每个人都是强者,他们感知能力都非常敏锐,山峰之诗头顶上那人不仅用一个魔法化解了大家合力一击,更可怕的还是他的气息,古怪中带着神秘, 令每个人不自觉的警惕起来,完全嗅到了他所散发出来的危险之气。 莫凡离的山峰之诗最近,他站在一座下面粉碎了一半的实验大楼信号塔顶部,这个高度正好可以平视山峰之诗上的那人。 山峰之诗不再逃窜了,这不可一世的狂诗显得非常惧怕那人,身体竟然慢慢的蹲跪了下来,高傲的头颅也保持着下垂。 众人看到这一幕,脸上更是布满了震惊之色。 让山峰之诗下跪。 这究竟是什么人,难道境界还比君主顶尖实力的山峰之诗更高? 也难怪寒记这样的强者也会露出几分慌乱。 山峰之诗转过身,宰着头顶上的那人缓缓的朝着众人走来,这只千年狂诗似乎甘愿做那人的坐驾。 渐渐近了,昏暗黎明之雨从天空中洒落下来,朦胧中可以看到此人一身乌黑色的楷袍,邪气凛然又庄严冷峻,他目光注视着众人,也在注视着不远处那座金色风雨飘摇的内城。 古,古老,古老王,神秘灰白人浑身剧烈的一颤,目光变得无比空洞。 寒气也呆住了。 从古老的画卷上来看,古老王与画石正是穿着一件乌黑色邪气楷袍,眼前这人的穿着和悠久岁月流传下来的历史之卷正好吻合。 而且无论此人如何霹靡万物,如何俯瞰生灵,他身上确实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 他苏醒了,著蒙有些失魂落魄的说道。 他苏醒了,一切就结束了,所有生者都将变成死物,这传承了数千年的城也将变成死者们的天堂。 夜夜狂欢。 山峰之师尽了,这个家伙没敢再释放一点那狂力的气息,并非是他咽喉之下的重疮,更因为他头顶上站着的那个人,他不敢有半点妄动。 他踏着震动的步伐,从莫凡所站的这座实验大楼信号塔旁边走过,这一刻,莫凡可以看清那个穿着凯袍之人的脸。 并非是他的侧脸,因为凯袍之人也转过头来。 那双死水一滩的眼睛正直勾勾的注视着自己。 总,总教官,莫凡全身不寒而栗,更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斩空 这张脸分明就是总教官斩空。 莫凡感觉自己的心神都要被颠覆了,他根本无法理解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 穿着凯袍的斩空在凝视着自己,不知道他是认出了自己,还是仅仅觉得自己这恶魔气息与众不同。 忽然,凯袍之人扬起了手。 之前那个吸纳了大家所有技能的混沌空穴出现在了莫凡面前。 莫凡下意识地认为他是在攻击自己,身体一崩,带着那份至深的疑惑准备迎战。 但是 混沌之星号冲出来的却不是之前那些拥有毁灭性的能量,宛如一个诡异的时空之门被打开来了。 翻转的混沌旋风倒卷出了三个人影。 柳如,张小猴,苏小洛。 莫凡一眼就认出了他们三人,急急忙忙跃了起来,一手抓住一个,又用牙咬住了张小猴伯后的衣领。 借着山风之师的肩膀一踏,莫凡叼着这三人又弹跳回到了刚才的实验大楼信号塔上。 他们三个显然是被混沌旋风给转得昏迷了,闭着眼睛不省人事。 莫凡将他们放下之后,又一次将目光落在了凯袍之人身上。 可是,判若两人的掌空并没有再与莫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他冷漠的一个转身,留给众人一个绝世独立的背影。 随着他转身,山风之师也好像得到了什么命令一般。 身子一转,踏着大大的步子往城市之外的方向走去。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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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风之师每踏出一步都发出地动山摇的声音,而每走出一步,便会看到那城之外有一只亡灵大军莫名的沉入到泥土里。 最先消逝的是北城,腐狮大军大部分都拥有遁地的能力,茫茫湿海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渗透到了城市残骸之下,从大地产生的不寻常波动来看,这数以万计的腐狮大军们正追随着山风之师渐渐远去,准确的说,应该是追随着山风之师头顶上站着的那个人。 咚! 脚步声越来越远,北城一带亡灵之潮也退去了大半,那壮观的离去令旭日都推迟了光辉的洒落,宛如暮色将至。 渐渐的,南面一只鬼君也终于出现在世人的眼中。 这只鬼君似乎一犹未尽,张狂地打开那宛如蝙蝠一般的巨大翅膀,卷起一阵恐慌地从那层金色结界上方飞过,一样是朝着北面的方向。 紧随这只鬼君的正是乌云狂卷一般的恶鬼大军,他们从金色结界上方飞过的时候,整个内城又顿入了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索性没多久这些由无数恶鬼组成的云飞到了北面,将一缕缕卑微的阳光还给了这座城市,并留下一片直接下昏倒在街上的人们。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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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骇人至极的骷髅军团也终于潮水一般退去了。 八方王军包括山峰之师在内,还活着的四位王军都纷纷率领着自己统治的亡灵部落渐渐远去,没有一个挡杆逗留,没有一个再去碰内城一下,即便这个内城金色结界随时都要粉碎了。 黑色的汪洋渐渐消失在了北面,城市的狼藉也彻底暴露在了渐渐明亮起来的阳光之下,倒塌的楼房,破碎的街道,残环的断桥,面目全非的城区。 唯独保存完好的内城,有无数幸存下来的人,也有完整的城墙与楼房,但却好似虚脱了,阳光下一片沉寂,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意识到,这场浩劫已经结束了。 第六百九十八章最钦佩的人 我们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 走了,都走了,没有亡灵了,一支都没有。 我们赢了,我们打赢了。 城内忽然间涌起了一阵欢呼,黎明之光已经明亮无比,乌云还在,雨也还在,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只要亡灵大军不在,这座城就保住了,他们也就活了下来。 城墙上,无数的法师瘫软在地上,这场浩劫压榨了他们身体所有的潜能,他们做好了死的准备,却没有想到熬到了现在还活着,并且亲眼目睹亡灵之潮退去的那一幕。 难以置信,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置信。 那种感觉不亚于暴风潮水即将没过咽喉,雨势还会让一切上涨,忽然间黑色潮水退去了,退到了自己脚下,更还回了自己踩着的小小岛屿。 不知道多少人仰天倒地,任凭雨水打落在脸上,冷雨都是滚烫的,浇不灭自己内心的激动与欣喜。 多少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绝境逢生后哭声了一片,认识的,不认识的。 还在外城的法师们有些已经返回了,有些则站在这片空荡荡的残骸废墟之中,许久才庞然醒悟。 末房还站在那已经倾斜了的信号塔上,眼睛注视着北面。 一身的忌吻已经从他身上消失,银色倒扣的长发更恢复了原本的黑色搭拉在脸庞,狂角暴虐的火焰与雷电收回到灵魂深处,战斗已经结束。 灵魂深处的这个恶魔也该沉睡下去了,否则自己年轻的生命将一下子变成一具老头的躯壳。 我们,我们在哪?张小猴第一个醒了过来。 使劲地晃动着一片昏沉的脑袋。 很快他就看到了坐在铁塔边缘的莫凡,脸上露出了欣喜若狂之色。 一把就抱住了莫凡,激动得语无伦次。 莫凡还没有从恶魔带来的那腹冷血中完全恢复过来,但看到张小猴像一个傻弟弟一样哭得稀里哗啦,还是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脑袋。 过了很久,张小猴才平静了下来,见莫凡一直盯着北面,于是开口问道,你看见了? 他其实一直都在,对吗? 莫凡缓缓地问道。 这场浩劫里,还有太多东西无法去解释。 也似乎有人在暗中与黑教廷抗争着。 然而,莫凡至始至终都没见到他一面,直到那一刻。 恩,他一直都在。 张小猴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欢庆的城市,无数人正簇拥着返回到内城的寒记,注萌,毒枭,神秘灰白人。 事实上寒记,注萌,毒枭,神秘灰白人都没有见过展空,也没认出穿着楷袍的人是谁。 他算是死了吗? 莫凡问道。 展空转身的那一刻,莫凡便感觉空气都是酸楚的,堵在喉咙里,让自己无数想说的话都无法说出口来。 即便张小猴不描述,冷静下来的莫凡也能够明白在祭坛那里发生了什么,只是他就这样走了,这位自己一直最钦佩的人还活着吗?那究竟是古老王?还是展空? 不知道为什么,莫凡此刻脑子里全是过去的画面,想起了这位总教官在历练上给大家布置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想起了他在牧师庄园里极没有品的要和自己结拜的情形,最难忘的还是他飞向长天率领时为干钱去诛杀一苍狼的那一幕。 当初在金林荒城为难时,也是他不远千里飞来营救自己。 他是历练时的教官,却更像是一位自己在魔法道路上的老师。 没有教导自己任何一个魔法,却用行动告诉自己什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还好,这一次与黑教廷血战,我们应该没有令他失望。 莫凡叹了口气,将目光从北面收了回来。 恩?张小侯重重的点着头。 他们俩都是总教官展空的学生,一直都是。 这座城兴许永远不会知道让这一切退去的人是谁,但他们一定会铭记于心。 而黑教廷,他们步步为营,阴谋滔天,却绝不会想到真正令他们盛典毁于一旦的竟然是从未当作一回事的博城军部头领。 预演之地 他们在博城犯下的滔天之罪,却培育出了像莫凡,张小侯,许昭婷,展空这样只要听到他们黑教廷名字就会连命都不要去疯狂相抗的人。 黑教廷带给世人的是恐惧和死亡,带给他们这些从灾难中走出来的却只有绝不熄灭的怒火。 一个小小的博城,尚可以诞生这么多人,一座数千年底蕴的古都,必定会孕育出更多的勇者。 黑教廷之人乱世,恐世,蔑世的疯狂再高涨也绝比不上这些人铲除黑教廷的决心。 种子已经埋下了,用为亲人哭泣伤心欲绝的眼泪浇灌。 将来势必爆发。 钟楼上,那个眼珠子已经突出眼眶,至今都无法相信这一幕的虎金大直视木赫仍旧挂在风雨之中。 举程欢庆,唯独他一副比死了还难看的样子。 圣典没有了,那么他即将去的那个世界不再是天堂,他的灵魂会坠入到和黑触妖们一样的诅咒锅炉里,永生永世丑陋,痛苦,奴役。 哒,哒,哒。 鞋跟的声音敲打在古老的石梯上,钟楼这会已经空无一人,木赫听到了脚步声,大气都不敢传。 不过,似乎有两个人一起走了上来。 你叫我来这做什么?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这会也就这里没什么人,本来我以为我们都会死,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大概是十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碰面,你还只是一名猎人大师的时候。 我知道,我可能配不上你,十年了也还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敬畏法师,但这十年来,你一直在我心里都是最完美的女人。 一名男子的声音从旁边传了出来。 你要说的是这些。 女子声音带着几分冷淡。 是的,我不指望你能够接受,但希望你能明白我的一片心意。 男子认真的说道。 换做平常,我会接受每一个愿意臣服于我的人,但很不巧你在我心情最糟糕的时候跟我说了这些没有用的废话,心意我不收,心,我收下了。 女子说道。 你说时,哎呀呀,男子话说到一半,声音变成了痛苦的沉闷。 钟楼忽然间寂静了,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第699章 莫凡这快宝 木鹤被挂在那里,整张脸更是狂处了起来。 没过多久,他又听到了鞋跟踩踏着石砖的声音,每一声,都像是锋利的高跟鞋刺进他的心脏上,并且越来越近。 撒,撒朗大人。 木鹤想要狠狠地跪倒在地上,可他根本做不到。 女人的右手鲜血淋漓,上面竟然伴握着一颗鲜活的心脏,害人之极。 他目光冷冷地抬起,凝视着被挂在那里的虎金大直视木鹤。 木鹤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这一道冷光给打得灰飞烟灭。 你施舍那小子到魔法学院的。 是,是,不是,不是,木鹤语无伦次。 你为本教树立了这样一个怪胎在今日踩踏了我的圣典,我要嘉奖你呀。 不不不,不要,求求您,不不不,啊呀呀呀呀呀。 凄惨至极的叫声回荡在古老的钟内,感觉像是装着一个四分五裂的灵魂,许久许久都没有消散。 钟楼下是人们的狂欢,载歌载舞,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圣典。 亡灵潮水退去,各方也才可以派遣出支援来。 无数的直升飞机盘绕在内城上空,频繁的将物资送到城市,有成批成批的建造师开始重建城市,但为了确保亡灵不再来袭,只不过是围着内城方圆三公里扩展出各种安置之屋。 雨到了第三天才停止,幸存的人们也都被安置在了临时建造的房屋之中,高高的围墙将大家全部封闭在里面。 这看上去至少更有安全感一些。 这里和博城不同,撇开与亡灵共稀不说。 依旧是一块富饶之地,最重要的是它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再大的风再大的雨最终都没有让这里彻底摧毁,城市只会在千川百孔后重建,这里的大部分人也不会抛弃这块土地。 城市重建的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缓慢,一半是机械在修补,一半是土系法师所延伸的建造师在动工,桥梁,道路,街区,房屋这些要完工的话只需要多几名土系法师。 先以内城方圆三公里为建造,再慢慢的扩展到原来的城区,只要心脏还在,古都就会慢慢的复苏,人。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怎么悲痛,活着的人还是得活着。 鼓楼会一听。 一些刚刚送来的水果摆放在长长的会议桌上,看上去非常的可口,想必是从南方那边空运过来的。 会议桌上并没有多少人,坐着的却是独销,筑蒙,寒记,神秘灰白人,妖男。 我找过很多地方了,都没有看到莫凡。 神秘灰白人说道。 这家伙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做好事不留名的吧? 筑蒙调侃了一句。 这次多亏了他,真没有想到啊,恶魔戏,泽泽。 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驾驭恶魔戏力量的人。 今天把几位叫过来呢,也是针对莫凡的事情进行一番商讨。 寒记说道。 恶魔戏在五大洲魔法协会那边是严禁的,我问过莫凡了,他的意思是他也不想被做白老鼠。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能隐瞒下来就尽量隐瞒下来。 助蒙发表了意见。 军方上头有一位巨头和我密聊了,他告诉我曾经在比翼城沸沸扬扬的洞庭湖死神便是初次恶魔化的莫凡。 神秘灰白人说道。 哪位巨头? 助蒙立刻询问了起来。 应该是掌管南部军区的那位,他示意我们这件事最高不要让五大洲魔法协会的人知道。 神秘灰白人说道。 莫凡自己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军方以及我们自己魔法协会这边也没有打算宣扬的意思,只是猎者联盟那边,毒霄。 你能够压住楚家等人吗? 助蒙询问道。 毒霄摇了摇头。 他是猎王,长老的身份要比猎王高上一些。 他自然不可能堵住长老的嘴。 猎者联盟这边你们倒不用担心,某个老头多半知道这件事,莫凡在他店里打工,他出面的话,绝不可能有不该有的消息传递到不该去的地方。 妖男这个时候却开口了。 我差点忘了这事,妖男,你和青天列所那边通个气。 毒霄说道。 那很好,军方,猎者联盟,魔法协会都守住这件事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毕竟见到莫凡施展恶魔系力量的也就我们这些人,很好控制,至于莫凡的那几位朋友,保守起来也很简单。 韩记点了点头。 对了,撒朗恐怕也知道,他会不会,神秘灰白人立刻想到了什么,急忙说道。 撒朗现在应该正想尽一切办法离开我们国家,他这次行动也暴露了很多,审判会正将他的党羽连根拔起,最高审判长都亲自动身要娶他狗命,你觉得他还有时间顾及莫凡,韩记微微笑了起来。 这个家伙妄想毁灭古都,以古老王的亡灵国度做依托,自己彻底封为死神,现在应该正像一个丧家犬一般逃离吧,一旦他们黑教廷各大蓝衣执事被揪出,手底下埋藏的人也会全部连根拔除,用不了半个月时间,还藏在暗中的撒朗就会变成一个光感司令。 话说起来,莫凡可真是黑教廷的克星啊,在博城的时候,他们就因为莫凡没有拿到地圣权,在魔兜时,他们妄想拿回的圣权,结果整个魔兜潜伏的黑教廷势力被连根拔起,这一次,莫凡又终结掉了他们的盛点,让潜伏在我们国内的所有黑教廷势力被一网打尽,痛快,痛快呀,祝蒙已经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对,这小子就是我们对付黑教廷的秘密武器。 他现在的修为施展恶魔系力量就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等他修为更高,有朝一日直接杀到黑教廷总部,将黑教廷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也是有可能的呀,神秘灰白人也显得有些激动到。 毒瘤,黑教廷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毒瘤,若真有铲除的那一天,多少人会因此热泪盈眶。 那我们可得保护好这块宝玉。 韩记也笑了起来。 我们为他铺好接下去的修炼道路吧。 不不不,这不是什么好方法,我们为他铺路,他的修为很可能停止在高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能够到达我们这种境界的,绝不是靠养尊处优得来,更不是靠庇护得来,毒瘤立刻否决了这个想法。 以在座众位手上的资源,要将莫凡培养成一位强者确实不难,可那只是拔苗助长。 莫凡这块宝,本身就是野生常来的,就直接放养便是了,每一个真正强大的法师,路往往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那也不能彻底放养啊,韩记多半有些不太放心。 我倒有个好建议。 著盟这个时候却笑了起来。 第七百章华山前修 古都一百三十多公里外,一座座巍峨陡峭的山峰,山崖拔地而起,气势磅礴,站在山脚下便给人一种窒息的压迫感。 在南方人山多,大多连绵起伏,线条也是相对平缓,可到了这里,看到的山全部都是这种高耸而立,陡峭垂直,截然不同的意境。 古都浩劫倒是没有波及到华山这里,只可惜电缆车是暂且停止运行了,很早莫凡就觉得再著名的五月会不会也沦为了妖魔之地,但现在来看这里依旧是观光的好去处。 除了少量的工作人员,整个华山基本上被莫凡包场了。 没电缆车没关系,莫凡有吉星狼,这家伙翻山越岭的本领非同一般,哪怕在两侧都是悬崖的山脊之间吉池,也他妈还是够吓人的。 山道狭窄,山街短小,左右两侧便是一落万丈的垂直悬崖,高海拔之风席卷过来,便感觉随时都会坠到山下。 吉星狼似乎很享受在这种悬崖峭壁之间急迟的感觉,从这座山街一下子跃到了沽耸如剑的风台上,整个风台不过一张桌子大小,环顾四周,可以看到云雾在脚下,青藤,松树倒挂石壁,几块被吉星狼踩滑的碎石从风台上滚落,就看见碎石们一直下坠,一直下坠。 这地方,适合修仙,莫凡抬起头,在这一座座悬崖峭壁之中寻找一座道观。 不出所料,使用恶魔系力量之后,自己的修为有倒退了。 几乎每一系都降了一个级别。 这让莫凡有些欲辜无泪,貌似自己在中阶这个领域都已经降了两次级了。 还好。 这次在扫荡亡灵的过程中就收集了庞大数量的残破、惊破,那个赐予自己力量的恶魔来向自己讨厌灵魂的事后续。 这些惊破,惊破便全部成为了他的供品,不至于像上次在洞庭湖那里毫无准备的沦为了几个越野人,风餐露宿,杀戮成性。 其实讲科学点,那就是有戒有环。 莫凡一个刚迈入高阶的法师忽然间获得了一股庞大无比的力量,这等于向银行贷了一大笔巨款。 钱花了,你得还呀。 所以杀了那么多的亡灵,这些亡灵的惊破,残破都被小倪丘坠给收集起来,都给莫凡还带了。 指望恶魔化后获取一笔庞大的惊破资源是不太可能的。 要不是这次亡灵数量密集庞大,没准事后莫凡还得去做一段时间野人,否则还不上这笔贷款,恶魔银行就会恪扣生命。 这次因为莫凡早有做准备,副作用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只是降级这个事情确实在令人抓狂。 寒记那边暂住了一些资源,让莫凡找个清静的地方潜心修炼,争取在短时间里将这降下去的等级给补回来,是以莫凡到了华山来。 抛开一切凡尘之念,赶紧把自己的修为给补上来,勤奋点的话,应该花不了太长的时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火系的星河还在,并没有因为降级而变成火系星云,只是星河内色则无比黯淡。 宛如一趟死水。 寒记告诉莫凡,及时进入明修。 是能够挽救这个高阶火系星河的,为了不让自己又滚回到中阶水准。 莫凡也算是豁出去了。 令令。 小颜姬趴在莫凡脑袋上,似乎非常喜欢这里壮丽绝伦的景色。 他没有忘记在死门间所遇到的绝境,所以他也表态,这次一定好好修炼,争取做一个能够帮爸爸打遍天下所有坏人的好宝宝。 听见小颜姬信誓旦旦的话语,莫凡不由的笑了起来,忽然间回想起自己恶魔化石背后那一张巨大如火焦女神的魂影,不免有些期待,期待小颜姬到下一个成长形态后会拥有怎样惊世骇俗的力量。 恩,好好修炼。 啊呜,吉星狼忽然间熬了一嗓子,可谓怒刷存在感,一下子整个华山峭壁之间便回荡着这个家伙狂野的声音。 莫凡顿入道门后,古都已经大肆重建起来了。 过去数千年来每到夜里,古都之外都会有亡灵在游荡,唯有实力精湛的法师才能够夜间行动,可自从浩劫之后,孤独方圆数百公里内竟然见不到半指亡灵了。 倒不是亡灵们彻底消失,而是他们全部老老实实的待在他们自己的墓穴、地宫、古灵里,足不出户。 这一现象让各大势力都极为震惊,记得在数百年前,古都亡灵也是这般安分守己,也不知是在哪个朝代开始,亡灵便走出了他们的领地,开始在夜间肆虐践踏人类的领土。 他们被制约了。 古老王的复苏本应该是灾难,但令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是所有的亡灵都好像被制约了,遵守着他们自己的戒律。 这对古都来说是一个姓氏,古都因亡灵而闻名,亡灵一旦彻底消亡,这座古都很多由亡灵而衍生的产业便会消失,城市顿入萧条。 但亡灵过于泛滥,便会再一次卷起灭城之灾。 一切井然有序,亡灵有亡灵之地,人类有人类之土,对古都而言才算是真正的安宁。 毕竟,有亡灵的存在,秦岭之妖才不会猖獗。 古都有的忙碌,忙碌起来时间便悄然而至。 白雪挨挨之后,便是初春将至。 古都还算是敢在这个新年前将一切尽可能的恢复原状,已经离开了的人,摆上一个空酒杯足以,该如何庆祝这个难得的新年便怎么庆祝。 好可惜,莫凡还在顶着大雪在华山道灌苦修,没把修位提升起来他应该是不会下山了,这个空酒杯就当是摆给他的吧,来来来,我们共饮此杯。 王三胖情绪高涨的说道。 哈哈哈哈,真没想到我们这个年是这样过的,不管怎么样,还活着就都好。 张小侯说道。 我们哪,福大命大,两次大灾都没把我们弄死。 赵坤三说道。 那还得敬莫凡一杯,来来来,你iPad拿来用下,放张莫凡照片在上面,立起来,对,立起来,大家在一起敬他。 插三炷香,应景。 别用彩色的呀。 第701章学府之争 帝都学院 雪为鸡,冰为骨,三千银丝,清承清国,闻名不如见面,在下关于,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见到慕凝雪小姐。 一名风雅翩翩的男子缓缓走来,彬彬有礼的开口说道。 慕凝雪从此人身旁走过,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这种老掉牙的赞美之词,他都要听得耳朵生艳了,更何况这个叫关于的人,慕凝雪一点认识的兴趣都没有。 关于显得蛮有耐心和风度的,也不在意慕凝雪这份发自骨子里的冷漠,自嘲的笑了笑便快步跟了上来。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成为生死相依的队友,差点忘了和你说了,我已经是正式的世界学府之争中国赛区选手。 关于接着说道,脸上还挂着一丝笑容,似乎这后半段的这句话足以作为撬开冰山美人的资本。 果不其然,慕凝雪目光稍稍抬起了,他转过脸来。 关于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他关于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显摆的人,尽管获得这个正式名额确实非常不容易,但对付像慕凝雪这样的女人,什么花言巧语估计都毫无意义,还是这实力的东西最为有效。 只是,关于脸上的笑容很快就僵硬了,因为他发现慕凝雪根本没在看他,而是注视着一位正朝着这里走来的中年男子。 小雪,跟爸爸来一趟。 慕卓云也没理会关于,神情有些凝重的说道。 慕凝雪点了点头,跟着慕卓云往一间教室走去。 到了教室。 慕卓云特意往附近看了看是否有人,轻轻叹了一口气。 整个人显得非常颓然。 怎么了? 慕凝雪不解的问道。 虽然这些年自己父亲过的确实不如意,但也很少见到他露出这样的情绪。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大麻烦。 你叔慕喝,原来这狗杂种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黑教廷,还成为了黑教廷的头目,这家伙真是把我们列祖列宗的脸都给丢尽了,慕卓云一拳头砸在石墙上,胸脯剧烈的起伏着。 慕凝雪沉默了。 这确实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前阵子,各大家主在金粉大厦开氏族大会,慕喝那东西黑教廷身份对整个牧师氏族兜部造成了极大的动荡,现在各大家主以及老族长已经打算将我们彻底从氏族里踢出去了,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变成了他们口中的害群之马,哎。 哎,真是太,我已经不知道该,慕卓云说到后面已经开始有些语无伦次了。 是愤怒,更多的是无奈。 慕喝的身份可谓是给他慕卓云这一家子人都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所以,他们又要我做什么? 慕凝雪比想象中的冷静,只是淡然的询问道。 他们要你夺得的世界学府之争名额让出来,给慕婷影。 慕卓云常叹道。 他们已经开始不要脸了吗? 慕凝雪冷冷的说道。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慕喝这大逆不道的东西是我弟,也是你叔叔,博成一世。 已经把我们弄得破碎不堪了,现在更给了我们致命一击,现在我们所有人都要被审判会挨个排查,我现在倒不担心士族那边要怎么对付我们,我担心世界学府之争的那些议员们会因为你的这个污点。 将你从名额中也剔除掉,那样的话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慕卓云说道。 为了这个名额,慕卓云可谓是跑遍了整个家族。 就是希望为女儿多获得一些资源。 没有人比慕卓云更清楚慕凝雪的修炼天赋,只要给他足够的资源。 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国内最强的兵器法师。 慕凝雪也没有令他失望,成功斩获了世界学府之争的名额。 然而慕卓为黑教廷大执事的这个噩耗袭来,直接令他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全部白费。 甚至,他们会因此身败名裂。 没有人会和他慕卓云在做生意,没有人会卖自己人情,黑教廷大执事是自己弟弟这个事实会很短的时间里传遍自己身边所有人。 这几天,慕卓云已经感觉到了,苦心经营的人脉忽然间变成了避而远之,刚刚要卷土重来的事业又一落千丈,慕卓云已经有些崩溃了,博承灾难到现在他所受到的苦和赔出去的自尊还不够多吗,竟然迎来的是这样一场噩耗。 既然这样,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慕凝雪说道。 可是,这是你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名额,慕卓云说道。 慕婷颖想取代我,那看看他有没有那么本事。 中秋这天,帝都还是卷着凉风。 帝都学院中心位置有一个最为宏伟的魔法决斗场,整个场地呈现芒星状,黑色的似乎穹顶遮盖,可关闭也可打开,周围更是一个可以容纳下五万人的广阔作息,挥红大气。 这个决斗场很少开放,没有抵达一定级别的魔法决斗是根本不可能放在这里举行的。 决斗场坐席上空无一人,但是在决斗场的最中央却大概有十位左右的年轻法师,他们一次排开的站着,身上穿着俊逸的魔法战袍,风袭来,披风扬起,可谓鹰气逼人。 很高兴看到你们从那么多所高校中脱颖而出,接下去你们也将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优秀青年法师与别国顶尖高手比拼,虽然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为你们接下去的列国历练做一个欢送仪式,但我更希望这个仪式是在你们为我们国家斩获荣耀时在举行,到那时一定隆重百倍千倍,因为你们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松赫院长的声音回荡在这十人的耳中。 松赫院长正是这次出征国府队的导师,这一年的春季到来之时,便是世界学府之争选举完毕的时候,迎接这些年轻出色法师的将会是为期一年多的各国历练。 来年的春夏交替之际,便是他们参加威尼斯水兜世界学府大赛的时刻。 尽管这些学员已经是万里挑一,但这一年多的各国历练也非常重要,这对每一个年轻的法师而言都是一次质变。 第702章冰宫,绝对实力 奇怪,突然间觉得有点冷,是降温了吗? 那不是慕宁雪吗? 他好像被列作替补了,甚至听说多半会被除名,还得看几位议员的意思。 关于站在人群里,目光带着几分冷讽的看着缓缓走来的慕宁雪。 我说慕宁雪,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里可是主力选手的仪式,先不说你替补的身份了,就是你以后算不算国府选手,都不太好说。 人群里,头发染成了棕褐色的女孩说道。 她便是慕婷颖,被牧师世家大力推举的人。 慕婷颖非常厌恶慕宁雪,那是因为以她在牧师氏族的地位,竟然反而成为了这小贱人的替补,被慕宁雪名头压了那么多年,终于老天开眼帮了她一回,慕婷颖现在自然得意的不行。 慕宁雪没有理会她,只是静止走到了那五位导师的面前。 五位导师都是为高权重之人,可以说每一个选手无论其手上多少票,最终决定权其实还在这五位国导师手上。 只可惜,五位导师是绝不偏袒任何人的,他们能够成为国籍导师,就代表着他们目标只有一个,便是在世界学府之争上夺得最高名次。 世界学府之争看似是年轻法师之间们的角逐,但每个国家在上面倾注的东西都巨大无比,甚至很多关系重大的资源分配,也完全由这场角逐的排名来定夺。 学府之争不是儿戏,最重要的是学府之争举世瞩目。 我知道我已经被你们列入黑名单了,什么原因你们也明白。 我今天来目的也只有一个。 便是让你们重新审视我,慕宁雪站在五位导师面前,一字一句认真的说道。 重新审视 宁雪呀!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确实很不公平,但黑教廷犯下的罪恶实在太令人发指了。 我们不让你参赛也是为了保护你,古都浩劫,有太多的怨念,他们很可能会将这种怨念转嫁到你的身上,尤其是你在以举世瞩目的国府成员身份出现的话,松赫院长也是苦言相劝道。 松赫院长也知道,慕宁雪比在场很多人都更合适成为国府选手,可古都浩劫还未完全平息,怨念滔滔啊。 所以,我需要你们重新审视。 但愿我这把弓,可以抹除你们对我的这种偏见。 什么弓? 其他几位导师却是满脸疑惑。 慕宁雪没再多说,他转过身去,那双冰雪之眸凝视着那个气势恢弘的决斗场。 忽然,雪银色长发飞舞,厚厚的群居也随着摆动了起来,修长优美的身姿在这股莫名涌起的冰风气场下显得格外婀娜迷人。 天生冰系灵种,雪发飘飘,冰激欲骨。 他的确是最完美的冰之法师,那种对冰系魔法的专注,以及自身与冰雪融为一体的气质,让几位国府导师都为之惊叹。 不过,慕宁雪不是来卖自己这份天生冰宴,他缓缓地张开了双臂,周围无数的冰晶粉尘在他面前聚集。 渐渐幻化成了一顶绝色冰宫。 没有闲,也没有剑。 慕宁雪却生生地将他拉开,一只华美剔透的剑矢也出现在了他半驱的食指与中指之间。 这,这是。 松鹤院长和另外四名国府导师全部看得呆住了。 嗡。 慕宁雪松开了手。 长发猛然间乱舞。 半遮住了他这张精美如艺术品般的容颜。 而那柄冰晶剑矢呼啸而出,竟然在眨眼之间卷起了一场冰雪风暴,弥漫在这个偌大的斗场中。 剑矢是往天空中射去的,他飞向了敞开的穹顶之后划过一个弧度,豁然坠落到芒星决斗台上。 冰晶,疯狂的蔓延,寒气驱散了一切,人们还在难以置信慕宁雪这气势磅礴的一箭时,坠落下的剑矢一处地,整个决斗台化作了一块冰。 冰之力甚至越过了结界,纵结到了那一排排作席上。 作席空无一人,可也在眨眼之间化成了冰。 半个赛场,寒冰笼罩,冰晶覆盖,流转出来的光泽更是令这一切看上去美轮美奂之余,更多的是强烈的视觉冲击。 十位学员扭过头,看到这骇然之极的一幕,一个个呆若木鸡。 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和他们实力相当的慕宁雪竟然掌控着这种超越了他们不知道多少个境界的兵之力,而那五位导师,同样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重新审视。 这女孩刚才所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绝对的实力。 她是要用自己绝对的实力来碾压掉自己莫名粘上的那个污名。 国府之名,她不会放弃,这么多年的苦修便是为了这个名额,原本她觉得自己不借助冰晶沙宫也能够斩获这个名额。 我想参赛,哪怕是一个替补名额。 木鸣雪深呼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将自己手上握着的冰晶沙宫给捏成了粉末。 木鸣雪很清楚,自己不这样做连替补之名都会被剔除。 几位导师很久才从这半个被冻结的巨大赛场中回过神来,木鸣雪这一件可以说是彻底触动了他们。 他们相互望了对方一眼,像是在商量。 这份碾压一切的兵器力量,真的值得他们重新考虑。 你的这种能力确实打动了我们,我们会递交申请,让上头保留你替补的名额,你可以和大家一起参加列国历练。 虎纹额头的导师说道。 风鸣,上头已经安插进来一个我们毫无准备的替补了,现在又多了他一个,旁边的矮胖导师说道。 不碍事,列国历练这一年,也不是所有学员都安然无恙,有人可能会死,也有人会被淘汰,让他们一起跟着队伍进行历练,没有什么问题。 风鸣导师说道。 我也觉得是这样,各国历练名额十二个还是十三个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松鹤院长笑着说道。 对了,另一个替补是谁? 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实力都没考察,就被强行塞进来了,现在国府院越来越不像话了。 风鸣,你知道那个替补是什么来头吗?为什么可以不通过我们五个? 手掌儿子都得听我教训,哪个小子这般只手遮天? 矮胖导师说道。 风鸣摇了摇头,开口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那小子叫,叫莫凡。 第703章 下山 你这家伙,还以为你又牺牲了。 唐月带着几分称怪的声音飘了进来。 莫凡坐在拔地而起的一座山剑剑峰处,特意把脚点了起来,耳畔是呼啸高威的狂风,脚下是一片完整深渊,最底部更是缭绕着白色的雾气。 喂,喂,哦,我吃了,我吃了,这里火食是清淡了一点,老道士也叫我多吃斋,但我一般都会去猎点不长眼山寿,那味道可美了,纯天然,没辐射,没重金属,莫凡高声回答道。 经过莫凡险些坠崖十几次亲测有效,整个华山也就这座山峰上的信号最靠谱。 谁问你这个了,真是的,你以后还是离黑教廷那些变态远一点,不然我真担心你哪天突然就没了。 唐月说道。 什么,我修为。 马上了,马上就恢复了,高阶没掉,其他星云不仅不回来了,还都修炼到了第三级,你别说,这里还是真是一个清修的好地方,我差点爱上这里了,唯一头疼的一点就是这里没有道姑,哦,连植母猴子都没有,唐月老师不如你过来这里陪我小住几日,成天在钢筋水泥的大城市里对身心健康不太好,到这里亲近大自然,莫凡多半很久没怎么和活人说话了,滔滔不绝在那里讲着。 唐月已经满额头的黑线了。 伤高信号差,那也不至于差到这种程度啊。 对了,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唐月认真的说道。 你说,你说。 我听得清楚着呢。 你记不记得大家伙出现在市中心的市? 唐月说道。 唐月口中的大家伙自然是指图腾悬舌,如今图腾悬舌已经成为杭州的市宝了。 为本旧旅游业旺盛的西湖带来了成匹成匹的游客,他们也不为了真的见图腾悬舌。 听听故事,看看风景,一惊一乍的看西湖下的巨影,那也是心情美美搭。 记得呀,当时没把我吓尿。 莫凡倒是听清楚这句话了。 莫凡清楚的记得当时自己还在和心下谈情说爱,吃饭之间莫凡已经在用手机在桌子底下预定晚上的浪漫房间了,星号图腾悬舌就耸立在两座大楼之间,把莫凡之前的美好铺垫全部打散了。 总之图腾悬舌欠自己一个开房。 起初我以为是他到了褪皮期,情绪躁动才出现在那里的。 但大家伙最近睡醒了,我问起他这件事。 唐月说道。 莫凡回忆起来,图腾悬舌那时眼睛死死的盯着自己所在的那栋楼,甚至准确的说就是盯着自己那一层,盯着自己。 图腾悬舌只有嗅到什么危险气息才会出现的,而以图腾悬舌这种始祖级生物,让他觉得危险的东西可不多,莫凡也一直不明白当时自己那层楼里到底有什么。 会不会是我恶魔血脉? 莫凡问道。 恶魔系的事情,唐月他们自然也知道。 杭州灵隐审判会是自己人,唐中掌权,他们自然会为莫凡保守秘密。 我也这样猜测过,但明显不是。 大家伙和我说,在你身后有一个人,让他感到有些不安。 后来又发现那个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所以消失了。 唐月说道。 我身后,莫凡更是疑惑了起来。 你仔细想一想。 你身后有谁? 大家伙说就在你身后。 离你很近很近的。 唐月说道。 我身后,当时我身后,莫凡话说到一半突然间就止住了,脸上布满了震惊之色。 可很快,莫凡又摇起头来。 不可能,绝不可能。 自己身后就是心下,心下身上怎么可能会有让图腾玄蛇感到不安的气息? 你好好回忆一下吧,这件事我也是提醒你一下。 唐月说道。 恩,我知道了。 莫凡点了点头。 挂断了电话,莫凡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 图腾玄蛇不可能撒谎,也就是说他当时会出现在市中心正是因为自己身后的人,身后人只有心下。 心下为什么会让图腾玄蛇不安? 喂,老道士,我要下山了。 莫凡认真地说道。 不多修炼一阵子,能来这里修炼的人可都恨不得多待一些时间。 穿着道服的老者说道。 都到瓶颈了,死修炼也没有意义。 恩,你说的也对,多去历练历练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修行离不开眼界和阅历。 再见。 别再什么见了,下次你来看我,我没准已经成贺规矩了。 老者说道。 你这话说的,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妞上来。 可可,出家人。 你是道人。 反正也是跟佛家意思没两样,不好这口,不好这口。 老者尴尬无比的说道。 虚伪,不过你这老头蛮有意思的,让我想起那个以前在学校看后山的老家伙,可惜啊,他比你早离开,介绍你们认识。 你们没准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算了,反正你们没准会到同个阎王那里报道,我下山鸟。 莫凡笑着说道。 老者保持着笑容,目送着莫凡离开。 等莫凡走远了之后,老者才自言自语道,老朋友,你挑了一个有趣的家伙呀。 更高空是一片闪耀着穷光的蔚蓝色长天,在下方却是巨大的棉花糖铺开,连绵成了一块巨大的白色陆地,感觉可以踩在上面奔跑一般。 莫凡这次坐飞机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景色很美,云端与蓝天交界的地方隐约可以看到一双双扶摇直上的翅膀,也不知是什么妖兽正在挑战他们最高的飞翔极限。 乘客朋友们,15分钟后我们的飞机将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请系好安全带,收起。 飞机上的广播响起,莫凡已经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轮廓出现在云层镂空的地方,从这里望下去,无论是摩天大楼还是高速公路,都如一张小小的立体画卷,细密的分布在上面,一览无疑。 莫凡刚下飞机,一打开手机就想要拨通那个号码,但却连续接到几个短信,是那几个老大们的咆哮,指责莫凡下伤后不滚去帝都国府报道。 第704章帕特农神庙学院 莫凡觉得那几个boss也是有点过分,自己好歹也是古都的大英雄,平日里他们就没有一个表达出那份感激便算了,怎么还跟使唤手下一样叫自己去这去那。 莫凡很清楚,一旦到国府报道,就意味着自己得跟着队伍出去历练了,不单单是在国内,还得去国外。 出国呀,尽管想想都有些小激动,可莫凡觉得自己第一件事还是要到杭州这里来。 回想起唐月跟自己说的那件事,莫凡终究心有不安。 并非是怀疑心下对自己有所隐瞒,莫凡绝对的相信心下,莫凡只是担心心下很可能惹上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大麻烦。 爸,你再跟我说说你和心下妈妈的事情,恩,恩,好,好,我知道了。 莫凡并没有提前给心下支电话,他直接到了学校,想在那里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但是,莫凡没有看到心下,到他寝室没找到,到他常去的图书馆没看见,甚至连电话也根本打不通。 莫凡慌了,越是心有担忧,就越觉得很可能有麻烦。 莫凡急急忙忙的找到了心下的导师,为了确保他的安全,莫凡可是把心下周围大部分的电话号码给背了下来,莫凡直接打了过去。 哦,莫凡同学,你不用为他担心,他在做一个面试呢,手机关机很正常。 心下的导师笑着说道。 面试? 什么面试? 莫凡更是疑惑不解。 是这样的,帕特农神庙学院向我们国内招收四名学员,前往帕特农神庙学院进行为期一到两年的潜修交流。 这对国内所有知名学府而言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亚于世界学府之争的名额。 帕特农神庙学院那边似乎对我们杭州这边的学员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举荐了心下去,他这会应该是在与帕特农神庙的教职人员面对面交谈呢。 陆导师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莫凡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心下钥匙丢了,莫凡得全程开启恶魔模式满世界找。 不过,仔细一想,莫凡又觉得不对劲了。 等一下,陆平导师,心下钥匙被选中了,岂不是得跑希腊去,我听说帕特农神庙是在希腊,那这个神庙学院肯定也是在那了,莫凡立刻说道。 是啊。 是啊,但这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帕特农神庙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全世界治愈系。 心灵系最无可媲美的圣地,帕特农神庙与神庙仅仅仅相扣,我要是年轻个二十岁,我也想报名啊。 心下无论是治愈系和心灵系都非常的出色,我想这次赛选,他被看中的希望很大。 陆平导师言语中已经透出了对帕特农神庙的无限向往。 确实。 莫凡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帕特农神庙这个词了,他也为心下欣喜,竟然有机会被神庙学院给看中,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心下要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那可是分手概率远超过毕业分的呀,天知道国外会有多少无良、无耻、无德却长得帅得一塌糊涂的花花公子,莫凡相信心下不会那么容易被蛊惑。 但莫凡星浩就是不放心。 不行,不行。 莫凡立刻否定了这件事。 我知道所谓长兄如父。 心下特别听你的话,可假如他真的被选中。 实在没有必要舍弃如此荣誉呀,也不是一辈子在那里,他原本在学校这里还有两三年学期,无非是换到希腊去修满,在这里他能学到的东西真的很有限了,一两年留学时间而已,现在出国方便着呢,你随时都可以去看他,他也可以飞回。 陆平导师语重心长的说道。 他是真心希望心下能够被选中,帕特农神庙真的是一个圣地,治愈系,心灵系法师最高殿堂,陆平相信自己要是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陆平知道心下在治愈系,心灵系这两个领域中拥有别人没有的领悟与天赋,他会是最合适去帕特农神庙学院进修的人,他也坚信心下会被帕特农神庙学院的那几位交职人员看中。 他行动不方便,一个人到那里没人照顾,不行,说了不行。 莫凡很坚决的说道。 这点你放心,我亲自挑选了两位女陪同,他们将二十四小时照料心下,并且时刻向你汇报他的情况。 陆平似乎早就准备好了。 这,快则一年,最迟不超过两年,难道你希望他的才华埋没吗? 尽管不去帕特农神庙学院他也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治愈系法师,但到了那里,他将致变。 说真的,我们国内顶尖的治愈系法师太少了,心下能够去帕特农神庙学院那里,也可以为我们带回许多更优越的治愈系理念。 陆平导师继续说道。 还是不行。 这个,这次变成陆平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莫凡的态度会这么坚决。 寻常人要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恨不得马上将人送去,深怕帕特农神庙学院的人后悔。 那你不问问心下的意思? 陆平说道。 不用,这是我决定。 莫凡回答道。 莫凡对别人还宽厚一些,对心下那是绝对的直男癌。 说了不行,那就是不行。 心下没在自己身边他就很不安心了,更何况是出国,想都别想,管他世界第一治愈系学府啊。 哎,陆平叹了一口气。 很抱歉,我知道你也是为学校治愈系考虑。 莫凡明白陆平这位老教授的心理。 心下若是留学,他们这江学府这边算是与帕特农神庙有一丝关联了,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甚至这一整个系都可能因此而改变。 该说抱歉的是我,我没有想到你态度这么坚决,事实上我骗了你,他不是在面试,而是正乘上前往希腊的私人飞机。 陆平说道。 你说什么? 他自己同意去的,莫凡一脸愕然道。 这种大事情,心下一定会和自己商量,莫凡不相信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坐上出国的飞机。 事实上帕特农神庙教职人员已经赛选过了,他们一眼就看中了心下,这是个面试不错,但也因为帕特农神庙教职人员时间非常紧迫,所以他们会在这次面试后直接带心下前往希腊,心下自己不知道。 对不起,我擅作主张了,我以为你们会同意的,毕竟,哎,好吧,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对不起。 陆平说道。 靠,他们在哪起飞,告诉我。 接近昆山的一个私人机场,我告诉你地址,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第705章 旅走心下 莫凡也是服了心下这个导师了。 帕特农神庙的教职人员在他妈急,那也好歹打个电话知会一声,这电话都没打就把人给带走,莫凡更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啊。 得到了地址,莫凡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让唐月喊了一个会飞和有杭州领空飞行执照的兄弟带自己,一路就往陆平说的那个私人机场杀过去了。 来接莫凡的人倒有些意外,竟然是大师姐冷清。 冷清拥有一模具,提着莫凡就往那里飞,那迎面扑来狂风的感觉可比坐飞机翱翔要真实太多了。 冷清师姐,今天这么有空啊。 莫凡不忘打趣道。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发生,原来是去追你要出国的小女友,下次再叫我做这种事,我把你扔狐狸喂蛇。 冷清毫不客气的说道。 一家人,干嘛这么见外,最近零零还好吧,小丫头多久没看到我,一定很想我了。 莫凡说道。 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小女友吧,怕特农神妙的人从来就是我行我素,他们既然选中人了,并绝对马上带人走,就绝不会因为你当个时间。 冷清说道。 问题是心下也没同意,他们凭什么直接把人带走,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莫凡恼的说道。 他们可不会在意。 妈蛋。 立山,一条长长的飞机跑道延展到了外面,周围全是如高尔夫球场一般完美的草皮,绿化,湖水,山坡。 跑道端头。 一架白色闻着太阳之徒的私人客机停在那里,机身正在轻轻的驶动着。 很抱歉。 我们有要紧事必须回希腊,夜心下小姐您就与我们一同前往吧。 您的导师已经同意了,您的家人我们过后也会通知,我知道我们形势有些鲁莽,不过也代表着我们对您非常有诚意。 一名中年神庙教职人员非常有礼貌的说道。 格洛肯老师,如果你们有急事那请放我下去,我自己能够回到学校,前往希腊这件事我得和我父亲和我哥哥商量。 夜心下很认真的对这位神庙教职人员说道。 你的亲人我们会智慧的,这点你放心。 甚至你想的话,我们可以派人将他们请到我们帕特农神庙学院。 让他们明白你将在一个怎样伟大的学院中学习,我想到那时他们只会觉得你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机长,起飞吧,我们必须天黑之前回到希腊。 格洛肯说道。 此人看似礼貌,但行为却带着让人不敢抗拒的强硬,仿佛一切话语说出来都只是优雅的智慧你一生,不代表是和你商量。 先生,前方发现飞行者,阻碍了飞机起飞。 副机长说道。 迪凯厄斯。 你去处理,赶走就好了,在这里大打出手的话,灵隐审判会的人会找我们麻烦。 一头金色波浪卷发的格洛肯说道。 好的。 心下抿着嘴。 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 他能够感觉到,这个格洛肯根本不理会自己意见,无论自己同意与否。 他们都打算直接将自己带走。 多说无意,心下只是想弄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 是真遇到了棘手的事情,还是别的。 妈的。 这不是绑架吗? 心下。 心下。 心下,你在飞机上吗? 心好的,给我听好了,再不把飞机停下来,我轰烂他。 莫凡被吊在半空中,撒泼的朝着飞机里的人大喊道。 心下听到了莫凡的声音,但他手机不在身边,行走又不是很方便。 见金发的格洛肯已经跑到驾驶舱去了,心下立刻在心灵中汇聚出一股声音,传达给莫凡。 莫凡哥哥,我在这里。 莫凡心中一喜,急忙自言自语道,他们要带你走。 他们真是帕特农神庙的吗? 怎么跟土匪一个样? 他们确实是帕特农神庙的,校长,导师们都确认过,他们也是诚心邀请我到神庙学院,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给我选择的时间,要这么匆匆忙忙离开。 心下的声音很快传了过来。 你放心,有我在,他们休想带你离开,莫凡说道。 他们很强,莫凡哥哥,你别冲动。 心下急忙说道。 放心,我也有帮手。 莫凡与心下电波对话之时,飞机上已经有一个人直接飞了过来。 此人背后有风之意,显然是一位道横很高的风系法师,他就悬停在飞机前不远处,浅蓝色的眼睛带着几分嘲笑意味的盯着莫凡和冷清。 他根本没有多看莫凡几眼,在他眼里莫凡只不过是个小角色,他注意力主要在冷清的身上,因为他看出冷清的修为并不低。 我是灵隐审判会副判长冷清,你们飞机上有一个女孩,请将他放下。 冷清直接报家门了。 大家都是有身份,有实力的,真打起来动静还不小。 抱歉,我们没有时间跟你们废话,我们的教学在明日就会开始,他既然被我们选中,就必须听从我们的安排,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找校方,我们和校方说过这件事了。 迪凯厄斯说道。 他本人不同意,他家人也不同意。 冷清说道。 请不要阻拦我们飞机,否则就算是妨碍神庙人员,我有权对你出手,我们时间紧迫。 迪凯厄斯说道。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站在谁的地盘上和谁说话,别拿你们神庙那一套来说是,你们在杭州旅走学园,我有权将你们直接斩杀。 冷清更是不客气,完全没有因为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帕特农神庙就给他们好脸色。 这,迪凯厄斯有些被震住了,他没有想到对方这么强硬,很多时候他们爆出帕特农神庙的名讳,别人就得滚一边去。 被跟他废话了,红走。 驾驶是处,格洛肯的声音传了出来。 迪凯厄斯点了点头,目光忽然如剑刺来,开口道,那我就领教领教中国审判会的实力了,我一直很期待呀。 第706张鬼目手 剑拔弩张 冷清摆出了一副来者试刻的冷傲姿态,坐等对方动手。 那个迪凯厄斯也没有客气,双手猛的往这里一扬,便可以看到一股强劲的气流正在从四面八方灌溉过来。 气流可以看到颜色,呈现的是一种莫凡从未见过的金褐色,金褐色气流盘卷着,顷刻肩在莫凡,冷清周围组成了一道硕大的风之屏障,将两人死死的裹在了其中。 风之屏障迅速的缩紧,让两人活动的范围变得更加有限。 这家伙,施法速度好快。 莫凡嘀咕了一句。 一个中阶魔法几乎是瞬间完成,可见此人的修为不低,很可能达到一念星图的境界了。 一念星图,中阶魔法可以说是在一念之间完成,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本领了。 你先下去。 冷清真心高冷,直接一松手,就让莫凡做自由落体运动。 还好这不是在高空,不然这大阳光下的眉影子给莫凡顿,莫凡的摔个四脚朝天。 莫凡刚落地,一抬头便看见头顶上一个褐色的飓风屏障,他们已经缩小到了冷清不到一米处,强劲的飓风屏障可以轻易的将一只五六米高的战将级生物都给撕成粉碎,更不用说是冷清这种细皮嫩肉的女人了。 哼。 冷清不屑地发出一声鼻音,身上也不知涌起了哪一个戏的力量,竟然直接将周围那强劲的飓风屏障给震得四分五裂。 震散的褐色飓风化作了凌乱的气流,四处飞散。 站在风中的冷清目光闪耀出了黑褐色的光芒,瞳孔中似藏着一只永恒的古老炎魔。 在这一刻忽然间苏醒了古来。 炎魔之铜,天沙。 冷清话音刚落,空气中忽然间蒙上了一层黑褐色的沙木。 沙木如黑褐色的天空之沙,柔和的缭绕在冷清的周围。 去! 这些由细小的沙力组成的天空沙衣任凭冷清那双眼睛操控,所有的细沙迅速地凝聚成了一根根尖锐的石笋,石笋有一两米长,十几根同时那名神庙教职人员迪凯厄斯飞去。 石笋凌厉,呼啸而过,迪凯厄斯见状后却不由地冷笑了起来。 眼魔之铜,我也会,那就来一场吐戏之间的较量。 迪凯厄斯笑着说道。 目光一闪。 果然他的瞳孔颜色被什么东西给覆盖了,渐渐地变成了红褐色。 显然冷清和迪凯厄斯掌控着不同的眼种,即便是施展一样的技能,其光泽和效果都会出现一些差别。 迪凯厄斯的眼魔之铜更加的邪意,他的周身迅速地弥补上了细细的红褐色沙子,同样化作了一个天空之沙。 不过,迪凯厄斯并没有进攻,冷清所操控的那些石笋已经飞来,他必须做出防御。 天空之沙能够任意变化形状。 炎魔之铜一闪,他们迅速地聚集在了迪凯厄斯的面前,竟然直接变成了一件天沙之铠,厚厚实实地保护这迪凯厄斯。 石笋打在迪凯厄斯的这件天沙之铠上。 威力立刻大打折扣,冷清并没有浪费有限的天沙数量,而是立刻将石笋拆解了。 变成了一条长长的沙边,重重地往迪凯厄斯的身上抽打过去。 迪凯厄斯没有防备。 他没有料到冷清炎魔之铜的境界这么高,可以这么快的速度拆解天沙形态。 并且又重新迷化。 粗壮的沙边打下去,漫天的沙力飞舞了起来,迪凯厄斯的防御也瞬间崩解,整个人还重重地跌落到了地上。 迪凯厄斯从地上爬了起来,有些恼羞成怒地看着冷清。 看来我必须动真格了。 迪凯厄斯说道。 我还没手热。 冷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却立刻把迪凯厄斯气得兴徒插战断裂了。 冷清与迪凯厄斯对战,莫凡自然杀到了飞机处。 里面的人,滚出来,不然我轰了你的飞机。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强强民女,你以为这里是你家呀? 莫凡指着飞机破口大骂。 猎拳在手,火焰生腾,莫凡这算是最后一次警告了。 果然,机舱门缓缓缓地打开,舱门处出现了一个金色油光的中年男子,他拥有一双金色的眼睛,冷酷威严地凝视着莫凡。 你想挑战我们帕特农神庙的威严吗? 格洛肯声音寒冷地道。 你是傻逼吗? 莫凡骂道。 格洛肯中文不算很好,这句话还真没听太懂,但他能够感受到对方的侮辱。 辱骂神庙教职人员,我们有权在任何地方做出惩罚。 格洛肯说道。 去你大爷。 莫凡感觉完全无法和这种神经病多做交流,索性一拳就朝着飞机的机翼给轰了过去。 第四集猎拳声性威猛,九条绚丽的火焰之交扑向了机翼,顷刻间将这机翼给轰得稀烂。 格洛肯眉毛都立了起来,在帕特农可觉没有人真敢在自己面前这样肆无忌惮,看到飞机机翼的残骸掉落在地上,看到机舱里自己刚倒的红酒洒了一地,格洛肯直接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你不要伤害他,否则,心下感觉到格洛肯强大的气场,顿时促起没认真严肃的说道。 我只是给他一点教训,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小子,神庙人员是不可侵犯的。 格洛肯头也没有回,静止朝着莫凡走去。 格洛肯已经来到了莫凡不到十米的距离上,他随手一扬,也不知释放出了什么古怪的魔法来。 莫凡警惕地看着这人,正打算先发制人的时候,自己脚下的草地忽然间裂开了,就看见一根粗壮无比的鬼藤眨眼的功夫生长到三四米长度,并且狠狠地往自己这里抽打。 莫凡根本反应不过来,直接被打飞出了十几米远。 像你这样不懂事的东西,我在神庙学院一天就要收十十几二十个,毁了我的飞机,耽误了我们神圣的职责,格洛肯继续往前走,他的手再一次扬起,隐约之间看到有青色的能量在他手心上闪耀了一下。 莫凡往地面上看去,以为又有那古怪的鬼藤跑出来。 在你身后,蠢货。 格洛肯不屑地说道。 莫凡身后不但半米的地方,有势一根硕大的鬼藤窜了出来,他由下至上猛车过去。 第707章不要再惹莫凡。 星号的,这什么技能? 莫凡被打了一个仰面朝天,他之前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能力,防备起来自然困难无比。 这是鬼木手,木系高阶技能之一,他的木种很特殊,莫凡哥哥,你要小心,心下的声音立刻传了过来。 我知,我草。 莫凡刚想回答心下一句,却在坠落的过程中猛然间看到一根根巨大的鬼藤在自己四面八方生长,都窜到了很高的地方。 莫凡感觉自己像是往一只满嘴黑色处须的怪物嘴里掉落,而不是落下地面。 百芒之中往下看了一眼,这才发现自己身下哪里还是草地,竟然涌出来了十几根那种粗壮如苍天古墓的会扭动的鬼藤来。 这时几根鬼藤如石人花张开了大嘴一样狠狠地吞咬,莫凡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就是一只瘦小的苍蝇,将它直接一口吃了进去,牙缝都不够塞。 莫凡坠落下去,头顶上的阳光一下子就被这些粗壮的鬼藤给遮蔽了,周围漆黑一片,像是坠入到了一个深渊之中。 耳边沙沙作响,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黑暗之中莫凡点燃了一丝火焰,照亮周围的那一刻他骇然地发现树枝不尽的黑色虫子朝着自己扑了过来。 很显然这些鬼藤自己分解不了生物,就利用这些成堆成堆的半生虫,这恐怕是这个外国绑匪特殊木种所拥有的能力。 格洛肯将他额前的头发优雅地扫去,看着被完全吞到鬼藤之中的小子,格洛肯又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脾气真是越来越暴躁。 对付这样一个黄毛小子都动用这种级别的魔法。 轰隆隆。 格洛肯还没有自我检讨完毕,那娇缠成巨大石人花的鬼藤忽然间膨胀了起来。 最后猛地爆炸开,里面一下子涌出了无数的火焰来。 火星漫天飞舞。 有不少都建设到了这架白色豪华的飞机上,将这漂亮的私人飞机弄得面目全非。 热浪扑打到格洛肯的脸上,将他那张正正方方的脸完全露了出来, 同时可以看见他脸颊在抖动。 飞机。 他的私人飞机。 格洛肯胸中更是腾起怒火来,他注视着那个站在火焰里的青年。 原本我只是想给你点叫训,既然你挑战了我的愤怒底线,那我就不会留什么情面。 格洛肯身上的金色衣袍忽然间飞舞了起来,空气莫名的变得胶着。 一道电弧豁然划过,在格洛肯身侧位置悚然的闪耀。 紧接着又是连续几道闪电劈啪而响。 格洛肯脚尖慢慢的点起,身体竟然不知被什么力量慢慢的拖了起来,悬浮于半米之处。 雷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格洛肯伸出手掌,便好像能将这些极快闪烁又危险至极的电雷给握在手中。 去! 格洛肯手掌一推,一道绚丽无比的极光电弧扭动着身躯朝着莫凡所在的位置打去。 极光电弧的速度极快,莫凡下意识的往后一跃,那强力无比的电弧狠狠的击打在地面上,瞬间出现了一个焦黑的洞来。 莫凡意识到这种极光电弧威力很恐怖。 立刻换出了玄蛇铠甲来。 玄蛇铠甲刚刚穿上,一道凶猛的电弧就从格洛肯的手掌位置飞窜了过来,迅捷,霸道,完全就是一头呼啸而过的闪电之龙。 即便玄蛇铠甲阻挡住了大部分的伤害,莫凡还是被这狂猛的电力给轰飞了出去。 莫凡捂着胸口站了起来,看见格洛肯挑起了眉毛。 格洛肯也很诧异。 这小子身上的摩凯道非同一般啊,竟然可以抵挡下自己的雷电。 哼! 这也没有用。 格洛肯冷哼一声。 格洛肯扶空的他手掌再猛的推出,又是一片极快的电光乱窜而过。 将刚站起来的莫凡又给打飞了出去。 浑身肌肉被电得疼痛无比,但莫凡还是爬了起来,那双眼睛焕发出怒光的凝视着格洛肯。 我是抄街法师,你以为你那点本事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 再修炼个几十年,你也不是我对手,赶紧给我滚,否则修怪我不客气。 格洛肯此时已经悬浮在了一个雷电似翼飞舞的领域里,手一控便能够激发出更多的电光飞出。 别在那里放狗屁。 我现在就能够把你一拳打飞回你们印度去,莫凡带着几分狂野道。 什么狗屁怕怕特农神庙,他们看中的人就可以强行拐走。 来向他们要人,竟然还以各种乱七八糟自以为是的理由动手。 莫凡此时也动怒了。 等于。 这个格洛肯实力很强,不出意外的话很可能是超阶级的法师,他所施展的技能都没有用上全力。 莫凡也不想跟这种人再逼逼了,要是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超阶法师就很了不起的话,他会让这家伙明白什么叫虐。 我们是希腊人,不是印度,格洛肯背弃的胡子都吹了起来。 这小子有没有一点地理常识啊,他们如此俊美哪里长得像粗犷的印度人了。 莫凡,不要胡来。 天空中传出了冷清的声音。 冷清也不知用什么技能,将那个迪凯厄斯给禁锢住了,他自己见到这边情况不妙,便立刻飞落到莫凡面前。 你就是灵隐寺副审判长,你还是比较实大局的吗,是啊,劝那小子不要胡来,否则死得会很难看。 格洛肯见冷清来保护住莫凡,倒是没有再胡乱出手了。 格洛肯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莫凡瞳孔的颜色正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莫凡,别这样,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冷清已经感觉到有一股狂野的力量正在从莫凡身体里涌出来了,急急忙忙出声阻止。 冷清是青天烈索的成员,他又怎么不知道莫凡这家伙身体里的恶魔血脉。 莫凡要是在这些人面前展现出恶魔化力量,那么必须将他们全部灭口才能够保守住这个秘密,这可不是冷清想看到的,对方无论如何霸道,那也是帕克农神庙的教职人员,打一顿可以,杀不得呀。 真是一个倔强的小鬼,好好控制情绪,不要拿你弱小本领来挑战我的忍耐性,你还不配成为我的对手,格洛肯在那里嘲讽了起来。 你能闭嘴吗,不要再惹他了,冷清也怒了,就没见过这种仗着神庙教职人员身份在这里欺凌年轻法师的,怎么还有脸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赶紧放人,不然你们体无完肤的是你们。 恶魔戏,冷清就算没有亲眼目睹,也已经从毒枭的描述中得知了他的可怕,绝不能让格洛肯再刺激莫凡了。 第708章 玄蛇之威 可笑,难道我还要怕这小子不成,格洛肯笑了。 他觉得这女人有点神经质,竟然叫自己不要去惹这小子,惹他又怎么了,他还能掀起一片浪布城,一个才刚刚迈入高阶法师的的小子,他格洛肯还要惧怕。 毁了自己飞机,还耽搁了自己任务,没把他包歇皮下来就算自己仁慈了。 莫凡,冷静点,冷静点,这是我会处理,我拿青天列所名义给你保证,他们绝对不走夜心下。 冷静都快要给莫凡小祖宗给贵了。 那么多高层都是千方百计的掩盖恶魔系的痕迹,一方面是这种力量不太受世界魔法协会认可,另一方面也怕有人图谋不轨,莫凡天赋惊人,修行速度又快,再搭配上恶魔系力量,用不了多久莫凡就可以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超强法师。 葛星号OSS们对莫凡期望都很高,所以将他送入世界学府之争,希望他修位更上一层楼,若是在上头还没有疏通世界魔法协会那边关系之前把恶魔系力量展示出来,那麻烦就会大太多了,莫凡很快就会被世界魔法协会的人带走,根本别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更别提修炼了。 冷清劝阻着,心里已经盘算着要是莫凡真的恶魔技了,是不是赶紧叫人过来把这几个教职人员灭口了? 莫凡瞳孔一直变换到了银色,深邃的荧光已经从里面泄了出来。 再往深处看,可以看到银色眸子中已经映着戈洛肯那张极有优越感的脸,同时还有一个奇怪的巨大雾团。 莫凡目光一转,从戈洛肯身上转到了那团毫无征兆出现的雾气里。 雾气就在私人飞机后面,莫凡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雾气笼罩的范围并不大,却似乎要处碰到云端了。 隐约朦胧之中可以看到雾气里有一具身躯,上面有成年般大的鳞片正反着一些光泽。 看到这一幕,莫凡眼睛的色彩忽然间退下去了,愤怒的脸上渐渐的平静,又渐渐的勾起了一抹笑容。 很好嘛,虽然你不是神庙学生,我却教了你隐忍这一节课,不要尝试挑衅你对抗不了的敌人,格洛肯见莫凡气散了,不由的满意点头了起来。 真是的。 说的他一个神庙教职人员很爱欺负小鬼一样,不是他弄坏自己飞机,自己会对他出手吗?好好给自己道个歉,赔上钱来,自己就勉强原谅这个中国小子了。 是吗?莫凡眼睛里满是笑意,和刚才判若两人,并且心平气和的说道,那我今天也教你一课,那就是别惹你不该惹的人。 哦!你来头很大吗?格洛肯挑起眉毛。 心中暗想自己是不是惹上中国宫廷首席的儿子了,那自己就有麻烦了,中国某些老法师实力深不可测呀。 我来头一斑斑,你身后的那位来头大一些。 莫凡说道。 事实上莫凡在和格洛肯交谈的时候,冷清和那个迪凯厄斯都已经呆若目击了。 他们跟实话了一样,目光高高的抬起,却只能够勉强看到那只生物一半不到的身躯。 我倒要看看你们中国。 格洛肯一边说着话,一边转过头去。 怎么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 忽然,格洛肯身体就像被一道闪电给劈中了一样,整个人都不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他难以置信的将目光抬起来。 看到的是一面黑色的山区。 再往上抬,看到的仍旧是这具身躯那一块块惊人的鳞片。 再往上抬,本以为该看到这个家伙的脑袋了,结果还是其摩天之躯。 终于,终于在云雾之处,格洛肯将整个脑袋都养满了,才看到这个生物那惊天骇俗的头颅。 那蛇脑袋,缓缓的从天上移了下来,慢慢的,慢慢的。 格洛肯的私人飞机都还没有人家的嘴大,恐怖的蛇信子慢慢的吐了下来,满是唾液的从已经僵直的格洛肯身上一虎。 唾液粘稠,格洛肯的金色优雅发型,一身华贵的金色袍子,全都被糟蹋了,但格洛肯不敢动,仍旧不敢动一下。 蛇,蛇,迪凯厄斯都已经变得结伴了。 他的上司格洛肯,此刻更已经下的魂都要没有了,他作为一个神庙教职人员,一名出色的抄街法师,能够令他看一眼就魂飞魄散的东西这世上还真不多,可在中国这里,在杭州这块土地上,他看到了,看到了他迄今为止见过最恐怖的生物。 朋友,朋友,有话,有话好好说。 迪凯厄斯见莫凡和冷清反应都很正常,立刻明白这蛇肯定是与他们关系友好的,于是急忙求饶。 怎么刚才没见你们态度这么诚恳,我这蛇兄弟飞起来速度比你们私人飞机快,要不你们到他肚子里,我让他送你们回希腊。 莫凡笑着问道。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回去,我们自己回去。 迪凯厄斯人都快崩溃了。 开什么玩笑,到这蛇肚子里去,那还有活路吗? 那个,那个,有话好好说,我们出来乍到,不太懂规矩,小兄弟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没有什么事是谈不拢的吗? 呵呵呵,呵呵呵,灵隐审判长,您说是吧,格洛肯动都不敢动了,态度与之前趾高气昂的样子截然不同。 格洛肯会转变态度那也是莫凡预料之中。 他是抄街法师不错,可在图腾玄蛇眼里抄街法师也就那样吧。 要知道图腾玄蛇那怎么都得是和山峰之师一个极数的存在,别说格洛肯不放眼里了,把他们什么帕特农神庙全部高手都叫来,图腾玄蛇也能打得他们哭爹喊娘。 这节课,学到东西了吗? 莫凡笑眯眯的走到格洛肯身边,认真的问道。 格洛肯狂点头。 学到了,学到了,能不能,先让你这位蛇兄弟离我别,别这么近。 格洛肯小心翼翼的说道。 莫凡没理会格洛肯,跳到了飞机上,用手摸了摸图腾玄蛇的大鼻孔。 图腾玄蛇也吐出蛇信子,用小小的钱尖端舔着莫凡的脸。 格洛肯这几个教职人员也是倒霉,在什么地方惹莫凡不好,偏要在杭州地界。 图腾玄蛇一敢知道莫凡有危险,直接就杀过来了。 要不是莫凡提前打招呼,格洛肯这个超街法师真的一口就被图腾玄蛇吞到肚子里。 第709章打一顿就老实了。 灵隐审判会 清拳缓缓的流淌过倾斜的小石壁,滋润了上面刻着文字,让他们在夕阳下熠熠声光。 一小片竹林,泄落下金色的光芒,一张简陋的石桌与几张石吨,俨然成为了灵隐审判会经常和别人谈事情的会议桌。 飞机,还要赔吗? 莫凡用手敲打着石桌,认真地质问这两名帕特农神庙教职人员。 不,不用,我们有买保险,小事情,小事情。 格洛肯满脸友善的笑容。 这次他的笑容是真诚的,不再是那种目中无人的彬彬有礼,说实话做图腾悬蛇这趟飞机回来的可怕经历还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 难怪那些老祭司都特别提醒自己,不要在中国惹是生非,尼玛城市里有一头这样大的蛇,市政府都不管一下的马,民风何其彪悍。 人还带走吗? 莫凡指了指旁边的心下,完全变成了一个拿着叫编的班主任。 这个,莫凡兄弟。 以后叫我老师。 莫老师,夜心下小姐确实非常适合在我们神庙学院,我们其实也只是执行命令,真正看中夜心下小姐天赋的还大有来头。 格洛肯有些没脸没皮的说道。 夜心下一旁也觉得暗暗好笑,这个格洛肯被打了一顿之后,格外的老实啊,和之前那富质高气昂的模样判若两人。 管你什么大来头,我家姑娘我说的算,你们自己坐飞机回印度去。 告诉你们那个大来头的,我们心下国内待得好好的。 不需要去你们呐。 莫凡说道。 是希腊,格洛肯重新强调了一遍。 都一个样。 莫凡说道。 这件事我们恐怕不能答应你,事实上我们在选择学员这一块上是非常严格的。 要么看不上全世界的学员,要么选中了我们就不松口,格洛肯挺着胸把这番话给说完来,但很快他又回过头往西湖方向看了一眼。 态度这么坚决。 莫凡反问了一句。 我们并没有玩闹,确实是诚心邀请夜心下小姐入神庙学院,我们若是没有带回大导师看中的学员,大导师不会让我们好过的。 格洛肯说道。 那没法谈了,我让图腾玄蛇送你们回应,哦,希腊。 莫凡站起身来。 格洛肯,迪凯厄斯哭丧着脸,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莫凡。 你先别那么冲动,听他们把话说完吧。 堂中劝说道。 是啊,莫老师,你也应该知道夜心下小姐腿部是怪己所致,我们怕特农神庙专制各种疑难杂症,夜心下小姐在我们那里求学期间,兴许可以寻到治愈她自己的办法呢。 就算不能,我们的那位大导师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我们之所以这么着急的将携心下小姐带回去。 正是希望她能够早点获得治愈,毕竟大导师极其繁忙,即便是她的学员,她也最多指导几次。 格洛肯立马说道。 莫凡将目光落在了心下身上。 心下也在看她。 你这话当真。 莫凡质问道。 我们已经和陆平教授说过了呀,难道陆平教授没有告诉你们吗? 格洛肯说道。 莫凡摇了摇头。 格洛肯一阵苦笑。 莫老师,您要相信我们怕特农神庙。 您还比较年轻,想必对世界各大势力了解不是特别多。 但您可以问问堂中审判长,只要我们怕特农神庙愿意治的人。 就没有治不好的,甚至复活之术也掌握在我们手上,只要条件足够,死人亦能复活。 格洛肯说道。 莫凡也不是不知道帕特农神庙,当初许昭婷变身诅咒触腰,王小云被粉碎了灵魂,便都听闻只有帕特农神庙才能够救他们。 可莫凡终究对这个组织还不是太过了解,这需要堂中来给自己一些意见。 莫凡,格洛肯说的并没有错,甚至帕特农神庙比他说的还要神奇。 夜心下他的怪病陆萍也是费了很多心思,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而且我听说你有让钟楼审判会会长韩记来看过,他的答案也是一样的。 假如连韩记都没有一点办法的话,我们国内恐怕再难找到什么有效之策了。 堂中说道。 莫凡沉默了。 韩记是一名顶尖的治愈系法师,浩劫过后,韩记为了表示对莫凡的感谢,特意来了一趟杭州,那个时候莫凡在山上修炼了,但没多久就得到了韩记摇头叹息的声音。 帕特农神庙的在治愈系魔法上比我们魔法协会优越太多,我想若是那里寻不到治好这个顽疾的地方,这世界上便再没有更好的去处了。 堂中说道。 是啊,是啊,我们帕特农神庙是不会轻易给人治愈的,但如果叶新夏小姐是神庙学院成员,那就另说了。 格洛肯说道。 莫凡,我很合适去帕特农神庙,我知道你所担心的无非是他一人在国外,无人照料。 陆平的担保既然不能够让你放心,这样我亲自陪他到帕特农神庙一趟,我在那有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将心下安排到他的住处,相信孤单的他会很乐意有这样一位女孩陪着他的。 堂中认真的说道。 作为灵隐审判会的审判长,这件事他必须出面做调和了,毕竟格洛肯那边代表的是帕特农神庙。 帕特农神庙确实鲁莽,不经过莫凡这个混世魔王的同意就把人带走,其实坐下来好好说,也没什么大矛盾,无非是都为了叶新夏。 新夏,你觉得呢? 莫凡一时间也不好决定了,还是问问新夏的意思。 大概多久? 新夏询问起格洛肯。 快则一年,慢则两年。 表现一般,就是一年,送你回国,我们诚挚邀请归诚挚邀请,但如果成绩一般般,依然不会久留的,而如果节出,时间就稍微长一些,这样你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不是吗? 格洛肯回答道。 莫凡,安全方面你不用担心了吧? 堂中问道。 恩,我倒是相信你。 莫凡点了点头。 你不是马上要列国历练了吗? 为期一年多,这段时间你基本上不可能回国的。 叶新夏正好在神庙学院静修,你归来,他也差不多完成学业了,兴许腿也治好了,何乐不为呢? 堂中接着说道。 第七百一十章乌震义事 格洛肯听到堂中的话语,脸上露出了些许诧异之色。 原来莫老师是国府选手,难怪年纪轻轻实力这般出众,我当是你们中国随便跑出来一个年轻人就有这等实力呢? 虚惊一场,格洛肯一正言辞的说道。 格洛肯在战斗力上碾压莫凡归碾压莫凡,可也得看看他是几岁的人,换作别的青年法师,格洛肯手一台就解决了。 那个,冒昧问下,那头,那头蛇,应该不是您的召唤兽吧,若那样的话,这一届国府之争,我会建议我们神庙学院弃权的。 一旁的迪凯厄斯弱弱的问了一句。 他是我们杭州的守护神,莫凡曾经在他最危险的时候救过他,所以莫凡遇到危险,他就会出现。 堂中笑着解释道。 原来如此。 迪凯厄斯一副吓死本宝宝的表情,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这蛇要是召唤兽。 别说是国府之争了,世界法王之争都可以保持碾压姿态,强的离谱。 中国这地方真可怕,办完事还是早点回希腊雅典去吧。 我跟他私下商量商量。 莫凡说道。 莫凡推着心下往竹林中走去,几片尖尖的叶絮落了下来,粘在了心下乌黑的头发上。 莫凡将他们取了下来,却又忍不住去抚摸着他柔柔的发丝。 慢慢的,莫凡将上放在了心下耳畔边,滑到了饱满似玉的脸颊上。 另一只手也不经意从发丝间穿了过去,莫凡从后面抱住他。 沉浸在翠竹之香与美发芬芳间。 心下闭上了眼睛,田静的感受着这份温馨与安心。 莫凡哥哥。 我觉得我还是去吧。 不知过了多久,心下自己打破了这份宁静。 为什么? 莫凡问道。 那里挺好的吧? 心下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腿说道。 恩,有人欺负你的话,就尽快告诉我,我会把他们破庙给拆了。 莫凡说道。 心下笑了起来,眼角却有一抹晶莹,含在那里。 虽然是一位心灵系的法师,可心下发现自己其实很不擅长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知道莫凡不喜欢待在一尘不变的地方,更不喜欢碌碌无为,可有的时候莫凡步子走得太快。 心下根本追不上,很多时候就只能够待在某处静静的等着。 心下时常梦见莫凡遍体鳞伤的回来,他朝自己走来,在半途中脱利的倒下,自己想往他那走去,可他做不到。 只能看着,就那样看着,什么也做不了。 帕特农神庙,心下其实并不排斥这里。 毕竟那是每一个治愈系法师的圣堂。 假如这种梦再出现,他可以治好他身上的伤,或者朝他走去。 我们商量好了,他可以去帕特农神庙。 莫凡将心下推回了石桌那里。 格洛肯和迪凯厄斯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看得出来那位大导师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不然怎么会给予他们这么大的压力? 那我现在就订好机票。 格洛肯说道。 谁说现在了? 至少一个星期后你们才可以来接人,你们要喜欢杭州。 就在杭州旅游一周,让审判长给你们报销。 要不喜欢,可以先回印度。 一个星期后再过来接人。 莫凡说道。 是希腊,格洛肯脸都黑了,带着些许咆哮意味。 没什么差别,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莫凡说道。 格洛肯和迪凯厄斯商量了一会,最后还是妥协了莫凡。 两人多半是不想回去找那位大导师的骂,绝对留在杭州,一个星期后再带心下到帕特农神庙学院。 堂中建议他们可以逛逛西湖,西湖之景,细品下来两三天时间就可以打发了。 一提西湖,两位外国友人摇头如捣蒜。 那地方,给他们钱他们都不去。 堂中自然会招待两位帕特农神庙贵人,莫凡自己才懒得鸟他们。 一个星期后,莫凡也要到国府报道去了,正好有七天时间能够跟心下好好的没修没骚。 莫凡地方都想好了,去盛名已久的屋镇,这地方其实最适合情侣了,随处可见的清新小店,小咖,小酒吧,复古充满格调气息的酒店,小旅馆,白天逛逛逛,晚上看看看,深夜啪啪啪,再美妙不过了。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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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间雅致的小房屋的纸窗缝隙里,不经意间传来这清脆悠扬的声音。 莫凡哥哥,我就说了,要开灭蚊灯的。 心下一脸认真地说道。 没事,我拍死他们。 本大爷的血也敢吸,不怕便衣啊。 莫凡穿着一件精神病人款睡衣,一下子扑了过去,追着一只刚抽了他血的蚊子乱揍。 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用魔法? 开什么玩笑,对付这些蚊子还动用魔法,尊严何在? 在这,小样你哪里跑? 莫凡追到了心下的床边,看似扑蚊子,其实另有所图,把毫无防备的心下给扑倒在床上,盘起的发丝一下子凌乱的散开了。 满屋子芬芳,银铃的娇笑,莫凡逮着机会就一阵开油乱亲,白嫩嫩,水灵灵,香喷喷,要知道华山顶上自从封了游客后,那真是坐在山峰崖边照日天都没人管,莫凡没觉得这有多好豪气冲云天,只觉得无尽悲哀在显风。 心下马上要出国留学了,天知道啥时候能见面,乘着月黑风高,不对,应该是良辰美景,说什么也要把正事给办了。 古镇宁静,月色朦胧,流淌而过的青河上飘着几只捆绑在岸边的船只,微微敲打着石壁。 纸窗上有些波光,拱桥上扑着月霜,一位妙龄女子单影而行,她的步伐轻盈,裙摆摇曳,盈盈一握的柳妖和那樱桃屯倒影在清澈的河面上。 女子走着,走着,身子在途径中央的时候忽然间消失了,诡异无比。 又过了没多久,一只白色的巨大飞蛾从桥中心处偏歇而起,翅膀扑打的声音如凉风袭过,平静的河水都出现了波纹。 她拥有一双灵动的眼睛,飞起之时特意往附近张望了一番,似乎在确认是否有人看见。 她非常的灵活,迅速地飞到了屋檐上,一双赤着的狱卒在瓦片上轻盈的一点,又轻零地飞向了更远的地方,眨眼间消失在了七迷的夜色间。 第711章 鹅女 莫房哥哥 天亮了 我知道 这东西,百度能查得到吗? 心下弱弱地问了一句 莫房尴尬地挠着头,放下了手机 拯救世界的事情自己都做到了,为什么成为真正男人这件事,整整一夜的时间自己都没有成功?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呀,好不容易折腾到心下都不反抗了,闭上眼睛了,拧着粉唇了,结果呀,结果自己不争气,寻不到正确的温床。 我们先睡一会,下午去逛逛走走,换个心情,晚上再试试。 莫凡终于妥协了,认真的询问心下道。 心下点了点头,有些疲倦地躲入到莫凡怀里。 很快,他就睡着了,小手紧紧地搂着莫凡不放。 莫凡见他熟睡了,不死心地打开了手机,接着百度了一番,寻找着那个让自己无比尴尬的答案。 哎,都是说前戏不足,算了,睡觉吧,自己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还不如死在古都德了。 午后两三点的阳光格外的温暖舒适,洒落在小庭院中间种着的一棵小橘树上,未成熟的小果子都好像一下子鲜艳光泽了。 小巷上已经频繁地传来脚步声,时不时还有几个少女开心得肆无忌惮地娇笑,咯咯地扰人心田,忍不住探出头去看看他们青春活力的模样。 书洗好,穿戴好,莫凡带着和昨天到这里时截然不同的心情逛着这个古镇。 心下自己控制着自动轮椅。 心情美美地在和莫凡说着这座古镇的一些有趣的传闻,抵达有十阶地方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停下来了,用那双水弯弯美丽的眼睛望着莫凡。 莫凡哥哥,你能不想那个问题了吗? 心下很认真,又带着几分羞涩地说道。 哦,哦,我没想啊,莫凡笑了起来,大步往前一跨,哎哟我去。 前面的石阶让莫凡脚一踩空,还好作为高阶法师的他身后已经非常敏捷了,这扑通一摔至少没摔到脸。 亮亮呛呛地爬了起来,莫凡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这才意识到要抱心下下来,急急忙忙地走上阶梯,连轮椅带人一起提了下来。 旁边几个女孩都发出笑声,莫凡推着心下心虚地赶紧离开。 到了一家古玩老店的后院,心下忽然叫停了莫凡。 怎么了?莫凡不解地问道。 你看地面上。 心下指了指前面略有几分潮湿的门道前。 莫凡探着脑袋看去,发现那里有很多细小文娥的小尸体,遍布了一圈,自己再往前推的话,就从他们尸体上面过去了。 也只有心下会在意这种东西。 换作莫凡一个脚丫子踩过去,都还嫌他们脏了自己脚底板。 哼,吸了我的血,变成种族瘟疫了。 所以死了这么多。 莫凡一脸不屑地说道。 他们好像是飞蛾,不是蚊子,昨天在我们房间里的。 也是飞蛾,他们不吸血。 心下纠正道。 管他是什么,看了碍眼。 莫凡将轮椅往旁边一拐。 推着心下绕过了这些小生命的尸体继续往前逛去。 乌镇小亭小院还真不少,连着巷。 像又有店,无论怎么走都好像会出现一片新奇之地,小物件在这里是最受欢迎的,无论是复古类的化散,发散,头巾,镯子,还是现代的手机袋,钱荷包,像挂饰,银耳环,少女们能在几家店沉浸一整天,琳琅满目到想把这里的东西全部买走,让自己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饰品出门。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让你把地上那些恶心的东西给扫掉,多影响顾客呀,成天就知道给我偷懒。 刚踏入一家店,就听见店老板咆哮的声音。 一个年纪不大的店员戴着灰色的毡帽,笨手笨脚的找到了扫帚,将那些东西给扫到垃圾斗里。 莫凡瞥了一眼,发现又是那种小如蚊子的飞蛾,似乎今天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够见到这种小东西。 想来也是,无阵这种盼水而建的阵子,尸气是会有的,飞蛾这种小生命在这种地方最有生命力,再多情侣到这来也没有他们反眼下软来得快。 两位,哦,哦,谢鼎的店老板刚想招呼莫凡和心下,却看到心下是坐着轮椅的,眼神露出了几分怪异,但很快还是堆起了笑容,表现出常态来招呼。 莫凡和心下也习惯了,根本不在意这种小眼神。 心下挑着自己喜欢的发誓。 莫凡随便店里走走看看,发现了垃圾斗里的飞蛾尸体后,随口问道,老板,你们镇子里这种东西是不是特别多呀? 是啊,没完没了。 镇政府都已经组织了不知道多少次撒药了,可过一个春天,这些东西又多起来。 我是最讨厌他们的,看见一只就要杀虫即喷。 谢鼎的店老板说道。 我也不喜欢。 莫凡说道。 哎,谁喜欢呢,记得是每一年来着,这里还发生了讹闹呢,那飞蛾多的呀,就跟人家北京,上海雾霾一样,整个屋子上空都被遮了,啥都看不见。 我们每个人出门都得把自己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有一点缝隙,没准就有着东西钻进来,虽然没什么事,可那也太恶心了。 谢鼎店老板抱怨道。 这么夸张。 莫凡说道。 飞蛾成埋,这是得有多少吃在天上飞舞啊? 灭虫是没有用的,我都说了,我们镇上有位鹅女,就是没人信我,那天我和朋友喝酒到深夜,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长着飞蛾大翅膀的女的,她身材很棒,穿得很少,腿长还白,我刚想靠近,就有一群飞蛾扑了过来,遮住了我,然后她就不见了。 那个扫地的毡帽小店员插嘴道。 谢鼎老板抡起手就往店员脑门上拍,一边拍一边骂道,还给我好意思题,拿了店里钱去喝酒打牌,输光了就给我编出这样一个破理由来,聊斋看多了吧你,想女人想疯了吧你。 我说的是真的,况且镇子上又不是我一个人说过这件事。 小店员一边跑,一边还顶嘴。 我要信你,我就不是你就,我要信你,我把这店送你。 谢鼎老板追了过去。 这可是你说的。 我今晚就去蹲他,我拍下来给你看,要是真的,你把店送我。 小店员绝强道。 哼,你去呀。 谢鼎老板骂骂咧咧道。 第712章 替补 莫凡 喝喝酒,吹吹风,听听月儿掉掉的音乐,这一夜依旧过得非常充实。 令人期待的深夜悄然而至,月光洒落在石桥上,如霜一般漆冷皎洁,但不知何时,一层朦胧的薄纱遮盖而过,轻微扑打的声音营绕在小镇子的上空,干净的夜立刻变得有些浑浊,就连河水都不再清澈。 莫凡也是很难得给自己放上一个假,没有猎妖,没有修炼,没有驯场,没有魔法,像个正常大学生一样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清新唯美的小镇度假。 越是舒服,越是过得快,五六天时间悄然而逝,小镇子里似乎还有很多秘密和有趣的事情没有挖掘,但也只有下次前来的时候再继续下去了。 带着心下离开吴镇的时候,莫凡倒是正好看到城市猎妖队的人出现在吴镇口,他们的标志莫凡很熟悉。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心下看着猎妖队的匆匆忙忙入阵,询问道。 或许吧。 莫凡也不多管闲事,既然猎妖队的人来了,即便发生什么他们也会解决的。 坐上了动车,回到了杭州,莫凡将心下送到了学校,心里仍旧有些不舍的。 原本莫凡想送他上飞机,但上头已经有人催促自己滚去国府报到了,他也只好将心下交给唐忠,陆平,格洛肯和迪凯厄斯。 格洛肯,他要是在那里遭欺负了,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莫凡再一次叮嘱这个金发的教职人员。 你大可放心。 格洛肯打着包票说道。 莫凡亲了亲心下额头。 笑了笑道,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 嗯? 你也是。 心下点了点头。 坐上了飞往帝都的飞机,看着空旷无比的蓝天。 莫凡却有几分怅然若失。 或许,从心下寄居在自己家之后,他就没有离开自己这么远过,地狱的相隔终究让莫凡无法完全放心下来。 也或许,自己始终对他有着很强的占有欲望,这点小小的割舍分别都觉得心里不舒服。 其实也好,自己要离开国内很长一段时间,他有自己的事可以做,不至于像一只没有半点自由的彩雀。 被自己过度的保护在狭窄的笼子里。 再到帝都,这里的空气一如既往的差,天空蒙着灰褐色的东西,见不到蓝天也见不到白云。 不过,莫凡也算是一个乐观派的人,马上就要开始自己精彩的播种世界之旅了,一想到可以周游列国,寻觅觅境,乱采外国优越狗。 狂炮一国风情呦,莫凡走在前往国府路上的时候口哨都不禁吹了起来。 到了指点的集合地点,莫凡立刻看到大赛场入口处有五名黑着脸的大年纪法师。 其中一名矮胖大肚便干的导师瞪着背着一个斜肩包的莫凡,眼睛一瞪。 非常不友好的说道,你就是那个替补莫凡。 我是莫凡,不过我怎么是替补。 莫凡愣了一下,有些疑惑不解的看着松鹤院长。 松鹤院长是知道莫凡状况的。 于是笑着要解释。 谁知那个虎纹额头的风里导师却开口了,冷冷默默的说道,你一个走后门的。 有替补位置已经很不错了。 莫凡,你没参加最后的赛选仪式。 即便你本身就有提名和票数,但不经过最后抉择仍旧不算正式成员的。 松鹤院长给莫凡解释道。 好吧,替补就替补。 莫凡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吊儿郎当的朝着队员们那里走去。 刚走了没几步,莫凡就见到几个熟悉的面孔,这让莫凡倒非常的意外。 莫凡,哈哈哈哈,我就说你这家伙怎么可能没在名单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第一个扑上来的家伙正是赵满颜,一头飘逸的金色头发,梳理的没有一丝凌乱。 不错呀,竟然真给你拿到名额了。 莫凡拍了拍照满颜肩膀,确实感到相当意外。 有什么可不错的,一个仗着自己背后世俗庞大钱多,用钱疏通了不知多少人才拿到票的人,和你这个走后门的替补也没有什么差别。 人群里,一个酸不拉几的声音飘了出来。 一个队伍这么多人,真正上场决战的也就五到七个,其他名额送给有钱的阔老也没什么,毕竟我们为国府打比赛,总该有最好的待遇。 一个嘴边有颗美人质的女人蛮无所谓的说道。 这番话说得赵满颜尴尬至极。 事实上他能够成为这里的成员,很大程度是他们赵家财团的支持。 五位导师们也心知肚明,论实力,赵满颜和这里真正背赛选出来的还有一些差距。 长得那么英俊,说不好那位票一员好那口,哈哈哈哈,另一名相貌粗野的健壮男子说道。 此人身高接近两米,浑身肌肉几乎从衣服里透出,完全就是一个人形野兽,也不知道修的是什么系别。 兄弟,你在这里不受待见哪。 莫凡扫了一眼这三个傲慢的人。 言语不逊的分别是穿着得体的一位公子哥,美人质女孩,以及野兽男。 其他人倒都是无所谓的态度,似乎正如那美人质女孩说的,真正上场比赛的就那么五到七个,现在这个历练队伍有十来人,其中难免会有靠别的途径的。 赵满颜很早就说了,他不会通过学校途径来获得名额。 不过,莫凡看来就无所谓了,能选进来就行。 他们两个又不是为国争光而来,他们的目标是播种世界。 长得帅还有钱,难免被人嗶嗶几句,习惯就好。 赵满颜自嘲一笑,见莫凡很无所谓,自己也不去理会那些人什么态度。 两人勾肩搭背到了队伍里,很快两个神色严肃至极的男女让莫凡脸上满是意外。 男的倒还好,爱图图的哥哥爱江图,那个空间系的高手,莫凡已经知道他是这个队伍的内定成员了,并且多半是兼任队长身份。 女的却是特别的意外,因为这人莫凡也见过。 正是当初在卓园平顶山上认识的女军官,男爵。 男爵一如既往的干净利落短发,那俊美的外表很容易令人混淆她的性别,倒不是她面容有多棱角分明,阳刚英俊,而是她那肃然的气质与威严,掩盖了她其实出类拔萃的女性妩媚,这种掩盖并没有令她的魅力有所减少半分,反而越发的想要去撬开其心门。 第713章动手动脚 好久不见。 莫凡笑了起来,与她打招呼。 男爵只是看了莫凡一眼,没什么表情。 倒是一将图朝莫凡点了点头,表示欢迎加入。 你们两个,赶紧归队吧,站那边去。 松赫院长催促道。 莫凡和赵满颜走到了队伍的最后,似乎这里正式替补席位。 赵满颜自然也是见过男爵的,往队伍后面走的时候她小声的在莫凡耳边说着,这妞,队伍里上手难度第二。 莫凡点了点头,这女人要把住全是男呢,骨子里那份军人的不屈与骄傲大部分时候会把男人的自尊心摧毁的连扎都不剩下,最重要的是,少女都无法抵挡她那绝世魅力。 等一下,难度第二。 莫凡愣了一下,看了一眼笑得邪淫的赵满颜,接着问道,还有难度更高的。 龙,跟我们一起做替补的。 赵满颜指了指队伍最后头,那个独自站在那里宛如一块冰宿的女孩。 莫凡刚才顾着和赵满颜交流了,还真没有注意到队伍最后头站着的这人。 尽管她是最不起眼的位置上,可她那一席绝艳的银雪非发还是美得令人窒息,凹凸有致的冰激玉骨裹在一件黑色梨花束身长袄中,再搭配上一双修长黑色的公主靴,那份冷宇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宛如在冰封白雪之中绽放的一朵冰雪黑玫瑰,孤独,高贵,巨人于千里之外又带着致命的性感诱惑。 有着只可远观的圣洁,又有着剧毒花刺的危险。 莫凡刚才的角度确实看不见她。 等看见之后,不由的表情都呆住了。 差点没认出来。 若初次相见般的怦然心动。 这,这不就是自己大老婆吗? 都说苍蝇布丁无缝的蛋,这女人还跟以前一样,完全就是一块严严密密的水晶冰,我们这些苍蝇蚊子别说去着了,在她身边飞来飞去都会被冻死。 赵满言小小声的说道。 赵满言之前早就接着之前交换声的那份经历和慕宁雪打招呼了,结果很没有意外,慕宁雪那眼神跟不认识你一样,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才会被她真正装在心里,除了修炼。 去去去,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动得了我的女神? 她之所以会这样。 还不是因为心里装着我这样完美的男人,你自己去找别人聊天吧,我和我大老婆叙叙旧。 莫凡也不装,直接把赵满言给抛弃了。 赵满言也无所谓,他宁愿去撬开男爵那铁之心,也不要去尝试碰慕宁雪这种冰心,一方面难度高,另一方面,其实慕宁雪比男爵更加危险。 他可不会忘记慕宁雪那震撼一剑。 莫凡也是一个没脸没皮的人,马上就靠了上去。 可还没等莫凡开口,慕宁雪便轻描淡写的吐了一句,你又没死。 雪雪呀,你这话说的。 为什么要用柚子? 莫凡满脸的不乐意了。 心下去稀烂了。 慕宁雪接着问道。 恩? 莫凡点了点头。 你该多花心思在他身上。 慕宁雪接着说道。 莫凡张了张嘴。 尼玛,这女人学聪明了呀,知道自己会在他耳边逼逼个没完。 居然先发智人。 哼哼,别以为把心下抛出来就能够打发得了自己。 莫凡从来不是那种会在女人问题上觉得心里有愧的男人。 自己这辈子没啥追求,就是娶他们两座老婆。 国家都放开二孩政策了,迟早二期政策也会有的。 要不行,自己去申请一个阿拉伯国籍,那里没这么多讲究。 我们别聊那么严肃的话题,车到山前自有路,话说回来,你怎么便替补了? 莫凡有些不解的问道。 莫凡记得慕奴交友给自己提到过,慕宁雪已经获得了提名之争,并且很有希望成为正式成员。 慕宁雪实力卓越,即便年纪比在场的人都稍微小一些,但他不至于变成替补才是。 慕赫是你杀的。 慕宁雪却是反问了一句。 我间接杀了他吧。 莫凡回答道。 莫凡可以说是打破了慕赫的计划,撒朗一怒之下自己亲手将慕赫给解决了,这个过程谁也没有看到,但撒朗已经伪装不下去了,正如韩记说的,他在很努力的往国外潜逃,变成了一只丧家之拳。 莫凡修行的这段时间,黑教廷在国内的大部分党羽被连根拔起,想来未来十来年内,黑教廷这些阴沟老鼠都很难在中国开分店。 挺可怕的。 慕宁雪深呼吸了一口气,言语中透出了对自己家庭被黑教廷渗透的心有余悸。 是啊,但更可怕的是撒朗应该已经逃到国外了,倒不是说他这狗东西还活着是个祸害,而是我们的体制里还有不少地方是腐烂的,否则他是无论如何找不到洞钻出去。 莫凡叹了一口气。 你做得很好,帮我们驳承很多人都报了仇。 慕宁雪难得言语中带着几分赞扬,想必他会说出口,也是确实觉得在与黑教廷的这场厮杀上,莫凡很值得他钦佩。 哦,你是因为木鹤,便替补的。 莫凡一下子想明白了什么。 无所谓了。 也是,以你的实力,迟早还是会变成主力。 你看看你,手一直放在外面,都凉了,我帮你暖暖,哎,凝雪呀凝雪,你把我莫凡当成什么人了,我就是关心你,你动什么气呢? 先把那些飘在我面前的冰霜给散了,我把你手松开,真是的,多大点事。 或许,这就是慕宁雪要先发制人的原因。 不在于阻止莫凡没完没了的说话,在于他说话说话的时候动手动脚。 莫凡和慕宁雪站得很近,反正他也是替补。 很快莫凡就捕捉到了一个人并不掩饰的极度愤怒眼神,正是刚才刻薄赵廷华的那衣装得体的公子哥,听赵廷华说那家伙叫关于,绝对死追慕宁雪的其中一坨。 莫凡这人一向开明,慕宁雪是自己大老婆没错,可也不代表他不能有别的爱慕者呀。 所以不管是现在的关于,还是以后有多少像关于这样的人,莫凡觉得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心态端正,一根弦的把这种人枉死里整,枉死理财,这不就好了。 第714章苦行历练 人都到齐了。 虎头纹的导师缓缓的走来,目光扫视着这十三人。 对五一共十三人,十名正是成员,三名替补成员,替补分别就是莫凡,赵满言,慕宁雪了。 其实我们可以早点出发,一个替补,没有必要等。 关于看似轻描淡写的说出这句话,其实就是直指莫凡。 莫凡笑咪咪的没有去反驳,大家一起共同历练的时间还长着呢,据说要一年多,还不够自己玩死这叫关于的小东西。 我说话的时候,就不要有人再发出声音了。 虎头纹导师风鲤毫不客气的说道。 关于立刻闭上了嘴巴。 你们最终目标是参加威尼斯水兜国府之争,也就是世界学府大赛。 这次列国历练的不单单是希望你们能够拥有更多实战经验,魔法阅历,更在于你们需要获得威尼斯水兜国府之争的入场券。 整个世界参与这次大赛的有近两百个国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资格出现在威尼斯水兜赛场上,风鲤铛腔有力的说道。 五位导师都嘱咐了他们要说的,每个人认真的记下。 没有隆重的欢送仪式,甚至所有人瞩目的这场国府之争队伍什么时候真正踏上历练道路都不为人知,究竟又是哪些人也完全不公开,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有等到威尼斯水兜大赛仪式开幕的时候,这些选手们才会真正展示在世人面前。 天清清,水悠悠。 连绵的海岸礁石可以看到白色的浪花欢腾的溅起,不是那种汹涌的惊涛拍案。 就是那种撩拨岩石的青触戏弄。 礁石临寻旁有一个小小的沙滩,上面飘着几只渔人的木船。 比较简陋古老的那种。 这几只木船对于小康渔村而言却极其重要,几个家庭温饱全靠他们了。 这里浪花有的时候就是特别不老实,使得他们不得不将船绳一遍又一遍的捆着。 兴耗的,兴耗的,兴耗的,忽然间,几声不协调的声音回荡在这宁静的渔村与小海滩之间。 莫凡,你镇定点。 赵满言劝说道。 作为国服支队,他们不给我们一毛钱经费,没有专门飞机,没有专车。 没有酒店,甚至还冻结我们所有人的银行卡,这他妈都算了,直接禁掉我们坐飞机的权利,这是几个意思啊。 去日本,叫我们从这里游过去不成,莫凡整个化身成了怨妇。 对着天空和大海撒泼着。 说好的包吃包住包玩,说好的各国旅游,佳肴,泡妞呢? 什么叫全靠自己? 叫大家到这偏僻的小渔村,还以为有一艘豪华邮轮来接大家。 唱着歌,喝着酒,跳着舞过太平洋到日本,结果等了一整天,岸边仍旧飘着那几只木船。 坐木船过太平洋,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你马连奖都没有的好吗? 庸人就是知道抱怨。 美人质姑娘笑了笑。 一副不识人间烟火的模样。 行,蒋少旭同学,你来告诉我怎么去日本。 莫凡说道。 本身这对我们就是一种考验。 上头杜绝我们坐飞机,也不允许我们用背景,身份去蹭任何交通工具。 但我们可是法师,不至于被扔到一个小渔村就没有一点办法。 所以,怎么去日本? 莫凡接着问道。 坐船呗,有渔村,就会有大一点的港口,有大的港口,就会有去日本的船,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应该是我们国家海船和日本经常交流的位置,蒋少旭笑盈盈的说道。 这女人很喜欢笑,举手投足都要流露出那份来者不惧的妩媚与妖娆,但话语间又带着对一切事物都看不屑的仙气。 她在说,你们这些庸人的时候,往往意思是你们这些凡人啊。 蒋少旭说的没错,这一带应该会有大港口,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先买一张地图,看看我们的位置具体在哪。 男爵开口了。 我的老天,我们连地图都没有吗? 莫凡有些崩溃了。 没办法,我们大家都被五位导师坑了,叫我们卸下所有东西,手机都不许带,说送我们去特训,结果坐上直升飞机后就直接把我们送到这鬼地方,没食物,没换洗衣服,没手机,没电脑,连身份证都没有。 赵满言一脸苦笑。 他们这群人身份已经被冻结了,现在国内比较发达的交通工具都要刷身份证了,现在他们这伙人就等于是黑户,干什么都最好还得避开警察,真要被查了,就得叫国府的人来领,而一旦这样做,他们就算历练失败了。 历练失败后果很严重,因为国府支队其实不单单只有他们这支队伍,还有其他备选队伍,一旦他们这支队伍历练失败了,备选队伍中就会有人上位。 所以说,这支队伍肯定是会有更替人员的。 现在他们能够能够表明身份的地方,就只有日本东京的国府馆,这是他们第一个目的地。 这就是莫凡要咆哮的原因了,这哪里是历练,简直是苦行僧修行,和自己美好的憧憬弥码完全不同啊。 话说起来,即便我们找到船到日本,我们岂不是也算偷渡? 关于说道。 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被抓到,被抓到,我们就得表明身份,表明身份,我们历练就失败了,会有人被取替,一般取替都是先从替补开始。 美人智蒋少旭笑咪咪的看着莫凡,照满眼两人,当然他也不忘瞟一眼目凝雪。 别说那么多没有用的话了,我们先到渔村去,问问人。 爱疆图开口了。 爱疆图是五位导师任命的队长,所有人都得听从他的安排。 爱疆图一发话,众人也不再嘀嘀叨叨,朝着那个落后的小渔村走去。 这苦行历练来的确实有些突然,让莫凡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过,他们是法师,应该能够找到办法的。 可话又说回来,大家手头上都是一毛钱没有啊,下一餐饭怎么吃都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更别说钱到日本了。 第715章 渔村 海妖出没 小渔村离得并不远,穿过那形如虚设的小草栏,一眼就看到了十几栋平矮的木头与石头混合在一起的老房子,常年累月被海风侵蚀,使得他们看上去有几分阴湿。 0 一行十三人,就那么浩浩荡荡的进渔村了,结果在渔村里看到的人还没有他们这一群人来得多,门边蹲着泥巴的裤裆小孩多半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大哥哥大姐姐,眼睛眨巴着,等大家一走近,就一溜烟跑回屋子了,在窗户那里探头探脑。 又是你们,别以为我们这里穷,没文化就好欺负,告诉你本老汉也不是吃素的。 一鸣穿着木机的老汉一身有黑的冲了出来,手头上拿着平日里用来划船的大奖。 老渔汉扎着马步,双眼炯炯有神,干练有力的手紧紧的握着大奖,一副要和他们这群人拼命的样子。 似乎受到了老渔汉的鼓舞,另有几个年轻人也举着东西出来了。 结果他们也就七八个人,阵容还没有他们这群入侵者庞大。 更有趣的是,那几个年轻村男们似乎从没有见到那么标致的姑娘们,眼睛都看直了。 他们村那个架的村花,那也算是他们没日没夜幻想的对象了,皮肤柔软细嫩,但与眼前这几个仙女一比,他们都忘了村花是啥样的,那皮肤白的跟玉一样,腿那个较美啊,那腰细的,那脸蛋。 大叔,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是第一次到这里,只是想问点事情。 爱将图开口说道。 别装模作样了,盖几个跟安置房一样的水泥屋子,还让那些心性不坚定的村人蛊惑我们都搬到那里去住。 还说什么是对我们好,不就是贪图这块地吗? 老于汉骂道。 大家着装确实都很不错,毕竟能够成为国府选手,非富即贵,就算家庭一般,以自己的实力要弄到一笔钱也都是小事情。 老于汉自然看出这些人身份不一般。 他可不觉得除了那无良的地产商,还会有什么人特意跑到他们渔村来? 几个人一下子还真解释不清了,他们总不能说他们被人从直升飞机上踹下来的吧,事实上那五个导师真就这样做了。 我们是野游社团的,沿着这条海岸线到北头,到这里就是想问问路,想问问哪里有比较大的港口。 男爵反应倒是很快,马上解释了起来。 野游社团。 这是什么东东? 于老汉不解的问道。 阿叔,就是一群喜欢冒险的男男女女凑在一起去人际罕至的地方玩。 现在城里人就爱玩这个,说是刺激。 一名干兽的大男孩说道。 哦哦,你们真不是地产的。 老于汉问道。 当然不是,我们看上去有那么土粗吗? 美人智奖少旭笑了起来,并且特意朝那几个壮丁抛了个媚眼。 几位壮丁狂咽口水,眼珠子都好像要飞到蒋少旭故意暴露在空气中的低凶乳沟处。 那,那很不好意思啊,你们是要问大港口是吧,沿着海礁走个星号十里地。 过了大海湾,就会看见飞鸟港口哥。 老于汉说道。 谢谢。 成天没黑。 我们快点到大港口去吧。 男爵说道。 众人点了点头,直接顺着于老汉指的地方前行。 村人看到这一行人离开。 更是忍不住跟出去看,壮丁们对待拿谈的娇臀更是碍不试眼。 阿叔,我们忘了告诉他们了。 那名干兽大男孩想起了什么。 对对对,你赶紧上去。 提醒他们一声。 于老汉说道。 我去,我去。 我去,我跑得快,我去。 众人没走出多远,那名干兽的大男孩气喘吁吁地往这里跑来。 他好不容易追上了走在队伍最后头的莫凡,赵满言。 停在那里大口的呼吸。 你们这些人步子还真快呀,我这样跑都追,追了半天。 干兽大男孩说道。 莫凡笑了笑,并不觉得这有多奇怪,他们这些人可都是法师,别看是普通的步行,其实前行的速度都要比正常人快很多。 怎么了? 莫凡询问道。 是这样的,最近其他地方传来消息说海边有海妖,不少地方都受损了,所以你们在赶路的时候,最好是离海岸线稍微远一些,见到海妖了也好跑。 干兽大男孩说道。 这里不是安界吗,怎么会有海妖呢? 蒋少旭抚摸着嘴边的美人质,一副故意戏弄干兽大男孩的样子,朝他吐了吐唇。 这大男孩还是有些定力的,认真的说道,有阵子事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上头总没有派人来除妖,听说隔壁有几个渔村人去打渔都没有回来。 海妖我们倒不是很怕,小哥不如你给我们带带路吧,送我们到港口,姐姐我会犒劳你的哟。 蒋少旭用手指点了点大男孩的肩膀,笑盈盈的说着。 这个,大男孩犹豫了一会,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道,好吧,反正村长已经不让我们出海捕鱼了,在村子里也没事做。 不捕鱼,你们吃什么? 莫凡倒是问了一个重点。 吃存货呗,但估计也顶不住几个月,所以这次到飞鸟市,我也好去问问,上头什么时候去把这沿海流窜的海妖给除了,海妖不解决,我们根本不敢出海打鱼呀。 干兽大男孩说道。 还要上头做什么呀,你帮姐姐带好路,姐姐帮你把海妖除罗,挥挥手的事情,哥哥。 蒋少旭说道。 路我给你们带,但海妖,还是算了,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我听隔壁村大虎说,那海妖长得有四五高,能一口把我们鱼床给吃掉一半,很可怕的。 干兽大男孩一脸认真的说道。 蒋少旭只是笑,没有说话。 干兽大男孩名叫刘梦,典型的并不经常出村子的质朴大男孩,似乎也没有上过几年学就开始跟着家里人学打鱼了。 其实沿海一带也不是都很富饶,贫穷的渔村不少,并且交通与海路不便,导致他们也很封闭。 蒋少旭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以自己的紫色,绝对可以轻易的让这种乡下土小子神魂颠倒,奈何刘梦定力超出了他的想象。 事实上莫凡早注意到了,刘梦的眼睛尽管老实,却还是会往一身黑衣黑靴的慕宁雪那里看去。 像刘梦这种纯粹对美帝欣赏,莫凡就不计较了,关于那种狗眼乱瞟的,迟早得挖了。 第716章别人办不了的事 我听说你们城里人体质都差,走个三四里路就喊累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厉害,我都走得气喘吁吁了,你们跟没有事一样,一滴汗都没流。 刘梦算是服了。 就别说那几个年轻的男子了,就是队伍里几个娇嫩的都要出水的姑娘,那也是大气都不喘一下,也不知道村里人为什么总说城里人娇贵,这群人比自己体力都好。 你没听说过法师吗? 蒋少旭真是一个倔性子,摆明了要让这个年轻人神魂颠倒,于是很乐意和他说话,和戏弄他。 法师,当然听过,几年前我们大村就有人考上了魔法高中,那可了不得了,张灯结彩的,还把我们所有人觉得最好看的兰花给取走了。 我阿叔也说了,要是成为了法师,看上镇上哪个姑娘,基本都可以取北走。 刘梦说的眉飞色舞,显然对法师是非常崇拜的。 你说的那兰花,有我好看吗? 蒋少旭嘴唇一撅,露出了一副迷人的模样。 刘梦哪里见过烫着一头如此漂亮头发的女人离这么近和自己说话,有黑的脸上不由的一红,小小声的道,差,差远了。 我不如他。 蒋少旭又靠近了一些,吐气如蓝的明知故问。 他,他不如你。 刘梦有些结巴的说道。 刘梦啊,那我问你,加入姐姐我也是一个法师,还是很厉害的法师,你们镇村的男人,我岂不是可以随便挑? 蒋少旭继续调戏着这名憨厚的老实人。 这个,刘梦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刘梦发懵的时候。 蒋少旭狐狸精一样的笑声又传了过来,刘梦更是紧张的抬不起头。 但又想偷瞄几眼。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圣女敌不过星号。 这刘梦算是彻底被吃住了,太年轻啊,太年轻。 赵满言在莫凡耳边感慨了起来。 莫凡也点了点头。 事实确实如此,一开始刘梦只偷看慕凝雪,但随着蒋少旭这样连番挑逗,刘梦那小小的防线就被撕毁了,并且多半很快就要沉浮在那只狐狸的尾下。 七八十里地,其实光用走的话也得些时间。 刘梦根本不知道这群人都是实力高强的法师,哪怕普普通通的步伐里面也暗藏着不同属性的魔法。 所以步子特别的快。 一路走来,刘梦已经累得不成样了,而一江徒还觉得大家这样有些耽搁时间。 得亏路不好走,需要刘梦来带路,不然刘梦早就被甩到很后面。 走了大半天,总算看到了那个老于汉说的海湾了。 这海湾倒是很漂亮,就是由于规划问题,出现了许多杂草丛生的地方。 海湾深处已经有一些楼房了,都是那种拔地而起的高楼。 城县与海湾一样的弧度建造,完美的诠释了地产商经常宣扬的海景套房。 这些楼房应该是刚盖没多久,周围显得几分杂乱无章,偶尔能看见一些工程队。 正在做着一些处理,但从位置与这开发的趋势来看,将来会被超到一个很高的价格。 再接着往前走。 越过一个矮山,便可以看到一座临近海洋的城市。 飞鸟市。 飞鸟市应该是那种二线三线城市吧,比博城那种城规模大上许多。 却又和杭州、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没法比的。 那就是你们要找的比较大的港口。 刘梦指着一片海延伸到城市里面的海河说道。 港口一般不直接建造在面海处,毕竟大陆价上升,海水不够深,容易出事故。 这个飞鸟港口明显也是贸易的重要枢纽,可以看到不少大吨位的轮船在行驶,海河也非常宽,直通广袤无垠的大海,再往海河另一端望去,似乎更是直插内陆。 这海河,规模不小嘛,按理说这座城市也应该直逼大城市的规模,但看起来有些局促。 赵满言说道。 身为赵氏财团的男人,这种关系到发展,关系到财路的,赵满言往往能够一眼就看破。 这个港口其实非常完美,无论是通向内陆的江河之道,还是通往海洋的这段海河,都是海上运输最需要的,无论什么级别的轮船也都能够停靠。 按理说,有这样的港口在,这方圆一两百公里都不太可能贫穷,为什么一路走来无论是看到的村子,小镇还是这个核心的飞鸟市,都远没有它该有的繁荣。 估计市政很一般吧。 莫凡说道。 不可能,这样好的港口,再烂的市政也不能烂成现在这副样子。 我手头上要是有资金,就冲着这个港口,我也会立刻投资下去,而且是大投资,把地皮买下来,别说十年了,给个三五年,绝对赚翻,甚至,这个城市其实完全可以买下来。 赵满言一本正经的说道。 嘖嘖嘖,不愧是赵氏财团的,直接买一座城市。 那名野兽男发出了声音。 野兽男别看他四大五粗的,心倒是很窄很小,似乎总有令他看不顺眼的地方,尤其是赵满言这个用钱塞进来的。 商机,懂不懂。 赵满言冷哼一声,满眼的不屑。 别说那么多了,到港口去问问,有没有去日本的船? 爱疆图打断了众人的话语,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有船也没有用,别人不可能不查我们身份的。 野兽男祖吉明说道。 祖泽不,很多事情是要动脑子的。 莫凡笑了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 我叫祖吉明,野兽男祖吉明一头的黑线,带着几分咆哮道。 莫凡,你有什么办法解决我们身份的问题? 爱疆图转过头来问道。 每个人总是有解决不了的麻烦,而我们作为法师,很多时候就能够帮别人解决,我想这么大的一座港口城市,没有理由每个人都顺心顺畅吧,我们帮人办事,那人负责。 则送我们到日本,就这么简单。 莫凡是猎人,他懂得一座城市最稀缺的一定是有实力的猎人法师或者雇佣法师。 他们手头上没钱,空有一身武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人解决麻烦,猎人也好,雇佣法师也好。 你倒说得轻松,谁会那么好心将我们这些连身份都没有的人送到日本,偷渡那可是犯罪。 祖吉明说道。 所以呀,我们得办一般人办不了的事。 第717章 阻碍城市的海妖 在飞鸟市的市中心处耸立着一座完全由金刚玻璃建造的灰红双子大厦,这正是这个飞鸟市大名鼎鼎的林市集团的大本营了,可以说这座城市一半的新楼盘都是他们盖的,简直就是城市大亨。 林自大厦内,一名紫蓝色西装的胡须男子坐在天顶会议厅里,目光穿过落地窗,正好可以俯视这座飞鸟市,同时还能够将蓝色的海也收入眼底。 只是,他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走回到办公桌前,在这座城市的图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叉,看上去醒目无比。 看来这次是彻底输了,扶不起这座飞鸟市,我还拿什么和赵氏财团的那般人抗衡,还以为飞鸟会给我带来希望,都是狗屁。 男子愤怒的将图纸抓了起来,一下子撕成了粉碎。 乳白色里衬的西装群女秘书站在一旁,见林总裁如此动怒,却只能够小小声的说道,飞鸟市的市长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这个骗子,给我说了那么一通东西,结果却隐瞒了最重要的事情。 林总裁冷笑的说道,可合作还是得继续谈吧,总不能就这样放弃了。 要不,再请示士族会议,让他们博弈笔钱来,帮助我们清除这个最大的障碍。 喜欢装群女秘书说道, 你是被撞床头撞得脑子蠢了吗,那几个老东西巴布的看我在这里毁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其他抵押的产业一并收走,找他们要钱。 林总裁骂道, 女秘书没敢再说话。 会议室里沉默了许久,林总裁才将自己的气给散了。 最后还是摆了摆手道,市长如果说是脚腰,那再来和我谈。 如果有事想叫我给他们盖一座奉承他们上级的公益设施,就叫他给老子一边去。 女秘书走出了大厦。 嘴里一个劲的嘀咕。 这个林总裁,自己投资作败了,就把戏撒在了所有人身上,成天被骂,成天被骂,他都想辞职不干了。 刚走出大堂,女秘书就看到了一群穿着打扮还算不错的年轻人,他们坐在沙发那里,也不知道在聊些什么。 不过从气质上来判断,这群人应该非富极贵,只是,他们之中有一个明显的土人,浑身有黑不说,还穿着发白的牛仔裤,破球鞋黑得都可以在大堂上印出泥印来了。 我说各位,我们这样随便跑到林茂大厦来,不太好吧。 这可是我们是最有钱的主,听说市长都对他们老总彬彬有礼的。 刘梦有些不安的说道。 赵满言,你确定我们来这里有用? 爱江图问道。 相信我,这座大楼的人一定会需要我们。 赵满言打着包票道。 女秘书站在有点远的地方。 也听不清这群人说什么,他只是看得有些碍眼,也确定他们不是来办正事的。 等等市长就要过来了。 闲杂人自然的避让,女秘书换来一个保安道,去问问他们做什么的。 保安听话的跑了过去。 没多久又跑了回来,献殷勤的道,他们说这栋楼的主有麻烦。 他们来解决麻烦。 什么鬼东西,女秘书一听,心情就不太好了。 合着这群年轻人还是算命的呀,玩这种血光之灾有的没的。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说是没有他们办不了的事。 保安说道。 哼哼,那问问他们敢去搅海妖吗? 真是的,一群吃饱了撑着的。 女秘书说道。 保安比较木讷,还真跑去问了。 结果很快保安又回来了,激动的告诉女秘书,他们说可以。 女秘书立刻皱起了眉头,他又仔细看了这群人几眼,觉得他们又不像是那种江湖骗子。 女秘书还在疑惑之时,一个金色头发的俊逸青年就挂着阳光的笑容走了过来,女秘书被那么一晃,心里不免方了起来。 这人,真帅。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赵满言看了一眼女秘书的胸牌,确认了其身份才开口道。 没什么事的话请不要,女秘书下意识的拒绝。 你们老板肯定有很头疼的事情,我说的没错吧? 赵满言很自信的说道。 女秘书愣了一下。 这帅哥说的倒没错,可问题是人活在世上,谁会没有麻烦,这种话歹谁说都可以。 你想问什么? 女秘书说道。 这座飞鸟市很大部分地产都归你们临时财团所有,甚至建造了一个完美港口,打算将这里发展成一个上险北方,下街南面的海上中转枢纽,同时也接点日本、韩国的货船。 但是,这座城市却很萧条,一些楼盘是很新,但没什么人买,没什么人住,更没有人愿意做其他产业的投资,你们临时地产独数一致,吸引不到人,毫无意义,赵满言说的头头是道。 你想说什么?女秘书并不觉得这番话有多牛逼,总典型的其实都能看出来了,毕竟临时财团在这座城市的投资已经越来越泡沫经济,支撑不住了。 一座城市,明明有大财团,明明有好地皮,明明有完美港口,位置也不算差,会这样萧条原因只有一个。赵满言推了推自己的鼻梁,假装有眼镜。 女秘书都被赵满言这气势给震住了。 那就是这里有海妖作祟。 你们的海,很不安全,海妖想来的不定期出没想必是毁了不少商人的船,吓跑了很多投资者。 你们临时在这里无法大肆发展,也正是因为海妖挡了你们的财路,姑娘,我说的对吗?赵满言认真的问道。 女秘书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东西,随便一打停都能知道。 所以啊,我们来帮你们解决,看到我背后的兄弟姐妹了没有,全都是能杀能打能扛的好汉女汉,海妖我们来清理。 你们只要帮我们一个小忙就可以了。 赵满言一打响指,整个人都洋洋得意了起来。 就你们十四个人,女秘书都有些无语了。 脚妖,那怎么说都得派一支法师军团才行啊,可法师军团动起来得多少钱,最重要的是他们这里还压根掉不到。 十四个人解决那阻碍一座城市发展的海妖族群,女秘书只想送赵满言三个字,神经病。 第718章 出海除害 林茂大厦天鼎会议厅内 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游荡在飞鸟试海的是一个海妖族群,在七八年前便有一些迹象,到了近几年数量开始疯狂的增长,市政也曾派过一些猎人前往脚妖,但效果微乎其微。 林军贤目光灵力的注视着这群看上去都很年轻的法师们。 在林军贤看来,这群人更像是一对外出历练的大学生,一些魔法高校的学员实力是很强,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猎人协会的那些猎人来得强,主要是经验,阅历严重有问题。 对付妖魔,靠的还是脑子,是经验,是实战,绝非是那看上去非常鲜艳的法师级别勋章。 林军贤怎么也是大士族的,他自己虽然对魔法一窍不通,却明白法师不代表就能灭妖,更何况那是一个海妖族群。 没有一支法师军团,贸然深入还可能全军覆没。 这些你不需要为我们担心,既然我们敢接这个活,自然有把握,你现在也不用质疑我们那么多,把你手上有关海妖的资料都给我们,帮我们准备一些必备的东西,然后坐在这个精致的办公室里和你的女秘书在这里等我们消息就可以了。 蒋少旭格外自信的说道。 可以,你们提的要求对我来说根本不是要求,但你们要做的事,我首先要告诉你们一声,这并非是我让你们前往的,你们的父母,背后的校方,势力要追求,到时候就请不要指着我鼻子了,我这次投资失败了。 但我还要名声。 林军贤说道。 林军贤也大访,直接将他们十四个人安排在了这栋大厦的酒店里。 并且令人去为他们准备一些出门杀妖必备的东西。 外出猎妖,最重要的还是药品。 单单是解毒的药品就得带上个十几二十种。 毒性不单单来源于妖魔,往往一些特殊环境也存在着毒性,呼吸进的空气,嗅到的花草,弥漫的雾癌,皮肤粘道的植物。 莫凡对这些东西不算是擅长的,不过队伍里的男爵却是相当精通,直接列了一个清单给他们,让他们去采购。 价值不菲。 话说我们这次去缴沙海妖,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量的药品吧,你列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莫凡忍不住问了一句。 这些药品,药剂不是这次缴妖用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为我们抵达日本东京所准备的。 男爵回答道。 还是你有远见。 莫凡对男爵竖起了大拇指。 药品采集得很快,那些必备的仪器也都放入到背包里了,食物,水也都齐全,都是那种能够保存比较久的。 附近海域的图纸也拿到了,爱疆图则开始研究了起来。 制定作战方针。 飞鸟式之外是一片海域没错,但那片海域也分布着不少无人岛屿。 以前这些岛屿还当作生态之岛,会被纳入到安界的范围,供给某些喜欢原生态的游客们去游玩。 但近几年频繁出事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开发了,全部变成了一片废弃的荒岛。 甚至安界的警戒线往沿海线拉,那些分布零散的荒岛变成了妖魔之地。 安界范围的收缩。 自然也就导致了沿海一带船只,渔夫们苦不堪言,同时更影响到一座城市的交通运输。 根本没有人敢到这里做生意,好不容易运来一传货资,结果行驶着行驶着就没消息了,白花花的银子等于直接倒到了海里。 飞鸟市近些年大的投资商都走了,也就临时这种大财团还苦苦支撑,并且强行用钱来维持出这里形势一片大好的样子。 事实上那些什么海警房,豪华大厦,爵士楼王审马的,完全没有人愿意买。 城市萧条,市长也头疼。 市政不是没有动员脚腰,实在是人手有限,再加上海腰狡猾,他们出动的人要么无功而返,要么被莫名的袭击,几次下来也没什么人愿意出海杀腰了。 当然,有人出高价钱的话,还是会有猎人大师愿意接,问题是这笔钱巨大,临时出不起了,市政那边财政紧缺,一样也出不起了,并且往往是出了钱,妖眉灭掉。 略显出几分浑浊的海洋上,一艘白色的轮船缓慢的行驶着,正渐渐的远离了人们所划定的安界海域。 海和内陆不太相同,内陆的安界至少可以设置绍港,驿站,要塞,卡住一些重要的位置,不让妖魔有潜入的机会,而海洋的话所谓的安界海域也不过是建造几个海塔,海塔上最多几名军法师在看着,构不成什么真正的防线。 好在沿海一带海妖也不是特别的频繁,大部分沿海城市,县城只要靠少部分兵力就能够确保安康。 飞鸟是多半是个特例,这片海域已经频频出现海妖了。 最后一次缴妖,它们所抵达的岛屿是这座沿岛,它们在那里夜间歇息的时候被海妖偷袭了,损伤惨重。 爱江图纸这图纸上的一个岛屿说道。 也就是说那里是海妖最经常出没的地方了,话说回来,是哪种海妖啊,如果是占领海妖,那我们还是打到回府吧,这玩意儿要有一个族群,我们就完蛋了。 江狱开口说道。 江狱是一名戴着眼镜的白镜小生,长得就一副知识渊博的样子。 别说是看到妖魔的图鉴了,就是妖魔露出半截腿来扔下一根腿毛,他也能够从这腿毛中推断这妖魔是什么种类,是公事母。 他所说的占领海妖是海妖之中最为凶藏和阴毒的种族,这种东西有些年没在中国沿海线出没了,偶尔会听日本那边有关于它们的消息,总能够掀起一片惊慌。 是赤色的,不可能是占领海妖。 男爵说道。 话说回来,我不太擅长水战啊,要是被拖到海水里,我们这些非水系的法师岂不是死定了? 江狱认真的说道。 我也不擅长水战。 莫凡也直接表态。 关于瞟了一眼莫凡,淡淡道,也没指望你这个替补。 第719章 水下林,笋骄 穿过了安界,没多久便看见一些莫名其妙凌散在海洋上的礁石,这些礁石无非是裸露被暴晒雨风钦的石头,也不知道多少个年月了,已经被打磨得有些光滑。 事实上这种礁石是很不应该有的,很容易让一些货轮触礁,但多半经济萧条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来清理这些障碍。 这种礁石叫笋骄,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 学霸江狱又开始分析了。 莫凡是一个好学多问的人,听到江狱开始分析了,于是立刻凑了过去。 这个队伍里,估计也就莫凡比较喜欢听江狱没完没了的说那些天文地理星号知识了,谁让莫凡这方面比较薄弱? 为什么叫笋骄,我没觉得他们像笋啊。 莫凡说道。 来,这个水下镜给你,你把脑袋凑到水面下,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叫笋骄了。 江狱说道。 莫凡反正也无聊,还真照着做了。 他戴上了水下视野镜,一个高难度动作掉在传言,把脑袋直接放到了水里去。 这个水视镜很不错,可以让莫凡清楚的看到水下的情况。 水深而幽蓝,飘着一些浮游生物,大概往下数百米的范围里全部是幽蓝色,再往更深处更远处,水下就呈现深蓝色和暗蓝色了,在更远的地方,便是一片带着浑浊的黑暗。 在这摇曳的水中,莫凡看到了一个粗壮了黑影,从那些裸露的礁石位置笔直的插向海水更深的底部。 他们还没有行驶到很远的海域。 海底勉强能够看清,其实那黑影就是拔地而起的岩石。 它们呈现石蜂状,从海洋的底部一直延伸到了水面上。 而那些裸露出来的礁石就是它们的顶部了。 事实上在海水里,莫凡还看见了很多这样的黑影,它们都是从水底生长出来,有些只到海底与海面之间,有些则接近海面但没有露出来,有些则刚刚长出一小节。 一眼俯视过去,就像是一片生长在海洋底部的石林,奇异无比。 笋椒每天都会生长的,它们会把海水中的杂质,粉尘,垃圾都给吸收走。 变成它们岩石身躯的一部分,就像春笋一样,长着长着变成了高耸的竹子,很有意思的一种岩石。 江玉给莫凡解释道。 莫凡把脑袋从海水里收了回来,拿毛巾洗了一把脸道,确实蛮有意思的,第一次听说岩石可以像植物那样张长,而且这种已经裸露在海水外面的笋椒恐怕有三四百米高吧,其实挺壮观的,就是海水靠近大陆的泥沙。 有些浑浊。 笋椒其实是好东西,能净化海水,但大部分城市并不喜欢这玩意儿,因为它也是让无数船只沉默的罪魁祸首。 江玉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 这他还是能够明白的。 这种会每天生长起来的笋椒其实也很可怕,一些吃水现身的货船从这里开过,表面上海水没什么问题。 什么都没有,但有可能就有一根离海平面不到几米的笋椒。 大轮船从这边经过,直接会被刺出一个大窟窿来。 想必这种笋椒的生长也极大程度的制约了这个飞鸟式的发展。 绕开,绕开前面,那里有很多死追笋椒。 刘梦在驾驶室,急急忙忙对驾驶员说道。 哪有啊,我们探测器都没有显示。 那名白色制服的驾驶员说道。 你听我的,赶紧绕开。 刘梦有些急了,声音变粗了起来。 那名驾驶员将信将疑的转舵,让船身绕开了前面那一片海。 砰。 忽然,船身轻微的摇晃了一下,还比较放松的众人立刻警惕了起来,顿时周围的空气都要凝固了。 怎么回事? 爱疆图问道。 船右侧刮到了什么东西,掉了点击,不太碍事。 不过还好船往旁边驶了一下,不然就是轮船底部撞上下面的尖岩石了。 另一名驾驶员查看了情况后急忙回报道。 驾驶舱内,那位白色制服的驾驶员有些诧异的看着刘梦,不由的上下重新打量了一下这小渔夫。 年轻人,可以啊,你是怎么知道前面有死追损交的? 驾驶员照经问道。 我跟我阿叔天天打鱼,虽然我们小船基本上不会有碰到死追损交的情况,但他还是教我怎么判断了,具体怎么判断我说不上来,反正我知道。 刘梦早早坠学了。 叫他说出个所以然来还真有点难。 事实上,他就是从海水的波动,阳光的反射,以及个人经验来做判断的,这算是他们每个打鱼的必备的技能,他比谁都熟悉这片海域。 小哥,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吗? 蒋少旭笑着说道。 那是,咕噜。 刘梦刚得意一笑,猛然间发现蒋少旭已经换上了一身比基尼装,那还没巴掌大的几块布遮住了他那火辣身材的几个部位,其他乳白色的肌肤和弹性的地方完全暴露在空气中。 刘梦也就电视里见过比基尼,哪里有看到真人活的呀,一下子狂咽口水。 蒋少旭笑得跟一只狐狸一样,手上拿着一杯蓝天鸡尾酒,完全一副来度假休闲的模样,摇着那弹屯就到甲板去了,还不忘回头一笑道,帮我擦防晒油。 刘梦狂点头 我们已经离陆地有些远了,这附近有很多荒岛,大部分都只有几千平米大小,穿过前面那两座荒岛,应该就可以看见之前他们遇到海妖的沿岛了。 爱疆土也的确是军校出身,和其他散散漫漫的队员不同,他和男爵两个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再考虑如何对付海妖。 依照林军贤的描述,这里栖息着一个海妖族群,现在大家相互都不知道各自的实力,也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了一个族群的妖魔。 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是海洋,爱疆土询问过了,真正擅长水战的也不过三个人,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 那我们就在那里扎营,部署好一切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放巨妖仪。 男爵说道 用巨妖仪不合适,我们还不确定究竟有多少海妖,如果成千上万只,我们会被围困致死。 爱疆土直接否决了这个方案。 第七百二十章 赤灵妖 巨妖仪,这是军方才会拥有的设备。 这东西用处很简单,就是类似于元素探测仪那样的东西,只要放入到地面,很快就会扩散出一些能量波动,会将方圆之内的绝大多数妖魔都吸引过来。 巨妖仪的威力更强,类似于发出一种人类听不到的噪声,天上的,地面上的,地下的,海里的,这声音一旦传到妖魔的耳中,会引起他们的烦躁,于是会有成匹成匹的妖魔杀过来。 军方若是要清理一片妖魔之地,在确保实力绝对碾压的情况下便会用这种巨妖仪,而猎人们很少会用,猎人在野外行动,大部分是小队小队的形式,巨妖仪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催命符,没有几个猎人敢这么玩的。 而且巨妖仪也是禁用品,男爵觉得这东西效率高,所以让林军贤也给自己准备了几枚,林军贤也确实陆自广,这种禁用品都可以搞到。 既然是一个族群,还是别做这么有风险的事情,要是出现一只统领级的,我们这里就得有人死了。 爱江图说道。 这次任务其实难度极大,多半是需要一对高阶法师才能够解决的事情,并且都是经验极其老道的那种,爱江图作为队长,自然不会做这种风险极大的事情。 抵达了沿岛,这座岛屿下如其名,除了岩石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整个岛屿还算比较宽敞,但绕着岛走一圈下来,正常人步行最多也就一两个小时了。 沿岛上还有不少杂物。 破烂的帐篷,撕毁的衣物。 药箱子之类的,想必就是上次那只前来脚妖的队伍留下的。 他们在这里吃了大败战。 根本不是脚妖,反而被海妖追得落荒而逃,在那之后就连一些猎人都很少去赶那些零散的小海妖了,于是林军贤也对这个城市彻底失去了信心。 你们看这个爪痕,这种海妖的爪子至少得这么长。 江玉观察极为细心,很快发现了一出岩石上的痕迹。 那确实是一个爪痕,从这块两米高的岩石上直接划到中间位置,岩石被锋利的切开三条痕,说明那只海妖是三个爪子的。 能判断出是什么海妖吗? 爱江图问道。 三爪的。 赤色的,这种海妖其实还真蛮少见,至少我们的妖魔书里不会有,但我猜应该就是赤灵妖了。 江玉很肯定的说道。 赤灵妖,这东西我们还真没听说过,在和他们厮杀之前,我们最好搞清楚他们拥有什么能力,他们更高级的形态又有什么致命的手段。 褐色头发的穆婷颖说道。 说实在的,这种海妖上网都不怎么好找。 具体拥有什么能力的话,只能够通过邻军显给我们的那些资料了,总之可以确认一点,他们没有剧毒。 但爪子相当的锋利。 他们的脚掌似乎出奇的大,这里有一个脚印。 赵满言发现了什么,对众人说道。 这里有一些风干的像灰一样的东西。 应该是资料上说的,他们的胃液吐出来后会有空气产生反应。 快速的变成胶状,将人粘住。 男爵说道。 众人也不愧是各大学院选出来的佼佼者。 从一些蛛丝马迹上已经获得了大量的信息。 不过,有一个人非常的破坏气氛,他从踏入这个岛屿开始就到处乱逛,等大家把事情分析得清楚的时候,他拖着一只大概半人多高的赤色怪物从一块高岩后面走了出来。 那个,莫凡抓过来的东西,是不是你刚才说的赤灵妖?赵满言在众人愕然之中,弱弱的问了一句。 将狱好一会才回过神来,等到莫凡把那只半死不活的赤色妖怪往大家面前一扔时,将狱才猛的点了点头,是这东西。 莫凡,你是哪里抓来的? 男爵和爱将图此刻也没什么好脸色。 这要是在军旅里,莫凡这种人就是的拖出去用鞭子抽到皮开肉战,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大家正分析,推理着,通过刚上岸的这一片打斗痕迹来绘制出赤灵妖的真实状况,他莫凡直接拖个活的过来,几个意思啊? 这东西看上去也没多强啊,很普通奴仆级生物没什么差别。 穆婷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恐怕是只小赤灵妖,成年的赤灵妖应该有,将狱刚想要描述,却正好看见那个高岩上有一只体型三四米的赤色怪物跳了出来。 这东西拥有一双巨族孔武有力,腰身长着很怪异的环琪,看上去非常锋利的样子。 其前只细小其长,三个爪子如三柄带着道次的匕首一样锋利可怕。 将狱也猛了一下,自己刚要形容,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成年的,急急忙忙改口道,那,那上年站着的就是成年的。 那那那那那那。 那只被大家围着的小赤灵妖一见到大赤灵妖,急急忙忙叫了起来,明显是在求救。 大赤灵妖腰部的环琪鼓动了起来,张开了鱼形大嘴,愤怒的朝着众人咆哮。 哼,一只小赤灵妖也敢这么猖狂,我灭了你。 赵满炎冷哼一声。 话音刚落,那高高的岩石后面又刷刷刷的陆续出现十几道身影,排成了一排。 他们人高马大,浑身赤色,环琪鼓动,半突出来的眼睛死死的俯视着这群入侵者。 那个,大家一起上,灭了他们。 赵满炎气势一下子就弱下去了。 他们的气息很强。 男爵皱起了眉头来。 他们这里任何一个人若遇到十几只奴仆级生物,都可以只用一个魔法便解决掉大半,完全不需要惧怕什么。 但是,很显然他们搞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赤灵妖并非是奴仆级生物,成年的他们就是战将实力。 你是被他们追回来的。 一旁的慕宁雪问了莫凡一句。 嘿嘿,我还以为把他们甩开了,没想到他们嗅觉这么灵敏。 莫凡刚刚一笑。 刘梦就是一个普通渔夫,哪里见过真正的海妖,任凭村里人把海妖形容得怎么个猙獰,都没有这一排的妖怪站在你面前来的恐怖。 战将级的妖魔气息本来就强,对普通人有极强的杀伤力,刘梦已经整个人就下坐在地上,冷汗淋漓。 第721章打个赌如何? 莫凡这贸然行动可谓是一下子把男爵、爱将徒步步违禁的计划给打破了。 不过,好在他们都是一群有傲气的青年法师,每个人既然能够从各大著名学府之中赛选出来,并且经过重重投票,都证明他们拥有与绝对过人的实力。 最想表现的一个人自然就是官娱乐,本来莫凡还考虑着什么时候收拾一下这个处处看自己不顺眼的家伙,反倒是他自己凑了过来,挑衅的对莫凡说道,替补,打个赌如何? 莫凡也不是那种会认怂的人,满不在乎的说道,行啊,但要赌就赌大一点,我这人就是喜欢玩心跳。 关于笑了,他正愁眉想不到合理的方式收拾这个成年粘在慕凝雪身旁的家伙,正好借着和赤灵妖战斗这会搞点事,也不知道这家伙哪来的自信,竟然还要玩大来。 那你说怎么玩? 关于把自己的想法给憋了回去,让莫凡来说。 以腰胆为数,谁拿到腰胆多,谁就赢,赢的人可以让输的人做一件事。 莫凡坏点子绝对不会少。 任何事吗? 关于特意问了一句。 对,任何事。 莫凡点了点头。 关于倒有些意外,如果是任何事的话,这就玩得些大了,说难听点,莫凡叫自己去死,自己不是也得照做。 你得知道,我们导师有严格规定不允许我们之间出现私人恩怨,一经发现必定踢出国府队伍,你确定要任何事。 关于特意确认了一番。 关于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原本是他找莫凡来打赌,结果一下子变成了莫凡掌控着主动权。 反而他有些耸了。 大家都是队友,怎么可能做一些太丧心病狂的事情? 你说对吧? 放心,这个任何事也只是无伤大雅,不破坏咱们之间的和睦。 莫凡已经开始说鬼话了。 自残呢? 关于又问道。 不会,我说,你这人到底要不要玩,没那个胆子就别找我赌啊,真是的。 莫凡笑了起来,眼神挑衅的看着关于。 小样,你莫凡爷爷还不玩死你。 来就来,怕你不成。 但有言在先。 做任何事都不能影响到国府之争。 关于还算比较理智的说道。 关于也不是蠢人,都明白大家真正的目的还是国府之争,为了争风吃醋,或者看对方不顺眼坏了前程,对谁都没有好处。 肯定不会,我还得在威尼斯水都一鸣惊人,哪会在这里闹大事,但我这几天确实看你不太舒服,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直接揍你的话,爱将图肯定不允许,爱将图战斗力有点恐怖。 我多半打不过他。 莫凡直言不会道。 关于脸上一黑,就他妈没见过这么诚实的贱人。 说得好像老子看你顺眼一样,成天跟赖皮狗一样在慕宁雪身边晃来晃去。 有没有一点男人自尊,自爱以及风度,和那种市井痞子有什么分别? 那很好。 我也看你不顺眼。 到时候腰胆比我少,可别说我没对你手下留情。 关于冷笑了起来。 打赌开始。 以腰胆为数,少的人就算输。 亡灵一族有亡灵结晶,这是他们生命和能源的精华,是除了精魄之外比较有价值的东西了。 而妖族所拥有的就是妖胆,若是能够一击命中妖胆,往往可以达到秒杀的效果,妖胆也是妖族最有价值的东西,是猎人的最爱。 莫凡和关于赌局一开始,两个人就跟疯狗一样朝着那十几只赤灵妖杀了过去。 关于这人比较阴险,他其实早就盯上了一只被巨影钉禁锢住的一只赤灵妖, 这家伙踩着与众不同的风轨急速而驰,身影模糊,一眨眼功夫竟然杀到了那只身上出现暗影禁锢符咒的赤灵妖面前。 手掌上褐色光芒一闪,便看见这家伙的手臂硬化了起来,从胳膊位置一直蔓延到手背,抵达手背位置后更是突出了长长的颜凯爪刺。 莫凡看到这一幕后也愣了一下,这个关于直接动用刺魔剧嘛,要不要这么拼? 刷! 配合自身的速度,关于残影一画,那凯化的爪刺直接刺向了那只赤灵妖的胸口位置。 颜凯延伸出来的爪刺大概有半米长,这半米长的贺凯爪刺毫无阻碍的没入到了赤灵妖的身体里,赤灵妖刚硬的肌肤在这臂凯面前形如虚设,险些被直接捅了一个穿。 关于冷冷的将锋利的爪刺拔了出来,顿时蓝色的鲜血疯狂的溢出,那只赤灵妖身体剧烈的颤动着,显得非常痛苦。 不堪一击啊!关于不屑的一笑,就那样站在那个危险的赤灵妖面前,从容淡定。 那那! 忽然,这只胸口被刺穿的赤灵妖发出了咆哮声,他那奇长尖细的爪子猛的往关于身上撕去,要将关于给撕成两半。 他的爪子看似尖细,其实臂力惊人,扫下来的爪子都可以形成两道爪风交叉飞出,将前方的厚厚岩石给撕开。 奈何关于反应速度更快,赤灵妖出找的那瞬间关于已经到了他的身后。 关于像个鬼魅的杀手,特意等到赤灵妖转过来后才发出一声宣告死亡的笑声。 碧凯再次闪电出击,半米长的爪子又一次探入到同一个位置,这一次,关于直接从这只赤灵妖的胸腔之中狠狠的将腰挡给抓了出来。 关于出手动作很快,在刘梦这种普通人眼里就是寒芒一闪,紧接着血淋漓的腰胆就被取了出来。 一个。 关于浮起了笑容。 获取了腰胆,这赤灵妖必定会在几秒钟后死亡,关于根本不理会这赤灵妖垂死的反击,周身挂起一阵灵巧之风,很快就消失在了这里。 赤灵妖胡乱的挥动的爪子,愤怒的要把这个取走他腰胆的人类给撕碎,但刚走了没几步,他就摇摇晃晃了起来。 很快,这只赤灵妖直接从高岩处跌了下去,摔在了一片沙子上,蓝色的鲜血流了一大滩。 第722章就是暴力。 大部分斩魔具都是一次性的,将斩魔具呼唤出来之后,便会赐予魔法师一次该斩魔具的强效攻击,施展了之后,斩魔具便会随之消失。 但是,关于的这个避凯倒是极其特殊,他可以似乎可以一直持有着,他修的和张小猴的系类似,风系,土系,移动起来快不说还难以捉摸,细耍赤灵妖这种战将级生物都碎心应手。 假如这种沼刺避凯是一直持有着的,那么关于完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的速度化身成一个风之刺客,在游走于妖魔之间的时候不经意间变刺穿妖魔的要害。 然而这种沼刺避凯相当相当少见,这个关于恐怕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能力而被选为国服学员。 对付妖魔估计还有点危险,可如果法师之间对战,这种风法师就有些可怕了,一旦被晋身,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 关于这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施展出自己的能力,剑队员们注意力都在自己这里,表面上不以为然,眼睛里却有些洋洋得意。 确实,他这种凭借着速度赶尽身宰杀妖魔的法师是全国稀有的。 霹雳,电灾。 关于还在自我欣赏时,一个带着几分狂野之意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 毫无心理准备,狂躁的紫黑色雷电猛然坠落,电光让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睛。 这些紫黑色雷电凶猛不说,触碰到岩石的时候竟然还会朝着周围散射开强烈的极光,这些极光在那片高岩处交织成了电灾之网。 三只赤灵妖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全部被这电灾之网给击中。 极光飞窜,来来回回的击穿着他们厚实的身躯。 在他们身上留下焦黑色的窟窿。 莫凡的雷电可从来不是一道那么简单,守在阳天一指,又是一道触目惊心的紫黑色雷电破空而落,紧接着绚丽无比的电灾之网遍布四射,那三只赤灵妖刚想要逃窜,又遭受到了这反反复复的电击。 就待在原地好好享受吧。 一只一只消灭。 那完全不符合自己魔法炮台的性格,什么风之刺客,什么再轻武,飘逸间取妖魔手机,对付这种算小战将级生物。 直接轰死他压就好了。 霹雳,狂武本身就对小战将有着致命的轰杀效果了,霹雳,电灾就更加霸道,只要将所有的惊雷都落在同样几只妖魔身上,完全可以达到三个一起秒杀的效果。 莫凡是抓了别人小孩的,成年的赤灵妖对莫凡的仇恨比较大,这三只赤灵妖就冲着莫凡而来,却不料莫凡的战斗力这么恐怖,等他们意识到根本不是对手的时候已经晚了,霹雳电灾这样两道轰下去。 他们行动起来已经半残了,莫凡再跟上几个霹雳过去,足以将他们轰倒在地上,完全爬不起来。 好暴力,江玉站在一旁。 他手头上捏着的一个光药,失明都没好意思扔出去,和莫凡这暴力雷电狂比起来,自己随手弄的这个光系出揭魔法实在太拿不出手了。 四级的雷印。 土豪。 又另有一个声音飘了出来。 关于的特殊战斗手法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可莫凡这闪瞎众人的第四级霹雳还是更有震慑力一些。 毕竟关于载掉一只赤灵妖的时候,莫凡那可是快将三只赤灵妖拳轰死了。 都来了。 还跑什么? 莫凡雷电不止,手臂上迅速的出现了无数的雷电印痕,这些雷电看上去并没有电灾的极光电川那么凶猛,但他们却具备着强力的麻痹效果。 出阶魔法莫凡抬手就能够完成,雷印朝着周身扩散出去,那几个刚想要逃出电灾区域的赤灵妖立刻就被莫凡第四级雷印给麻痹住。 第四级雷印可以幻化出上百道雷电印记,平均到这三只赤灵妖身上,每人也得承受个三十多道雷印了,麻痹效果杠杠的,再加上之前他们被轰得骨头散架,很快他们便再也没法爬起身来了。 霹雳,轰顶。 莫凡也是干净利落,每只赤灵妖再送上了一道单体威力轰杀效果极好的霹雳,轰顶,稳妥地送这三只娜娜叫个不停的赤灵妖上路。 三个赤灵妖真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事实上他们已经离莫凡很近了,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围攻莫凡,结果莫凡一个霹雳电灾将他们三个一网打尽。 三个 这些赤灵妖比想象中弱一些。 莫凡轻轻松松获取三个腰胆,尽管这三个腰胆都焦黑不成样了。 赤灵妖并不强,至少他们的防御能力不怎么样。 当然,这可能是对莫凡而言,四级霹雳的威力本就变态,要不是有三只小战匠同时分担电灾的极光的可怕电穿效果,恐怕赤灵妖这种小战匠是要直接被秒杀的。 哼,对付这种东西也费那么大劲。 关于有些不满的说道。 关于连中阶魔法都没有动用,但看到莫凡这效率,他有些坐不住了,急急忙忙朝着第二只赤灵妖杀去。 奈何这只体型达到四米的赤灵妖并没有之前那只那么好对付,他的反应速度很快,跳跃能力也强,关于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将找刺送到他的身体里。 关于主修风系,刺修土系,他的魔法其实并不存在太多的进攻性,但他又是一个进攻性极强的法师,一切源于他右手上那带着半米长爪刺的壁铠。 关于见到莫凡已经开始轰杀其他赤灵妖了,急忙向与自己关系好的祖吉明使了一个眼色。 祖吉明马上会议了,于是开始释放一些会将赤灵妖给轰飞到很远的魔法,不给莫凡这个暴力雷电狂群杀他们的机会。 要是一只一只杀,关于宰这些弱小的战将海妖速度必定比莫凡快。 莫凡一眼就看穿了野兽男组吉明的意图,暗暗觉得好笑。 打远来,就是想让自己的霹雳无法轰到他们。 莫凡承认霹雳的范围其实并不会离开自己所在的地方多远,但自己可还是一个火法师啊。 眉言 猎拳 地杀 莫凡根本不追上去,甚至面前有一大块岩石阻挡在他面前他也熟视无睹。 第723章令人发指的食物 上 为什么加的杀,那就是从地底下涌起的狂杀之火。 面前有任何障碍物都造不成什么阻碍,包括那个傻逼肌肉男组吉明故意释放的炎杖。 莫凡现在可是一个高阶法师,感知能力比以往强太多了,再加上对空间系力量的理解,即便前面有东西格挡着,即便看不见那只被轰飞出去的赤灵妖,莫凡也可以从意念感知和空间波动来锁定他的位置。 确定了方位,莫凡目光火色一凝,拳头上早已经燃起的火热之力猛的砸到地底下,将整条手臂中存着的熔江之力全部灌输进去。 一条红色的线,沿着岩石地表快速地朝着前方延伸出去,往常的杀的轨迹是看不见的,但这里的岩石特殊,熔江再往前方的顿石已经烧红了岩石,所以会看到这样一条红色的火线。 火线很快,顷刻间已经抵达了两百米开外的地方,那只赤灵妖被撞飞后晃着脑袋站了起来,以为自己安全的他忽然间感觉自己的脚底板特别的热。 咯咯咯咯。 坚固的岩石地渐渐的裂开,裂缝处透出了火红的颜色,有火焰正在往外窜出。 等到这只赤灵妖反应过来的时候,一股狂猛的熔江火焰之力从地表下面爆开。 熔江狂喷,飞舞在半空中的时候将空气都引燃了,烟红色的烈焰飞舞了起来,一瞬间变成了一朵巨大的地沙之花,死亡绽放。 这只赤灵妖已经身负重伤了。 要不是祖吉明将他大飞到这么远,他早就被莫凡一个雷电给轰死了。 即便如此,追过来的猎拳,的沙还是了结了他的性命,将他这具残破的身躯直接焚成了焦炭了。 火草!这么准,高处位置,赵满炎正好看到被的沙之花烧死的那只赤灵妖。 他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被岩石阻挡在另一面的莫凡,又重新看了一下赤灵妖与莫凡之间的距离。 祖吉明这下脸都黑了,不过他同样震惊莫凡这精准的一拳。 两百多米啊,他甚至都没看见赤灵妖落地的位置,又是怎么补上这一个猎拳的,难不成他的猎拳,的沙有自动导航功能。 四个 莫凡麻利的找到了这只赤灵妖的尸体,从他身上找出了已经黑成一片的腰胆。 他还蛮有闲情,特意看了一眼关羽。 关羽倒是确实有些本领。 已经拿到了三颗腰胆了,要不是莫凡一开始直接轰杀了三只,速度还真没他快。 当然,不是祖吉明碍事,莫凡应该能再多杀一个。 总共就十几只赤灵妖,这些小战将的实力和这群国府精英更不是一个层次的。 大家似乎发现莫凡和关羽在抢腰胆,所以都是象征性的释放几个魔法,在一旁看好戏。 还剩最后一只,关羽抢不到的话多半是输了。 关羽好像离那四米的赤灵妖近一些。 这两个人也真是的。 跟疯狗一样,不给大家热热手的机会。 队员们都已经站到一旁看着了,赤灵妖已经被他们杀得差不多,其实也不算特别费事。 关羽还差了莫凡一个。 这家伙更是不顾及保留了,铝魔剧都呼唤了出来,速度竟然又增加了一倍。 就连队员们都只能够勉强看到关羽留下得一道残影。 眨眼功夫关羽已经杀到了那赤灵妖的面前,避凯找刺狠狠地往那只四米赤灵妖腹部一撕一扯。 四米赤灵妖都没有反应过来。 腹部被撕开一个长长的口子,蓝色的血涌了出来。 赤灵妖也不知疼痛一般。 直接张开嘴朝关羽面前吐出了一些白色的液体。 液体四散,在飞洒的过程中竟然马上变成了胶状,宽如一张白色的胶体网朝着关羽盖去。 关羽有些急功求劲了,看到这胶液飞来才意识到要躲,结果靠得太近,他的腿部粘到了,整双腿一下子粘在了岩石上。 该死。 这种吐液变换速度很快,吐出来是液体,空中变成胶状,粘到人的时候竟然直接变成了石灰,将关羽的腿部直接石化了,与脚下的岩块连为一体。 作为一个风法师,这样被石化住腿部,绝对是致命的失误。 好在关羽也不是那种毫无经验的弱小子,他愤怒并非是接下来这只四米赤灵妖的反击,而是自己没有机会第一时间取其腰胆了。 莫凡看到这里,脸上已经有了笑容。 看来这场赌局是自己赢了,他悠哉悠哉的往前走去,右手微微的抬着,上面已经燃成了一片鲜红,火焰摇曳。 锁定赤灵妖,莫凡狠狠的挥出拳,煞时一个烟红色的巨大火焰拳头朝着那最后一只赤灵妖飞去。 猎拳划过一个弧线,准确无误。 可即将砸中赤灵妖的时候,一旁原本观望的爱将图突然眉头一皱,反应极快的出手。 念控。 他朝着那只赤灵妖所在的位置虚空一抓,空间莫名的出现了一阵古怪的波动,一股无形之力出现在了那只赤灵妖的身上,强行将他扯飞了起来。 赤灵妖已经在空中失去了平衡,但正好是躲开了莫凡轰过去的烈焰拳头。 赤灵妖背部着地,爱将图无根手掌猛的一握,再狠狠的往回一扯。 这只赤灵妖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被爱将图这虚空之力生生的拖拽出了五六十米,已经拽到了爱将图的面前。 赤灵妖愤怒至极,正拖了那无形之手后马上爬了起来,眼性十足的朝着爱将图扑上去。 赤灵妖跳跃能力极强,这家伙飞扑起来更是力量十足,其爪子一旦形成剪式的话,便可以轻易的剪掉人的脑袋。 爱将图面不改色,他依旧只用一只手,随意的那么往前一推。 扑! 赤灵妖身体在飞扑的过程中忽然间置住了,下一秒又直接倒飞出去。 赤灵妖倒飞到了掩体处,强壮的身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狠狠的摁在那里,看上去就像是别挂钉在石壁上一样。 爱将图的手犯着些许银色深邃之芒,这光芒没有淡去的话,那只赤灵妖就那样被大字形的摁在掩体处。 老爱,不厚道啊。 不过,还是我赢了。 莫凡从高处跳了下来,瞥了一眼那只悲催的赤灵妖。 你看他的肚子。 爱将图对莫凡说道。 莫凡感到几分疑惑,走近一些看去。 这只赤灵妖腹部是被关羽给撕开一个大口子了,正不停的一写,这倒没有什么稀奇。 可是,就在那撕开的位置上竟然有一个幼小的腿,似乎是从赤灵妖被割开的胃里不小心划出来的。 第724章令人发指的食物 下 爱将图自己走到了这只赤灵妖的面前,直接用手撕开了这个怪物的肚子。 队长,你做什么呢? 好恶心啊。 慕婷颖捂住了嘴鼻,不让从赤灵妖胃部散发出来的恶臭气息进入到他娇贵的肺腑中。 大家也都满脸不解,爱将图这样去剖开赤灵妖的腹部做什么,里面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爱将图并不是非常粗野,他在撕开这个怪物的腹位时便显得小心翼翼,慢慢的,他直接将手伸进了这个怪物的腹部,将露出一只脚的那小小生命给取了出来。 莫凡就站在一旁,当他看到赤灵妖胃里的东西完全被取出来后,脸色也变了,甚至隐隐作目。 爱将图抱着那混合着味叶,鲜血,腐烂食物残渣包裹着的东西,不由的倒吸了一口气。 队长,你到底……啊呀呀,穆婷颖刚想要询问,结果看见爱将图手里抱着的恶心壮鹰童,吓得花容失色,尖叫声更是响起。 其他人被穆婷颖这一尖叫,心也提了起来,等他们看清爱将图手上抱着一句婴孩之诗后,气氛彻底变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各不相同,女的多半都转过脸去,不敢再看。 太猙獰,太恶心,也太震撼人心了。 爱将图从这赤灵妖的腹中掏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一两岁左右的婴孩。 这婴孩直接被生吞到胃里,吃下去的时间还不长,皮肉虽然被胃液腐蚀了,但整体还保存完好。 只是,这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赤灵妖胃里怎么会生吞了一个婴孩? 难道不久前他袭击了某个村子,将一个婴孩给吃到肚子里了? 爱将图满手污秽。 他缓缓地朝着海边走去,用海水将这婴孩身上粘着的东西给全部洗去。 婴孩已经死了,死于窒息。 如果不是爱将图及时发现,这婴孩应该会在一两天之内被赤灵妖的胃液给溶掉,一想到这样的画面,又是令人一阵毛骨悚然。 被生吞的。 到胃里的时候还活着。 爱将图将婴孩洗干净之后,声音带着些许冰寒说道。 婴孩眼睛是打开的,由此可以判断他被吃下去的时候还活着。 队长,你别说了,几个女孩都听得想吐了。 这里还有一个。 莫凡开口说道。 众人转过头,发现莫凡手里也抱着一个同样粘着胃污秽物的孩童,这个还已经有两三岁了,皮肤基本上腐烂,看上去跟被剥了皮一般,看得人头皮发麻。 给我吧。 爱将图把清洗干净的男婴递给莫凡。 又接过了莫凡抱着的那个孩童。 爱将图又小心翼翼的清洗了一遍,可这个孩童腐烂程度有些高了,无论怎么洗,看上去都是那般猙獰。 埋了吧。 莫凡叹了口气道。 爱将图点了点头。 我来吧,用光净化掉他们会好一些。 赵满言说道。 海岩边缘,一道强烈的光束从空中落下,打落在了那两具幼小的尸体上。 很快无论是那具保存完好的,还是那腐烂程度高的。 强烈的光芒都将他们迅速的分解,净化,他们小小的身躯在短短几秒钟时间变成了灰烬。 在那道金色的光束下缭绕。 一阵忽如其来的海风呱来,一时间灰烬飞扬了过来,划过众人神色沉重的脸庞。 看来这件事他们还有所隐瞒。 江玉声音低沉的说道。 遇到这样的事,谁的心情都好不起来。 江玉、穆婷颖,你们两个回飞鸟室,去给查查近几天哪些地方有被妖魔侵袭。 尤其是婴孩事情的。 爱将图说道。 我们不是去缴妖吗,把妖杀了就好了。 穆婷颖有些不乐意的样子。 你真的认为五位导师是随意的将我们扔在某个渔村吗? 爱将图反问了一句。 穆婷颖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爱将图这句话倒是一下子点醒了众人。 你是说,这是导师给我们历练出的难题。 关于说道。 我想。 应该是这里确实出了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但上头暂时还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情况,五位导师将我们扔到这里,多半是希望我们在历练过程中。 能够解决这里出现的怪异事件。 江玉认真地说道。 对我们的考验吗? 男爵皱着眉头说道。 爱将图摇了摇头道,无论这是不是考验,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被生吞的是一个法师,一个误闯安界之外的渔夫,我们将他们埋了便是,但被生吞的是两个或者更多像刚才你们看到的孩童。 爱将图话语里已经带着几分愤怒。 孩童,他们在城市里,在安界中,连走路都不稳妥的他们又怎么可能涉足到妖魔之地,又怎么会被这些赤灵妖给生吞? 可以允许妖魔霸占绝大多数领地,任凭他们游荡在更广阔的土地上。 可以在大批妖魔进犯,忍辱偷生地压缩安界范围。 但绝不允许妖魔可以横行霸道道将人类婴孩当作是食物,像这样残忍的生吞到腹中。 妖魔如此之猖獗,飞鸟式市政竟然没有一点动静。 难怪会如此萧条,难怪安界范围越来越小,城市的尊严已经沦丧到这种程度,和海妖们圈养的一群牲畜有什么分别? 一开始,爱疆图在听了有关阻碍城市发展的海妖情况时,他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愤怒,但现在,他恨不得杀回飞鸟式,将负责飞鸟式军防的那个废物军铜给揪出来,让他睁大眼睛看看刚才那两个孩童被从海妖腹中掏出来时凄惨至极的模样。 队长,你尽管放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瞒得过我疆域的,我很快就回来,并给你想知道的一切。 疆域郑重其事地说道。 把飞鸟式驻扎的军方人员信息给我一份。 爱疆图说道。 没问题。 第725章 复仇法师 江玉和慕婷颖听从调解的返回了飞鸟式,其他人还留在了岛屿上。 接下去我们做什么? 关于问了一句。 还用问吗? 莫凡冷淡一笑。 莫凡走到了一旁,随手抓起那只小赤灵妖。 谁是心灵系的? 莫凡又问了一句。 我就是啊。 蒋少旭回答道。 你把我的话转达到这小牲口的心灵里。 莫凡对蒋少旭说道。 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听懂。 蒋少旭道。 莫凡将小赤灵妖拖到了海边,小赤灵妖那那那的叫个不停,显得非常惊慌失措。 他的族人被这群可怕的人类给轻轻松松虐杀了,像他这种战斗力还跟个奴仆一样的小赤灵妖,更别挣扎了。 而且,他也看得出来,这些人类现在非常愤怒。 小东西,爬回去告诉你们妖族的首领,你们吃我们人类的婴孩,我们法师救灭了你们族群。 滚吧,莫凡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腿部已经有血色之光在萦绕了。 话刚说完,莫凡一脚将这小赤灵妖狠狠的往海里踢去。 这可是附上了血兽靴的力量,小赤灵妖被踢飞了上百米远,最后四脚朝天的砸落到海水里。 转达了吗? 莫凡回过头询问蒋少旭。 蒋少旭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道,你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挺帅的。 我有家事了。 莫凡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不介意。 正如莫凡所说,现在赤灵妖一族需要承受的是他们这些法师心中无穷无尽的怒火。 能够从各大学府中赛选出来的人,每个人战斗力都爆表。 而他们和那些酒精社会的上位者又有着本质不同的是,他们都还很年轻。 年轻? 脾气就是暴躁,市政,军方或许会估计脚腰的得失。 他们却不会如此麻木,一旦触犯到了他们人格底线,杀到海妖老巢又何妨。 蒋少旭平日里妖里妖气,总是喜欢挑逗全对所有男人,但他显然不是那种靠这种方式爬到这个位置的。 莫凡在将那只小赤灵妖踢到海水里之后,他不仅用心灵的方式将这个杀意传递给小赤灵妖,更在小赤灵妖身上留了一个心灵印记。 接下去,他们只要顺着这个心灵印记前行,小赤灵妖便会将他们带到赤灵妖的老窝。 大家怒还在心头。 等小赤灵妖自以为逃出生天的时候,众人已经坐上了轮船,悄无声息地跟在了小赤灵妖后面。 小赤灵妖游的速度还很快,轮船开启了全部玛丽追逐。 这种赤灵妖它们是海陆两栖的,但巢穴多半会安在比较潮湿的岛屿上。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它们会在海底洞窟里而施展不开手脚。 慕凝学难得开口说话了。 你见过这种生物? 爱疆图问道。 书里有看到过,属于比较古老的物种。 值得一提的是,它们水下的战斗力要比陆地上强很多。 我们之前遇到的十几只赤灵妖,之所以杀起来很轻松,也是因为它们附近没有水域。 慕凝学点了点头。 蓝色的天空有几朵洁白的云,正缓慢地迁徙着。 战色的海洋里则有几座岛屿,不知静静地注立在这片海域多少个岁月。 每一座岛屿都不是很大,和之前大家所在的那座小岛比起来都要小许多,多半也就两三倍大体育馆的面积。 直径基本上没有超过五百米的。 看到这样的碎岛,大家心就凉了半截。 如果是一个大岛,它们可以在岛上与赤灵妖厮杀。 引它们到没有水域的地方,这样对它们绝对有利。 可这样的碎岛,根本不可能阻止它们入海。 既然是海妖,它们最可怕的武器绝不是它们锋利的爪子。 而是海水。 它们可以借助海洋,施展出远比它们在陆地上强大几倍的妖际,若是那样的话,以它们这支队伍的人数,恐怕与战将级的赤灵妖厮杀起来非常吃力。 我查探过了,隧岛一共有四座,中间有一座,另外三座呈现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包住中间的那座岛。 外围三座隧岛全都是一种浑身长着褐色毛发的海猴怪,里面的那座隧岛上,栖息的就全是赤灵妖了。 关羽返回到船上,打探回来道。 怎么会有海猴怪? 男爵很是不解。 海猴怪在海洋中属于最没有骨气的种族,几乎每一个强大的妖族族群,部落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附庸奴仆,他们战斗力一般,但寻找食物,偷窃,逃跑的能力很强,奴性极高,所以这个种族算是海洋中最常见的。 来自于海学院的南戎尼说话了。 南戎尼和莫凡一样是南方的,在队伍里属于很说话的类型,与木凝雪走得会稍微近一些。 木凝雪也是来自南方,他们两个到好像之前就认识,每次莫凡去找木凝雪天南地北胡扯联络感情的时候,南戎尼总会很自觉的让出空间来,所以莫凡对她的印象蛮好的,主要是人长得也漂亮,有着一种安静如水的感觉,与蒋绍旭那成天在队伍里怒刷存在感的类型截然相反。 他对海猴怪比较了解,所以将自己知道的也倒了出来。 并且,南戎尼觉得人类的婴孩之所以会落到这些赤灵妖的口中,多半是海猴怪干的,这种东西体型也就比普通的猴子大一些,到了夜里很容易就闯过安界,进入到那些有些偏僻的渔村里,成大人不注意将小孩给偷走。 海猴怪的数量多吗? 爱江图问道。 我查探了一下,三个岛中海猴怪的数量在两千到三千只的样子,算不上很多,就是对付起来有点麻烦。 关于说道。 赤灵妖数量呢? 爱江图接着问道。 这个我就不好统计了,赤灵妖的感知力比海猴怪敏锐的多,我不可能靠它们巢穴太近,大约估计是有一百到两百只左右。 关于说道。 难怪它们会说海妖有一个族群,一百多只赤灵妖的话,战斗力已经不逊色于一个小族群了。 男爵说道。 如果赤灵妖表现出来的实力就是刚才在岛屿上的那些,我们要将它们剿灭应该不成问题,怕就怕在海域。 它们变强,我们被制约,死消彼长,形势不利,爱江图说道。 有怒,不代表没有理智。 它们不会鲁莽形势。 第726章瞬息移动。 假如这几个岛屿间隔不是很大的话,我可以将岛屿与岛屿之间的海域冻住。 慕宁雪说道。 全部冻住。 需不需要其他兵系的法师帮助你? 爱江图问道。 慕宁雪摇了摇头道,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到,不过我没法参与战斗。 能够将四座隧岛之间的海域冻住的话,就等于制约了赤灵妖的实力,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爱江图说道。 好,就这么办。 我们先护送慕宁雪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等海水冻结到一定厚度之后,即便它们破冰到水里也影响不到我们了,这是一个好对策。 四座隧岛,上面都长满了非常茂密的植物,不过这些植物大部分是呈现赤色的,远远看去倒像是在海面上燃烧起来的四醋大火焰。 关于在打探的时候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潜入路线,像他们这种小队伍就是有优势,若一只法师军团过来,估计还没有到这座三角连岛便被那些无处不在的海猴怪给发现了。 妖族是妖魔之中比较有脑子的,他们往往懂得权衡利弊,一旦看见人类法师大规模的来袭,便马上跳入到无边无际的海洋里,让人类法师们无功而返。 现在他们潜入这次零一三角连岛的人一共就十人,南戎尼没有跟着大家进入岛屿,他负责留守在轮船上,若是遇到什么危险情况,他也好掩护大家撤退。 十人分别是爱江图,男爵,慕宁雪,莫凡,关于,祖吉明,李凯峰,周旭,蒋绍旭,赵满言。 关于是典型的风刺客,在大家即将登陆之前他会解决掉那些守在礁滩上的那些海猴怪。 李凯峰和关于的风格类似,不过李凯峰主修的是暗影戏和风戏。 这家伙进攻性或许没有关于那么猛,但其潜入能力更加恐怖,那些低级的海猴怪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一个个全部被钉在那里。 李凯峰巨影钉连续扔出,消瘫上那十几只晒太阳的海猴怪全部被钉身,连声音都发不出。 关于化作了一道不断变换位置的残影,几乎看不见它停顿。 十几只海猴根本没有活过几秒钟,全部都是脖梗被刺穿,瘫软在地上。 嘶嘶嘶。 一只在石缝中的海猴怪爬了出来。 一双如死鱼一样的眼睛赫然发现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全部倒下了,整只猴都猛逼了,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要逃跑。 该死,漏了一只。 关于有些气恼,他没有想到石头缝里还有一只。 海猴怪速度很快,一眨眼功夫窜出了几十米远,他的叫声不是很大,会被海浪的声音给掩盖,但如果他再跑出一百多米远,其他区域的海猴就会听见了。 瞬息一动。 就在关于暗叫糟糕时,背后传出了一个淡漠之声。 关于微微愣了一下,紧接着就看见自己前方的空间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空间诡异一颤,模糊之处赫然出现了身材均匀的爱疆图。 爱疆图站在一块凸起的礁石上。 他离那只即将逃跑的海猴怪大概有五六十米的距离,便看见他闪电出手,隔空取物。 明明虚抓而出,但那只仓皇逃跑的海猴怪身体却戛然而止。 爱疆图的手随意的往旁边一甩。 便看见那只海猴怪身体飞了起来,被狠狠的抛向了一块海礁石上。 砰! 海猴怪脑袋撞在海礁石上。 脑疆图得到处都是,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便惨死了。 众人看的也是目瞪口呆,尤其是还在海船上的众人。 就在前一秒,他们还看到爱疆图站在甲板上,离礁滩怎么也有一百多米的距离,可下一秒爱疆图已经出现在了海滩上,并且追上了那只即将逃走的海猴怪。 一抓,一甩,直接秒杀,整个过程估计两秒都不到,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潇洒与霸气。 其他人多半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位国府队队长,见到他空间系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自然惊叹不已。 莫凡是认识爱疆图的,他可没有忘记爱疆图发怒时,连明珠学府的老师们都被震得退散开。 他已经是高阶法师了。 蒋少旭目光闪烁着,显得有几分发现新猎物的兴奋。 而且到高阶有段时间的。 周旭补充道。 那,那是瞬息移动,好雕的能力啊,一眨眼功夫出现在百米开外,什么风系,暗影系,土系位移能力和这个比起来都弱爆了。 赵满言也忍不住感叹了起来。 爱疆图是一个谨慎的人,他闭上了眼睛,利用空间能力感知这一带的空间波动。 确认没有别的海猴怪之后,他才向男爵打了一个手势。 估计只有男爵看得懂爱疆图的军方手语,男爵告诉众人可以登陆了,但轮船最后马上退到岛屿之外,让男荣尼利用伪装仪将轮船隐藏在海面上。 伪装仪就是一种光系的障眼仪器,它其实有点像一面大镜子,将大剑的物体给遮住,远远看去这里什么都没有,这种东西大部分都只有军方会研制,一样是尽卖品。 轮船伪装好,男荣尼负责留守,其他人纷纷下船,算是成功潜入到了这座三角连岛了。 我们前行到这个位置,然后由慕宁雪冻住三角连岛之间的所有海域,将它们变成冰面,这样不仅可以将赤灵妖一网打尽,也有利于我们战斗。 不过这里离赤灵妖已经很近了,所以最后还要有一个两人去惊动赤灵妖,将它们吸引到别处,避免在海面冻结不够后之前被赤灵妖察觉。 男爵将计划具体的重复了一遍。 搞大动静,交给莫凡就好了,他累火双休,往他们海岛石洞里来挤炮,赤灵妖肯定倾巢而出,赵满言立刻推举这活由莫凡来干。 我没什么问题,倒是我施法过程总得有个人保护一下。 莫凡漫不经心的说道。 爱将图点了点头,开口道,你们两个从另一面攻击他们老巢,动静弄大一些。 听完这句话,赵满言一脸黑。 这种炮轰妖怪洞的事情,做得好还没什么,搞不好就要被群怒的赤灵妖给包围的。 莫凡这贱人,牙字必报啊。 第727章空间戏,念空 赵满言,你听过那个很傻逼的故事吗? 就是两个人走在路上,忽然看见地上有一坨星号,其中一人就说,我赌一万块,你不敢把他吃下去。 结果那人直接吃了,并赚了一万块。 两人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一堆星号,吃了星号那人心里不平衡,于是就说,我也出一万块,赌你不敢吃。 之前那人为了拿回钱,于是也吃了,莫凡一边狂奔,一边对旁边的赵满言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互掐,除了吃了两堆星号,什么都没得到对吧? 赵满言说道。 莫凡不可置否的点了点头。 总而言之,贼特们脑残。 此时此刻两人之所以跑得极快,那是因为身后有一大群赤灵妖正在追逐。 中心隧道整体呈现一个龟壳状,上面有很多湿漉漉的植物,在最中央的位置上有一个礁石洞窟,赤灵妖们便都栖息在里面,莫凡和赵满言两个人负责轰击潮雪。 原计划是轰完就跑,顿得无影无踪,哪知道一群吃饱了撑着的赤灵妖正好就在洞外晒泥雨,结果连续几个烈焰拳头砸落在他们后方的海岛别墅,怒火中烧的他们没了命的往莫凡和赵满言这两个人这里追来。 莫凡抽空回头数了一下,每五十也有四十只,他们恐无有力的双族奔跑起来更如急迟的跑车,就看见满岛的植物在他们的狂追下纷纷倒下。 毕竟都是战将级的生物啊,要换做一群奴仆级。 莫凡早就回头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了,这一下子出现四五十只的战将级赤灵妖。 他们两个可吃不消。 别追了,别追了。 你们老巢都要烧没了,赵满言这祸是没有任何位移技能的,纯靠一双昂贵的铝模具在支撑。 问题是再昂贵的模具,那多半都有使用时间的,赵满言和莫凡两个人都快要跑出岛了,结果那群赤灵妖还穷追不舍,等他的铝模具一失效,麻烦就大了。 星好的,不是说妖族一般智商会高一些吗,为什么觉得他们跟一群蠢牛没什么区别? 没看见自己老巢附近开始结兵了吗,还追我们做什么,莫凡也是大骂了起来。 两人真是没了命的跑啊,这种事情不亚于铜马蜂窝,也确实应征了莫凡说的那个星号故事,两人真是吃饱了撑着。 光佑,画壁。 赵满言一边跑一边衔接星轨,七道星轨描成星图之后更是倒跑着朝赤灵妖吹来的方向扔了一个光系魔法。 一道有金色浓郁光芒组成的臂杖出现在了两棵阶岛树之间,远远看上去像是一块立在那里的金色金刚玻璃,那些冲过来的赤灵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撞在了赤光之化壁上。 鱼脑袋都破了,溢出蓝色的血来。 不过这些东西明显是要比奴仆级的生物矫健,只有两三个撞上了赤光之化壁,其他的赤灵妖要么快速的绕开这堵光墙。 要么索性一跃而起,直接跳到了那些椰岛树上,凭借着剑状有力的双族直接在树冠上飞驰。 莫凡和赵满言看到这一幕脸都黑了。 这些不是海妖吗? 为什么上树上的这么利索,简直有如海妖的尊严? 事实上。 会上树的可不止是赤灵妖,就在莫凡和赵满言两个人跑到岛屿边缘的时候。 猛然间发现茂密的椰岛树上竟然挂着许多灰色毛发的星号的勾找猴子。 这些猴子尾部很奇怪,不是那种细长,而是鱼尾,就连腮部都是鱼腮。 事实上除了脸形与干兽的身子,这海猴怪和猴妖也不是特别想象,浑身灰色的长长毛发其实跟水藻一样。 想必在海洋里,这些干兽的海猴怪就是靠伪装成海海藻来捕获一些更弱小的生物为食,现在它们冒冒秘密的挂在周围的椰岛树上,看上去像是一大群猴子脑袋从刚亮洗的灰色破衣服堆中探出来,怪异之极。 这般海猴怪,难不成也想拦我们去路不成。 赵满岩有些怒了。 被战将级的赤灵腰追,它们落荒而逃那也不辱法师斯文,这些奴仆级的破海猴子竟然也想狐假虎威。 唧唧唧唧。 海猴怪果然是一群让人厌恶的生物,它们并不直接阻拦莫凡和赵满岩,而是从它们还早一样恶心的灰色毛发中抓出其中一戳,不停地朝着它们两个逃跑的方向扔去。 这些毛发湿噜噜噜的,比海潮粘稠的多,落到地上直接变成一滩污秽,要是糊在脸上,不仅眼睛会失明,呼吸都变得困难。 周围海猴子数量也有个两三百只,它们就躲在树上,不停地朝着莫凡和赵满岩扔这种东西,于是星号的黏灰色海藻跟雨一样落下来,让它们两个苦不堪言。 水域 赵满岩频繁地施展水域魔法,不单单是要给它自己施展,海北不停地给莫凡施加,莫凡这祸是一个防御技能都没有的。 这些星号的海猴子,等等一定要灭了它们,莫凡头发上粘了一戳那海藻毛发,顿时感觉浑身上下都恶心透了。 也不知道这些海猴子天天接触水,为什么海藻毛发还那么臭气熏天,要不是赵满岩顺势给自己来了一个光药进化,自己没准要被这东西给熏死。 赵满岩的水域技能并非三百六十度全方位保护的,是几条水绸带在周身循环缭绕,偶尔会露出一些没保护到的位置。 就在要跑到岛边沿时,莫凡忽然发现就在不到十米的距离上,一只海猴怪从草丛里探出脑袋,诡诈的一笑,就朝着莫凡脸上扔来一团灰糊糊的东西。 莫凡顿时暴跳如雷,真当自己是软柿子了吗? 给老子过来。 莫凡眼疾手快,往那只海猴怪那里虚空一抓。 一只无形之手瞬间扼住了这阴险海猴子的咽喉,随着莫凡往回一甩,这海猴子连滚带爬的落在了莫凡脚边上。 空间戏,念空。 是自己看花眼了吗? 一旁的赵满颜看得表情一呆,这可是空间戏魔法呀,莫凡怎么也会。 第七百二十八章何苦为难自己。 真当也收拾不了你们了,莫凡一脚踩在这只海猴怪的脑袋上,瞪着眼睛骂道。 叽叽叽叽。 莫凡刚要对这只海猴怪下杀手,谁知周围那数百只海猴子全部凝叫了起来,竟然不再远远扔这种恶心的东西了,而是一个个亮起勾爪扑了过来。 这般小杂种,还挺团结的,莫凡我们先避一避。 赵满颜看到势头不对,急忙说道。 来几个我杀几个,我大莫凡怕过谁呀? 莫凡杀意已决。 赤灵妖快追到了。 哦,饶他一条狗命。 莫凡和赵满颜两人不敢和这些海猴怪做过多纠缠,急忙转了一个方向接着跑。 这里就是和队伍会合的方向了,其实不久前他们已经感觉到寒冷之气在这座岛屿上刮起,那些星号的草木上都凝结起了冰霜。 当两人跑过一滩水渍的时候,水渍正好凝结成了冰,由此可以判断慕凝雪的超级大冻结魔法已经在施展了,想必用不了多久这三角连岛之间的海域都会全部冻结成冰。 莫凡,我刚才是看花眼了吗? 赵满颜见赤灵妖稍稍被甩在了后面,于是开口问了一句。 没吧,慕凝雪的冰系之力很特殊,应该确实可以覆盖这么大的范围。 莫凡以为赵满颜说的是刚才结冰的事情。 事实上他们两个离慕凝雪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有一大段距离的,能够将冰寒之力笼罩到这么远,也确实够夸张的。 我说的是这个吗? 刚才你抓那只海猴怪的时候,用的是和爱疆图一样的魔法。 赵满颜说道。 赵满颜觉得是自己看错了,莫凡一共有几个戏他很清楚。 包括他一直暗藏着的暗影系赵满颜也是知晓的。 是啊。 空间系。 莫凡回答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满颜道。 什么什么意思? 爱疆图他会成为不可争议的队长,那就是因为他修的是空间系。 你没看到他用瞬息移动的样子,随手一挥秒杀妖魔石的潇洒。 一招念空走天下,一道瞬息虐报全系位移,我爹跟我说我要是高阶觉醒空间系他把他家产一半送给我, 知道这一半家产是几位数吗? 你他娘的现在一副是啊。 我刚才用的也是空间系,没什么大不了的表情回答我,你说我他娘的是什么意思? 赵满颜整个人都斯巴达了,朝着莫凡就是炮雨连环,就差冲着莫凡耳朵吼起来了。 莫凡看着化身斯巴达人的赵满颜,刚刚的笑了笑。 好吧,自己承认刚才确实有点逼了。 那好吧,那我现在郑重其事的向你介绍,我莫凡高阶觉醒的正式招式最毫无争议的帅的空间系。 不过,你知道我这人喜欢装逼。 所以麻烦你先帮我保守一下这个秘密,对了,你赵财团的老爸收干儿子吗? 莫凡回答道。 赵满颜脸一黑。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辈。 你什么时候进入高阶的,你等下回答我,他们追近了,我送他们一个暴浪。 赵满颜说道。 他特意沿着水边跑,旁边的海水忽然间被赵满颜给操控了,他们翻腾起了白色的浪花,竟然一下子卷成了一个二十米高的狂潮,气势滔滔。 海水滚落。 那些高耸而起,韧性十足的椰岛树都被直接拍得折断,断掉的树木,残枝,罐草混杂在这汹涌的暴浪之中。 朝着后方的赤灵腰卷了过去。 赵满颜这暴浪使用得非常娴熟,再加上旁边本身就有海,不需要凝聚水元素,这让赵满颜的这暴浪威力至少翻了一个倍。 看到暴浪如洪荒野兽一样朝着赤灵腰门冲去,赵满颜对自己的施展还算很满意,有水的地方。 他的实力也会相应增长。 我说,你难道没听我大老婆说过,赤灵腰也是控水高手吗? 莫凡弱弱的说了一句。 赵满颜脸上那份得意一下子荡然无存,猛的网卷去的海浪看去,这才发现那些原本灌溉过去的海水竟然莫名的停滞住了。 海水停滞。 这控水能力有些变态了。 再仔细一看,赵满颜才发现有几只赤灵腰死于眼睛变成了深蓝色。 绽放出的蓝色之光直接震住了翻滚的暴浪。 渐渐的,这些暴浪诡异的开始逆流。 若只是逆流的话,赵满颜倒霉觉得什么,可随着更多的赤灵腰双眼蓝光大放,自己所谓的洪荒野兽居然开始朝着他们两个人这里翻卷了过来。 那浪,在赤灵腰的天油加醋下已经翻腾到了三十多米高,一回头,看到的就是一个巨大深蓝色幕布,打着卷,湍急的拍打了过来。 我是在古都的时候进入高。 高你妹呀,快拉着我跑,我吕魔具要失笑了,赵满颜这个时候哪还关系莫凡什么时候进入高阶的,大叫了起来。 你说我们两个没位移技能的法师,这又是何苦呢? 哥,是我错了蛤蟆,你有什么招赶紧使出来,浪在屁股后面了。 莫凡哪有什么招,最多就是使用盾影来逃了。 但盾影这玩意儿和别的移动技能最大不同的就在于,它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用。 有阴影的地方,它可以随意挪动,没阴影,没光差,这玩意儿用起来还没两条大长腿跑得快。 面控,快用面控把大浪给积散。 你是空间系法师。 赵满颜急急忙忙说道。 我念控刚学,星轨有的时候都会衔接失败,念控力也就抓点猴子可以,再重些的东西,或者意念成墙,我还不会。 莫凡回答道。 莫凡确实是觉醒了空间系,可空间系魔法强归强,学起来也是贼他妈难。 他需要的精神集中度不单单在于衔接星轨,更在于你需要用自己的意念去锁定要控制的物体,物体是死的,比较轻的,那还容易一些,但想这三十多米的巨浪,还在剧烈澎湃翻滚席卷的,莫凡小小的空间念力会在大浪中瞬间打散。 你也好歹是高阶法师,知个招啊,火草,浪尖在我们脑袋上了。 赵满言像个娘们一样尖叫道。 第七百二十九章 冻结之岛 中心倒密从处,原本潮湿翠绿的植物在此刻早已经凝结成了冰,冰霜覆盖在这些脆弱的植物上,有些已经不堪重负的折断了。 从高空俯视下去,这个三角连岛之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白色的环,环之内彻底变成了冰白色,被冻结的岩石,化成冰雕的植物。 一些已经冰封的小水潭。 环内的冰霜越来越厚,凝结成了一个冰封之地。 并且这个白色的环正在一点点扩散,往岛屿边缘的地方也渐渐的出现了冷霜,渐渐的出现冰。 渣渣渣渣渣。 几只海岛上的杂鸟终于坚持不住这冷意了,已经扑打起了翅膀要开始迁徙。 这些鸟儿心里阴影面积很大的,好不容易到了这么一个相对暖和的岛屿上了,结果尼玛突然间天降冷雪,暗暗纳闷是不是迁徙的还不够难。 不过,他们刚拍动翅膀,一股更加强劲的冰封之力覆盖了下来,正要振翅而飞的他们身体很快就僵硬,又很快的被粉刷上了一层冰体。 最终这些小生灵们也与整片冰封的丛林融为了一体,冻结在了这附白色的画卷之中。 浩强的兵系掌控力。 爱疆图看着慕宁雪,暗暗撑探道。 其他人也都是看得目瞪口呆,慕宁雪在冻结这三角连倒的速度比他们想象中的还快,难怪他说一个人就可以了。 海域那边也已经开始结兵了,莫凡和赵满言那两人闹得动静还蛮大的,我看到四五十只赤灵妖都朝他们追去了。 男爵说道。 恩? 爱疆图点了点头。 爱疆图特意交代大家。 战斗的时候就围绕在慕宁雪附近。 离他越近,冰封之力就越强。 这样赤灵妖的水系能力会被大幅度压制,这对他们战斗更有利。 众人自然已经清理好了一片战场。 随时迎战赤灵妖。 那那那那。 冰封之中传出了赤灵妖的叫声,一只体型大概有五米的赤灵妖踩着冰块从洞窟的方向走了过来。 他已经发现了他们这群人,看上去非常的愤怒,一方面这个岛屿不允许有除赤灵妖之外的种族踏入,另一方面是这些胆大包天的人类竟然冻结了他们的温暖老巢。 赤灵妖不喜欢冷天,更不喜欢结冰,他们就喜欢温暖的海域,和热带的海洋植物。 他们发现我们了,准备战斗。 爱江图说道。 就等这会了。 让我先去会会这大块头的赤灵妖。 关于身上刮起了一阵风,一斤飞扬,一眨眼功夫已经杀到了那只五米赤灵妖的面前。 赤灵妖正是论体型来识别强弱的,三米,四米的都是小战将了,五米的属于大赤灵妖,无论是皮肤的硬度,还是爪子的长度,都要强上几分,关于首当其冲。 在对付这只五米赤灵妖的时候便明显没有那么轻松了,与之周旋了许久才勉强踩她的身上留下一些轻伤。 那五米赤灵妖不停的叫着,明显是在呼唤同伴。 很快越来越多的赤灵妖朝着这里从过来,他们无比愤怒。 甚至奔跑过程中还会拿那些被冻结的冰霜发泄,用大足用力的踩踏,要将这些冰体全部的踩碎。 他们智商并不算低。 很快就发现了是慕宁雪在对这整个岛屿施法,气恼得他们疯狂的冲了过来。 慕宁雪在施法自然无暇保护自己。 其他人更不会让赤灵妖靠近全神灌注冻结海岛的慕宁雪,于是战场就围绕在了慕宁雪周围。 咯吱咯吱。 浪尖就在脑袋顶。 莫房和赵满言算是大难临头了,可不知为何,浪尖上掉落下来的全是冰渣,冰滴,根本不是水珠。 赵满言一边跑一边回头,发现海浪的汹涌之势正在减弱。 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一带早已经布满了冰霜,旁边的水域上覆盖上了厚厚的冰体,冰封之力甚至让卷过来的海浪都有些缓慢了。 继续跑出了一段距离,他们发现海浪甩在了后面,更惊人的是整个咆哮的浪潮竟然像是一幅画一样静止在了那里,阳光照耀过去的时候还反射着晶莹的光芒。 动,动住了,赵满言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身后。 那么汹涌的浪,居然直接动了冰浪,浪尖都要打落下来,但就那样生生的静止住了。 不仅是浪被冻结了,隧岛,隧岛之间的海域,岛屿上那些植物全部变成了白色,茫茫的冰霜洗劫了一切,也冻结了一切,从温暖的海岛化作冰霜之岛,与冰霜之海。 你大老婆也太逆天了。 赵满言说道。 是啊,有点夸张。 墨凡重重的点了点头。 冰封的程度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彻底,滚动的海水,甚至那些作怪的海猴怪都被冰住了不少,慕宁雪这是冰之女神转世吧,否则怎么可能一个人将这座三角连岛给彻底冻住。 海域结冰,这就等同于将四座岛屿连成了一个更大的兵地,赤灵妖们都在岛屿的中央位置,这样他们便很难驾驭得了海水了。 追逐墨凡和赵满言的那些赤灵妖们似乎听到了他们领导的呼唤,已经不再追击他们了,而是朝着慕宁雪他们所在的方向杀去。 墨凡和赵满言两人也算是解放了,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这样完事,眼见那四五十只赤灵妖往中心跑去,他们两所性无比肥的跟在后面,拽下几个,能宰就宰。 他们好像必须服从上头的命令,我们这样逮他们后面的伙伴,他们都不回头杀我们,嘿嘿,总算轮到我们追杀他们了。 赵满言奸诈的一笑。 我试试能不能把那个三米多的抓过来。 墨凡跟在赤灵妖群的后面,再一次尝试空间系的魔法。 空间系的初阶魔法正是,念控。 别看是初阶之法,念控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技能,用不好,估计也就弄弯铁勺,挪点铅笔,地杯水,战斗时简直毫无用处。 用得好的话,就可以像爱江图那样,无论是退散,虚抓,还是抛飞,都将碎心应手立于不败之地。 第七百三十章赤色烈妖 你给我,墨凡目光死死地锁定着那只三米的赤灵妖,瞳孔中已经绽放出了邪义的深邃银色光泽。 在使用空间系魔法念控的时候,精神需要高度集中,因为它不单单是描画出一个星轨,便算是完成了魔法,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意念去锁定,同时去用意念来把握住空间的变换,从而达到目的。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更需要大量的练习,所以一有时间的时候,墨凡都会尝试着用念控去掀掀女生裙子啊之类的,别看着这是随意一阵风也能够办到的事情,但虚空之爪要准确的拿捏起薄裙,并掀到只有自己可见的高度,也都是需要技巧的。 现在墨凡使用的便是念控之中的虚找,念控,虚找讲究的就是快,准,以及抓力。 在准确度上,墨凡觉得自己已经很OK了,但抓力明显不够。 果然,随着墨凡的念控,虚找出去之后,那只正在飞驰的三米翅零腰身体只是稍稍那么一颤,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便继续往前跑了,脸上还一副很茫然的表情,不知道自己刚才是不是撞到了看不见的蜘蛛网。 大哥,没效果呀。 一旁的赵满言眼神怪异了起来。 我现在能抓的重量大概是一百斤,那只三米翅零腰怎么也有四五百斤吧,再加上他用那么快的速度跑动,我要直接把他捏回来,难度太高了。 莫凡尴尬一笑。 那你是个毛线,这下让翅零腰全跑了。 赵满言不满的说道。 我这不是在勤奋练习吗? 算了,我还是返回去找那些海猴子。 我抓他们还是蛮流畅的。 莫凡说道。 他们可都是冲着你大老婆去的,你确定你现在找那些海猴怪丸? 赵满言说道。 我说你这人。 停在这里说那么多废话,赶紧跟老子杀过去呀。 赵满言算是见识到莫凡的空间之力了,确实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赵满言也明白,空间系魔法是最难缠物的系之一了,再加上他觉醒又往往是在高阶,其实这已经说明了空间系魔法需要法师本身拥有很稳固的精神基础才有可能觉醒和练习。 而如果能够在空间系上多下苦功夫,即便只是一个出阶魔法念控,也可以施展出千百万化的招式。 好冷。 莫凡和赵满言急急忙忙归队。 但很快感受到什么叫冰冻三尺。 到处都是冰霜,天空中甚至还飘着额毛大雪,海域与海域之间彻底冻结了,海水竟然还出现了一些起伏状,看上去更像是一幅时间静止了的话,感觉下一秒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那屋。 那靠近洞窟的方向上,一声充满野性的咆哮传了出来,可以看到有一阵赤色的旋风卷出,沿途将那些被冻结的物体给全部都打成碎片了。 莫凡目光往那里望去。 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那只赤灵妖的气息非常强,显然不是战将级生物那么简单。 有统领,是赤色猎妖,不远处也立刻传出了某人的惊呼之声。 此刻已经陷入到了混战之中,大量的赤灵妖在这片兵地上厮杀。 发现有统领级生物出现的正是离洞穴处最近的男爵。 男爵有危险。 赵满言朝着那里跑去。 奈何这家伙的铝模具已经用过了? 凭借着自身法师体制奔跑过去却是要慢太多了。 莫凡也同样赶了过去,他的速度要快很多。 趁着没人注意再用几下盾影,无伤大哑。 救人要紧。 赤色的旋风已经快速的袭来,男爵此刻正被三只四米多高的赤灵妖给缠身。 眼见狂猛的赤色狂风已经袭来,于是果断的呼唤出了盾模具,抵挡这只赤色猎妖的攻击。 砰。 男爵的荧幕之盾矗立在他面前,而那赤色猎妖更是毫不顾忌的撞了上来。 荧幕之盾在瞬间化为了碎片,冲撞之力也将男爵整个人掀飞了出去。 半空中的男爵表现得非常冷静,竟然灵巧的落在了冰面上,半长的头发显得有些凌乱。 喽。 一声短促之音响起,男爵便看见自己身侧位置上多出了一个人来,正是爱江图。 没事吧? 爱江图询问道。 没事,你能对付得了这家伙吗? 男爵问道。 试试看吧。 爱江图说道。 男爵也不逞强,立刻退到了一边。 不过那些赤灵妖却不打算放过他,又一个个跳了过来,竟然有七八只的样子,每一只个头超过了四米。 正好赶来的莫凡前来解围了,一个人包揽了大半,又是狂雷又是烈火,杀伤力十足。 赵满炎,你负责给我防御魔法。 爱江图见道赵满炎也赶了过来,急忙叫住了他。 你要对付这只赤色烈妖吗? 赵满炎其实不大情愿,那毕竟是统领级生物啊,自己的中阶防御魔法很容易就会被对方的攻击打破,刚才男爵的那荧幕之盾已经算是中阶之中的稀有品了,结果还是被赤色烈妖一击粉碎。 爱江图也没有回答,直接目光一凝,用意念操控着前方一块被冻结的硕大岩石。 岩石被拔地而起,悬浮在了半空中,上面的冰霜也随之散落。 银色之芒在瞳孔中闪耀,这悬浮起来的岩石立刻朝着那只赤色烈妖飞撞过去,速度极快。 赤色烈妖也不闪躲,长长的锋利爪子往前连续一扫,飞舞的爪风竟然将这块岩石迅速地撕成了碎片。 那屋 赤色烈妖猛的前冲,身体一跃而起,健壮的躯体在半空中豁然打开,长长的爪臂又猛然间从高处披落了下来,目标正是爱江图的头颅。 他的速度非常快,感觉就是赤色之影一闪,先是闪到了高处,紧接着又闪落下来,可怕的爪子披出了一条十米长的寒芒,足以撕开一切。 爱江图并没有提前闪躲,不过在赤色烈妖落下的同时,他所在的位置出现了诡异的空间模糊,下一秒他已经消失在了那里,空间转换到了五十米外的一座冰石台上。 第731章 轰飞烈妖 搜 然而,还未等莫凡和赵满言惊叹爱江图的瞬息移动之快时,便看见那赤色烈妖身影一闪,化作了赤色的一阵风,瞬间就席卷到了爱江图所在的位置上。 不愧是统领级生物,很明显他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感知力来判断爱江图有可能做的空间位移,这家伙并没有指望那一爪子就能够劈到爱江图,而是在落地之后立刻猛的一踏,再追击了过去。 这个过程太快,一旁原本需要给爱江图释放防御魔法的赵满言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赤色烈妖邪义凛然的出现在爱江图身后的时候,再念出防御魔法来肯定是来不及了。 糟糕了。 赵满言懊恼的骂了一声。 无论是爱江图还是赤色烈妖,他们的动作都有点太快,一秒钟不到就已经交锋了一个回合,赵满言若是不能够提前判断出爱江图将会挪动的位置,自然也无法及时给他施加上防御魔法。 光有圣盾姗姗来迟,但很明显爱江图不是毫无准备,他身体并没有再挪动,而是任凭赤色烈妖接近。 邪珠之景 爱江图双手上缠着诡异的红色猪丝,要不是他特意抬起根本不会发现他已经事先完成了一个诅咒系魔法。 一只暗红色的猪魂笼罩在上方,赤色烈妖刚要用爪子贯穿爱江图的胸膛,却发现挥出去的手臂好像受到什么阻力。 抬起头一看,暗红色的灵魂猪网已经笼罩了下来,并且身体许多需要活动的关节部位都已经缠绕上了这些韧性十足的猪丝。 邪恶的猪魂开始瞬息。 那些年妇在生命体上的猪丝会将其灵魂之力给抽走,是非常可怕的诅咒之力。 爱江图往后跳去。 赤色烈妖已经完全落入到了邪诛之井中,他有些恼怒的瞪着通红的眼珠子。 身体剧烈的扭动了起来。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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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色烈妖浑身闪烁起了一道血光,血色妖力顿时化作了无数片半月状的血刃,朝着四面八方飞舞了出去。 这些血光之刃也站展开了那些缠住他的蜘蛛丝线,甚至将上面那只诅咒诛魂也给打得消散。 重获自由的赤色烈妖重重的前迈了一步, 胸前赤色灵凯已经剧烈的起伏。 这血猪之井尽管没有将他生命直接抽干,却让他灵魂之能损耗了,这等于是汲取了他的寿命与修为,又不知需要吃多少个人类的婴孩才能够弥补回来了。 那呜呜! 赤色烈妖猛的狂笑一声,煞石周围的冰层被他的吼声震得四分五裂。 三百多米之外就是沿边海域了。 那里的冰一样裂开了一个很大的痕迹,可以看到冰冷的海水在这个家伙的嘶吼下竟然喷涌了起来。 变成一个硕大的水珠。 赤色烈妖再猛的一踏,脚下的冰地又是碎裂了一大片,其中一处同样出现了海水,海水暴躁的喷涌了起来,变成了一个五六十米高的巨大水珠。 砰! 爱疆图脚下的冰面豁然碎裂,紧接着一个汹涌的水珠狠狠的打了出来。 这水珠的水压相当恐怖,是能够将岩石和冰体已经打成粉碎的。 人要是被水珠给打到,肯定也要粉身碎骨。 爱疆图连续地往后退,可他的脚下不断地出现这种可怕的水珠,不得以吓他又施展出了瞬息移动。 挪到了更远的地方。 赤色烈妖鸿蒙一闪,顿时面前冲击而起的巨大水珠全部扭曲了形状,变成了一大滩悬浮在半空中的狂虹。 狂虹在赤色烈妖的操纵下猛地拍打到冰面上。 然后变成了一群奔跑的水珠,肆意地朝着爱疆图所在的位置冲去。 爱疆图看到这迎面扑来的水珠狂潮。 神色凝重了起来,他的眼睛绽放出了银色的光辉。 心念集中。 虚空城墙。 水珠狂潮奔涌过来,在离爱疆图大概有十米的位置上忽然间惊涛拍案,明明什么都没有, 却像是拍打着海牙上一半,水浪高高的卷起,并往周围奔散。 如此磅礴的浪击,没有一滴水靠近爱疆图,汹涌的水珠狂潮与他之间似乎隔着一堵厚厚的空间之墙。 只是,随着后续更加湍急的水珠狂潮拍打过来,爱疆图的身体已经不自觉的向后滑行出去了,可以看到他神经紧绷着,不敢有一颗松懈的样子。 赤色烈妖红眸在闪烁,妖翼的光芒让更多的水珠从地表中喷涌了出来,这些水珠涌起的水也将全部化作水兽,随着那狂潮道一起席卷过去。 莫凡自然看到爱疆图支撑的有些吃力了,急忙擦拳而然。 小炎姬,附体 莫凡朝着自己的契约空间内喊了一声。 睡得可香可香的小炎姬迷迷糊糊的揉眼睛,也懒得飞出去再附体了,索性直接将自己的截眼往莫凡灵魂那里一疏导,让莫凡自己看着用。 允拳 九胶 莫凡烈焰焚身,火环扩散,连头发都好像变成了根根火苗。 一拳朝着赤色烈妖所在的位置轰去,便看见九条炙热的赫红与烟红交错的火焦以允星般的气势飞了出去,并且在急速的过程中凝聚成了一道火红。 赤色烈妖并没有太把莫凡放在眼里,所以正全神贯注的对付爱疆图,等他发现这猛如虎的烈焰焦龙拳砸来时,再临时操控海水来抵挡已经迟了。 轰 一层薄薄的水墓根本抵挡不住莫凡这霸气威严的允拳,狂焰一爆下,这赤色烈妖直接被火焰包裹的轰飞了出去。 落地之后,赤色烈妖还滑行了很远,在那一片冰丛林中拖出了一条长长的焦黑火焰痕迹来。 一旁的赤满炎看到这一幕,下巴都要惊掉在地上。 赤色烈妖可是统领级的生物啊,一般的中阶魔法对他基本上起不到明显作用。 可莫凡这一拳,把人家轰飞到那么远,他赤色胸凯林片都碎了一地,威力未免也太逆天了。 这火焰,莫凡是你家小闺女的。 赤满炎看到莫凡身上的火焰还呈现褐色,便立刻联想到了结炎。 小炎机身上不就是这种火焰吗? 赵满炎没有想到莫凡倾家荡产的把小炎机拉扯长大,竟然真的发挥出了惊人的效果。 第732章 他的初吻是我的 赤色烈妖摇摇晃晃的爬起身来,随手抓了旁边一堆冰蟹就往身上一抹,将上面残余的灼烧火焰给擦灭。 他低着头,看了一眼自己胸膛那赤色厚厚的铠甲,发现铠甲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那双红色的瞳孔渐渐的晃动了起来,最后化成了滔滔的怒芒,朝着莫凡这里射来。 嗖!赤色烈妖速度猛然间爆发,化作了一道赤色的光流,眨眼的功夫已经从那片冰封丛林那里杀了过来,勾手成拳,直接往莫凡的脑门上砸了过来。 这家伙,正是要害莫凡一拳,以他这种统领级妖魔的力量,拳头一旦打在山岩上面,山岩都会直接粉碎。 带着毁灭的赤色拳风,彻彻底底的锁定了莫凡这片位置,莫凡已经使用盾影打算逃离了,可盾影依然在他这可怕的锁定范围之内,赤色的拳风一下子砸了过来,汹涌至极,莫凡目所能及之处都已经被这可怕的拳风给填满,死亡的强大压迫力随之而来。 玄蛇铠甲 莫凡根本不敢有半点怠慢,急急忙忙呼唤出自己的保命装备来。 青黑色的蛇影分化成十几条,分别缠绕住了莫凡的胳膊,脖梗,脑袋,身躯,双腿,很快倒到蛇鳞又覆盖其身上,将莫凡从牙齿武装的脚踝。 赤色烈腰的恐怖拳风砸来,身穿着玄蛇铠甲的莫凡即便往后跳跃闪躲,可依旧被可怕的全力给刮了起来,在那强劲的赤色风暴之下宛如草芥般。 任意飞舞撕碎。 还好莫凡及时穿上了玄蛇铠甲,不然这可怕的一击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统领级生物终究是统领级。 他们的力量远胜战将,魔法师一些普通的防御技能在他们面前形如虚射。 莫,莫凡。 一旁的男爵看得呆住了。 看到莫凡被刮到了远处,急急忙忙的追了过去。 莫凡被刮得很远,赤色的拳风还对他身体进行了可怕的摧残,男爵追过去的时候发现兵地上根本没有莫凡的尸体,神色一片慌张。 这家伙不会是真的被撕成碎片了吧? 我,我在这,一到裂缝里,莫凡的手从里面探了出来。 他有些吃力的攀住裂缝边缘,猛的一个翻身回到了兵面上,仰面朝天。 狗,星号的,威力这么猛。 莫凡大口大口的呼吸着。 他感觉自己的胸骨要被砸扁了。 美西一口气都生疼。 你这都没死。 男爵惊慌变成了惊讶,斜着眼睛看着他的玄蛇铠甲。 这玄蛇铠甲有一些扁下去的迹象,但并没有像男爵之前的荧幕之盾那样直接化作乌有,要知道大部分盾模具都是比凯模具抵抗能力更强的,男爵不由的差异莫凡这件玄蛇铠甲究竟是什么材质做的,看上去还能够再承受几次攻击的样子。 我怎么可能死,我杀的统领没一千也有八十,这顶着个赤鱼脑袋的东西能杀得了我,莫凡已经回过境来了。 男爵张了张嘴,发现这家伙确实没有事。 也就懒得理他了。 没一千也有八十。 吹牛逼也好歹有点逻辑性行不行。 看,我就说他死不会死。 赵满炎和爱将图姗姗来迟。 爱将图见莫凡没事,也松了一口气,回头看了一眼那只在那里咆哮个不停的赤色猎妖道,这家伙不是那么好对付。 我先将他引开,你们去协助其他人,尽快杀掉所有的赤灵妖。 我们再合力解决掉这只统领级怪物。 莫凡,男爵,赵满炎都点了点头。 爱将图拥有瞬息移动,那赤灵妖速度虽快。 但拿瞬息移动的爱将图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很快爱将图便开始与那只赤色猎妖纠缠。 想来队伍里能够一个人与赤色猎妖相抗的也只有他了。 正如他说的,必须先解决掉其他赤灵妖,集结大家的魔法才有希望杀死这只统领级的赤色猎妖。 三人迅速离开,网目凝觉那里赶去。 战场出现了挪洞,已经靠到了海岛的边缘,其中一部分人甚至都站在了海洋的兵面上战斗了。 大家依旧围绕在慕宁雪附近,离得他最近的正是关于,这家伙移动速度相当快,时而闪布到慕宁雪的左侧,时而到后侧,除雀赤灵妖已经有不少海猴怪也加入到了混战中,那些阴险狡猾的海猴怪便专门钻空子,想要将不断释放冰咒的慕宁雪给杀死。 慕宁雪周身已经躺着一圈尸体了,多半是关于的杰作。 莫凡就不开心了,要做护花使者,那也是自己来,这个关于也真是不要脸,自作主张的在自己大老婆面前晃来晃去。 我去把关于给,哦,我的意思是我去保护慕宁雪,你们两个自己看着办。 莫凡对南爵和赵满言说道。 都什么时候,还争风吃醋。 南爵骂道。 你也吃醋了。 莫凡调戏了一句。 南爵目光如冰,微微上扬的嘴唇里蹦出一个字,滚。 呼。 呼。 关于在两秒钟不到的时间同时出现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三只妄想袭击慕宁雪的赤灵妖全部被他阻拦了下来。 你放心,有我关于在,他们绝对进不了你身。 关于返回到慕宁雪身旁,脸上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慕宁雪闭着眼睛,只是非常专注地将冰雪继续弥漫出去。 他知道这里已经靠近海域了,冰体被他们的力量打碎之后很容易就会露出下面的海水,所以必须冻结的更后才可以,拥有控水能力的赤灵妖会变得极难对付。 雪雪,你也放心,有我大莫凡在,这种讨人厌的苍蝇杂鱼也休想在你面前晃来晃去。 莫凡从一旁跳了出来,脸上带着同样的自信。 走到慕宁雪身边,和关于那份小心翼翼不同,莫凡就更加放肆地贴近了,甚至乘着他无比专注施法的时候一只手已经搂到别人那小蛮腰上,想关于宣示着自己的占有权。 拿开你的脏手。 关于气得要跳起来。 莫凡满脸无所谓。 你想死吗? 一个清灵洞听却带着无尽冰冷杀意的声音飘了过来。 莫凡尴尬地抽回了手道,你专心施法,专心点。 第733章 火焰星座 冰碎了,小心哪。 海水好像有点冻不住了,该死,这些赤灵妖控水的能力好恐怖,我们退一些。 王岛那里退。 不远处已经传来了众人的叫声,慕宁雪一看不对劲,狠狠地瞪了一眼无耻的莫凡,没时间再去追究这个无赖的行为, 急急忙忙闭上眼睛继续专心。 慕宁雪也是被莫凡被气着了,要不是这座三角连倒各个地方都需要覆盖上自己的冰封领域,他便集中将韩丽往莫凡的身上打去了,上次偷摸手,这次妖都敢碰。 女人的妖枝,男人是碰得的。 贱人,这个贱人,成人之威的贱人,最气的还是关羽。 冰清玉洁的慕宁雪是他的最爱,哪容许别人碰啊,在他看来这个莫凡比赤灵妖还更可恶,更要杀。 你在成人之威,我把你的手给剁了。 关羽怒道。 其实他的初吻也是被我夺走的,你要不连我嘴也一起砍了,莫凡说道。 这句话一出口,关羽还没有爆炸,旁边的慕宁雪一阵亮相,好不容易凝聚出来的一层更加强劲的冰雪就因为这么心非疑乱彻底散了去。 雪花凌乱的洒落下来,飘落到半空中的时候便融化了,海水涌动,也造成了覆盖在上面的冰体有些碎开。 你离我远点,慕宁雪忍无可忍的说道。 你看看,你把我家雪雪给热毛了,拜托你以后离他十米以上行吗? 莫凡指着关羽说道。 我说的是你。 慕宁雪瞪着莫凡。 刚才他还掌控得好好的。 冰雪也顺着他完美的节奏一步一步的冻结下去,眼看所有海域都要厚到难以击碎了。 莫凡这神经病一跑过来,破坏了他的心境。 心境一破,那随着他心境而变的冰封之力自然也会潇洒了。 得,得,我不说话了。 莫凡表示投降,不再去扯那陈年旧事。 事实上莫凡雪初吻是他夺走的,但那时候还只是玩过家家的年纪,莫凡以自己扮演的是老公,必须要亲才算成亲为理由,骗走了人家童年的初吻。 很不巧莫凡雪又模糊中继的这件事。 于是莫凡一提起来他就小宇宙爆发了。 莫凡雪继续闭上眼睛,但不知道为什么莫凡在旁边,他总会觉得有一颗定时炸弹在附近,很难宽心。 想了想,为了防止这个神经病再过来,莫凡雪索性凝聚出了一阵气流,在自己周身形成了一道缭绕着的封闭。 封闭拥有一定的福利,莫凡雪轻盈的身子也随之缓缓的悬浮了起来。 银色头发肆意的捂动着,纤细柔软的双臂又缓缓的舒展开。 轻轻漂浮的他宛如一个拥抱着风雪的绞节精灵之女,随着他冰临的心境,这季节也会瞬息万变。 飞雪飘落,刚刚还要翻腾起来的海洋很快被抑制了。 稍稍卷起的浪花也在跳跃的过程中被冻结。 调整后心态之后,慕凝雪释放出来的冰霜领域变得更加强劲,本就冻结的冰之地面被覆盖上了更厚的冰晶。 那差一点重获自由的海域又一次被彻底冰封,即便将冰体给打碎也根本看不见下面的海水。 赤灵妖们刚想要翻江倒海。 搞一波反击,让这些人类品尝一下他们闹海之力。 结果好不容易折腾出来的一点点水浪一下子全冻成冰了,气得这些赤灵妖胡乱的大叫。 他们不喜欢寒冷,更不喜欢冰,随着慕凝雪将他们的领土变成这样一个他们无法驾驭的兵地,赤灵妖们的愤怒更全部集中在了这个半悬浮在中央的冰雪公主身上。 糟糕,他们全冲着慕凝雪去了。 李凯峰一转头,发现四五十只赤灵妖舍弃了他们,全部往慕凝雪那里涌。 他们也知道,想要释放他们真正的水妖之力,就必须将这个冰之女给解决掉。 四五十只赤灵妖全部冲了过来,他们有些跳跃半空中,有些强行御水,任浪头将他们送到一定的位置再像一只海鸥一样猛的滑翔,齐长的爪子成茧状。 四面八方一下子全是赤灵妖,这些妖怪的移动速度又非常的快,其他分散在附近的人一时间无法返回来防守。 能拖住几个是几个,他们是放弃了防守去对付慕凝雪,现在是最好杀他们的时候。 蒋绍旭明显更在意杀敌,对其他人说道。 蒋绍旭说的也没有错,赤灵妖们越是不顾及他们这些人去袭击慕凝雪,就越容易被他们给斩杀。 这般杂鱼。 莫凡见这么多赤灵妖冲了过来,立刻呸了一口。 一旁的关于嘴角一抽,但现在他也没有心思去理会莫凡这种小动作,赤灵妖数量有些多,他一个人根本拦不下那么多。 杂鱼,哦,关于,那个方向上的你搞定,剩下的交给我。 莫凡指挥了一句。 哼,逞什么能? 关于确实只能够管好一个方向,他修得细适合迂回,突袭,不适合这种被包围的战斗。 虽然不是很熟练,不过这个时候也只有这个魔法最为合适了。 莫凡自言自语的说道。 莫凡站到了离慕凝雪更近的地方,感觉到危险的慕凝雪此刻也慢慢的从空中飘落了下来,触地的那一刻他睁开了眼睛,却猛然间发现居然有四五十只赤灵妖同时朝他这里奔袭过来。 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再去释放领域,仅凭莫凡和关于两人很难阻止赤灵妖不靠近自己。 慕凝雪刚要吟唱冰雪之咒,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头晕目眩,柔柔的身子不由的晃了晃。 莫凡在一旁扶着,这一次他可没有存心占便宜。 你休息一会,有我在,他们别想靠近。 莫凡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认真。 慕凝雪刚要说什么,却发现莫凡那双黑色的眼睛里突然燃烧了起来,烟红色的火光之中竟然映射着一个无比华丽鲜明的燃烧星座。 星图在莫凡周身连续的出现,每一幅都由七道星轨衔接而成。 星图与星图之间又会相互交织辉映,从原本的图案渐渐地组成了立体的华贵,唯美,震撼的火焰星座。 第734章 高阶 天燕葬礼 在描画星图,构架星座的这个过程虽然有些缓慢,莫凡也承认自己对火系星座的把控还很生疏,但他至少可以在那些赤灵妖杀到这里之前完成。 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整整七幅火系星图终于完成,可以看到璀璨的神秘火色星线在莫凡周身交织,让莫凡看上去像是一个站在宇宙星河中的狂人。 星座 由整整七幅星图构架而成,更由49道星轨衔接而起,343颗火系星子点缀。 星子繁密无比,每一颗都闪烁着火宝石之芒,令人神网。 星轨如梭如之,纵横交错,上下贯穿,神秘莫测。 而最后的星座更是气势凛然,承载着不知道多少人类灵魂深处的强大潜力。 天燕葬礼 目光如炬,莫凡缓缓缓地拖起,可以看到星座之中流转的光泽正化作一场蓬勃之焰在莫凡的手掌上剧烈地燃烧。 一大簇火焰被莫凡拖起,并且正一点点地送上天空。 随着莫凡猛的头顶一推,顿时那一大簇烟红的火团飞向了天空,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束很耀眼的礼花。 只是,它并非是庆典的礼花,而是敌人噩梦的葬送之洗礼,那一簇火团上升到足够高的位置之后竟然轰然炸开,一下子朝着周围扩散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焰之云,剧烈地焚烧了起来。 落 莫凡仰头凝视着笼罩了这一大片区域的炙热火云,用意念让火云中翻滚的烈焰落下来。 一大滴火团落了下来,砸落在了其中一只赤灵妖的面前。 那只赤灵妖反应速度还很快,一个翻身跳跃便灵巧地闪躲开了。 刚想要嘲笑这破烂魔法的时候,忽然它的头顶上出现了更多的这种火团。 呼呼呼呼呼呼呼。 火云之中,天之烈焰不断地降落。 先是细腻无声,很快变得骤疾无比。 火焰狂落,触碰到地面后还会立刻焚烧,扩散,随着整片天空都被这密集的火焰鱼给洗礼后,浇灌在大地上的便连成了一大片触目惊心的火海,持续剧烈燃烧着。 天焰,葬礼 站在火焰海的中央,莫凡不断地将手中产生的一大簇火焰送上高空,火云没有停歇。 这可怕的火焰雨便没有一点减弱的迹象。 天焰葬礼笼罩的范围非常广,那四五十只从不同方向袭来的赤灵妖全部被吞噬到了火焰里,他们不仅在火海之中跳脚尖叫,更要时刻提防砸落下来的火雨,这火雨落到地面是扩散焚烧,但落到生命体上就是肃燃火化,相当可怕。 火雨漫天,落地成海,队员们看到这一大片火焰充斥之后,一个个都瞪大了双眼。 他们一直以为队伍里就只有一疆图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运用高阶魔法,谁能想到这个一直被骂成替补的家伙,竟然也是一个高阶法师。 天焰葬礼 这可是火系的高阶魔法,覆盖范围最大。 同时又极具杀伤力。 这片战场可不单单只有赤灵妖,很多海猴怪在不停地骚扰,赤灵妖是战将级生物。 身体即便被火海吞噬也能够支撑一阵子,但海猴怪却没那么幸运了。 可以看到混杂在赤灵妖中的那近两百只海猴怪被莫凡的这天焰完全覆盖,彻彻底底变成了集体葬礼。 惨叫声不绝于耳。 海猴怪在火雨中不断地变成灰烬,几乎没有能够逃出生天的。 赤灵妖们在承受这大片火雨后进攻气势全无,开始抱头鼠窜,离得远一点的还好,勉强挺住这可怕的燃烧逃出生天,可那些已经冲到一半的,等他们在密集的火雨狂砸下连滚带爬到天焰葬礼之外,身体早已经被烧成炭了,最终还是倒在了火海里。 中央是没有火焰的,慕宁雪此刻就站在那里,他同样目光惊讶的看着如火狂魔一样的莫凡。 他不明白莫凡这家伙在没有任何势力的依托下是怎么把修为炼到这种程度,难道的圣权真得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缘吗? 高阶 这家伙不仅跨入了高阶,更是掌控了343颗星子的奥秘。 强的惊人 这货,真的是替补吗? 祖吉鸣张着嘴,下巴都要砸到冰地上了。 没见过一个替补这么生猛的。 貌似这支队伍里,到达高阶的人并不多吧,更不用说能够释放高阶魔法的人了。 真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就是一个逗逼的家伙居然跟爱疆图一样是高阶法师,这一个超雕的火系高阶魔法直接让那些赤灵妖死伤一大片。 怎么样,是不是很帅? 莫凡终于不再往天空中送火焰了,环顾着周围绚丽的火雨,再看看慕宁雪那被印红的精致绝艳脸庞,他更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把冰给换了。 慕宁雪冷淡的说了一句。 莫凡愣了一下,急忙环顾四周,果然由于自己的天燕藏里卷起的炙热火海,整个冰岛的冰雪空气都被驱散了不少,地面上的冰体直接融化,就连不远处的海域都有溶解的迹象了。 没事,没事,我这一个魔法也消灭了十几只赤灵妖,剩下的就好对付了一些。 莫凡刚刚一笑。 莫凡环顾了四周,发现这天燕藏里的威力确实恐怖,还只是第一级,就直接干掉了十几只战将级的生物,剩下那二三十只更是被彻底震慑住了,完全不敢靠近莫凡这个变态半分。 莫凡清楚的记得自己在博城的时候,第一次遇到战将级生物是那只在街区里的真骨魔狼,那家伙下了众人半条命,特意等人家走了之后才敢继续前行,而现在,自己一个魔法灭掉十几只与真骨魔狼同级别的生物,那是何等畅快呀? 这些年,莫凡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变化,能够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变强。 其实现在的自己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他几个细弱都能够到达高阶,战斗力直接爆炸。 神秘无比的空间细弱也能够完全掌控,便彻底惊天动地,看谁不爽绝对可以往其脸上踩着过去。 第735章 忘了什么事 天燕葬礼造成了极大的震慑力,这让队员们不得不对莫凡这个替补刮目相看。 不过,随之而来的麻烦便是,火焰让这个冰之岛屿升温了,已经有不少赤灵妖开始往海域里逃窜,它们的力量也不弱,要将冰体凿开一个通往海水的窟窿还是可以的。 说好的要灭它们一族,莫凡便没打算留下祸害,之前那十几只赤灵妖的腹中就掏出了两个婴孩,天知道这些赤灵妖在将来会吃掉多少。 一个都别想跑。 莫凡见慕宁雪这里已经安然无恙了,果断地追杀了出去。 巨影钉,离刺。 莫凡指凤间出现了一团黑气,黑气迅速的移据,便化作了六柄梨花影刺,被莫凡致向了空气中。 影钉莫名的消失,随后又诡异地出现在了三只已经被烧得浑身焦黑的赤灵妖身上。 六个影钉每两颗都盯住了其中一只赤灵妖,这三只赤灵妖还没有来得及跑远变质固在那里,根本无法动弹。 不等莫凡追上来,队员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三只毫无反抗之力又受了重伤赤灵妖,迅速地跟上毁灭魔法,轻轻松松地送他们上西天。 原来你也修暗影系,有机会切磋切磋。 李凯峰回头扫了一眼莫凡,笑了笑道。 李凯峰说话之间手中出现了同样的巨影钉,这家伙施展暗影系魔法的速度更快,再加上他特殊的暗种,威力是要比莫凡更甚一筹。 没问题。 莫凡应了一声。 两名暗影法师身上黑气不断地扩散。 手中暗影钉更如箭矢一样频繁地飞出,暗影钉算是中阶领域中最强的禁锢魔法了。 赤灵妖这种战将级的生物一旦被刺中,基本上没有挣脱的希望。 只要有人顺势衔接上毁灭魔法,便能够轻松将这些赤灵妖斩杀。 一般而言,战将级生物并没有这么容易杀死的,但赤灵妖并非是完全的肉搏妖魔,它们很多能力都来源于水之妖术,奈何它们的这种能力被木凝雪的绝对冰封领域给彻底压制住了,实力大打折扣。 而经历了这场战斗,莫凡也算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被选为国服成员了,几乎每个人打起来都猛如虎。 三五只战将级根本不放眼里,即便被十几只同时围攻,它们也可以找到脱身之法。 莫凡大概估计了一下,国服选手的战斗力应该多数介于中阶巅峰和高阶之间,甚至与一些普通高阶法师对抗,它们也不是毫无作为的那种。 不过,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中应该不仅仅只有一疆徒和自己迈入到了高阶法师领域,有些人可能已经是高阶法师了。 但复杂的星座还需要一些时间练习,有些人甚或许同样可以施展高阶魔法,只是始终没有展现出全部的实力。 总之都是一群怪胎,赤灵妖这种实力不算强的战将种族即便有上百只,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莫凡天燕葬礼灭掉了十几只,随后又利用巨影钉协助队员灭掉了十几只,战将级的残破不断的飘入到小泥丘坠里,提供给莫凡更多的能量。 莫凡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星子用奴仆级精魄强化到第四级后其实还能够再往上强化。 但要用的是战将级的精魄。 也就是说,莫凡收集够了七个战将级精魄。 将最初的七颗星子强化到第五级,便算是掌握了第五级的初阶魔法。 但是这样做已经有些大才小用了,七个战将级精魄要换算成钱的话,那就是一个多亿啊,就为了让伙兹,雷印之类的技能强化到第五级,即便他们能够媲美中阶魔法,但也太烧资源了。 巨影钉都还没有强化到第四级,紧随而来的空间戏也需要精魄来强化,莫凡手头上哪有那么多精魄可以用。 现在莫凡的目标还是先将巨影钉给强化到第四级,至于第五级的初阶魔法,想想就好。 没多久赤灵妖已经被杀的七零八落,剩下个二三十只没命的逃窜。 队伍里还是有熟悉水战的法师,赤灵妖一开始往海里逃,他们就直接追到了海水里。 蒋绍旭这个心灵系法师便更加蛇蝎了,他使用安抚,强行安抚掉那些赤灵妖内心的恐惧,这种做法就等于强行给敌人打了一针麻醉剂,原本逃走还能够活命的他们被这心灵鼓舞之后,直接熊啾啾气昂昂的送死。 蒋绍旭见到那几只赤灵妖勇敢的战斗了下去,笑声妖昧的回荡了起来。 赤灵妖被魔法轰得一个粉碎之后都没有明白过来,自己究竟哪来的勇气在大势已去的时候掉转头去勇敢与人类拼杀,而那些不明所以的赤灵妖回过头去,更是不禁感动落泪,坚信那几只赤灵妖一定是为了掩护他们撤退才这样做的。 蒋绍旭的妖精气息开始彻底释放了,他不停的发出带着魔音的笑声,这笑声不断的消除赤灵妖内心的恐惧,不断的鼓舞他们像一个真正的男妖那样战斗下去,于是一个个全部惨死。 在蒋绍旭的心灵魔法之下,能逃走的赤灵妖少之又少,没多久这被冰冻的岛屿上就铺满了赤灵妖的尸体,还有他们四处流淌的蓝色血液。 海猴怪就算了,这些东西杀起来很费劲的,而且杀了他们,没多久他们有繁衍出来,别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李凯峰对其他人说道。 嗯,原地休息一会吧。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赤灵妖不能遇水,战斗力实在不敢恭维,算是战将集中集弱的了。 祖吉明说道。 那还是慕宁雪厉害,这么大的岛屿直接冻结了。 关于实力拍马屁。 慕宁雪显得有几分疲倦,这场法是太损耗精神力了,幸好战斗持续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否则他也无法坚持太长的时间。 赵满岩坐在地上休息,见莫凡拿出了肉干和水啃了起来,正好他也饿了,于是从莫凡手里抢了一些。 这水有点冰,帮我暖一下。 赵满岩对莫凡说道。 你以为老子微波炉啊? 莫凡抢了回来,一饮而尽,舒服的吐了一大口气。 之前就被那些赤灵妖追的口干舌燥了,这会总算是舒服过来了。 肚子饱了一些,口渴问题也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莫凡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第736章 围攻烈妖 轰隆隆隆 海岛的另一面,起伏的山巒莫名的震响了起来。 众人听到巨响,纷纷转过头去,便看见那山头一下子碎成了无数段,正缓缓的砸落到了下方还未解冻的丛林里。 那个,莫凡,我们是不是忘记一件事了?赵满言看着那倒塌的山巒,面容僵硬的问道。 莫凡一拍大腿。 草,忘记找那几只海猴怪报仇了。 莫凡猛的站了起来。 一旁刚刚解决最后一只赤灵妖的男爵嘴角都抽了起来。 报你妹的仇啊。 说好的先解决赤灵妖再带队伍过去一起对付统领级的赤色烈妖呢。 还有心思在这里吃东西。 嘿嘿,开个玩笑,我们赶紧去支援艾将图吧。 莫凡刚刚一笑,急急忙忙带队伍往海岛的另一个方向跑去。 岛屿另一面,冰川成块成块的断裂,海洋剧烈的翻滚,愤怒咆哮着。 艾将图灵敏的从空中落到一块漂浮的断冰上,腿还没有站稳便看见赤色烈妖化作了红色的炮弹飞冲过过来,眼见施展空间魔法已经来不及了,艾将图急急忙忙换出了自己的盾模具。 先是一阵褐色的滑光在流转,很快一座宝石状的严精盾出现在了艾将图的面前,从虚到实。 砰! 这厚实的宝石盾在赤色烈妖这离弦一击下立刻碎裂了一大片,所产生的冲击力更是将艾将图给刮飞了出去。 赤色烈妖撞在这宝石盾上,身体也明显发麻了。 他格外懊恼。 竟然没有连人带盾一起给鸡个粉碎。 远处,艾将图已经跌落在了冰块上。 冰体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坚固了,薄薄的一层冰好像随时都会碎开。 让艾将图跌入到冷水中。 艾将图滑行了一段距离,爬起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有了一些血迹。 鬼形 艾将图冷冷地吐出来这两个字,那双眼睛一下子变得空洞昏暗,诅咒之气猛然扩散,他们如同阴魂力鬼一般纷纷飞向了那只赤色烈妖。 很快,一个巨大的鬼影凭空出现在了赤色烈妖的身后,其猙獰地抓住了赤色烈妖的四肢,蛮横地将其摁在了一团黑色的形台上,想是要将其五马分尸。 赤色烈妖并没有反应过来。 双足被抓住,连手臂也被死死地扣住,有些动弹不得。 巨大的鬼柜子手呲牙咧嘴,不断地发出恶鬼咆哮,他那四个恐无有力的手臂正在往两边狂撕,被抓住的赤色烈妖拼命地扭动着身躯,但他这统领级的力量依旧无法摆脱这邪恶的诅咒。 鬼形越来越可怕,赤色烈妖那双眼睛红光一闪,顿时冰体下方的海水翻腾了起来,狠狠地往那鬼怪的身上拍去。 鬼柜子手是虚无的,海水的拍打对他毫无作用,他的力量依旧在加重,可以看到赤色烈妖已经痛苦地嘶吼了起来。 事实上赤色烈妖的身体并没有受到半点拉扯。 真正被拉扯撕开的是他的灵魂,这种痛苦会比星号被五马分尸还要强上数倍。 等到赤色烈妖意识到自己身体安然无恙时,他的灵魂已经严重受损了。 那种痛苦的感觉依旧传遍了他全身,令他身子有些摇摇晃晃。 统领级的灵魂也格外强大。 一个鬼形顶多多他的灵魂造成重创,无法彻底将他击杀。 重创其灵魂对爱僵徒来说已经足够了。 灵魂关系到精神,想必赤色烈妖接下去再也无法通过妖童来操控海水了,这样的赤色烈妖威胁会小很多。 爱僵徒一直在壁,因为他随时可能被赤色烈妖卷入到海水中,一旦坠海,他就任赤色烈妖宰割了。 深呼吸了一口气,爱僵徒感觉自己胸腔中满是淤血,呼吸起来都有些困难,此刻他不敢冒进,只能够远远的盯着赤色烈妖。 赤色烈妖刚刚承受了无马分尸之痛,灵魂,精神遭受极大的摧残,他也不敢那么鲁莽的杀过去了,这个人类比他想象中的还难对付,同样在那里死死的盯着爱僵徒, 先缓和片刻。 爱僵徒,你没事吧,男爵匆匆忙忙的赶过来,见爱僵徒身上有伤,不免皱起眉头来。 还,还好。 爱僵徒气不是很顺,只是勉强应答了一句。 不愧是队长,一个人跟着赤色烈妖打这么久,居然还活着。 莫凡朝爱僵徒竖起了大拇指。 你能不说风凉话了吗,你也是高阶法师,快上。 男爵没好气的瞪了一眼莫凡。 一起上,一起上,你又不是没看到我释放高阶魔法的速度,等我念完咒语什么的,赤色烈妖的速度够杀我时来回了。 莫凡谦虚的说道。 他被我鬼刑伤了灵魂,短时间很难施展妖术,要杀他成现在,爱僵徒提醒了众人一句。 国府成员也不愧是全国中挑选出来的超级变态,即便是统领级生物,这些人也根本没有丝毫惧怕之意,最先杀出去的正是浩大喜功的关于,这家伙这次没有贸然的尽身使用碧凯刺抓,毕竟统领级生物尽身战斗能力更强。 他隔着一段距离,开始描画出风盘,凛冽的狂风刮在那只正在歇息的赤色烈妖身上,赤色烈妖都不带闪躲的,任凭这风吹在旗铠甲上,一点都不像正在被攻击的样子。 关于见赤色烈妖这样不当一回事,嘴角不由的上扬了起来。 毒穴 祖吉明和关于明显是老搭档了,乘着关于在施展风盘的时候,猛的打开了手掌。 祖吉明手掌心上出现了一个风洞,风洞中有无数细细秘密的东西飘飞而出,随着关于的风盘一起旋转在赤色烈妖的周围。 和那些抽打着赤色烈妖身体的狂风不同,这毒穴之风其实全部是由非常微小的毒风组成,它们看上去如尘埃一样渺小,飞扬起来更如一阵风一样,但它们却是对伤口,鲜血,溃烂最为敏感的小恶灵。 赤色烈妖胸膛位置的铠甲是碎裂的,那是被莫凡允泉九交给轰伤的地方,爱将图之后又将这伤口给扩大了,此刻有蓝色的血从里面溢出来。 第737章 又上岸杀 毒穴,是风可谓无孔不入,它们借着风盘做隐藏,一下子钻入到了赤色烈妖伤口重数千只,赤色烈妖一开始还没什么察觉,等到觉得伤口正在被无数只小东西啃咬时,这家伙才意识到伤被毒风给爬满了。 毒风是一种极其奇特的恶灵,它们微小到可以无视自然的等阶,无论是奴仆级生物,还是统领级生物,但凡被它们啃视到了伤口,这伤口必定会恶化,并且腐蚀的毒性会蔓延到周围,让那些原本完好的铠甲都变得不堪一击。 妖族虽然有智商,可和人类的智慧比起来确实差得远了,关于和祖吉明成功将毒性扩散到了赤色烈妖的伤口中,接下去指大家的魔法能击中那些被毒性扩散了的部位,哪怕是一个中阶魔法也能够给这只赤色烈妖造成不小的创伤。 巨影钉,离刺 李凯锋锦随其后出手,他将六柄暗影剑钉抛出,分别从六个不同的位置扎向了赤色烈妖。 赤色烈妖灵敏的跃了起来,那些影钉纷纷扎在了他刚才踩着的冰块上。 空中的赤色烈妖目光一凝,一下子变得通红无比,下方的海水忽然间一阵躁动,似乎又要翻腾。 然而,海水刚卷起一个浪花,随着赤色烈妖一阵疼痛的嘶吼,被驾驭的海水又跌落了回去。 中了我的鬼形,还想兴奋作浪。 爱将图冷笑。 这赤色烈妖也太不把人类法师放在眼里了,这下可算是吃到了苦头。 赤色烈妖落了下来,一脚踏碎了冰面。 身体一下子变得如鱼人一般钻入到了下方的海水中。 他潜得非常深,一眨眼的功夫不见了他的影子。 擅长水战的周旭刚要追到海里。 爱将图急忙叫住了他。 别下去,他肯定在等着你。 爱将图说道。 周旭点了点头。 这才抑制住了那追击统领级生物的冲动。 他这是逃走了吗? 祖吉明说道。 应该是吧,我们这嘛。 赵满言话还没有说完,莫凡所在的位置上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 嘣。 众人一转头,赫然发现一道赤色的旋风钻从冰下面打穿了上来,目标正是莫凡。 这一袭击来的有些突然,其他人都没有丝毫的准备,更没有人能够及时给莫凡时加上任何一个防御魔法。 幸好莫凡感知力并不弱,一发现不对劲后他立刻化作了一团影子,并分化成两道迅速的顿走。 赤色猎妖剑一击不成。 恼怒的扫了一眼逃窜到了三四十米开外的莫凡。 看来这妖怪统领是记仇的,他没有忘记莫凡那将他铠甲轰裂开的一拳,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莫凡。 还好莫凡躲得快,不然那褐色的旋风钻可以轻易地将他绞成肉酱。 有种别下去。 莫凡骂了一声,手指顺势指向赤色猎妖的头顶。 紫黑色霹雳污然坠落,在空气中拉开了一条炫目的光影,急速地朝着赤色猎妖头顶上轰去。 霹雳落下,赤色猎妖反应也快,往旁边一闪。 雷电只劈在了他刚才站的地方。 莫凡魔法被闪躲了不要紧,他们这里可是有一大把的人,一时间各种狂风,雷电,火焰,冰锁,岩石都朝着赤色猎妖飞去,赤色猎妖躲了一些。 也中了一些,身上多出了一些伤痕。 眼见又一波更强狂猛的魔法轰炸过来,赤色猎妖索性在化作赤色的旋风钻。 直接破开了冰面跃入到了海水里。 海水成为了他随心所欲遁形的领域,他也可以从海水下凝视着冰面上这些人类法师的一举一动。 寻找更合适的下手机会。 崩。 又是一声巨响,赤色猎妖再一次化作了旋风钻从海下杀出。 他这一次目标正是给他尸毒的祖吉鸣,幸好赵满言和南爵都同时给祖吉鸣施加了一层魔法保护,再加上祖吉鸣自己的铠模具,祖吉鸣勉强被撞了一个半残。 崩。 众人注意力还在重伤的祖吉鸣身上时,赤色猎妖猛的从冰下跳出,一爪子狠狠的朝着南爵扫去。 南爵已经闪躲了,手臂还是被撕开了大大的口子,鲜血不断的滴落下去。 这家伙太狡猾了,根本不跟我们正面打。 关于愤怒的骂道。 我们要载他很难,先回轮船上,不然受伤的人估计会更多。 爱江图说道。 统领级生物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像赤色猎妖这样在海水里游来游去,找到机会就下手,袭击失败了又马上钻回海里,大家不敢轻易的追到海水中,自然只能够被动挨打。 与其在这里被他逐个击破,还不如暂且退去,反正那些赤灵妖已经被杀的不剩下几个了,这一组也算灭了个干净,这最后的统领级赤色猎妖要么不理会,要么必须从长计议。 祖籍名伤得很重,带回到轮船上后,需要南戎尼这名治愈戏法师来给他治疗。 南爵手臂上的伤一样触目惊心,这女人也确实坚韧不拔,鲜血淋漓也不见他皱眉头,反而一直提醒大家赤色猎妖还可能追来。 先回飞鸟室吧。 爱江图也有些疲倦,开口说道。 恩?赤色猎妖心性歹毒,牙字必报,他要是回到洞窟发现我们将所有的赤灵妖都杀了,他一定会寻仇的。 慕宁雪认真的对大家说道。 现在撤退,也是希望他来找我们报仇,在海洋一带和那个家伙打,我们没办法杀死他,要是能够将他引到陆地上,封死他逃到海洋的后路,那就容易多了。 爱江图说道。 有道理,在这里和这家伙纠缠,我们确实没多少胜算。 可是,那家伙真的会杀到飞鸟室来吗?人类城市他应该没那个胆子闯的吧? 男爵说道。 那倒未必,既然他们可以偷拾婴孩,就表明他们其实找到了飞鸟室安界的某个缺口。 等江狱那边查清楚婴孩的失踪问题,多半就能够明白那个缺口在哪里了,我们就在那个缺口附近休息,引诱他上钩。 第738章纵容海妖 返回到了轮船上,男容尼见到祖吉明身受重伤,急急忙忙施展出治愈系魔法来。 看到男容尼娴熟的施展治愈精灵,莫凡恍然大悟。 就说了,一个合格的队伍怎么可能没有奶妈呢?原来男容尼就是这个队伍的治愈系法师啊,以后可是要好好打关系。 妈,她是慕凝雪的好友,想来以后跟自己关系也不会差。 赵满眼眼睛贼亮贼亮,她推了推莫凡,压低声音道,你发现某个规律了没有,治愈系的妹子一般罩杯都大。 不至于吧。 莫凡瞟了一眼男容尼,果然在她小毛之衣内裹着的是一个高高起伏的山巒,因为更多时候自己都在注意慕凝雪的细腰和美臀,竟然忽视了她旁边这位女孩只惊人的上围。 该死,这真是该死,自己果然不是一个足够合格的色狼,莫凡为自己的眼镯感到愧疚。 仔细想想,当初白婷婷就是大的出奇,秒杀同龄女孩只。 再联想一下心下,恩,恩,赵满眼说的没错。 祖吉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不过经历了这场战斗下来,大家也有些疲倦了,还有战斗力的人便随时注意海面,防止赤色猎妖追击过来,其他人都到船舱中休息,等待着接下去的猎伤。 他好像没有追来。 李凯峰目光注视着后方的海水,开口说道。 海面被轮船拨开,形成了无数个扩散的V形浪,白色的水花溅起。 除了使有一些湍急的海水涌动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动静。 他也受了伤,应该不会贸然追击我们。 只是我们究竟要怎样确保他会来寻仇呢? 爱疆图说道。 鬼形的威力可不一般,即便是统领级生物也需要一些时间的调养。 但爱疆图更在意的是这个赤色猎妖。 万一他不来寻仇,反而是给飞鸟室留下了隐患。 我倒是给他植入了一些怨念,他究竟会不会来就不好说了。 蒋绍旭说道。 先回到飞鸟室再说吧,要是他不来寻仇,我们再去找他,总能够将他干掉,除非他一辈子都不出来。 况且,他的赤灵妖种族被我们剿灭了个干净,他一个光感司令未必敢侵犯成事。 男爵说道。 恩? 只能这样。 返回到飞鸟室,林军贤在知道这批人真的将赤灵妖杀了个干净后,欣喜若狂的前来迎接。 爱疆图很快将具体情况告诉了林军贤,要求林军贤配合他们设下一个圈套,将赤色猎妖也一起歼灭。 你是说那里还有同领级的海妖,你们,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把赤灵妖一族给灭了。 林军贤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 在林军贤看来有人敢去杀妖就是好事,能杀一只,两只都能够泄愤,却从没有指望这群年轻的法师们可以真正剿灭海妖族群。 这群年轻人,战斗力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而且这才往返一天的时间。 林军贤也不是普通人,他仔仔细细的扫视着这些人,猛然间想到了什么,指着他们道,莫非你们就是刚刚入选的国府成员? 这般年纪?又这般实力,再加上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学生气质,前阵子才听闻国府成员已经彻底确定。 宁丹暂且不公布,行踪也彻底保密。 看到这群人惊人的实力后,林军贤便立刻和国府支队练习在一起。 一定是了。 一定是了,只有国府选手才有这么通天的能耐,连一支军队都剿灭不了的海妖被他们一天时间消灭。 可可,你就不要胡乱猜测了,总之你尽快圈出一块地方,最好是海边,能够拉出结界的那种,我们帮你彻底铲除隐患,你兑现你的就行。 爱江图说道。 导师们规定,不允许他们晾自己身份。 不过,被别人猜到这种事情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其实这东西也不难猜,他们这群人平均年龄在二十二,这放在社会上都属于一群设施不深的年轻法师了,展现出这种跟猎人大师一个级别的战斗力和效率,怎么可能不是各大学府的佼佼者。 哦,哦,明白,明白,你们放心,我绝对的配合你们杀妖。 林军贤更是欣喜至极。 正在他打算撤资这个没救的飞鸟室时,历练的国府支队竟然游历到这里,简直是天将神兵啊,就这个海城于水火之中啊。 林军贤都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激动的心情,一旦海妖被彻底铲除,他所做的投资就会慢慢的回升起来。 飞鸟室确实是一个完美港口,到时候不知道多少人会求着自己跟他们合作,求着自己把地租借给他们,还有自己盖的那么多楼,也终于可以卖出去了,哈哈哈哈。 知道他们身份后,林军嫌整个人都跟复活了一般。 他这次投资失败归失败,手头上可依旧有不少钱,一听这群年轻人要斩杀统领妖,立刻就去联系那个坑爹的副市长,让他拉出警戒线,配合斩妖。 副市长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模样,等亲临现场,看到上百个战将级鲜活妖党后,更是惊为天人。 当下,副市长亲自带领一群军法师到那个三角联岛上,完全确认了那里就是赤灵妖老巢后,副市李景明都傻眼了。 乖乖,这群年轻人还是人吗,就这么十几个人把海妖族群老巢给端了。 当然,让副市长李景明到三角联岛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抛下一些诱饵,再狠狠的刺激躲起来养伤的赤色猎妖一番,一定要确保他会来报仇。 接下去如何布置,更多的是交给副市长李景明了,在得知妖可以铲除后,他显得格外殷勤,亲自跑上跑下,亲自设立陷阱,警戒线。 莫凡等人相继在酒店休息,一直在飞鸟室打探情况的江玉和慕婷颖迟迟迟归来,并带给众人一些不好的消息。 你是说,政府有人故意纵容海妖? 爱江图猛的站了起来,浑身充满了杀气。 我也只是猜测,但他们故意隐瞒婴孩失踪,死亡这件事是铁的事实。 江玉说道。 第739章失踪案件 可恶,忘我们这么拼死拼活的给他们杀海妖,男爵恼羞成怒道。 你查清楚没有,究竟有多少婴孩失踪? 爱江图沉着声音问道。 从三年前到现在,恐怕有一百多例了,每到春季就特别多,这是我偷偷调遣出飞鸟室有关部门的档案得来的,随后我有花了点钱,让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到各个村落,镇子,县城挨个询问,都却有其事。 案件归到人口贩子那里,但很明显的,五年来一个是每每在春季就有婴孩失踪,并且无迹可循,这早应该归到妖魔案件了。 江玉说道。 案件一般分两种,人为案件和妖魔案件。 人为案件自然有警察,特警出面解决,妖魔案件则由魔法协会和军方来处理,比如说城市猎妖队,城市护卫队,猎人联盟中的猎人是有长沙妖,你遇到了妖魔案件,但又无法向协会,政府提供有利证据,或者觉得吃公寨饭的他们效率太差,便可以雇佣猎人来解决。 短短三年,一个小城市婴孩一百多例失踪,并且集中在某段时期,既然寻不到一点人口贩子形势的迹象,就应该列入到妖魔案件呢。 我们又探访了一些,发现有人故意篡改信息,避开了妖魔事情,慕婷颖说道。 这个飞鸟是,真是太令人失望了,不管是不是妖魔所谓,发生了这样害人听闻的事情就应该早日公开,收集更多的线索和证据,避免再有婴孩无辜受害。 男爵愤怒的说道。 哼,这种垃圾是正,我这就打个电话给我老爹,蒋绍旭也是怒不可止。 不过,他这番话一说口,大家目光齐刷刷的注视着他。 蒋绍旭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急忙瞪了回去道,看什么看,我给我老爹抱怨一下这种事都不行吗? 我说关二代小姐的,咱们是隐姓埋明历练,这件事我们最好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慕婷颖说道。 恩,我们别暴露身份,但婴孩失踪之事无论如何都要搞清楚,江玉,你查过林军贤的底细吗?这人靠不靠谱。 爱江图问道。 查过了。 此人就是家族企业,除了一些房产土地纠纷之外,没什么不良记录,而且他在飞鸟市建了港口,在附近的村镇立了不少学校,包括许多公路都是他出钱修的,算是一个很良心的大投资商了。 江玉很肯定的回答道。 婴孩事件他应该没有滩浑水吧? 没有,事实上失踪婴孩之中,他的一个在别墅村中调养的堂妹也是受害者。 江玉说道。 我们最好和林军贤商讨一下。 他对飞鸟市比较了解。 爱江图说道。 林军贤独自坐在会议长桌主座,国服十几名队员们分别坐在两边。 江玉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将自己收集的资料弄成优盘,并通过会议室的投影仪放了出来。 单听江玉描述的时候。 众人已经怒不可止了,可等那些哀嚎、痛哭、发狂的婴孩家人照片也摆出来后,每个人脸色都非常难看。 那些人中大部分是渔夫、农民。 从那一幅一幅定格的照片中便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悲伤,对于相关部门来说这失踪是一个案件。 是一个数据,只是众多失踪中的其中之一。 可对这些家庭而言却是一切,是致命的打击。 这么长时间来,还没有任何人给予他们一个交代,从江玉花钱派出去的探访中得知,他们有些人还在等着孩子被解救,被送回来。 然而,莫凡等人都很清楚,他们的孩子都落了一个怎样的下场。 要是将真相告知他们,他们恐怕会直接昏死过去。 别放了,南容你已经有些看不下去了,双目一片通红。 不可饶恕,不可饶恕啊,林军贤拳头已经紧紧的握了起来。 他只是一个投资商,家族企业,他来这座城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投资,发展,赚钱。 自从到了飞鸟市,他林军贤做的每笔生意有纠纷,但也称得上问心无愧,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飞鸟市还隐瞒着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失望透顶,他真的对飞鸟市市政失望透顶了。 我马上给李景明那家伙打电话,林军贤怒道。 林董市长,你先别着急。 我们之所以和你商量,正是因为我们还不清楚究竟是谁在故意包庇,副市长李景明或许也知道这件事,但他未必是黑手,很多事情若是下面故意隐瞒,即便是做市长的多半也难知情。 爱江图还比较理智的说道。 是,是,我欠考虑了。 林军贤说道。 江玉,你既然已经查到这一步,应该也能够更深入查下去吧。 爱江图问道。 可以是可以,但方法有点不太人道。 江玉说道。 你先说。 那个幕后人抹除掉了自己的痕迹,要从这些线索找到他有点难。 除非再有婴孩失踪,并上报道有关部门,等他们再做手脚,我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背后隐瞒这个真相的人了。 江玉说道。 这怎么行,拿小孩子生命做诱饵。 男爵第一个反对了。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江玉说道。 众人立刻沉默了。 事情的复杂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可一回想起那两个从赤灵妖妇中掏出的婴孩,他们每个人都感觉沉重得难以呼吸,若不彻底解决这件事,良心过意不去呀。 会议室里寂静一片,没有人说话。 这时林军贤的手机却想起来了,林军贤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调节了一下心情这才接通了电话。 原本他想到外面去接听,可还没有走到门口,林军贤整个人都呆住了,手机都差点我不闻。 大家目光望去,隐约听见电话那头有女人哭泣。 林军贤转过身来,满脸苍白的看着大家。 怎么了? 莫凡问了一句。 我堂妹的第二个孩子,失,失踪了,林军贤面容无比惊恐。 就在刚才这群年轻的法师还给他描述了那两个失踪婴孩的下场,一想到自己刚刚满一岁的小侄子也可能。 林军贤身子都有些站不稳了,电话那头更是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一时间整个会议厅一片骇然。 第七百四十章生死时速 飞鸟市北三十公里处有一个别墅山庄,一样是属于林市的产业。 这里平日人并不多,大部分是一家子到这里度假游玩,因为靠近海边,又有沙滩,这里也算是一个度假圣地了。 此刻还只是午后,温暖的阳光照耀在沙滩上,整个海滩呈现出了金黄色,再加上海水流转的光泽,一切都是那么唯美。 然而,海滩边角,一个女子却整个人滩软在地上,手上拿着手机,因为过度悲伤而剧烈的抽气了起来。 这些年,有了自己刚满一岁的小笛后,林奇已经从三年前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来了,孩子的天真笑容是最好的治愈良药。 不过,昨夜他还是想起了自己至今鸟无音讯的第一个孩子小锦,怀念之下便在今天带着小笛来到了这个令他伤心欲绝的地方,谁知道刚走到海滩这里,却又发生了令他精神崩溃的事情。 你先冷静点,一定要冷静,听哥哥说。 电话那头,林军闲声音传了过来。 我怎么冷静,我,我的小笛,我的小笛。 你想小笛遭遇不测吗,事情才刚发生,一切还来得及。 如果你真的想救小笛,就给我冷静下来,马上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军贤说道。 听到这番话,坐在海滩上哭嚎的林奇这才清醒了一些。 小笛是他的一切,他绝对不允许再有什么东西把自己孩子夺走。 就这么几秒钟时间,林奇已经调整过来了。 他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林军贤,非常非常的详细。 好。 我已经派人去接你了,你现在立刻到安全的地方。 林军贤听完之后。 立刻说道。 哥,你一定要救救小笛,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林奇又止不住的哭了出来。 林茂大厦会议室,林军贤面容抽动着,那双眼睛因为堂妹的哭腔也通红无比。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声音带着轻颤的回答道,哥已经欠了你一次,这次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绝不会。 电话挂去。 整个会议室里都回荡着林军贤重重的呼吸声。 女人的哀嚎已经重击了大家的心灵,再联想到这种事情还在上百个家庭中发生。 赤灵妖好像喜欢活吃婴孩。 沉寂之中,莫凡突然间开口了。 你这人有病事吧,这个时候说这种,这种事情干什么? 关于顿时骂道。 不是只有你有正义感。 根据那女人的描述,从海里窜出来抢走婴孩的应该是海猴怪,海猴怪用这种方式给赤灵妖进贡,赤灵妖喜欢生吃,也就是说在海猴怪将孩子送到赤灵妖之前,婴孩还活着。 我们在此之前找到那海猴怪,就能够把孩子活着带回来。 莫凡说道。 莫凡说得对。 海猴怪偷偷闯入到安界,他也必定要小心翼翼的离开安界,所以我们还有时间。 男爵说道。 另外。 林董事长,你现在就让人带你堂位去报案,但坚决不要说是被海猴怪抢走的。直接报失踪,莫凡继续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董事长完全不明白。 自己堂位已经说了,就是有妖怪跳出来抢走的。 千真万确,这个时候为何还要撒谎? 实情实说也没有用。 政府早就知道是海猴怪所为,他们不会大动静的。 但我们必须借助这次来揪出幕后黑手,否则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失踪案件。 你妹妹两个孩子都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最深有体会才是。 所以,希望她协助我们解决这件事,也为她第一个孩子讨回公道,莫凡说道。 林军贤听到这番话,起初觉得非常荒唐,但冷静下来一想,却觉得很有道理。 此事不查清楚,不连根拔起,会有更多向自己堂位情况的人受害。 假如在自己执子小锦失踪时,就能够解决,刚才就不至于悲剧重演,情绪用事,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好,我现在就去。 林军贤点了点头。 哼,我一定会把那个幕后黑手查出来,然后碎尸万段。 江玉冷冷的说道。 小狄就交给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赶在海猴怪将他送到赤灵妖之前将他救下来。 莫凡重重的说道。 林军贤看着坚定的眼神,猛的吸了一口气。 救下我侄子,我林某人自当做牛做马,林军贤说道。 这话严重了,如果这种事情我们都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那真的跟那些痴人的妖怪没什么区别,莫凡说道。 林军贤快速的离开,江玉和慕婷颖则已经往相关部门赶去,可以说是在那里守株待兔。 我有一模具,勉强可以带一个人飞过去,莫凡,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到那片海域吧。 赵满言开口说道。 好,现在就去。 莫凡也不废话那么多,赶紧杀过去。 时间非常紧迫,这里又离那片海域有近三十公里,若是海猴怪动作快一点,恐怕真的来不及。 直接打开会议室的天顶,赵满言眼睛一闭,身上顿时金色光芒闪耀,可以看到一块一块金色的假片在他的背后飞舞,并组成了金色威脸的假意,看上去就像黄金铸成的。 莫凡都觉得这金色一模具有些谎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赵满言已经抓住他直接从五十多楼高的林茂大厦跳了下去。 你什么时候弄得一模具? 莫凡一边下坠,一边问道。 我赵满言,除了有钱也没什么别的东西了。 赵满言不谦虚的回答道。 等救下那小孩,你就多了点良心。 莫凡说道。 不过,我们来得及吗? 赵满言说道。 来得及。 莫凡无比肯定的说道。 呼。 贴着大厦的金刚玻璃一直坠到了三十多楼高,赵满言背后的金甲之翼慢慢的疏展开,变成了滑行之势从飞鸟式林立楼房上空掠过。 林茂大厦比周边的楼房高出了很多,赵满言正好可以借着这俯冲下坠的惯性作为最初飞翔的动力,以最快的速度杀到那片海域。 第七百四十一章最美骨气的妖魔 占蓝色的天空没有一朵白云,看上去就像一块巨大蓝色唯美的宝石。 海洋一样呈现深邃的蓝,茫茫海域一旦踏入便有些分不清东南西北。 飞翔在这蓝色的天与海之间,稍微能做参照物的也不过是那些零碎的岛屿,但岛屿的零碎也给莫凡和赵满言增加了难度,因为海猴怪很可能躲藏在里面。 我们必须在安界的范围内找到海猴怪,等出了安界,就真的大海捞针了。 赵满言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不断的告诉自己要冷静思考。 下方这一片区域就是安界之海,除了隧岛之外还可以看见一些渔夫,莫凡觉得这样瞎找也根本不是办法,兴许渔夫在这里长年生活的经验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 赵满言,我们下去。 莫凡说道。 赵满言看准了一艘渔船,拍打着金色的翅膀缓缓地落到了那小渔船上。 很意外的是,渔船上打鱼的并非是老汉,壮年,竟然是一位大概二十五六岁的女子,她戴着竹帽子,遮住了那张被太阳晒的铜色的脸,她身材修长干练,肤色健康。 见到莫凡和赵满言时,她脸上布满了惊讶之色,这恐怕是她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拥有飞行能力的法师,但她似乎不是那种大惊小怪的女子,脸上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询问两人所为何是。 我们还是找个老一点的渔夫吧。 赵满言见是一个女渔人,觉得可能会在这里浪费时间。 尽管这位女渔人其实别有一番风韵,可现在真没有心思撩媚。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如果你们有什么有关这片海的事,就尽管问吧。 女渔人笑了起来。 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 莫凡用最快的速度把发生的事情给女渔人描述了一遍,希望她尽一切可能帮他们寻找到海猴怪。 你说的海猴怪在我们这里叫做水鬼。 这些年我们这一带打鱼的其实没少见到。 女渔人说道。 那你能帮我们找到它吗? 莫凡问道。 水鬼主要还是在岛上,陆地上生活,他们即便在水里游动也很难持续太长的时间。 他们若是进入到一片宽阔的海域里,便会尽可能的寻找笋椒作为休息的地方,而且,他们最喜欢吃笋椒上生长出来的海草,你们可以试试网友笋椒的地方找找看。 女渔人说道。 那这附近哪里有笋椒? 赵满言接着问道。 在安界界外就有一片笋椒林,我会联系一下我们村其他人,帮你们找,但安界外的我们不敢去。 女渔人说道。 好,多谢。 莫凡点了点头。 谢什么? 这种事情若撞到了,谁都会帮忙。 女渔人开朗的说道。 顺着女渔人的指引,莫凡和赵满言直接杀到了那片笋椒林。 出了安界后,也就只有这一片有笋椒了,所以海猴怪罪可能在这里歇脚,然后再游向远海。 现在他们两人也只能够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片笋椒林了,但愿还来得及。 飞过了安界,莫凡俯视下去,发现安界所谓的界线真的形如虚设。 大一些的妖魔要闯入的话兴许还会惊动那些布置的干扰结界,但像海猴怪这种灵活的跟猴子一样的东西,很轻易就会绕开安界的警报,闯入到人类活动范围。 好像就在前面。 赵满言指着下方说道。 远离陆地的话,海洋就会变得更加清澈,俯视下去可以清楚的看到蓝色的海面上有许多林寻的岩石裸露出来,隐隐约约能见他们水下巨大修长的影子耸立。 我们先别贸然下去。 惊动了那海猴怪就不好了。 莫凡说道。 两人盘旋在高处,眼睛紧紧的盯着这片笋椒林。 根据女鱼人的描述。 海猴怪不是那种可以在水下一只游动的海洋生物,它们始终都需要到海面上休息的。 这里已经是安界之外了。 想来海猴怪出了安界之外,必定会爬到这笋椒上休息。 有东西跳出来。 眼尖的赵满言叫了起来,指着林寻的礁石说道。 莫凡顺着看去,果然发现了一只浑身裹着海藻毛一样的猴怪爬到了礁石上,手上还提着什么,将其拖出水面。 赵满言也没看清他提的是什么。 直接带着莫凡俯冲了下去。 呼。 赵满言化作了一只金色的熊鹰,羽翼一收,猛的俯冲到那片海笋椒处。 那海猴怪也是神经警觉,感觉到头顶上有危险后,竟然立刻跳入到水里,吓得往水深处逃窜。 还想跑。 赵满言俯冲到礁石处后,把爱手的莫凡往上面一扔,自己则化作了一条箭鱼,猛的栽入到海水里。 莫凡可不敢下水,只能够站在笋礁石上看着,并出声提醒赵满言,小心那孩子。 赵满言发飙起来也是相当生猛,那海猴怪逃了没几秒钟,便在水下被赵满言逮到。 海猴怪这种奴仆级生物是没有遇水能力的,但赵满言可不同,他一个中阶巅峰的水系法师,不仅可以水下任意活动,呼吸,更可以控制海水。 很快,莫凡便看见赵满言浑身湿漉的从海水下面跳了上来,那只海猴怪被赵满言拖了出来。 星号的,他拿着的是一个裹着毛的大椰子。 赵满言把这海猴怪往礁石上一扔,愤怒地骂道。 这下可麻烦了。 莫凡神情变得凝重。 很显然,这不是他们要找到那只夺走小孩的海猴怪,那只海猴怪很可能已经离开了这里,往远海去了。 问题是,一旦到了远海,他们更别想找到那孩子了。 滋滋滋滋滋滋。 这只无辜的海猴怪已经吓得缩成一团,发出很可怜的叫声,他貌似大概揣测出这两个人类要找的家伙不是他。 做出一副饶他狗命的卑微姿态。 也不知道这家伙能不能听懂人话,这附近流窜的海猴怪多半都是一窝的,看这货贪生怕死的样,没准会知道那只抢了孩子的畜生在哪里。 赵满言恼怒地踢了这只海猴怪一脚。 无辜的海猴怪吓得乱叫,还以为要杀他了,差点昏倒过去。 莫凡都被这东西给气无语了,这世上还有比海猴怪更没骨气的妖魔吗? 不过,赵满言的话提醒了莫凡。 自己无法和妖魔沟通,但小颜机兴许可以做到吗? 第742章 远海追踪 莫凡换出了小颜机,小颜机近些时间都特别的听话,从来不调皮捣蛋,多半也是因为在死门间的事情,令他长大了不少。 鹰鹰鹰 小颜机一飞出来,就踩在莫凡肩膀上,巴唧地在莫凡脸颊上亲了一个,一副很雀跃的样子。 但是等他环视四周,发现全他喵的是海水后,整个宝宝都不开森了。 作为一个火之精灵,最讨厌的就是水了,还是这种连天的海水? 你问问他,有没有看见前不久被掳走的一个小孩? 莫凡也不照顾小颜机的小情绪,急忙做正事。 令小颜机又叫了一声,并对海猴怪这种东西发表了意见,这东西可丑可丑了。 海猴怪则不同,看到小颜机后眼睛就贼亮贼亮的,多半在他们妖魔的标准里,小颜机就是小女神了。 小颜机告诉莫凡,妖魔分很多种类,有的妖魔是能沟通的,有的妖魔简直就是畜生,根本不会讲人话。 万幸的是,海猴怪就属于前者,能沟通的。 很快,在赵满岩的言行拷打,在小颜机的女神气场下,这只海猴怪如实的招来,这也再一次确定了海猴怪是这个世上最美骨气的妖魔。 海猴怪所表达的,翻译过来就是,我有看见,是一个他很讨厌的家伙干的,这次偷了孩子去献给大王,还跟我吹嘘了一会,说会得到大王赏赐。 从此脱离我们。 问问他,你孩子是活的吗? 莫凡接着问道。 海猴怪呲呲呀呀的比划了半天,表示孩子一定是活的。 无论是赤灵妖还是他们的大王,都必须要吃活的。 所以他们这些海猴怪在献娃的时候,即便是自己死了,也不能让小孩断气。 他还说,以前就有一窝海猴怪,其中有一个蠢货就把小孩给弄死了,结果那一窝海猴怪全被大王给吞了。 听了海猴怪的描述,莫凡也稍稍安心了一些,但是又觉得有些可悲, 一想到那些孩子的下场。 让他带我们去找他说的那个大王。 莫凡对小颜姬说道。 小颜姬传达过去。 海猴怪立刻呲呲呀呀的狂叫,完全一副要抗争的样子。 赵满颜见状,对莫凡说道,这家伙应该没那个胆带我们过去。 小颜姬,你告诉他。 赤灵妖一族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只剩下赤色猎妖。 赤色猎妖迟早也要被我们宰掉,假如今天那个孩子死了,我们不仅会灭了赤灵妖一族,还会把他们海猴怪一族也全部杀光。 莫凡说道。 为了震慑海猴怪,莫凡直接描画起了星座。 朝着前方的海域直接施展出了火系高阶魔法。 天燕葬里那连天的烈焰极具冲击力,坠落到海洋的火雨都在海面上烧成了一片。 海猴怪看到那触目惊心的火海后,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他绝没有想到这个人类这么厉害,这一个火焰鱼网他们脑巢释放。 绝对全军覆没。 带我们过去,我们把赤色猎妖给杀了,你们海猴怪滚到安界外五十公里。 别再骚扰渔船,我们就放过你们族群。 否则全部给那些死去的孩子陪葬。 莫凡气势凛然的说道。 海猴怪自然是知道赤灵妖被灭的事情,稍微有点脑子的话。 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嘶嘶嘶嘶。 海猴怪叫了起来,看样子是答应了。 莫凡和赵满言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这海猴怪的狗命他们根本不屑一顾,但要是他宁死抵抗,那孩子小嫡就真的落得那可怕的下场了。 还好,这海猴怪和绝大部分妖魔有些不同,属于那种屈炎富士,墙头草的奴隶型妖魔。 莫凡给海猴怪打上了一个巨影钉双子,主钉已经穿透到了他的身体里,刺钉还留在自己手上。 以巨影钉的威力,针打在奴仆级的海猴怪身上,多半也能够把他们的灵魂给直接打穿了,这海猴怪要时候敢耍花样,莫凡刺钉一抛出,已经中了主钉的他必死无疑。 海猴怪无法在天上辨别方向的,所以只能够让他在海里游,而莫凡和赵满言便飞在空中跟着。 这只海猴怪游动的速度倒很快,既然是以他们全族的性命做担保,他肯定会全速追上那只带着小孩的海猴怪。 他们已经出了安界数十公里了,周围全是汪洋,几乎看不见什么岛屿。 这祸是不是在耍我们? 赵满言有些不安的说道。 应该不至于,之前南容你也说过,海猴怪就是那种谁强谁是爹的妖魔,广泛栖息在海洋,但多数附庸在某些更强的海妖种族,赤灵妖已经被我们灭足了,这海猴怪不是猪脑子的话,不至于拿他们自己一族的命来耍我们,恩?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东西了? 莫凡说道。 赵满言往前看去,但什么也没有看到。 等再往前飞出一大段距离后,赵满言终于看清了蓝色海洋中裸露出来的礁石群。 莫凡现在是高阶法师了,势力都会比赵满言强很多。 滋滋滋滋滋下面游动的海猴怪已经叫了起来。 小炎鸡急忙告诉莫凡,他发现了带走孩子的那家伙,那家伙离礁石群很近了。 那孩子快被带到礁石群了,直接杀过去。 莫凡眉头一锁的说道。 虽然还不确定礁石群上究竟有多少海妖,但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般畜生,我赵满言倒要看看做出这种丧心病狂事情的东西长得什么鬼样,一定要大卸八块,赵满言重重的扇动着翅膀,将速度提升到更快。 要不是带着一个莫凡,他赵满言可以飞得更流畅,更迅速。 在那,我看见了。 莫凡欣喜的说道。 两人刚飞到礁石群上空,正好看见一只海猴子从水里游到礁石上,双手还小心翼翼的抱着一个被海藻毛捆绑住的孩子,那小孩一个劲的在哭,似乎也感知到了危险的降临。 谢天谢地。 赵满言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莫凡也不等赵满言俯冲了,自己直接从高空跳了下去,杀气腾腾的砸落在礁石上。 第743章 交道激战 正如那只没骨气的海猴怪所说,这只偷鹰海猴怪正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宏图远至,眼瞅着就到了大王七夕的这礁石群了,他都已经规划好自己接下去与其他星号丝海猴怪截然不同的生活了,谁知从天而落一个煞气十足的人类来,吓得他浑身都一哆嗦。 海猴怪特意擦了擦眼睛,怕是自己看错了,但这么近的距离,他可以清楚的看到莫凡那张杀气凛然的脸。 海猴怪都呆住了,他绝不会想到是自己无意间和同伴炫耀而惹下了这杀身之祸。 面孔 莫凡将手虚空一抓,在那只海猴怪还处在猛逼状态的时候将鹰孩从其手中夺了过来。 鹰孩被海藻毛裹着,正在淘淘大哭,显然海猴怪在运送过程中将其保护得很好,就连海水都没有浸透其衣裳。 陶陶大哭的鹰孩多半也是被这种怪物给吓到了,等看到莫凡后,哭声也慢慢的止住了,正不停的往莫凡怀里钻,寻求着保护。 莫凡抱着这个小鹰孩,目光冷冷的注视着这只从那位母亲手里抢走孩子的海猴怪。 可以去死了。 莫凡根本没有一点手下留情,那双眼睛更是闪烁着愤怒的银色之光。 眼神为意念所化,一股无形的力量将这只海猴怪直接提到了半空中,随着莫凡目中光芒绽放,虚空之力也变得更加强大。 嘣。 忽然,被提到半空中的海猴怪像是遭到了两面墙挤压一般,身体一下子爆开。 顿时鲜血四溅,脑干涂地。 一抹鲜红蹦剑到了莫凡这里。 莫凡用胳膊在婴孩小敌面前一荡,不让血沾到这个纯净的孩子。 看到遍地的尸骸。 莫凡深呼吸了一口气,再看了一眼安然无恙的婴孩,内心的力气也消散了大半。 还好,赶上了。 死去的,自己无能为力,但正发生的,至少可以阻止。 莫凡,小心哪,赵满岩的声音忽然从空中传来。 莫凡站在那里,还未转身便立刻感觉到磅礴的杀意与冷意从背后袭来。 换作往常。 莫凡一个盾影就可以迅速的脱离险境,可现在他所预感到的是无可遁形的死亡之力,即便使用盾影也无济于事。 很可怕,背后的东西相当可怕,这是莫凡在那一瞬间感知到的。 悬蛇铠甲。 莫凡强行换出自己的防御模具,也幸好玄蛇铠甲在锻造的过程中就有应急效果,否则莫凡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连续使用铠模具。 青黑色的蛇鳞在狂妄缭绕的过程中快速的翻转而出,紧密的闲在一起,迅速的覆盖住了莫凡全身。 悬蛇铠甲也仿佛有灵性。 知道莫凡是后背受到攻击,所以第一时间将莫凡后部给保护了起来。 还未等全身铠甲换化,那可怕的爪灌之力便击中了自己的后心,巨大的痛楚瞬间传来。 让莫凡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被这力量给打碎了。 莫凡。 赵满炎凌空施展出光佑圣盾,金色的光辉已经将莫凡给包裹起来了,可那个怪物的力量恐怖至极。 光佑圣盾轻易的就被打穿了,真正起到防御效果的还是莫凡自己的玄蛇铠甲。 赵满炎看到莫凡直接被那一爪的力量给拍飞了出去。 整个人在空中翻腾,沿着大礁石滑出了很远。 重重的撞在了一块大岩石上才终于停下来。 那岩石已经碎了,碎片覆盖在莫凡的身上。 莫凡感觉自己背骨都碎了,疼痛砖砖心。 到底是什么东西,实力如此恐怖,绝对不可能是战将。 那熬。 一声咆哮传出,身高只有四五米,但浑身都泛着腰一红光的赤色烈腰站在了莫凡刚才的位置上,他涂红的淋脸猙獰。 双瞳血红,其长锋利的爪子更是交叉着,正朝着莫凡远飞的方向凝笑。 赤色烈腰。 正是这个阴险狡诈的海妖统领。 他认得莫凡,让他胸膛上的灵凯碎裂的人类。 这会他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只海猴怪的贡品,正打算利用活鹰好好滋补一下自己受伤的身体,没有想到这个人类又跳出来坏自己的事。 赤色烈腰可谓愤怒到了极点,刚才那一击,他更是施展出了全部的力量,势必将这个人类直接灭杀了。 尽管这样做,那人类婴孩也多半成肉酱了,但总算是一泻心头之恨。 割罗,割罗。 碎石堆出现了松动,渐渐的,那些覆盖在莫凡身体上的岩石竟然莫名的滚落开,有些甚至自己悬浮了起来,移动到别的地方。 没多久,所有压在莫凡身上的石头都散了去,满口都是血的莫凡爬了起来。 莫凡站在那里,几乎要骨折的臂膀慢慢地打开,他低头看了一眼抱着的婴孩,发现这个叫做小笛的孩子因为震荡之力鼻孔已经溢出血来,不知是死是活。 深呼吸了一口气,莫凡脸上已经布满了青筋,整个身子因为愤怒而抖动了起来。 喝。 莫凡怒喝了一声,那双原本充斥着血丝的瞳孔竟然释放着腰翼充满狂怒的银芒。 深邃的荧光一闪,周围那些碎石以及一些厚重的岩石竟然全部震动了,随着莫凡全身银星轨之灰缭绕,竟然全部悬浮了起来,并停滞在莫凡周身。 疼痛与满腔的愤怒让莫凡的精神更加集中,意念已经强到可以控制周围所有的物体。 岩石在莫凡意念操控下猛的飞射而出,化作了一颗颗厚重的子弹,疯狂地朝着赤色烈妖打去。 赤色烈妖站在那里,面对这些碎岩飞来却无动于衷,他更诧异的是这个人类生命力如此顽强,这样一击都没有死透。 哒哒哒哒 碎岩打在了赤色烈妖的身上,赤色烈妖根本不闪躲,岩石快宛如撞在了厚厚的钢板上,绝大多数都因为撞击力过猛自己碎成粉末,而赤色烈妖身上却没有留下一点伤痕,甚至连一步也没有退。 这种程度的打击,怎么可能伤得了他这样的海妖统领? 哼!赤色烈妖还在冷笑时,忽然一块更加硕大的岩石从高处砸了下来。 这岩石少有五米长宽,其重量就已经很害人了,再加上坠落之力,赤色烈妖的身躯也招架不住,直接被砸倒在地上,厚重的巨岩都碎裂成两半。 第744章 栗战赤妖统领 赤色烈妖根本没有去留意背后已经有一个更大的岩石被莫凡操控着,这一砸令他一阵头昏脑涨,重新爬起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脑袋上空不知什么时候凝结出了一大片雷云。 电灾 莫凡浑身闪烁着狂怒的雷霆 话音刚落,几道紫黑色的粗状蜿蜒霹雳猛的滑破晴空,同时轰落在了这只赤色烈妖的身上,雷电在冲击地面的时候朝着周围扩散出了一个硕大的电灾之网,极光电弧反反复复的击打在赤色烈妖的身上。 赤色烈妖站在狂舞的雷击之中,假如他没有受伤的话,这种程度的雷电未必能够击穿他赤甲的防御,可他胸膛位置的铠甲被俯视得厉害,再加上之前那些侍风之毒还没有解去,每当雷电流窜过他的胸凯位置的时候,他浑身都会剧烈地颤动一次。 雷霆打得他胸口疼痛无比,但想要杀死他还远远不够,他张开了嘴,咽喉深处有浑浊的水在滚动。 扑 赤色烈妖朝肺腑在涌动,随着他星号膨胀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忽然朝着着莫凡吐出一道飞驰而来的浑浊水剑。 水剑飞来,早有准备的莫凡身子顿入到了岩石影子下,并瞬间移动到了另一处阴影中。 浑浊水剑威力惊人,那本就出现碎裂的后颜直接被打穿过去,这东西要是从人的身体上穿过,身子都会直接爆裂开。 扑 赤色烈妖再吐,一口气吐出了两道浑浊水剑来。 浑浊水剑有四五米长。 飞行的速度极快,前一道浑浊水剑目标就是莫凡。 后一道更是封死莫凡可闪躲的地方,迫使莫凡根本无法再使用盾影。 莫凡! 我来帮你! 赵满炎飞翔在空中,迅速的描画出星图来。 赵满炎是两个技能一起释放,水玉与光佑,他很清楚自己的魔法未必能够将统领级的赤色烈妖的浑浊水剑完全挡下,但能够为莫凡阻挡一些浑浊水剑的威力那也足够了。 先是光之圣盾,将莫凡全身都包裹了起来,几乎光芒刚刚成形,这光芒就像金色的玻璃受到重物敲打一样,直接打成了碎片。 光影斑驳,星星点点散落。 随后,水玉如绸带一般缠结在莫凡面前,水玉的抵挡能力要比光又弱很多,在浑浊水剑那可怕的击穿之力下形如虚射。 莫凡知道自己躲无可躲,索性一转身,再让自己的后背来承受这一道可怕的攻击。 后背的玄蛇铠甲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深深的爪印,随着浑浊水剑穿腥而来,莫凡立刻又感觉到一阵剧痛。 这一次被击鼓是真的碎了。 莫凡都听到了悚然的鼓掠声音。 玄蛇铠甲多次使用,其防御能力已经没有最初那么强横,恐怕用不了多久它便会不堪重负的消失,得经过很长时间的调养才能够继续使用。 莫凡吐了一口淤血。 看了一眼昏死状态的婴孩小敌。 赵满炎,你来抱着他。 我要宰了这东西。 莫凡已经彻底被激怒了,浑身火焰与雷电凌乱的飞舞着。 赵满炎急忙俯冲下来。 从莫凡手里接过了五孔流血的婴孩小敌。 他应该还有气,赵满炎见婴孩小敌有呼吸,对莫凡说道。 你带他飞回去治疗。 这么小的孩子,肺腑受到冲击要不及时治疗。 肯定活不下去。 莫凡说道。 此刻,那赤色猎妖又一次吐出了浑浊水剑,这一次赤色猎妖吐出的是一整排,四五米长的浑浊水剑呈现一个扇形剑波,朝着莫凡这里飞来,根本不给莫凡一点活路了。 莫凡与赵满炎说话之间拳头已经炙热的燃起,脚下踩着的澎湃汹涌的狂燕中还夹杂着紫黑色的雷电。 我们斗不过他的,快上来,我们一起离开。 赵满炎想要将莫凡拉到空中。 可话还没有说完,莫凡身后忽然涌起一阵火浪,这火浪的威力让莫凡如一颗包裹着烈焰的炮弹一般飞出,在礁石群的岩石之间冲开了长长的火龙。 允泉 九焦 莫凡狂冲,竟然迎着那浑浊水剑波而去,那炙热的一拳更是朝着这扇形的浑浊水剑波挥去。 有焦龙在莫凡周身飞舞,狂热的能量竟然将水剑都蒸发了。 全盲在一闪,九道流星划破空气,在飞行的过程中凝聚成了一道炙热陨光,如黎明破晓般纵然只是一抹却潜藏着足以驱逐一切黑暗的庞大能量。 一整排扇形浑浊水剑全部化作了白气,但莫凡的拳头并没有消失,轰碎了浑浊水之力后更冲向了赤色烈妖。 火光一闪,允泉重重的打在了赤色烈妖的面门上,赤色烈妖脖子褶骨般一歪,脸上的鳞片粘着蓝色的血,被打落在地上。 他身体一阵亮相,刚想要站稳,紧随而来的爆炸火浪又袭来,将他冲得后滑了出去,身后那些散乱的礁石也在他后滑的过程中尽数粉碎。 赵满炎浮在空中,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莫凡这霸道一拳的威力。 对方可是统领级生物啊,难不成莫凡真的可以凭借一己之力与之抗衡? 那莫凡真得妖孽至极啊。 别让他死了。 莫凡抬起头,庄重的对赵满炎说道。 你也别死,把他送到医院,我会马上带人过来。 赵满炎点了点头。 赵满炎也不矫情,再拖延下去的话,这叫做小敌的孩子真的一命呜呼了, 那么他们不远千里的追到这里就真的毫无意义。 说完这番话,赵满炎便扇动着金色的翅膀迅速的飞到了更高的天空中,为了救这小孩一命,赵满炎也不惜耗费自己所有魔能,让这一魔具能够飞得再快一些,他的五孔流血越来越严重了,呼吸也越发的微弱。 飞到足够高的空中,赵满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海洋呈现的依旧是蓝色,礁石群所裸露的是褐色,小小的礁石岛上只剩下莫凡一个人和一只憎恨如仇的统领级海妖。 第745章 火急救援 回想到之前赤色猎妖攻击下莫凡奋力保护婴孩时的情景,胸腔中似乎也有什么在涌动。 事实上他也想留在那里,与赤色猎妖狠狠的厮杀,与铁骨蒸蒸的莫凡并肩作战。 这种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敌人的强大而退缩,这是男人该有的血性。 值得庆幸的是,礁石岛离安界并不算太远,恐怕赤色猎妖是想要在那里养伤,时机成熟后立刻前去寻仇。 赤色猎妖伤势很重否则也不让海猴怪不加任何掩饰的便出现在人类区域,强行从一位母亲那里抢走婴孩。 赵满言飞在空中,用自己的衣服包裹住脆弱的小嫡,每过一会他都要看一眼,担心他就那样离开人世。 这孩子仅仅一周岁,赵满言和莫凡两人平日里都觉得他们自己很没心没肺的,谁死了,谁活了,关他们鸟事,但面对一个这样强宝中的婴孩,内心实在难以平静。 小家伙,坚持住啊,很快就到了,赵满言对着这不断一出血来的孩子说道。 终于,安介就在眼前,赵满言更是加快了速度,朝着飞鸟式冲去。 南戎尼在哪?南戎尼在哪,快告诉我,返回到安介,通讯仪便有了信号,赵满言朝着通讯仪喊道。 我在港口。 南戎尼听到赵满言心急如焚的声音,便急忙回答道。 给我发个信号,我两分钟后飞到你那里,准备救人。 是那个被抢走的小孩小迪,他被镇伤了。 有生命危险。 赵满言说道。 你们找到他了。 是。 众人听到赵满言带回了小迪的消息,纷纷赶回到飞鸟式港口处。 赵满言从空中落下。 就落在南戎尼的面前,与他在一起的蒋绍旭发现周围围了不少人过来,索性一个心灵之强,直接将闲杂人等震退出去,避免他们打扰到南戎尼的治愈。 从赵满言的语气来看,小家伙情况真的很危机。 南戎尼和蒋绍旭都脱去了外套,在地上临时铺了一个软床,赵满言小心翼翼的将孩子放在上面,可这时婴孩小迪已经脸色苍白到发紫了。 小小的鼻子里不断的有粘稠的血涌出来,看得人揪心不已。 是内伤,不能用治愈精灵,一看到这种情况,南戎尼眉带紧锁了起来。 孩子的内脏应该受到了冲击,而治愈精灵在治疗外伤,骨骼上会更加有效,像这种内伤初阶的治愈魔法和中阶治愈魔法都不是很有效。 南戎尼将手轻轻地放在小迪的胸膛上,随后又移动到别的地方,他必须先感知到小迪受伤的部位,这才能够针对施旧。 一旁的蒋绍旭看都这种情况,脸上也没有了一丝笑意。 他虽然不是治愈系法师,却对治愈系有着通彻的了解,治愈系魔法其实主要是让人的恢复速度成好几倍,好几十倍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受伤者自身恢复能力越强。 治愈系魔法效果越显著。 小迪就是一个婴孩,很多疾病免疫力都没有,恢复能力属于最弱的了。 即便交代南戎尼这样一位出色的治愈系法师手上,手中的魔法也根本很难起到作用。 除非南戎尼有高阶治愈法师的修为。 高阶治愈法师在一线大城市都屈指可数,这飞鸟是根本不可能有。 现在只能够看南戎尼是否能找到续助小迪性命的办法了。 南戎尼的手忽然停在了婴孩小迪肺的位置,找到主要出现损伤的位置后,他立刻摘下了自己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圆形挂饰,并将它放在了婴孩小迪肺的地方。 小挂饰闪耀起了温和的光辉,并集中在婴孩肺的上方,隐约可见药液从这个挂饰中滴下去,并渗透过皮肤,进入到婴孩的身体内。 南戎尼紧紧的闭上眼睛,用自己的感知去修复小迪肺部的伤痕,这个过程需要绝对的集中精神,就像医生在为病人开刀做手术一样,哪些位置需要治愈液体,哪些血管需要疏通,哪些淤血的立刻清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让你们去救人,怎么把孩子弄成这个样子。 赵满岩在一旁看得心急如焚石,一个刺耳的声音传了过来,不用回头赵满岩也知道这难听的声音一定是关羽。 赵满岩有些怒了,都这种时候了这狗东西还在那里说些难听的话,难道在他眼里这种诋毁和不满比小孩命更重要,他和莫凡千辛万苦的从海猴怪,赤色烈妖那里救他出来,到头来还要听这祸瞎嗶嗶。 你能给我滚远点吗,关羽? 赵满岩已经不想给这傻逼半点面子了,毫不客气的骂道。 你叫谁滚远点? 你一个用钱砸出来的名额,一个替补,竟然也有种叫我滚,关羽也怒了。 别吵,难容你需要专注。 蒋少旭狠狠的瞪了这两人一眼。 赵满岩这才立刻止住了怒气,而关羽却很明显想要继续闹事。 怎么回事,爱疆图,男爵,慕凝雪,李凯峰等人也赶到了这里,见难容你正在治愈,于是询问道。 我们遇到赤色烈妖了,是那家伙要吃婴孩,海猴怪把小狄先给他,我们在礁石群那里拦截了下来,莫凡刚从海猴怪那里抢过小狄,立刻就被赤色烈妖偷袭了。 赵满岩说道。 赤色烈妖,你们两个遇到他了,男爵一脸的惊恶。 他们这里的人,除了爱疆图面对赤色烈妖还有较量之力外,其他人壮剑多半是没有活路了。 而且听赵满岩描述,莫凡是被赤色烈妖直接偷袭了,这种情况下无比脆弱的婴孩小狄还活着,简直是万幸。 莫凡呢,他有没有事? 慕凝雪问道。 被一只统领级的生物偷袭,换作是这里任何一个人都要当场毕命,慕凝雪看到回来的只有赵满岩一人,不免心中一慌。 莫凡为了保护这小家伙,受了很重的伤。 他让我把生命垂危的小家伙送回来,赵满岩说道。 你是说,莫凡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天哪,他必死无疑啊,那可是统领级怪物,蒋绍旭惊呼道。 赶紧去增援,男爵说道。 哼,现在去多半是去帮他收拾了。 关于说道。 第746章杀统领,上。 在哪个方向? 慕凝雪立刻询问道。 过了安界,有一片笋蛟林,沿着笋蛟林一直往东,就会看见那个蛟岛。 赵满岩回答道。 他现在魔能已经全部疏导给了一模具,根本无法再飞行了,只能够指望他们可以及时赶到。 可事实上飞行起来往返时间都要很长时间,莫凡的楷模具多半也损伤得差不多了,根本不可能支撑太久。 赵满岩指了方向之后,慕凝雪直接扬起了一阵灵巧之风,伴随在他柔美的身姿上,顺着港口外的海洋飞驰而去。 他跳入到水面上,那原本波动的水潮在他落下的刹那凝结成了冰块,让慕凝雪有垫脚之地。 风在席向远处,慕凝雪在海水上飞驰,他脚尖所处碰到海水全部凝结成了冰,广袤的海面也因此铺出了一条长长的冰道。 银发飞扬,狱卒近乎离地的御风前行,索要踏的海水更是冻结,化作了冰之地毯,众人看到慕凝雪这令风与冰的掌控能力,更是惊叹不已。 其他不能飞行的,也索性就顺着慕凝雪踩出的海面上的冰道根去,即便现在赶过去莫凡可能尸骨无存了,但也不能因此放弃这一丝希望。 平静的海水不断地拨动着,时而有滔滔巨浪翻滚起来,如海兽张开了巨口将小小的礁石岛屿给吞进去。 礁岛上,莫凡用意念与席卷过来的赤色红巢抗衡着,奈何他的空间细修位确实不高。 最后他只能够换出了明离盾来。 明离盾抵挡战将级生物的攻击还非常有效,可面对统领级妖魔的妖术就明显不那么一回事了。 幸好赤色烈妖被爱江土鬼形所创的伤还没有恢复过来,他的妖术威力大打折扣。 不然就操纵海洋的可怕力量,便可以打得莫凡毫无还手之力。 莫凡的几次攻击都瞄准了赤色烈妖的胸膛,现在那是赤色烈妖最脆弱的部位,之前的创伤以及毒蜂都给莫凡创造了不少机会。 赤色浪潮冲来,宁离盾终于不堪重负的消失了,莫凡借助小炎姬的截炎之力,强行震散残余的赤浪。 炎剑 莫凡高声一喝,两种不同的灵种之炎相互交织成螺旋状,并在莫凡面前组成了一柄长达到十米的火焰长剑。 炎剑带起了一阵火之弹。 笔直的飞向了赤色烈妖的胸膛部位。 赤色烈妖双爪往前一推,顿时两边海浪拍打礁石,翻腾起的白色浪花在这家伙面前组成了一个浪墙,阻挡住炎剑的来袭。 炎剑受到浪墙的阻挡,威力大打折扣。 水克火,原本应该将威力发挥到极致的炎剑也没有能够起到什么显著的效果。 电灾 莫凡魔法没有剑断,手指向天空,将树道狂雷引落下来。 闪电狂舞,轰在了赤色烈妖的身上。 极光电弧编织成了雷霆之网,反反复复的击打在赤色烈妖的身上。 赤色烈妖胸前的铠甲在遭受到雷电的打击后彻底的碎裂了,伤口处更露出了被严重腐蚀的迹象。 祖极明之前施的毒现在起到了更强的效果,莫凡的第四级霹雳族已对赤色烈妖造成极强的创伤了。 雷电狂测 赤色烈妖在那电灾之中愤怒的咆哮着,想要唤起一场巨大海洋之潮来将莫凡给吞没,但之前鬼形的伤又令他难以施展。 连这个一个人类 他这么半天都没有杀死,再联想到自己的那些族人全部被灭。 赤色烈妖变得更加狂躁,他索性抛弃了妖翼的邪术。 罚狂的朝着莫凡冲来,要用蛮力将莫凡给撕成粉碎。 别以为我不敢跟你进战。 莫凡同样血性十足。 小炎姬完全附体之下,莫凡可以施展出小炎姬大部分技能,而且在截炎包裹燃烧的身躯其力量也非同小可。 炎剑 莫凡在操控火焰,幻化成了一柄炙热的绝剑。 双手握着这长十米的炎剑,莫凡一跃而起,将炎剑轮成一个满月,迎着赤色烈妖狠狠的往他的身上斩去。 炎剑斩落,火浪更是以剑坑为分界线,朝着两边猛然席卷而出,威力震的交道剧烈晃动。 赤色烈妖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了,这一剑斩在他身上,更破开了他胸膛,在上面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灼烧剑痕,延伸到了腹部位置。 这种情况下,他依旧狂然的伸出力爪,要插入到莫凡腹部并从中撕成两半。 给我滚开。 莫凡浑身烈焰狂卷,身后甚至涌起了火焰之雨。 火雨舒展,一道充满力量的火焰之环正开,赤色烈妖刚刚靠近莫凡,就被莫凡轰退了出去。 背后的火雨拥有灵性,纷纷追着被震退的赤色烈妖而去,每一片火雨都蕴藏着可怕的力量,触碰到赤色烈妖身体后立刻爆炸。 上千火雨依次在赤色烈妖身上爆开,赤色烈妖赤色的身躯被炸得面目全非,鳞片,肉块,血浆都狂溅开。 千层火雨可谓是小炎机威力最强的技能了,与莫凡的眉眼重叠在一起后,威力还要胜过蕴泉九娇,堪比高阶魔法了,赤色烈妖平常还能够应对,可现在的她却难受至极,没有了赤楷的保护,她也很容易被火焰魔法所伤。 赤色烈妖被千层火雨打得摇摇晃晃,不过她的生命力也真的很顽强,这种情况下都没有倒下。 小炎机,帮我缠住一会,我一口气灭了她。 莫凡脸色已经有些发白了。 这恐怕是她第一次真正和统领级的妖魔这样激战,幸好当初在死门间学会了如何使用小炎机的换火之力,否则根本不是这只受伤了的赤色烈妖的对手。 令 小炎机迅速的从莫凡的身体里飞出,带走了她身上所有的褐色截炎。 小炎机现在的实力相当于近阶期战将级生物,离统领很近了,这会要缠住已经被重创的赤色烈妖应该不成问题。 天燕葬礼 莫凡很清楚,要想杀死这赤色烈妖就必须动用真正的高阶魔法,只有天燕葬礼才可以将其杀死。 星图描画,一幅接着一幅,天燕葬礼莫凡掌握的还不是很熟练, 可现在莫凡必须让自己以更快的速度完成火焰星座,让高阶天燕降临。 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了,再不杀掉赤色烈妖,性命堪忧啊。 第747章 沙统领 下 两团火焰在被莫凡用手掌慢慢的拖起,当火团达到最炙热的时候,便立刻被莫凡推向天空。 火焰升空,一下子燃烧成了一大片火云,火光将蓝色的天空都映成了红色。 落 莫凡双眼火红的喝出一声,火云之中立刻洒落下了火焰之雨。 火焰之雨范围之大,根本不需要担心无法覆盖到赤色烈妖所在的范围,为了让燃烧之力更加集中,莫凡甚至将火云都集中在了赤色烈妖的头顶。 火雨滴落,便迅速的在礁石上燃起了火焰之海,夸张的要将这整个礁石岛屿都给吞没了。 海洋印着火焰的颜色,看上去一样被烧红了,赤色烈妖已经伤得不轻了,这密密麻麻的火焰雨不断的击打在她的身上,将她所剩不多的防御赤铠都燃尽了,她的星号承受着莫凡最强火系魔法的焚烧。 赤色烈妖痛苦至极,不断的发出尖锐的叫声。 她狠狠地甩开了一直缠住她的小炎机,想要逃窜到海洋里。 莫凡操纵着火焰雨,赤色烈妖往哪里逃,她就将火雨变得密集,在那一片燃烧起更加剧烈的火海来,赤色烈妖现在根本不敢轻易穿过这种高温的火焰,变成了一个无头苍蝇乱撞。 高阶魔法终究是高阶魔法,在对付统领级的生物确实能够起到真正的效果,看到赤色烈妖身体开始变焦,看到她的挣扎变得越来越无力, 莫凡坚信她已经离死不远了。 那呀那呀。 就在莫凡以为她要彻底葬身火海时,这赤色烈妖竟然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一下子从天燕葬礼之中冲了过来。 这家伙浑身都被烧焦。 烧溃烂了,但正是巨大的痛苦给予了她这种统领更可怕的求生信号。 既然无法找到前海的方向,那她就舍命一搏,将施法的莫凡给灭了。 莫凡心中一惊,统领级妖魔的生命力确实顽强,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爆发出这种突袭。 魔法师与妖魔的战斗便是如此,无论之前占尽了多少优势,只要对方没有死透,那么胜负都是未知数,大部分魔法师敌不过同等级的妖魔。 正是因为妖魔往往在生命垂危中会爆发出这种求生野性。 这种情况莫凡是料不到的,赤色烈妖太狡猾了,甚至她在火海之中逃窜所做出的一切也是伪装的,她根本就没有想要逃,而是一定要杀掉莫凡。 她任凭自己身体被火焰烧得面目全非,甚至快死了都还始终锁定着莫凡的位置,就等待这最后生死一刻。 杀了莫凡,她可以立刻跳入海里,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自愈的完好如初,无所谓这次战斗究竟有多狼狈,反正活下来的是她。 莫凡想躲已经来不及了,玄蛇铠甲更是耗尽。 凝离盾也在之前的厮杀中用过了。 刷。 长长的爪子从莫凡的右肩位置倾斜的厮下,将莫凡的胸膛都给打开了。 扑。 鲜血狂喷,形成了一片邪恶。 浑身已经成为焦叹的赤色烈妖却发出了丧心病狂的凝笑,似乎杀掉了莫凡就等于为她全足报仇了。 莫凡因为胸膛的撕开而面容抽搐。 但那双眼睛却在暴露中闪烁着可怕的冷静。 九,九娇。 赤色烈妖并没有注意到,莫凡的左拳已经燃烧了起来。 赤色烈妖正打算将长长的爪子再往莫凡身体内伸。 彻底摧毁莫凡内脏,但莫凡的左拳四狂的轰出,攻击的位置也正是赤色烈妖的胸膛。 砰。 这一拳在近距离下爆开,莫凡都能够感觉到自己拳头穿到了赤色烈妖的胸骨中。 火焰全盲爆射,九条蛟龙更是直接从赤色烈妖的后胸中飞舞而出,在空气中组成了一幅绚丽无比的烈焰之土。 赤色烈妖那爪子勾着莫凡胸膛上的肉骨,但再也无法伸入半点,先被彻底粉碎了内脏的是他,他出爪的动作将在那里,本就残破不堪的生命也彻底流失殆尽。 赤色烈妖缓缓的往后倒去,那双通红的眼睛渐渐的变成了死水之色,或许连他都不敢相信这个人类竟然可以如此冷静,冷静到直接以命搏命。 咚。 焦黑的赤色烈妖倒在了地上,身体剧烈的抽搐了几下之后便彻彻底底的死了, 生命在顽强也有尽头,莫凡这近身一拳正式彻底了解了他的一切。 这只统领海妖,在这一片海域不知栖息了多少年,他的统治也在今天彻底告终了。 同样的,笼罩在飞鸟式婴孩的骇人听闻之阴霾,也将彻底消散。 啪哒啪哒啪哒。 鲜红的血块掉落在地上,没多久就将脚下的地面燃成了一大滩。 精疲力竭的莫凡自己也顺势的往后道去,将胸膛上那个触目惊心的伤口朝着蓝色的天空,好似阳光能够为他疗伤。 鹰鹰鹰。 小炎鸡飞了过来,趴在莫凡旁边一双大眼睛像水龙开起一样大哭了起来,不过这小家伙是不会流泪的,涌出来的全部都是红色滚烫的液体,掉落在地上就变成了结晶。 哭什么,爸爸死不了,就是有点累了。 莫凡艰难的伸出左手,拍了拍他的小脑瓜子。 事实证明,莫凡没有选择闪躲,没有选择毫无意义的防御,更没有选择呆立在那里是正确的,这看谁先死的游戏,莫凡赢了,活下来的也是他。 这应该算是莫凡自己第一次独立杀死统领级别的妖魔,其战斗之艰难让莫凡感触很深。 和化身恶魔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力量相比,这种搏杀对莫凡来说更加真实。 当然,也得亏恶魔系的觉醒,让莫凡体质要强于常人许多,像胸膛被迫开这种事情,大概不会有事吧。 恩? 莫凡正回味生死一拳时,忽然间发现一个饱满精灵的小光虫朝自己这里飞来,准确的说是飞向小泥丘坠。 是那家伙的残破,统领级的残破也算是大价值了,莫凡心里这样想着。 可等仔细一看,莫凡又猛然的意识到了。 不对,那不是残破,精破,统领级的精破。 我,莫凡表示欣喜若狂和震惊无比的草字还没有吐出口,却是啊的惨叫了一声。 疼,疼,疼。 第748章身体很诚实 统领级精破 这玩意儿价值高的惊人啊,貌似要比战将级的精破高出五六倍的价格。 战将级精破一个就要两千万上下,高出四五倍的话,这玩意儿岂不是值一个亿。 莫凡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胸口上的伤你马都不疼了。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一个亿,自己也是身价过亿的男人了。 国府队里的人,不是战斗力爆表,就是装备豪华至极,赵满言这畜生都已经一模俱在手了,自己没有一点承受的武器,防具怎么可以,还真是老天开眼,送自己这么一份大礼,不枉自己费尽一切将赤色猎妖给宰了。 咦,小炎姬,你干嘛? 莫凡正激动的生活不能自理时,却发现小炎姬发出了趾高气昂的声音,好像在唆使什么。 莫凡艰难的转动脑袋,这才发现长得极丑极丑的海猴怪在自己身旁,像个被束缚了双手的奴隶,正小心翼翼的将一种奇怪的海草放在小炎姬的面前。 莫凡道任的这只海猴怪,就是给他们带路的那个家伙。 原来小炎姬看不了莫凡一直流血,把那只鬼鬼祟祟的海猴怪给揪了出来,让他去给莫凡爸爸找止血药。 这海猴怪之前一直躲在很远的地方观战,当他看到莫凡将他们的大王给杀了之后更是惊为天人啊,于是急急忙忙去给莫凡找药。 见小炎姬对海猴怪指手画脚的,如同一个傲娇的小工具,莫凡也暗暗觉得好笑。 莫凡闻了一下那些海草,确定是蕴草后,这才让小炎姬将它们敷在自己伤口上。 大雪也不是白毒的。 莫凡还是能够认得一些比较常见的药用植物,这种蕴草生长在海洋中。 其中有一座海城正是有大量的优质蕴草生长,于是变得格外繁荣。 蕴草还有一些麻醉的效果,止血的同时减少疼痛,敷上药之后莫凡已经感觉到困意来袭了。 莫凡小炎姬真是爸爸贴心小棉袄,拍着小胸脯表示会在这里守着。 莫凡点了点头,他确实很累了,有小炎姬守着也不用担心什么,安然入睡。 广袤的大海湛蓝的那么壮丽唯美,从高空俯视下去。 却可以见到这片海域中有一条银丝,从中央画开了这蓝色的镜子。 仔细看的话,便会发现那是一条正在不断延伸出去的冰道,海水正在不停的凝结,但凝结的范围只限于窄窄的道路,若是冰体隆起的话,会更像是一条白色的长堤。 爱江图,南爵,关羽,祖吉明等人跟在慕宁雪身后,顺着这在海洋上铺开的冰支长堤冲向了礁石岛。 看到了,就在前面。 爱江图说道。 爱江图见离礁石岛屿的距离不远了。 索性直接使用瞬息移动,从这冰堤直接抵达礁石岛屿。 而没多久,慕宁雪也感到了,他不喜欢莫凡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 但他打心底不希望莫凡有什么意外。 慕宁雪跳入焦岛,发现爱江图正站在一块平岩上,脸色异常的凝重。 而慕宁雪走过去,并没有看见赤色猎妖,看到莫凡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这恐怕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画面,但事实就在眼前。 这让慕宁雪不由的倒吸了一口气,目光剧烈的晃动了起来。 来迟了。 爱江图叹了一口气。 慕宁雪没敢走过去,一时间心乱如麻。 博城灾难没死。 金灵荒城没死,古都浩劫他也没死,怎么就偏偏死在了这里,不是说坏人都是一害千年的吗?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正义感,为了一个婴还把命赔上了。 其他人陆续登倒,看见莫凡浑身是伤,胸膛大开,一个个都沉默了。 话说,就我一个人觉得他在喘气吗? 李凯峰弱弱的问了一句。 有吗,我看看。 男爵在莫凡旁边半蹲了下来,把手放莫凡鼻尖。 很快,一呼热气就涌了出来,男爵满脸惊喜的看着莫凡。 莫凡在这个时候也睁开眼睛,正好看到男爵把那仙仙之手放在自己鼻前,再往周围看去,发现众人跟开追到会一样围着自己,让莫凡有一种随时会被他们一把火火坏了的惊悚感觉。 你们,你们干嘛? 莫凡爬了起来。 众人被莫凡吓了一跳。 莫凡胸膛受伤了,所以他呼吸很轻很轻,爱将图过来时看到这幅情景,第一反应自然是死了。 其他人也是如此,事实上他们已经猜到莫凡必死无疑,他所面对的可是一个统领,即便莫凡是一个高阶法师,可刚刚迈入高阶的法师也不过比中坚强一些,赤色烈妖基本上不会给莫凡师斩出高阶魔法的机会。 所以,他们其实不用多看也肯定莫凡是死的,甚至能见到尸首都是值得庆幸了。 结果莫凡猛的活了过来,大家一个个呆若目击。 没死。 这祸没死。 怎么可能啊? 难道赤色烈妖跑掉了? 你没死,你躺这里做什么,一动不动的。 男爵惊喜过后又是来气,恼羞成怒的骂道。 我睡着了呀。 莫凡如实回答。 所有人无语。 你也真是的,在这呼呼大睡,看你把木凝雪吓得,男爵说道。 莫凡这才发现站得更远一些,一直没敢走过来的木凝雪。 这姑娘平日对自己很冷淡,嘴上说着不喜欢,可身体还是蛮诚实的吗? 赤色烈妖呢,以他凶残的习性怎么会饶你了一命? 关于心情复杂的问了一句。 你脚踩着那块黑炭石就是赤色烈妖了。 莫凡回答道。 关于愣了一下,急急忙忙把脚挪开,仔细看去他才发现自己踩着的根本不是黑炭石,而是一具彻底浇黑了的尸体。 赤色烈妖死后,身体很快硬化了,看上去真的跟岩石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大家走过来都没有注意到。 这是赤色烈妖,死了,祖吉明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确实是他。 爱将图检查了一遍,确认无疑。 一时间,众人的目光又齐刷刷的落到了莫凡的身上。 神,神马情况。 莫凡活着,赤色烈妖死了。 这统领死了。 莫凡杀的。 他一个人。 第749章破烂不堪的语衣 你杀的,赤色烈妖是你杀的,爱将图也是反应极大,怎么也没有想到莫凡战斗力如此惊人。 这里还有别人吗? 莫凡问了一句。 你,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家伙可是正宗的统领啊,当初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都拿他没有办法。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真的已为你死定了。 这一会,国府成员们才是彻底堂木结舌了,正如莫凡所说,这个岛屿上除了他已经没有别人,赤色烈妖尸体就在这里,不是他杀的,又还有谁。 可他怎么做到的,统领及妖魔往往是几个高阶法师联合起来都不好应付,更别说是猎杀了,难度相当高。 看来,赤色烈妖之前受的伤比我们想象中重得多,没准那天我们再坚持一会,他就一命呜呼了。 关于冷哼了一声道。 关于的这个结论倒是引起了其他人的认同。 看来只有这个解释了,一定是赤色烈妖伤势很重,莫凡找准了其要害,侥幸将他击毙,否则以他们这个年龄的法师绝没有可能独自斩杀统领级的妖魔。 可即便如此,这还是很令人震惊。 在想到莫凡还是一个替补,心情还不如看到莫凡尸体来得舒坦一些。 莫凡也懒得跟他们解释了。 倒是一江图,眼睛从刚才就没有从莫凡身上移开。 赤色烈妖的伤势情况他爱江图最清楚,他身上有伤确实没有错,尤其是鬼形之力。 几乎让他无法控制海巢,可赤色烈妖依旧很可怕。 依旧拥有统领级的力量和一些夺命之计,莫凡能够将他杀死。 就证明莫凡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 男爵是认识莫凡的,知道这家伙天生双戏,心中暗暗揣测着,难不成莫凡还有别的更强的戏没有展露出来。 男爵猜的也没错,莫凡现在最强的戏表面上是火戏,但其实是火戏与召唤戏结合更加变态,小炎机一附体,双眼不说,还掌控了小炎机的幻化,控火之术。 这让莫凡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赤色烈妖解决了,所有的隐患也就此消失。 大家抬着莫凡沿路返回,当莫凡看到海洋上一条许久没有融化的冰堤后,不由的看了一眼慕凝雪。 慕凝雪不巧也在看他,一方面莫凡死而复生,让他心情复杂,另一方面就是莫凡的实力,同样超出了慕凝雪的估计,在他看来原本很透明的莫凡现在越来越多自己看不透的秘密了。 别为我担心了。 小伤,小伤,过几天就活蹦乱跳的。 莫凡对莫凡雪暖和的一笑。 听其他人的描述,莫凡雪是直接洞海杀来的。 就冲着他这份心,莫凡只能够娶他回家来报答了。 莫凡雪一句话也不说,又恢复了原本的冷弱冰霜。 他担心莫凡是一回事。 不管怎么说两人之前关系还是很说不清到不明的,莫凡雪从来都不希望他死。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心有情愫,现在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些事情上。 我答应过你会到你们大幕下聘礼的。 怎么可能死? 你觉得打完世界学府大赛怎么样,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莫凡接着说道。 莫凡是属于那种一个人能演一个剧的病号,你不说话没关系,反正按照他的思路走下去,是个人都会受不了。 莫凡对莫凡雪也算之根之底,他坚信一般脸皮厚的人是很难撬开他的心扉,这世上也唯有自己这种完全不知道脸是什么东西的人可以做到。 果然,一听下聘礼,莫凡雪容颜上有多了一层寒霜。 就没见过受了那么重的伤化还那么多的。 赤色烈妖好歹也是统领,为何这么没出息,连个莫凡都解决不掉,让他耳根如此不清静。 这些日子来,莫凡成天说着这种话,以至于队伍里的人有一半已经相信他们两个是亲眉竹马,定了婚式的,否则男爵之前也不会那样强调一句把木凝雪吓得,而木凝雪冻出近百公里的冰堤,恨不得飞来救援,也让其他人更加确信。 返回到了飞鸟室,莫凡已经卧床休息。 没多久,赵满言就过来探望,这家伙一脸有所预料的样子道,就知道你这祸死不了,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南荣尼治愈能力了得,估计换作任何一个中阶治愈法师,小迪就一命呜呼了,但南荣尼把人救了过来,还给他念了一段祝福,让这孩子以后成长过程都会比以往健康。 莫凡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么拼死拼活没有白费,保住了这小家伙的性命。 你想知道究竟是谁在隐瞒婴孩事件吗,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比我们想象中德还要复杂,彻底挖出来,真相很可能要震惊全国,赵满言说道。 挖出来了吗? 莫凡问道。 挖不出来,线索断了,在飞鸟室这里就断了,那个在飞鸟室隐瞒的人被揪出来了,等待审判会发落,但根据疆域追查的,这件事还牵连更广, 他没法跟下去了,只能将这件事交到五位导师那里。 赵满言说道。 难道这种事情不单单在飞鸟室发生? 莫凡感到无比诧异道。 按理说就是赤色烈妖,赤灵妖变态癖好才导致这种事情啊,为什么还牵扯到更广的东西? 其中错综复杂的东西,导师没让我们接触下去,只是表示我们这次做得很好,挖除了一个毒瘤。 赵满言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番话的莫凡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了。 但愿接管这件事的人能够和他们这些人一样,有着一颗必揪到底的决心,至少还没有麻木到可以允许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发生。 对了,有人托导师送了一样东西过来给你,说是你在古都一直惺惺念念的。 赵满言说道。 什么东西? 莫凡问道。 一件残破不堪的羽衣,不过那东西也太古旧破烂了,话说你要这东西干嘛,还说什么是作为你在古都的回报,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赵满言说道。 哦,哦,你把东西拿给我吧。 我等他很久了。 莫凡说道。 赵满言自然不懂那破烂不堪的是什么,但莫凡些激动不已,他没有想到韩记那老头竟然真的把他送给了自己,要知道这件羽衣可是陈列在古都博物馆最崇高的展柜中,是世间绝品,来历更超乎寻常。 他是残破的,那是因为悠久岁月。 他叫琉璃黄宇,莫凡在见到古都博物馆用电脑技术模拟出其曾经的风华绝代时,莫凡就选中他了,并下定决心让他复苏。 他将会是自己送给心下最完美的礼物。 在死门间被挨挨白骨埋葬的那一刻,莫凡唯有一个遗憾,好不容易活过来,就一定要实现他。 第七百五十章 这招购物 莫凡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闲着无聊就坐在那里。 他的右手边是一个漂浮的花瓶,一颤一颤的,好像随时都会掉在地上。 他的前面是电视遥控器,明明没有人动,却频繁的更换频道。 右手边则是一支笔。 胡乱的在一张纸上画着。 咚咚咚。 这时敲门声传了过来,莫凡第一时间停止了念控,于是花瓶砸到了地上,遥控器落在桌子上,笔也躺在了纸上,一切恢复了正常。 身穿着西装的林军贤带着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女子,他们走了上来,见莫凡是醒着,于是露出了笑容。 她是我妹妹,林奇。 林军贤介绍道。 真的很谢谢你,没有了小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我们林氏也算是大士族,讲究的是知恩图报,这个大恩情一定是要还的。 林奇诚恳的对莫凡说道。 这个嘛,莫凡刚想要提点小小要求,事实上他已经知道林氏是国内唯一能够和赵氏财团媲美的财主。 没事,你慢慢想,总之我们林氏欠你一个大恩情,日后有什么需要的,必当竭尽全力协助。 林军贤说道。 行,以后再说吧,我们那几个混蛋导师故意冻结了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钱财,你这会要送我什么,没准都会被他们没收了。 莫凡说道。 哈哈,这是我知道了。 船只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是一艘游船。 可以安全驶入到日本,但你们自己也小心一些。 别无缘无故惹事,让日本安界的海关军人查了。 你们这些黑户麻烦也不小。 林军贤笑着说道。 那恩人好好休息,有什么难处一定要记得联系我们。 林奇再一次交代道。 放心,我也不是那种做大好人,我会麻烦你们的。 莫凡说道。 林奇和林军贤被莫凡这句诚实的话给逗乐了,这样反倒让他们觉得轻松舒服一些。 莫凡出院后,询问了一下有关婴孩的事情,但江玉说的和赵满言告诉自己的差不多,紧紧拔掉了飞鸟式的毒瘤,并没有找到后面的线索。 剩下的事情,也不是他们这群学生能管的了,既然导师会出门,魔法协会那边肯定也会全力追查下去。 林军贤也是一个靠谱的商人,婴孩事件揭露了之后,他以林氏的名义为那些痛尸孩童的家庭发了一大笔体续巾,这让他一下子受到了飞鸟式民众的拥戴。 飞鸟式隐患已经铲除,再加上林军贤本身就在飞鸟式做的贡献,想必这城市会有慢慢回暖迹象吧。 等莫凡伤势一痊愈,众人就坐上了游轮。 驶向太平洋。 飞鸟式没有什么重工业,这里的天和海都格外的蓝,慢慢的行驶出了安界之后,看到这水天相连的美景。 心情也不由的愉快了起来。 队伍里妹子们都很优质,蒋绍旭这个女人更是如之前那样,穿上了性感火辣的比基尼。 赵满言和莫凡这两个畜生从来都不会掩饰自己那龌龊的目光。 眼睛都差点埋进蒋绍旭深深的沟壑之中,那两团乳白色的肉肉。 好事诱人。 哼,关于在一旁,见到这两个人那富没见过世面的表情。 不由的清高了起来。 这逼又开始犯贱了。 赵满言算是彻底和关于干上了,根本不给对方一点好脸色。 玩玩他。 莫凡却笑了起来,我说关于,上次你输了,你好像还没有对见你的诺言。 上次怎么能算我输? 关于恼怒的说道。 我四个腰胆,你三个,能不算输吗? 想耍赖直说,下次就别跟我这种诚实的人玩这种男人较量。 莫凡讽讽道。 关于脸色马上难看了起来,沉着声音道,你说,要做什么? 莫凡就等关于这句话了,让关于靠近一些。 关于见到莫凡那渐渐的表情,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在听完莫凡说的,关于面如死灰,一个劲的摇头。 得,以后就别在我面前逼逼个没完了,你这种没中的货色。 莫凡漫不惊心的说道。 关于气得蹊跷生烟,咬着牙道,你等着,下次我一定让你更惨。 随时奉陪呀,我这人就喜欢玩心跳的。 莫凡说道。 赵满岩在一旁,却没有听清楚莫凡究竟要关于做什么,见关于朝着甲板位置走去,于是急忙问莫凡。 看好了,风景只有一刹那,别错过呀。 莫凡神神秘秘的对赵满岩说道。 赵满岩更加疑惑了,刚想再问,忽然间听见甲板上蒋少旭发出了一声尖叫。 赵满岩目光望去,发现蒋少旭的比基尼赵赵被不小心摔倒的关于给扯掉了,一下子跳出了两个硕大的乳白星号,可能两只圆润饱满的大奶兔也受到了惊吓,正颤动着。 可惜赵满岩眼睛跟慢了,蒋少旭已经用一只手掩住了最重要的位置,不过他那细细小手还是无法挡住全部的春光,看得赵满岩都有些肃然起敬。 待尽,赵满岩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莫凡笑得无比邪恶,和赵满岩临时看过去有所不同,他可是目睹了蒋少旭的全部,嘖嘖,这女人是真有料的呀,什么都没电。 可惜关于太敷衍了一点,扯了一半,不然可以看更久。 你给我去死。 甲板上,蒋少旭的尖锐叫声已经响了起来。 关于急忙逃窜,得亏蒋少旭是主修心灵系的,不然这艘船很可能受到大发雷霆的蒋少旭的洗礼。 我,我真不是故意的,滑了,滑了。 五指狗贼,我不把你手剁下来,我不叫蒋少旭。 我真不是,你怎么还用魔法? 关于被追的满船跑,而且这种事情没人敢去救他。 一旁的赵满岩笑得都快抽了,给莫凡竖起大拇指,这招够乌,不过他喜欢。 莫凡竖舒服服的往椅子上一趟,哼着小调。 日本是个好地方啊,无数珍贵种子的发祥地。 第七百五十一章 阴曹歇 闭色的天空,金色的沙漠,一个晴天巨人迈着步伐,每一次前行都足以将一座沙丘给化为乌有,足以震起漫天的沙尘。 巨人头处闭色长天,脚踏黄沙之地,宛如一座移动的山峰,那些栖息在沙漠中凶残无比的蛇蝎狂妖部落见到这个庞大的入侵者后都要退避三射。 蛇蝎狂妖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可怕的妖魔,他们平均实力都在战将级,到了沙漠的深处更是可以频繁地看见统领级的巨翼蛇蝎,要说中国最神秘,最危险,又最充满宝藏的地方。 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属于其中之一,每年平均会有十位数的外国法师到这里作死,死亡率也是相当之高。 匈名越甚,到此一游的人反而络绎不绝,毕竟这里又还被称之为黄金沙漠,风险高,回报也是巨大无比的。 不过,在今日塔克拉玛干沙漠却迎来了这位不速之客,其山峰一样的身躯将凶残至极的蛇蝎一族给踩踏的瑟瑟发抖,曾经是座生命一样宝贵的领地被其任意的踏过,没敢有半点反抗。 成群成群的蛇蝎狂腰退散,但作为一个沙漠部落,绝不可能没有强大的生物。 随着这座山峰之师踏入到蛇蝎领地,起伏的金色沙丘上竟然一下子出现了十几只巨翼蛇蝎,它们体型都接近了五十米,遍体通黑,唯独尾部和蝎前是阴红阴红之色,很显然上面涂抹着致命剧毒。 一只巨翼蛇蝎就已经霸占了一个沙丘了,身体完全要将整座沙丘给压垮一般,那些流窜在沙丘附近的沙漠之狼在它们面前就如同爬虫般渺小。 这种统领级的巨翼蛇蝎出现了十几只,它们像是在簇拥着什么,围成了一个奇怪的弧形。 忽然,弧形的中央,三四个沙丘发生了剧烈的晃动,紧接着被全部抬高了起来。 沙丘慢慢升高,原来这几个沙丘之下有一只比那些巨翼蛇蝎体型还要大出三四倍的庞然大物正爬起身来,那三四个沙丘顶到高处后,慢慢地变成了沙铺,不断地顺着它那散发着乌光的凯曲中浇灌下来。 八只蝎族锋利细长,直插沙漠,后只与前只跨度超过了一个足球场。 在其壁更长着一对惊人的血钱,随意的一剪都可以直接将一座山丘给剪断了。 这被十几只巨翼蛇蝎簇拥着的,恐怕正是这片沙漠的霸主。 不知多少年没有任何生物敢挑衅它的权威,沙漠之下埋葬的白骨有大半都是它的杰作。 殷曹蝎 它正是匈名远播的殷曹蝎。 此时,殷曹蝎正是受到了威胁,直接率领自己一杆统领将那个入侵者给包围住了。 入侵者体型确实惊天,殷曹蝎已经是庞然大悟了,可和这如同山丰一般的失误比起来,还要小上几号。 嘶嘶嘶 殷曹蝎朝着这入侵者发出了愤怒的叫声,向他宣示着这里是他的领地。 山峰之师步伐停住了,他冷冷地俯视着这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称王的家伙。 倒没有立刻刀刃相见,反倒像是在警示着头顶上站着的那个人,在头上那人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前,他不会轻举妄动。 殷曹蝎也是高傲无比。 要与这闯入者厮杀到底,可当他发现这个强劲敌人头颅上还有一个生物的时候,瞳孔不由的收缩了起来。 并锁定了那个看上去渺小如虫的人。 那人完全是站在山峰上往下俯视,一双充斥着迥异光芒的黑色毛子顿时射下一道可怕的冷芒。 打向了沙漠地面。 嗡! 殷曹蝎助力在那里,却不由的后退了几步。 而周围那些统领级的巨翼蛇蝎却浑身发抖。 肢体竟然有些无法支撑了,其中有几只抵抗能力比较薄弱的,甚至直接吓得钻到了黄沙之中,再也不敢爬出来。 暂且不论有他们的君主坐镇,他们本身还是统领级的凶物,但这道杀意凛然的目光打下来,他们所有的战役被打得烟消云散。 咚! 咚! 山峰之师继续迈开了步伐,直接从殷曹蝎旁边走过。 殷曹蝎站在那里,却根本不敢再发出之前那种挑衅,愤怒的声音,更不用说是攻击尽在咫尺的山峰之师了。 咚! 咚! 重重的脚步声扔踩得这片沙漠晃动不已,山峰之师渐渐远去了,可殷曹蝎依旧不敢有任何的举动。 山峰之师是朝着天山的方向走去,等离开了很远之后,殷曹蝎才转过身去遥望着那个人,悟然的发现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到现在都没有散去。 一样是一望无际,太平洋展现出的却是瑰丽壮美的蓝,带着令人神往的色彩,也带着一种令人感到畏惧的神秘与广阔。 没有一座岛,天空也没有一朵云,像是完全沉沦在了一张巨大的蓝色画布中,分不清方向,也遍布清海天,唯有不断拨开的浪痕证明着船正在前行。 莫凡是一个从山里爬出来的孩子,这算是他第一次出海,说实在,一开始还蛮兴奋的,可之后的时间便大部分在炸金花中度过。 没人,没海妖,没岛屿,除了水还星号湿水,日子难熬至极。 莫凡就纳问了,就算是历练有必要非得这样搞吗,让大家坐个飞机直接到日本东京,不是更有效率。 搞得莫凡整日除了打牌就是修炼,枯燥得要命。 话说,你们这些水系法师就不能让轮船开快点吗? 莫凡终于忍不了了,提出了这个意见。 这不难,问题是费劲。 赵满言回答道。 就当是一种修行,这慢吞吞的,鬼时候能到日本呢? 莫凡说道。 那是失落。 大家也觉得这样太慢了,于是几位修水系的开始轮流施法,直接将这艘游船变成了快艇,在海洋上如渐几时。 浪花激烈的打在脸颊上,站在甲板上看着轮船切开海面,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第752章 水下之影 游轮船变成了快艇,速度是快了不少,但依旧还要经过很漫长的时间,和坐飞机完全不能比的。 赵满言,我们到天上看看前面有没有到啊,太他妈魔人了。 莫凡已经有一种在水中度日如年的感觉了。 行啊,你要不要一起上去。 赵满言问道。 走起。 赵满言带着莫凡飞到了天空上,正好又是一个晴空万里,没有任何雾隘,一眼可以看到更远的海域。 从高空俯视下去,整个海面呈现一个弧度,两人已经很尽力的飞到更高处了,依然没有看到海平线上出现任何陆地的迹象。 再往高处飞一点,可以看得更远。 莫凡对赵满言说道。 赵满言猛的一扇金色的翅膀,朝着更高的,天穷上冲刺,此时轮船在他们眼中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白色斑点了。 莫凡努力的往前看去,终于在海平线上看到了一条蜿蜒的海岸线,呈现的是黑色。 我们好像快到了,总算看到陆地,是一条很长的海岸线,不可能是岛屿了。 莫凡说道。 赵满言视线没有那么远,只能听莫凡那么一说。 他目光往下望去,想看看轮船行驶的方向是否正确,忽然间发现蓝色如一张画布的海洋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 他仔细看去却看得不是很清楚,只好叫旁边的莫凡,你看看下面的海水怎么好像有一片是黑色的。 莫凡也俯视了下去,发现那并非是海水呈现黑色,而是在白色游轮处有一个黑影,这黑影正好与白色的轮船重叠在了一起。 一开始莫凡也还没有觉得这个黑影如何,可细细一想,猛然的意识到不对劲,整个人顿时陷入到了惊恐之中。 林军贤赠送给他们的这艘游轮虽然不是豪华巨轮,可长度也有三十多米,相当于三辆大巴并排在一起,和那个印着的黑色影子相比,游轮完全就是一张黑纸上的白点,可见这水下的东西有多大。 莫凡下意识的往头顶上看去,想看看是否是某一座云头下的影子,可这里晴空万里,雾气都没有,更别说是云了,所以那一定是水下的东西。 那分明就是一个水下巨影,细思极恐啊。 赵满言,我们赶紧飞下去,莫凡惊叫了一声。 赵满言还未反应过来,见莫凡神情肃然,急急忙忙的收起了翅膀,带着莫凡往下俯冲。 莫凡心脏剧烈的跳着,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水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而且它一定离海面很近了,否则也不会印在蓝色的海面上。 而游轮上的其他人浑然不知现在的处境,依旧在往前行驶着。 第753章 未知生物 崩。 莫凡和赵满言重重的落在甲板上,险些将板块都给踩裂了。 男爵在一旁,不满的数落了这两个人一句,但他们根本没有理会,而是站在栏杆处往海洋下面看去。 海水非常的清澈,可以看到很深的地方,那个黑影依旧还在轮船之下,落到轮船上之后他们两人才真正意识到这东西究竟有多庞大,感觉整艘轮船都驶入到了一片黑色的海域里,一眼望过去深邃的黑色笼罩着船只令人心里涌起一种置身的恐惧直达心灵。 天哪,下面是什么东西,江玉忽然间尖叫了起来。 这一声惊醒了所有人,大家纷纷站到了栏杆处,赫然发现水下是一个巨大的黑影,宛如一个可以随时将整个轮船吸进去的黑洞深渊。 冷汗从脖梗上滑落,尽管下面的东西根本没有散发出任何的气息,但带给船上的众人巨大的压力,好像这一刻生命已经被下面的怪物给支配了。 没有人说话了,他们瞪大了眼睛,身体更是处在一个僵直的状态。 他们不敢去看清水下究竟是什么,担心迎来的就是一个直接将他们吞噬到嘴里的巨口,亦或者是翻腾起海浪的巨爪将游轮拍成粉碎,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异想,他们坚信水下的生物绝对可以做到。 道,到底是什么?赵满言表情僵硬的问道。 莫凡倒吸了一口气,缓缓的摇了摇头道,他好像潜下去了。 水下之影开始变淡,众人那种被笼罩的恐惧感也在慢慢舒缓。 不知过了多久。 海水终于恢复了原本的清澈,一眼望下去。 海水也是那种深邃的蓝。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俯视着海水。 尤其是尝试往深处看去的时候,便会不自觉的涌起一阵巨异,那黑色的巨影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轮船上,所有人都跟虚脱了一样,江玉甚至直接瘫软在甲板那里。 轮船继续往前行驶,轮船上的众人却许久都没有说话,不知过了多久,贪软的江玉才稍稍站了起来,目光扫了一眼沉寂的众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生起一种自己是井底之蛙的感觉。 江玉开口说道。 这个世界究竟还有多少人类根本无法理解和探索的,江玉觉得自己已经认识所有的妖魔,只要看到一个影子轮廓都可以轻易判断出种类。 可是,刚才水下的这个兽影他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判断,甚至于他还无法看清这个生物的全貌。 他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他只知道这是一种人类根本还没有记载过的妖魔,就在这广袤无垠的太平洋中栖息。 这恐怕是导师要我们出来历练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这种体积的妖魔,至少,至少是君主级了吧,男爵说道。 不好说吧。 那家伙是不是生物都不能完全肯定。 有点奇怪,按理说君主级生物的气场应该会很强才是,可他好像没有一点生命反应。 莫凡说道。 一旁关于听到这句话,不由得嗤之以鼻。 对莫凡满是不屑的道,说得好像你见过君主级生物一样,据我所知,强大如君主级的妖魔要隐藏气息是很简单的事情。 关于这番话其实有些自取其辱了。 莫凡不仅仅见过君主级生物,还和君主级生物打过很多次交道了。 就拿杭州的图腾玄蛇来说。 那简直是莫凡的守护兽了,杭州地界莫凡割破了个手指头。 这家伙都会现身一口把那春游的荆棘藏给咬去,况且从图腾玄蛇暴打银色穷主来看了,图腾玄蛇还属于君主级的佼佼者。 不说图腾玄蛇,就说山峰之师。 山峰之师那可是古都八方亡灵君主中的老大,还不是一样被莫凡揍过。 莫凡自然懂得什么是君主,刚才水下那个巨影体型真得很大,说是君主确实不为过,但让莫凡无法理解的是他的生命迹象很怪。 不管怎么说,他消失了就好,吓死老子了,赵满言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不管那是什么,总之他消失了,也对大家没有敌意,但这恐怖的经历算是又给莫凡和众人上了一课,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究竟有多少强大,庞大的生物,又还有多少未知的生物和地狱。 之前莫凡和赵满言飞到空中的时候就看到海岸线了,受到惊恐之后,航线出现了一些偏移,需要多行驶一段距离才可以抵达预计的港口。 进入日本的海域安界,由于轮船之前就登记过,本身也写着日本名号的轮船很顺利就进入到了日本的安界海域。 到了安界海域,陆续看见一些打捞的渔船了。 国内渔船分两种,一种是打渔船,使用机械进行打捞,数千条渔甩入到他们的冷冻间内。 另一种就是非常原始的渔船了,一两个渔夫,工具也都是非常简陋的,像飞鸟市附近就很多这种简陋渔船。 日本这边也有原始渔船,但更多的变成了船只机械化,他们对吃鱼的花样确实多,打捞业也比较发达。 这一片安界海域,便充斥着这种打捞船,整体都粉刷成了灰色,当这艘来自中国的白色游轮驶入到这片海域的时候,都显得有些突兀。 进入到港口,一踩到结实的陆地上,莫凡便感觉整颗心都踏实了。 不知道为什么,它对海洋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感,事实也证明海洋很危险,前不久它们就被那个未知生物给笼罩住了,差点没有吓尿。 一到了陆地上,一方面没有海水的摇摇晃晃,一方面有了方向感,整个人神清气爽。 就是由于轮船颠簸久了,踩在陆地上都还带着那种颠簸错觉,走起路来跟喝醉酒一样。 有人会日语吗? 莫凡很快就问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我呀,我最喜欢看日剧了。 蒋少旭笑了笑道。 哦,我也是。 莫凡回答道。 蒋少旭也不是不懂事的小姑娘,见莫凡笑的邪义,马上白了一眼,骂道,流氓。 莫凡摸了摸鼻子,自己喜欢看名侦探科男种了。 第七百五十四章 海之惩罚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别在这里逗留太久,让他们看出我们是中国那边偷渡过来的,那就麻烦了。 爱江图说道。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爱江图话刚说完,几位警官模样的日本人就走了过来,他们先是看了一眼停靠在港口的邮轮,随后就过来寻了起来。 蒋少旭意识到不妙,急忙嘱咐所有人都别说话,自己便主动与警官攀谈了起来。 蒋少旭日语非常流利,并且语调,语气,气质都宛如变成了一个性感美丽的日本姑娘,那眼睛里更是闪烁着半分清纯,半分勾人的光泽。 我们是临时集团的邮轮,有登陆许可。 蒋少旭对那名留着一字胡须的警官说道。 一字胡警官目光有些怀疑的看着他们,走到了其他人面前盘问了起来。 他问的人是江玉,江玉只是在那里一个劲的微笑,一句话不说。 一说话就漏陷了,尽管他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懂国际通用语,可在他们都是伪装日本人的,说英语的话就直接暴露你是外国人了,当然,江玉事实上内心已经涌起了无数个,死鬼子,问你妹的问。 一字胡警官更加怀疑了,于是又盘问起了男爵,男爵同样不说话。 其他警官更加觉得这群人有问题,大家暗暗使眼色,似乎准备要动粗了。 哎呀,你们问他们做什么,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我是聋哑学院的老师。 他们都是一群有钱人但天生聋哑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要用手语。 蒋少旭小狐狸眼睛一转,马上对那几位警官说道。 说着这些话。 蒋少旭已经给男爵打起了手语,他的手语多半是军法适用的,男爵反应也很快,立刻用手语打了起来。 这几个警官自然不懂手语,蒋少旭这么一说,他们怀疑也消除了大半。 没多久,驾驶员就送上了一些登陆的许可,这几个警官便没有再纠缠下去。 心好的,真想揍他们一顿。 莫凡心里暗暗不爽道。 整个码头那么多人进进出出。 凭什么这几个警官就查他们,无非是看到队伍里有几个姿色出众的妹子了,色呸。 好了好了,我们刚登陆,全是黑户,最好还是别惹日本的警察,惊动了日本的魔法协会审判会的人,我们日子就不好过了。 男爵说道。 是啊,我们还是尽快抵达导师所说的地方吧。 不知道这里离东京还有多远。 莫凡和他们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好不容易来到国外,不搞一点事情出来哪还有脸回去见祖国人民呢。 离开了码头,过了检查。 进入到了西雄市之后,大家基本上就安全了,日本的巡逻警察也不可能吃饱了撑着就带人要身份证看哪。 在其他人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群年轻人而已。 宾馆,酒店住不了。 他们和国内一样是需要证件登记的,黑旅馆基本上在这座靠近太平洋的城市里是没有的。 无奈之下,这群落魄的天之骄子们只能够找到了一家在半山上的寺庙,寺庙看在他们出了不少香油钱的份上收留了他们。 寺庙叫做严明寺,很标准的日本寺庙风格,石架子们在山脚下,大理石阶梯笔直的通向了山庙,寺庙也不算特别大,到这里的信徒也不多,除了几个日本和尚之外,就全是他们这些偷渡者了。 寺庙前有两只石头雕刻的乌龟,体型和看门的狮子有得一拼,大家相继休息,要好好地睡上舒服踏实的床铺时,莫凡却坐在大乌龟硅甲上,从这里往下望正好可以看见西雄市的全貌,还有尺壮的海岸线,以及延伸到远处的太平洋,通俗点说,这里就是一个半山海景寺庙。 在国内,这种寺庙往往都是乡客络绎不绝,和尚们一个个肥头有耳,也不知为啥这严明寺却如此的冷静,现在的城里人不是都很讲究这种清幽之地吗,难不成这个寺庙的和尚们不老实,把这个寺庙的名声给搞臭了? 你,你干什么呢,快下来,不能坐在圣鬼的上面,怎么会有如此没有规矩的乡客? 一个长相还算清秀的和尚走了过来,指着莫凡就是一顿数落。 对方说的是日语,莫凡没听懂,但看他比环和激动的样子,就知道对方多半是在夸赞自己为何如此英俊潇洒了。 听不懂人话吗? 年轻和尚还特别不客气,言语已经带着怒意了。 莫凡这才明白他在生气什么,急忙从老石头乌龟上跳了下来,直接用国际通用语来交谈,你们寺庙为什么人很少啊,感觉你们装修的也蛮有调调,选址也特别讲究,面朝大海,WiFi稳定。 你不是日本人? 年轻和尚也用起了国际通用语,讲得还很流利,看来在出家剃度前是一个外语成绩很不错的学生。 我来自中国,到你们这里领略你们日本文化。 莫凡也不避讳的说道。 反正对方不是警察,谁管你偷渡来的,还是正经飞来的。 你确定不是来糟蹋我们文化的吗? 你刚才坐在圣规上,就是极其过分的行为,像你这种人若是出海,必定会遭到海洋的惩罚。 年轻和尚义正言辞的说道。 莫凡眯着眼睛打量着这日本和尚,见他其实和自己年轻相差不多,二十来岁的样子,模样到很清秀俊俏,只是眉宇间带着几分严肃与一本正经,老气横秋,却其实心高气傲。 一个摆在门前雕像而已,用不着那么认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们寺庙为什么这么冷清啊,我们之前到你们这里来借宿的时候,还听山底下一些居民们说了一些不忠听的话。 莫凡有些好奇的说道。 哼,那般蠢人跟你一样,不听我们的告诫,胡乱的诋毁,践踏,侮辱圣规,不相信有来自海洋的惩罚,等真的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便将责任推到我们寺庙身上,说我们是在诅咒他们,说我们是一群邪恶用心的和尚,真是太愚昧了,年轻和尚说道。 第755章 和尚与少女 莫凡发现这和尚蛮愤轻,蛮嫉恶如仇的,不怎么伪装自己的情绪,不像国内某些和尚总是故意装出一副新宽体盘,说着一些救苦救难的话,完全不能好好沟通。 你说的海洋惩罚,究竟是什么? 莫凡好奇的问道。 你现在眼睛所能够看到的所有海域,包括你未能够看到的,都是受着胜受的支配,我们既然依托海洋,又怎么可以诋毁海之父呢?混蛋,你别靠在上面。 和尚瞪着眼睛骂道。 哦,哦。 莫凡站直了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示意和尚继续说下去。 我说完了,总之你别再随便碰圣规,也不要有任何不敬之意,否则你下一次出海,一定会有灾难,一定会。 年轻的和尚说道。 这就没了,我还想听一个缠绵翡测的故事呢,对了,和尚,你叫什么名字? 莫凡问道。 奈良原空。 和尚说着就拿着一卷书走了。 莫凡看着这个穿着青长衫白底裤的和尚离开,可还没有走多远,山阶梯处就缓缓地走上来一个扎着高马尾便的素朴少女。 少女有着一张甜美的容颜,即便没有任何表情也好像扶着两个迷人的小酒窝。 她身材玲珑娇美,比起已经成熟的蒋少旭,慕凝雪这种美女是青涩了很多,但那份柔弱和轻瘦却是我见油脸。 这个日本少女看上去和中国姑娘也没啥区别,真要说差别的话,那就是少女应该有化一些淡妆,唇彩是诱人的红粉色,这和二十几岁都不知道怎么磨粉底的国内姑娘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毕竟国内很少这个年龄的女孩会有如此自然的妆。 这个少女一走上来,便看见了和尚奈良袁空,脸上的笑容便更像花一样绽放开,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楚楚动人。 袁空君,下午好啊,我菜了一些花子,晒干了泡橙茶。 味道可好了。 少女迎了上去,并将自己手中的篮子递给和尚奈良袁空。 奈良袁空只是看了他一眼,但很快就将目光移开了,没有怎么理会少女就快不离开了,显得几分高冷。 少女见他离开,有些失落的样子,等和尚奈良袁空走远了后,他一侧身才发现了旁边的莫凡。 讲道理,莫凡要是不故意展现出那种淫荡鬼邪的气质来。 笑起来还是蛮阳光的,少女见到莫凡冲着自己笑,第一印象不错于是也礼貌的回了一个笑容,然后微微道了一个欠道,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 莫凡让他说国际语,少女讲的不算特别流畅,但还算没有交流账。 你喜欢那个和尚是吗? 莫凡这人说话也真是直接,见到少女刚才一副失落的样子。 于是就做了这个判断。 我,少女哪能想到自己心思被一个外国人一眼就看穿了,而且被直接说了出来。 别不好意思吗? 喜欢就是喜欢,话说日本和尚好像是能谈恋爱的吧。 莫凡仔细想了想。 他是一个地理白痴,也是一个地理文化白痴。 您别说这些话了,既然是初次到来,那我带你逛逛寺庙吧,啊,都忘了自我介绍了,哦。 你叫我宫田就好了。 少女倒不怕声,主动给莫凡做导游。 莫凡也正无聊得很,有这样一个飘飘的日本少女带自己逛,何乐不为呢。 混蛋,你做什么? 莫凡正跟少女往另一个方向走。 谁知那个脾气怪的和尚奈良元空朝着这里大吼了一声。 还未等莫凡反应过来,奈良元空就以极快的速度跑了过来,然后一把将莫凡往他那里拽了一些,目光紧紧的盯着那个少女。 他的眼神很灵俐,甚至还带着敌意,莫凡甚至可以感觉到这年轻和尚身上有魔法在涌动。 我,我没做什么,我只是想带他这里附近走走,陪陪我说说话。 少女被和尚给吓得快哭了,一脸委屈的说道。 你别假惺惺的了。 和尚没有一点好话,反倒是重新认真打量了一眼莫凡道,你也能够看见他。 我为什么不能看见,火草。 莫凡猛然间意识到什么,这才将目光望着少女的双腿下方望去。 脚印 这是很松软的泥土,莫凡和和尚都留下了很明显的两排脚印,可是女孩那双小蓝色皮糊鞋,却什么也没有留下,莫凡可不相信少女身子轻巧到这种程度。 莫凡不由的一阵冷战。 星号的,大白天见到鬼吗? 这女孩不对劲啊。 最近这里住进了一些客人,你最好不要打他们的主意,否则我一定对你不客气,你明白了吗? 和尚那梁元空指着少女宫田说道。 我,我,少女宫田眼泪都快掉下来,若不是莫凡已经发现了端倪,没准就要骂这和尚神经病了,怎么可以对一个女孩子这样。 少女宫田显然不敢再在这里待下去了,转身就往寺庙下跑。 莫凡跟过去看了一眼,结果发现长长的通往山下的石阶竟然空无一人,那少女跑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呀,自己好歹也是一个高阶法师。 同样的,莫凡暗暗吃惊,这年轻的和尚竟然也是一位法师,而且修为不低。 和尚,这到底怎么一个回事,刚才那女孩是幽灵吗? 莫凡问道。 你既然能看到她,为什么不说? 和尚反倒先怪罪起莫凡来了。 她明显是冲着你去的呀,很喜欢你的样子,我就没好打扰,再说了,我能看见她,有什么奇怪的吗? 莫凡也反问了起来。 和尚又细细的打量了莫凡一番,开口道,你不是游客,你是法师,不过,就算你是法师,你也不应该可以看见她的。 能先告诉我她到底是什么吗? 莫凡问道。 那少女明明鲜活如人,若是幽灵的话,莫凡可以轻易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亡灵气息做出判断。 作为一个和无数亡灵打过交道的莫凡,没有理由被这样一个小幽灵给欺骗吧?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和尚没好气的说道。 她刚才是想害我吗? 莫凡问了起来。 不知道,总之你就算能够看见她,最好也别和她接触,她不是什么善良少女。 和尚奈良袁空嘱咐道。 她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说我也能看见,难道其他人看不见吗? 喂喂,你这和尚怎么这么没礼貌,回答我问题呀,和尚,突驴,莫凡满脑子的都是问号。 第756章你看不见她 入夜之后,整个严明寺寂静道连崇明之声都没有,山下繁花似锦的海边城市似乎与她毫无相干,亮着一些蒙蒙的纸油灯,悠悠的在黑漆漆的山上摇曳着,很容易令人忽略这里的存在。 莫凡,你怎么坐在这里,吓我一跳。 一个女人惊诧的声音传来。 我觉得这个寺庙不寻常。 莫凡皱起了眉头,一脸正在深思的样子。 之前那小和尚不是说了吗,不许靠近这十项五米范围,尤其是你。 蒋少旭说道。 你知道吗,就在今天下午,莫凡正好想找个人讲讲自己下午离奇的经历。 莫凡想来想去都没弄明白那个少女究竟是什么,说她是幽灵,没见过幽灵大下午跑出来的,而且她浑身洋溢着少女的青春活力, 怎么看都不想是死物,说她是一个活人,可为什么她没有脚印,为什么跑下石阶之后就误然消失了,一点气息都找不到,莫凡可不相信那少女是摔下去的这种无聊梗。 莫凡话还没有说完,蒋少旭却打断了她道,有什么话等等逛街的时候再说吧。 逛街?什么逛街? 我没说我要去逛街呀。 莫凡已经被那少女的事情困扰了好久了,作为一个职业猎人,求知欲就是这么的强烈,不搞清楚来都睡不好觉,好吧,莫凡承认自己就是有点无聊,想找点事做,正好和尚和少女的事情非常的惊奇。 这会呀,我要到市里采购点东西。 蒋少旭笑了笑,那狐狸精气息一下子就弥漫开了。 你要我陪你去? 莫凡挑起眉毛道。 你都说壮见奇怪的事了。 忍心让我一个人走夜路,这里离市里可还有一段距离。 人家孤身一个弱女子,要是路途上遇到了一些对我美貌有非分之想。 就像关于那种混蛋的类型,你说你心里过意的去吗? 蒋少旭撩了撩发丝,举手投足都展现出骚年,和姐姐约马的气息。 莫凡是一个正经男人,怎么可能受到这狐狸精的蛊惑,他直接从那只石头乌龟上面跳了下来,道了一句。 顺着石阶往下走,蒋少旭这女人和其他正经女人不一样,一旦他和某个男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就会离得那男人特别近,一副暧昧驾驶,这次也不例外,他扭着小腰下楼梯的时候,胳膊有时候都会蹭到莫凡。 莫凡是一个正经男人,好吧,算了,不装了,总之这女人皮肤还挺滑的,隔着衣服都能够感觉到。 话说起来,莫凡你这名字我感觉在哪里听过,不知道怎么的,一直没有太想起来。 蒋少旭吐着香气说道,我这名字大众名,和以前的建国,荣华,家豪以及现在00后的浩瀚,子萱,宣扬这一类没啥分别吗?叫这名字的没个八千也有十万。 莫凡回答道,说出这番低调话的时候,莫凡其实心里已经暗暗开分,不管怎么说自己都是拯救过无数城市无数少女于水火之中的名男人。 总会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太正常不过了。 也许是吧,一般比较入流的人。 我都会记清楚名字和长相,既然模模糊糊。 那多半是我不怎么看得上的。 蒋少旭坦言道。 莫凡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很不巧一阵香氛袭来,就打在自己的鼻尖上,莫凡还以为蒋少旭又开始撩弄头发了,可仔细一嗅,似乎并非是他身上那股紫淡玫瑰香,而是混杂着一种草香的清新之味,如露边唇白的花耳飘来的味道,不经意就会打动人。 还在莫凡暗暗奇怪的时候,前面的阶梯上忽然出现了一个人来。 那是一扎非常整齐的马尾辫,高高竖起,两丝黑色的鬓发则垂落了下来,滑到锁骨的位置,尽显出那份柔弱娇莲之美。 他一身很朴素的衣裳,都是淡雅的颜色,最为亮眼的也不过是胸前的燕尾蝶装饰,微微的隆起,不是那种硕大,含苞欲放,再加上其轻瘦的身子,一样显得非常有曲线感。 宫田 莫凡记得这个女孩名字,有些错愕的看着她。 在下午,阳光照耀在她身上,拿着一个小竹篮子的她确实跟林家女孩那般纯净美丽,可这大晚上诡异的出现在下面几级的阶梯上,着实吓了人一大跳,即便她脸上笑容在纯白无暇也好似带着几分妖异。 什么宫田? 一旁的蒋少旭满脸疑惑的看着莫凡。 前面那女孩呀。 莫凡说道。 蒋少旭往前看去,目光带着几分疑惑。 但很快蒋少旭眼睛一转,不由的笑了起来,对莫凡说道,还以为你这人会比其他男人更有意思点,没有想到也用这么无聊的手段,你以为我是那种听见你说前面有个女人就会吓得扑到你怀里的那种吗,想吃本女王豆腐,你得弄点有花样的。 莫凡听了蒋少旭这一番话,满额头的都是黑线,急急忙忙道,你看不见她吗,你真的看不见。 你别逗了,前面什么都没有。 蒋少旭说着还特意往前走。 走了几级阶梯,蒋少旭便公田擦身而过,浑然没有察觉身旁就有一位少女。 公田带着微笑的看着蒋少旭走过,不知道为何这一幕反倒让莫凡浑身一阵寒颤。 下午都忘了问你名字了呢,很高兴认识你,来自东方的朋友。 公田没有去在意蒋少旭,非常有礼貌的开口对莫凡说道。 莫凡也不是那种看到这种灵异东西就吓尿的人,他保持着那份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冷静,沉着声音问道,我叫赵满颜。 我朋友真的看不见你吗,也听不见你说话。 蒋少旭已经往前走了好几步了,发现莫凡真在那里自言自语,不由的回头笑了起来道,你这人,还和我杠上了吗,别在那里自言自语了,我们赶紧到市里,我得买点东西呢,这海边湿气太重了,总觉得哪里不舒服。 我也不知道,不过既然你和你朋友还有事,公田就不打扰了,赵满颜,这是一个不错的名字哦。 公田低吟道。 说着这番话,他的身子就渐渐的融入到了夜色里。 莫凡一脸错愕的看着前方,前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席带着药草的芬芳。 第七百五十七章 勾魂者 快步追上了蒋少旭,莫凡脑子里又是那个叫做公田的少女,许久挥之不去。 类似于鬼魂,但又不是鬼魂,莫凡很纳闷为什么自己可以看见,蒋少旭却看不见。 无聊的男人 蒋少旭白了一眼莫凡,自顾走在前面。 总之他对莫凡很失望,用如此幼稚的手段。 他并不觉得一个男人想着怎么去调戏女人和占女人便宜是什么坏事,毕竟谁让自己天生魅骨,体相滋恶呢,但刚才那种方式真的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 事实上,蒋少旭还蛮怕这种东西的,不然也不会叫莫凡陪他下山,哪怕知道莫凡是开玩笑,他也很难接受。 行行,我无聊,我回寺里了,现在我满脑子都是问号。 莫凡见他还生气了,也懒得伺候着。 别,我买点东西就回来。 蒋少旭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真是的,求人办事还这么拽,我像是那么无聊的人吗,跟你说了有人就是有人。 到了市里,人气一下子就有了,说实在莫凡现在都有些不习惯那种寂静感了,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在山中孤独终老。 还是大城市好,钢筋水泥大玻璃墙,豪车,电车,动车,少女,成女,淑女。 这座西雄市很干净,随处可见那种特别岛城吊吊的坡道,盘山路,以及错落有致的建造在两边的房屋,独立的小院子,几棵老树,可以待一整个下午的那种。 走到比较繁华的主街,蒋少旭无非是买了一些护肤品,一些零食。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准备回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居酒屋,就开在两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交汇处,背靠着隆起的山包,挂着灯笼和写着菜肴的木板日文。 走,小酌几杯。 蒋少旭一看到这种小居酒屋就好像没有一点抵抗力一样。 拉着莫凡就坐过去了。 别人老板一看到这么标致的姑娘,脸上马上展开了笑容,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嘴张开,露出黄牙来,吐出了海力位的日文来。 莫凡看着这个老板说话,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可莫凡就不明白了,日本人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跟韩国那边一样? 嘴型要顺着音开得那么淋漓尽致,说完话赶紧把嘴闭上不好吗,非要保持着最后一个音节,露出满嘴牙来。 蒋少旭和老板聊了几句,老板就弄了两壶清酒,酒壶一个,冰壶一个,确保清酒的口感。 莫凡没喝过这玩意。 差点就把清酒对着下面的冰水倒下去了,旁边的蒋少旭笑得直拍莫凡肩膀。 原来是第一次来日本啊。 眯眼老板换了语言。 还是蛮考虑莫凡的感受的。 是啊。 莫凡点了点头,指了指烤摊,要了一串被烤的都开始滋滋喷香的鱿鱼。 住在哪? 眯眼老板问了一句。 寺庙里。 莫凡指了指侧面,那亮着悠悠一点星火的山寺。 眯眼老板那眼珠子一下子从缝合起来的眼眶中挤了出来,烤鱿鱼的动作都僵持住了。 你,你们住那。 言明寺,酒屋老板声音变得很奇怪。 对呀。 莫凡已经从酒屋老板表情里看到什么了,正好自己脑子里有很多问好。 于是顺势打停了起来道,寺庙是不是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哦,哦,没有,不过你们还是别住那了。 那不是什么好寺庙吗? 以前是好寺庙,现在不是了。 酒屋老板说道。 你就说说看嘛,我们也是初来乍到,蒋少旭也好奇了起来,像只小猫咪一样眨巴着眼睛,那声音更是听得人骨头都软了。 酒屋老板果不其然是个老色鬼,表面上一副骇人听闻不敢随便开口的样子,嘴却管不住了,压低声音道,那里呀,发生了勾魂之事啊。 勾魂之事,莫凡瞪起了眼睛。 原来呀,严明寺是一个因缘非常好的寺庙,连别的事的年轻男女都会慕名而来,可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有年轻男子去了那里之后,莫名其妙的昏厥,然后一睡不醒,连很多治愈戏法师都治不好,有一位老人家说,他们是被勾了魂啊,空有一具还活着的壳,魂魄已经没有了。 酒屋老板说道。 莫凡听得不由的张开了嘴。 一旁的蒋少旭却完全当故事听,他就喜欢日本酒屋的这些老板会声会声的胡说八道。 你们哪,要是住在那里遇到了什么的话最好假装没看见,老板声音更低了。 要是不假装没看见呢? 莫凡问了起来。 话说到这份上,莫凡有几分相信了。 那可就麻烦了,魂魄会被勾走的。 酒屋老板说道。 哥哥罗,要说勾魂的本事啊,我也会呢,不信你们看,额嘛蒋少旭网路人给了一个绯闻,猫眼睛还重重的一眨。 那路人本来就喝得有点醉了,被蒋少旭这一弄,不由的亮相了起来。 蒋少旭看到那人狼狈的模样,笑个不停,狐狸精气息一下子就扩散了出来。 你们不信,那我就没办法了。 酒屋老板也不说了,自觉没去。 莫凡还想听,可老板怎么都不说了,这让莫凡由于都啃得没滋没味。 吃了夜宵,两人顺着阶梯往上走,莫凡还担心宫田会出现,于是左顾右盼。 你不会真的信了吧,别逗,这么大人还信这种事情。 蒋少旭嘲笑起莫凡来。 我的话你不信,老板的话你也不信,你信你自己就好了,莫凡无所谓的说道。 宫田并没有出现,莫凡和蒋少旭回到了寺庙的厢房中,那里还亮着灯火,比较明亮。 寺庙人平日里为了省钱,都不怎么点电灯,一般都点油灯,这确实很古老了。 只是莫凡和蒋少旭回来的时候,电灯是亮起来的,已经可以看见那些屋子里引出来的模糊影子,有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找到了吗? 爱江图问道。 没有,好像真的失踪了。 江玉说道。 两人正说着话,莫凡和蒋少旭推门而入,一群人目光顿时齐刷刷的投射了过来,一副见到鬼的样子。 谁失踪了? 莫凡立刻问道。 你们哪,我们找你们半天,还以为你们失踪了,你们到底去哪了,害我们担心死了。 江玉说道。 我们就是下山买了点东西,话说,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么紧张。 蒋少旭看出气氛不对,急忙问道。 屋子沉闷了片刻,没有人回答。 莫凡目光扫去,发现队伍里少了一个人。 再仔细看一圈,莫凡顿时浑身一冷。 赵满言。 赵满言没在。 第758章寺庙一事件 踏踏米上,一个金色头发的人正躺在那里,上面盖上了厚厚的一层被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进入到这个屋子里的时候就感觉到一阵寒冷的气息,似乎就是从被子里的那个人里发出来的。 莫凡走了上去,掀开了被子,看到了赵满言的脸。 青白色,赵满言是属于那种小白脸不错,可他的肌肤是那种很有血色的那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白清白。 莫凡用手摸了摸被子,发现被子也是冰凉无比,那股子寒冷完全是从赵满言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 是周旭先发现的,他坐在屋子里明修,忽然间感觉到冷,找了半天原因才发现赵满言身体发冷,就像中了什么寒毒一样,叫他也没有一点反应,一直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男爵说道,这件事发生得太过离奇了,当时屋子里除了周旭之外还有祖吉明,他们三个人各做各的事,也没看见赵满言接触到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变成了这副模样,着实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发生事情后,大家立刻集合在了一起,结果发现莫凡和蒋少旭不见了,于是更是人心惶惶,还好这两货只是跑去市里吃夜宵了。 现在,出问题的也就赵满言一个。 人是活着,但处在一个深睡眠的状态,南容你的意思是不要去强行唤醒他,否则可能对他精神造成更大的创伤。 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他究竟是中了什么毒,说也奇怪,我们叫了这里的一位老和尚过来看,结果这老和尚吓得乱叫几句就跑了。 压根没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 感觉靠他们是不太可能了。 江玉说道。 治愈戏魔法没有效是吧? 莫凡问道。 南容你点了点头。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莫凡接着问了一句。 暂时没有,但他身体寒得有些古怪。 我担心这可能令他的身体机能出现严重问题。 南容你说道。 莫凡点了头,表示明白了情况。 他一转身。 发现蒋少旭目光骇然,在大家纷纷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才开口道,难道那个酒屋老板说的是真的,这地方真有勾魂的东西。 赵满言这副样子确实跟魂魄没有了一样。 什么勾魂? 蒋少旭,你可别乱说话,这荒山荒似的,非要用这种东西来吓人。 穆婷颖有些不满的说道。 他们都是法师没错,要知道是妖魔所为,便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怕,但如果是没法解释的灵异的事件。 就未免有些甚人。 当下蒋少旭将自己在酒屋那里听的那番话转述了一遍。 这话一出,众人都开始心里发毛了,赵满言难不成是真的被勾了魂魄。 能别那么迷信行不行,我们是将魔法的社会。 男爵打断了大家的意想。 莫凡,你之前说的看见一个少女,难不成也是真的。 蒋少旭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急忙问莫凡道。 莫凡没有回答,但蒋少旭已经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 蒋少旭不提这个事还好,这么一提。 搞得莫凡自己都觉得心里有些炸毛了。 话说,为什么是赵满言呢,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假如真有勾魂鬼怪的话。 他偏偏对准赵满言下手。 穆婷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莫凡巴唧了一下嘴,正是应证了,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莫凡真的感到很废仪所思。 首先,为什么只有自己可以看见那个少女,那个少女究竟是什么东东? 来去无踪影,自己怎么说都是一个高阶法师。 没有理由对生命体没有感知。 其次,赵满言真的是被自己坑的。 莫凡可没有忘记自己在向那个女孩报上姓名的时候,说的就是赵满言的名字,结果赵满言就中招了。 难不成勾魂者是需要名字才能够进行勾魂的。 大家都是一筹莫展,不知该如何是好,即便是蒋少旭和莫凡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其他人多半是不相信的,更愿意将赵满言归到中毒这个问题上。 有谁知道赵满言晚上去了哪里? 祖吉明询问了起来。 也没去哪里吧,后山,景边,木狼,祠堂,这些地方我们应该也都有去过吧。 大家分几组行动吧,但千万别单独行动。 你们几个去多问问老和尚们,这个寺庙到底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们几个去顺着赵满言之前去过的地方看看,注意留心一些植物,因为他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爱将图说道。 大家分头行动,尽快找出赵满言会这样昏迷中毒的原因。 男容你也说了,这种怪异现象治愈系魔法无效的话,那就必须找到事情的源头了,赵满言就在这寺庙附近活动,搜寻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莫凡这边也分了一个小组,负责寻找那个少女。 蒋绍旭也想搞清楚这一切,自动跳到了莫凡这一组来,一同进来的还有江玉和慕宁雪。 你之前说的是真的。 慕宁雪走到了莫凡身边,认真的质问道。 我开这种玩笑做什么,看来这个寺庙真是有问题。 不过,我觉得你们几个先下山去,向周围的住户们打听一下这个寺庙的事情为秒。 莫凡说道。 既然少女只有自己可以看见,那他们跟着自己也毫无意义,那位酒屋老板或者其他住户兴许知道些什么,从他们那里应该能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我和你一起吧,免得你也出事。 慕宁雪说道。 嗯,你一个人行动不太好。 蒋绍旭,我们两个下山去。 江玉说道。 蒋绍旭也知道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了,立刻就和江玉一起下山去打停这个寺庙。 莫凡和慕宁雪则往阶梯那里走,莫凡记得阶梯中半段还有一条藏满了杂草的分歧,也不知是通向哪里,当时那位少女好像就是在那条没人走的时间路位置消失的,往那里去看看吧兴许有什么收获吧,那条路还是拉了封线的。 第七百五十九章我能知道他名字吗? 莫凡和慕宁雪前往半山阶梯,在之前遇到少女的地方停留住了。 莫凡往另一条阶梯的方向看过去,发现这条道上长满了杂草,一些藤蔓甚至已经阻挡住了人平常要走的路。 由于上面挂着一条白色的封线,所以很明显就是不让人随意进入进入的了,莫凡此时越看这条白线越不对劲,总觉得像是一个古老的封条,锁住了里面的什么东西。 或许是心理使然吧,总之这条路在七七的月光下看上去更加的阴森可怕。 你就是在这里看到那个女孩的? 慕宁雪询问道。 恩,不过下午的时候还见了一次,她好像是去找寺庙的一个年轻和尚,因为我在和尚聊天,所以女孩也跟我攀谈了几句,一开始我真觉得这女孩没什么特别的。 莫凡说道。 入夜前没多久,寺庙里的大部分和尚都下山去做法事了,说是要过些天才能够回来。 慕宁雪说道。 是啊,不然找那个跟我一样能够看见那个少女的秃驴问问,估计什么事情就解决了。 莫凡说道。 莫凡也是刚刚才知道,和尚们都出门去了,只留了一个老和尚在这里看守寺庙,那老和尚因为赵满岩的事情已经吓得有点疯疯癫癫癫了,想要从他嘴里问出一些什么是不太可能了。 哎,这事也怪我。 莫凡叹了一口气。 怎么? 那少女问了我名字,我觉得这女人有些古怪了,所以就说了赵满岩的名字。 谁知道赵满岩就被勾了魂,看来这个少女勾魂的时候是得需要知道名字的。 莫凡说道。 慕凝雪听了也觉得惊奇。 这种事情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说实话。 莫凡这人确实太不靠谱了,别人问他的名字,结果他面不改色的说了赵满岩,把人家赵满岩给害的,果然和这种人做朋友是没啥好结果的。 我们走进去看看吧。 慕凝雪也懒得做那些毫无意义的猜测,直接绕过了那个白色的枫条线,步入到了杂草丛生的石阶小路。 莫凡快步跟了上去。 两人一直往前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山的另外一侧,这一侧已经看不到城市了。 连一点城市的灯火都看不见,唯有那凄冷的月光洒落下来,再就是更远处那一片宁静的海洋了。 小路寂静的只能够听见脚步声,莫凡是一个安静不下来的人,当下打趣道,你说,我们走到路的头的时候会不会就看到一座小坟墓,坟墓上刻着那个少女的画像。 慕凝雪侧过头,一双星眸带着几分嫌弃,小唇轻喜道,你真以为我是慕凝雪。 莫凡满脸愕然,不敢相信的看着他。 慕凝雪里都懒得理这个二扩了,继续往前走去,即便莫凡描述的事情有些可怕,他却毫无感觉。 莫凡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笑嘻嘻的跟了上去道,别说,你刚才成功吓到我了。 原来你也挺幽默的,哈哈哈哈。 前面没路了。 慕凝雪步伐挺住了。 他的的倾斜正好踩在最后一个石阶的边缘,前面是一片杂草和黄土。 根本没有路,也不像是有人走过的样子。 了,这里好像就是修到一半的路。 只是没修下去。 莫凡想象的画面并没有出现,不免觉得自己确实有些星号。 不过,那个少女到底哪里去了? 这里应该什么都没有。 慕凝雪说道。 那只好用这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宫田? 宫田? 有没有听到,宫田花姑娘,麻烦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深夜里,小山上,莫凡这粗狂的呼唤声音显得格外嘹亮,回荡之中倒是一点都不估计,山下有几只野狗听见了,马上回应了起来,顿时狗叫山不绝于耳。 慕凝雪站在一旁,看着他,眼睛里写满了,你是弱智吗? 事实证明,这样喊确实也没有一点用。 无奈的两个人只能够原路返回,走着走着,快抵达原来的石阶路的时候,一阵远处的风吹来,轻轻的拂过这片山头的花花草草,也带起了一阵让莫凡觉得有些熟悉的芬芳。 等下。 莫凡叫住了慕凝雪,目光一下子转向了颇上的一片野菊。 又怎么? 慕凝雪问道。 我记得那个少女在下午的时候提着一个篮子,她跟和尚说采了一些香草,可以入茶喝,当时我也闻到了那个味道,好像就是这种野菊的香气。 莫凡指着小坡上那些在夜间摇曳的几朵野菊花。 野菊花呈现的是浅黄色,感觉是很常见的花种,不过这种香气确实与平常的菊不同。 莫凡直接爬了上去,走到了那一小戳野菊处,蹲了下去并凑上去闻了闻。 莫凡还打算回头对慕凝雪说话,与角见到慕凝雪的群居和一双仙仙玉卒,便直接道,就是这种花了。 说着莫凡就伸手去采,打算留着一株,虽然不知道这有没有用。 你确定是吗,这些杂花那么多? 慕凝雪说道。 肯定是,我鼻子,莫凡刚要回答,忽然间雨色住了。 慕凝雪的声音是从坡下传来的,离自己分明还有五六米的距离,也就是说慕凝雪根本没有跟自己一起跳到坡上来,那么自己身旁的那裙子。 莫凡不是那种胆小的人,所以猛的一抬头,要给自己旁边的这家伙一个措手不及的近脸。 果然,那是一张清纯美丽的少女容颜,就印在自己面前很近的位置。 假如不是这么突兀的出现在自己身旁不到一米的位置上,莫凡也会为之动容的。 因为她确实有着一股子灵袖。 莫凡原本以为这么近距离下,这勾魂少女的脸会忽然间变得猙獰,或者褪皮暴露出妖魔鬼怪可怕的一幕,但凝视了许久,依旧是那么纯美灵动,有点像当初柔弱无助时的柳儒,但却没有柳儒的那份忧郁。 宫,宫田。 莫凡看着她,好半天才吐出这句话来。 我们又见面哥。 她是你的同伴吗,好漂亮哦,让我都有些嫉妒了呢,我能知道她的名字吗? 宫田微微一笑,弯弯的眼睛一脸纯真无邪。 第七百六十章以明示读 又是问名字。 莫凡听到在问名字的时候,整个人不由的一阵寒颤。 嘴角微微抽搐,莫凡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少女好,过了几秒钟才堆起了笑容道,她名字很复杂,我怕你记不住,对了,我有一个朋友,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昏迷不醒了,而且浑身都在发寒,你住在这里的时间应该比较长,你知道这是怎么个回事吗? 莫凡并没有立刻捅破这层杀,事实上赵满岩究竟是不是她做的还没有完全确定。 就算是她干的,莫凡觉得别人既然还能够将一张巫婆脸给暴露出来,自己也没有必要马上撕破脸皮吧。 当然,最重要的是,莫凡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要用什么方式制服她,制服她后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赵满岩的问题。 你朋友吗,是哪位朋友? 宫田眨巴着眼睛,一脸不知情的样子。 你应该没有见过的,金色头发,人长得还挺帅的,但没我帅,哎,总之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 莫凡开始打马虎掩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在山道上的沐凝雪却一脸怪异的看着自言自语的莫凡。 说实在的,莫凡那个样子在她眼里就跟仲邪了一样,对着空气讲话,对着空气笑,就跟那片空气真有一个人似的。 只是,沐凝雪并没有出声。 她心里有无数的问号,可她的思维方式是自己想去想,想明白了就不用开口问了。 想不明白的话,她懒得去问。 很明显。 莫凡这副样子就是遇到了她之前说的那个别人看不见的少女了,并且就在与那位少女攀谈。 从莫凡的回答中沐凝雪在推演出那个少女所说的话。 为什么只有她可以看见? 这是沐凝雪现在最大的疑惑。 我也不知道呀,你的朋友兴许得了什么怪病吧,我听说之前这里就有人的上了怪病,老是一不好,宫田细声细语的回答道。 莫凡无奈的看着她,从她那纯真的表情里真的很难将她和骇人勾魂的妖怪联系在一起。 这么说吧,其实那天我骗了你,我不叫赵满言,赵满言是我那个昏迷了的朋友。 我听了一些不好的传闻,说是这里有勾魂的东西。 我朋友好像是被勾了魂,也就是在我告诉你这个名字之后不久。 莫凡见少女还在装唇,于是试探性的将这个话题给抛了出来。 宫田自然听出了莫凡话里的意思,她猝起眉来,眼睛带着几分复杂的看着莫凡,开口道,你是觉得这件事与我有关吗? 莫凡点了点头道,我也希望与你无关,希望你能够帮到我,让我朋友恢复。 宫田目光又看了一眼泼下的慕凝雪,凄凉一笑道,所以你才不告诉我她的名字。 是吗? 这个,莫凡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少女那副寿委屈的模样让莫凡都有些相信这是真不是她干的,可一切问题似乎都与她有关,因为她就像一个女魂,飘荡在这座寺庙附近的孤魂野鬼。 你一开始就不相信我。 害怕我伤害你,所以告诉我了假名字,对吧? 宫田有些受伤的说道。 不是。 莫凡回答道。 你害怕我伤害她? 所以不愿意告诉我她的名字,对吧? 宫田继续道。 并不是这样。 莫凡摇了摇头道。 神色认真道,首先你很奇怪。 这是事实。 之所以报上朋友的名字,是觉得无伤大雅。 假如我一开始觉得你是危险可怕的,我只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我不会拿朋友的生命开这种玩笑。 这番话说出口,宫田那受伤的眼神才渐渐的退去,他似乎从莫凡眼睛里看到了几分坦诚,于是开口道,这样吧,我会帮助你解决你朋友的问题,但我不会为不相信我的人做任何事情。 你告诉我她的名字,作为你相信我的一个佐证。 少女宫田看似清纯简单,却非常的聪明。 他看出莫凡惧怕名字,因为上一次他说出名字的时候,那个人就昏迷不醒了,既然如此,他就需要另外一个名字,从而得到莫凡的信任。 然而莫凡一下子就被这个问题给难住了。 他目光望向慕宁雪,慕宁雪此时也在看着她,眼睛里带着几分疑惑和询问。 我允许你征求她的意见。 少女宫田说道。 莫凡这下确实为难,要换做平常,暴脾气的莫凡直接抓住这少女宫田拿来揍一顿了,哪有闲情在这里个他比比有的没的,很明显赵满言会出事,八成和他有关。 可莫凡已经在刚才稍微尝试过了,这女人很不寻常,自己的魔法未必能够伤得到她,对她无计可施,那就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了。 莫凡走到慕宁雪的身边,将少女宫田提出的那个要求告诉了她。 她想知道我的名字。 慕宁雪说道。 恩?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跑为妙,这女人有点奇奇怪怪,等我们找到了办法再来收拾她。 莫凡已经上了一次当了,坚决不会拿慕宁雪的生命开玩笑。 以你的直觉,这件事是她所为吗? 慕宁雪认真的问道。 感觉是,她有可能在骗你的名字,某种原因下导致了她需要别人亲口告诉她那个人的名字,她才能够施展勾魂。 莫凡说道。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慕宁雪说道。 别,赵满言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都搞不清楚,你要再出这事,莫凡阻止道。 我相信其他人也未必能够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来救赵满言,用我的名字做诱饵,假如我没有事,她不是也答应了你会帮助你解决赵满言吗? 假如我出事了,那你们至少知道是谁所为,接下去要怎么做,南容妮说过了,这种怪病短时间不会导致死亡。 慕宁雪对莫凡说道。 这件事确实太过云里雾里了,要是再去另找方法,未必比从这个少女这里了解来的有效,所以还不如干脆点,以身试法。 那要报名字,也是报我的,我来试吧。 莫凡说道。 你不行,只有你可以看见他,只有你可以和他说话,换句话说,若他真有问题,多半也只有你能对付他了。 慕宁雪说道。 第761章我跟慕宁雪睡。 道理我都明白,但赵满言命见,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可不行。 莫凡立刻就讲了一句大实话。 躺在棉被里瑟瑟发抖的赵满言要是能够听见这句话,他那被勾走的魂魄多半都会杀过来和莫凡拼命,就没见过这么人渣的朋友。 别浪费时间了,告诉他吧,否则我们仍就跟无头苍蝇一样。 慕宁雪说道。 莫凡好说歹说,慕宁雪依然坚持他的办法。 我不想你有事。 莫凡很直接的说道。 如果你真的不想有事,那就在我出事之后尽你的权利将我和赵满言给康复过来,不是在这里跟我说这些。 慕宁雪同样很认真的说道。 他的眼神坚定,无畏,似乎踏上这条道路他就做好会遇到各种离奇事情的心理准备,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逃避。 你就这么相信我。 莫凡看着慕宁雪,眼神渐渐柔和了一些。 慕宁雪没有说话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莫凡这个问题。 回答是的话,他觉得莫凡会想歪,但事实上慕宁雪从没有怀疑过莫凡,他相信自己若是真的和赵满言一样出现了那诡异的状况,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让他们苏醒。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莫凡又还能如何? 他回到了那个小坡上,见少女宫田依旧站在那里,背对着他们两个。 他转过脸来,依旧是那傅清田的模样,说实话莫凡宁愿他转过来的是一张腐烂,猙獰的妖魔嘴脸。 那样莫凡就可以不用说慕宁雪的名字,就可以直接跟他杀个简单明了。 莫凡从没有想过事情会如此复杂。 变成了自己一个朋友已经遇难,还需要再用一个自己很在意的人去犯险。 他叫慕宁雪。 莫凡脱口道。 不知道为什么。 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莫凡就已经后悔了。 他感觉少女宫田在校,隐藏在清纯外表下的一个魅笑,那恐怕才是他真实的面目。 可莫凡明白,现在在说那种你要是敢伤害他,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的威胁话语真的很幼稚又毫无意义,这种话不是用嘴上的,而是应该去做的,对自己心里说就行。 好的。 我到后山去看看,兴许能够找到那种怪病的解毒药。 少女宫田浅浅的一笑,还向莫凡欠了欠身。 等一下,我下次要怎么找到,你? 莫凡急忙问道。 话刚说到一半,少女宫田便一下子消失了,整个小山坡就只剩下那迎风摇曳的野菊花,散发着与少女宫田身上有些相似的芬芳,在幽静清新的夜里满鼻都是。 他走了。 慕凡雪询问莫凡道。 嗯,我觉得是他干的。 莫凡一脸担心的看着慕凡雪。 看来接下去的时间。 自己必须时时刻刻守在慕凡雪身边,赵满岩应该是因为看不见少女宫田,才会被直接勾去了魂魄,但莫凡能够看见他。 假如他想对慕凡雪做什么,自己可以直接逮住他。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我们先回去吧。 慕凡雪说道。 你不怕吗? 莫凡问道。 还好。 你是相信我一定会让你醒过来。 所以才不怕的吗? 莫凡问道。 你很烦。 慕凡雪和莫凡回到了大家一起住的厢房里,去看了一眼赵满岩的状况。 赵满岩还是那个样子。 南戎尼一直在旁边照看着,用治愈系的魔法来缓和他身体的温度。 防止他身体机能出现异常状况。 莫凡用手去摸了摸赵满岩脑袋,能够感觉他额头的冰冷,都已经量到了人体正常体温之下了。 若他不是法师,真会有生命危险。 南戎尼,今晚我跟慕凡雪一起睡。 莫凡对南戎尼说道。 南戎尼眼睛微微睁圆了一些,脸上露出了些许羞涩,微微点了点头道,好吧,我去和南爵。 你会说人话吗? 慕凡雪真是被莫凡给气着了,称怒道。 我得看着你呀。 莫凡没觉得自己有说错话呀。 大家总是需要休息的,什么事情也得到天亮再说吧,最好去找找那些外出做法师的和尚,他们肯定知道的比较多,就算找不到他们,山下那些人都醒过来了,他们才好打停。 深更半夜你去敲人家门,人家未必理会你。 南戎尼,你别误会,慕凡雪知道莫凡肯定是不会走的,也急忙给南戎尼解释了一番。 南戎尼也支持慕凡雪的做法,因为这种怪病连他这种治愈戏法师都没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找到源头了。 要不今晚大家就都别睡,一起围着慕凡雪。 南戎尼说道。 没过太久,所有队员的人都急了。 蒋绍旭和江玉两个人也从山下回来,他们下山都已经很迟了,压根没找到那个酒屋老板,随便抓的那些深夜路人,他们压根不知道庙里的事情,所以也只能够等到白天去询问了。 另外几组人把这个小寺庙都走了几遍,根本没发现什么不寻常的,现在也只剩下比较深邃的寺庙后山了,那是一片连着内陆山林的林子,真要进去查看也最好等白天,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你这混蛋,你怎么可以把慕凝雪也一起害了,这事就是你自己引起的,搞得我们所有人鸡犬不宁。 关于一听莫凡和慕凝雪的方案,顿时暴跳如雷。 在他眼里,他才是慕凝雪的护花使者,不经他允许怎么可以拿慕凝雪生命开玩笑。 你要是不想帮,就滚一边去,没人需要你那点只会瞎星号狗叫的本事。 莫凡也毫不客气的骂道。 关于刚想骂回来,爱将图已经制止了他。 别吵,既然慕凝雪自己都没意见,我们还说那么多做什么,现在就等结果便是了。 莫凡,你守着他。 其他人去休息吧,大家也都累了,休息好才能够有精力去解决问题。 爱将图说道。 不行,莫凡一个人守着慕凝雪,我不放心。 关于马上反对道。 那就你们两守着。 爱将图说道。 第762章 勾魂再见 说实在的,要是那个少女宫田现在出现在自己面前,莫凡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降关于这名字双手奉上。 明明是自己和慕凝雪可以完美的共处一室,这家伙非要跑来凑热闹,他不来碍事,没准两年后自己和慕凝雪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坐在木窗边,莫凡其实已经有点犯困了,海上旅行是很疲倦的,没有习惯那种颠簸的话,整个人好几天都会处在那种跟着海浪摇曳的状态。 可只要眼睛有稍稍闭上的意思,莫凡就会想起少女宫田那掩藏在纯洁外表下的魅笑,深入心灵,挥之不去。 莫凡坐在那里,静静的注视着慕凝雪。 慕凝雪闭着眼睛,应该是在明修,这女人也真是心大,看见赵满炎都那个样子了,竟然还有心思修炼。 看着她冰之如玉的脸颊,莫凡发现她的弯弯的睫毛有几分吸引人,不禁多看了几眼。 但是,很快莫凡还是被她挺挺挺挺的胸部给吸引了,这必定是一对充满了弹性与坚挺的美风,薄薄的衣裳和胸衣是无法阻挡这景色。 风下是平坦其长的腰身,这小腰细的,感觉半个手臂随便一环就能够抱住,也不知道在怀里扭起来会是怎样的星号。 再往下看,那就到了因为端庄正坐而乐出的曲线,这曲线不单单是香豚与长腿之间,更在于小小富妖与盆骨之间产生的微秒的线条,不多一分肉坠,不少一分风盈。 有着柔美消瘦的骨感,也有着诱人遐想的性感。 非常惊艳动人的银色发丝在垂落在旁,即便凌乱却更加香艳勾魂。 身材真是棒啊。 要是关于那个碍事的混蛋不在,莫凡已经有推导之心了,很多东西总是要先斩后奏,莫凡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能够有一年多和慕宁雪蜜月旅行,不能够把他的肚子给搞大,都有些辱没了流氓的道义。 流氓没有理想,又和那些斯文人有何分别? 一整夜,除了冷风打着外面的林子发出瑟瑟的声音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莫凡和关于两个人都没有合眼。 往窗外看去,都已经可以看到一脚海洋正被蓄日给染成了橙红色,海浪波露之下,如彩色的染布在轻轻摆动,甚是美丽。 莫凡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 他走到慕宁雪身边,轻轻的推了推他,示意他已经天亮了。 看来我们有可能搞错了,这件事不是,慕宁雪,慕宁雪。 慕宁雪,莫凡重重的推了他一下。 一开始莫凡觉得慕宁雪还在明修中。 所以想叫醒他,谁知道慕宁雪根本没有睁开眼睛,即便莫凡用重力晃了他一下。 莫凡心脏猛的咯噔了一下,急急忙忙用手去抚摸他的额头。 冰凉 慕宁雪额头冰凉 尽管他往常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子与他气质匹配的寒气,但莫凡知道慕宁雪的脸颊和身子其实并不是没有温度的。 此时他的状况俨然与赵满言一样,身子没有温度。 莫凡去翻他的眼皮。 发现慕宁雪的瞳孔好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用力的吹气他也没有一点反应。 去!快去通知大家! 莫凡扫了一眼有些昏昏欲睡的关于,声音沉重无比道。 他也被勾魂了,关于满脸骇然。 急急忙忙要查看慕宁雪状况。 关于知道事情更加严重了,用怨毒的眼睛扫了一眼莫凡,似乎将这些罪责全部怪在莫凡的头上,他迅速的转身离开,去将其他人唤醒。 屋子里只剩下了莫凡,而慕宁雪依旧端坐在那里,更不知何时生命气息被冻结了一般,无论如何换他都醒不过来。 看到慕宁雪这副样子,莫凡猛的拽进了拳头,胸脯也因为愤怒而剧烈的起伏着。 这个宫田,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 没多久,南容尼便赶过来了,他检查了慕宁雪的身体状况,得出了结论和赵满言是一样的,他们身体冰凉,一时昏睡,用那些住在这里的日本居民的话语来说,就是被勾了魂魄。 你们两个有一直盯着他吗? 爱江图问道。 我,我可能小睡了一会,就是在天亮那会,我太困了。 关于低声说道。 我一直盯着,没有东西与他有半点接触,包括那个少女也根本没有出现过在这间屋子里。 莫凡很肯定的说道。 留两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人分头行动吧。 爱江图说道。 没有想到我们刚登入日本,就遇到这么离奇的事情。 男爵说道。 一切离奇的事情都有因果,关于,李凯峰,你们两个去找那些出去做法式的和尚,他们既然一直住在这里,肯定知道其中原因的,莫凡,蒋少旭,男爵,还有我,我们四个人把那个少女给找出来,无论她是什么东西,一定不可能毫无破解之法。 江狱,穆婷颖你们几个立刻到市里去打庭,凡是有关寺庙的事情都收集起来。 爱江图说道。 已经有两个人中招了,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到这种程度。 好在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就是莫凡说的那个少女宫田所为,锁定了她之后,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我们去后山,我想这个寺庙后山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莫凡说道。 寺庙前山大家都已经检查过了,根本什么都没有,那个勾魂少女总该会有栖息之所,那深邃的寺庙后山就非常的可疑。 大家分头行动,莫凡,蒋少旭,爱江图,男爵四人则直接进入到了后山,后山有一条已经荒废的古道,看样子以前是有人走动的。 后山森林有些密集,顺着那条荒路,都还能够看到那种石灯矗立在两旁,扫开那些厚厚的泥土和杂草的话,依然可以看见荒路有扑过大理石的迹象。 莫凡,我不明白,假如他真的有勾魂的能力,并且悄无声息,直接对我们下手就好了,为什么非得从你口中得到名字呢,这名字很重要吗? 男爵问道,我也是想不通这一层。该死,那个和尚在就好了,他跟我一样能够看见那少女,他知道的事情应该会很多。 莫凡骂了一句。 那个年轻的秃驴也不在寺庙,这是让莫凡最头疼的。 第763章 契敏10 后山的道比想象中的还长,那些在小路两旁的石灯也都已经被那些杂草给覆盖了,甚至一些繁茂的枝条都伸展到了道路这里,交叉着阻挡着行人。 显然这里的植物都不是很欢迎人进入这里,莫凡现在正在气头上,有看见东西就直接把他们给烧了,管他否们清静之地不许放火烧山这种秒规矩。 小路开始顺着山的坡度往上,就在一个延伸到山谷边沿的高台位置上,莫凡看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砖瓦建筑,他隐藏在浓浓的树棺之下,又有杂草树从遮挡,要不是隐约有路是通向那里的,他们还未必能够发现。 我来,你别把那瓦屋给烧了。 爱疆图建莫凡又要放火,急忙阻止道。 说完话,他的眼神凛然,银色的光辉顿时肆意放射,前方这一片荒草乱丛竟然纷纷折断,发出了宛如连窜鞭炮的声响。 碎! 爱疆图一惊狂舞,煞时一股如割碎之风的空间力量涌了出去,从那个瓦屋周围刮过,于是那些被折断的树枝,草丛全部被扫了干净,前方的道路也一下子干净了很多。 这一番清理,那破旧的屋子也终于露出了全貌。 那就是一个敞开的寺堂,非常的小,三个阶梯,一个露台,然后就是堂屋。 莫凡直接走了上去,目光注视着堂屋中陈列着的一样长满灰尘的东西。 呼! 莫凡吹了一口气,发现这玩意儿就是一个木鱼,古怪的就是木鱼原本应该是光滑的。 用来敲打出声音的,这个木鱼弧盖位置却是刻满了纹痕。 纹痕有规律的交错着,交错出的小格子中又还有奇怪的文字。 不像是日文,像是更古老的魔法字符。 莫凡看到这些的时候,隐约觉得熟悉,尤其是这些乱七八糟扭来扭去的文字,感觉自己是见过的。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木鱼? 莫凡直接用手去摸,可这木鱼当真古怪,竟然释放出一种亮黄色的蕾丝,这些蕾丝迅速的传递到莫凡的手指上,莫凡下意识就缩了回去。 禁止。 蒋少旭同样诧异的看着这个跟个丢弃物一样的木鱼。 满脸的疑惑不解。 莫凡能够感觉到手指发麻,目光更是注视着这东西上面的蕾丝。 好像是一件模具,奇怪,怎么会就这样放在这里? 男爵开口道。 模具方面,男爵格外精通,他自己走到了木鱼的旁边,细细的查看了起来。 莫凡就更纳闷了,没听说过木鱼模具的,木鱼模具有个什么卵用? 难不成用这个敲打出来可以让敌人放下屠刀不成。 男爵将手掌悬停在木鱼上面,没有去直接触碰它。 他闭上眼睛,用自己的意念去感知这件木鱼,那黄色的雷电丝没有再出现了。 反倒是慢慢的柔和了下去。 这应该是一个盾模具,但它的功效不单单是作为防御盾那么简单,其中还蕴藏别的力量。 男爵说道。 我只想知道这玩意儿和它们被勾魂有没有关。 莫凡说道。 这个我也不清楚。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兴许能够破解上面的文字,这东西非常的古老。 我也只有在杭州有见到过。 男爵神色变得认真的道。 前面恐怕也没有路了,再探寻下去也没有意义。 既然男爵都这么说了,他们只能够坐在一旁等着。 不过,男爵在提到杭州时,莫凡忽然间脑子里灵光一闪。 莫凡还记得唐月曾带自己到西湖湖心岛中,记得那里有一个骨骼,其壁上就有各种寓意之话和奇怪的文字,那种文字扭来扭去,放荡不羁,似乎就和这个大木鱼上的字体有几分相似。 这个禁制还很强,他能破解掉吗? 蒋少旭也是有见识的人,对旁边的爱江图说道。 爱江图对男爵还是很了解的,他看着一脸专注的男爵,开口道,阵图,禁制,古咒这些他颇有研究,我想很少会有他解不开的禁制。 禁制其实就是一种限制他人触碰,靠近以及压制他人实力的魔法,类似于魔法阵一样,是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作为辅助的。 戏剧往往是禁制的最好载体,所以别看这个沐鱼上面只是乱七八糟的写着很多奇怪的古魔文,事实上它可能就是一个微小无比的魔法阵,一旦有人触碰它,就会释放出很强大的力量来抵触。 刚才那个黄色的雷电斯威力不小,莫凡本身是修雷的,都不敢再去多摸了。 最重要的是,一个模具如果不解开其禁制,基本上是无法使用的。 少女宫田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在何处,眼下只有看看男爵能否从这个奇怪的沐鱼之中寻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了。 不知过了多久,男爵发出了一声鼻孕,看得出来他在全神贯注,时不时还会紧锁眉带,显然是遇到了难题。 蒋少旭等的有些不耐烦了,正打算开口,男爵终于停止了对这个沐鱼的考察。 怎么样? 莫凡问道。 莫凡不关心这个沐鱼,他关心的是这个沐鱼有没有与少女宫田相关的东西。 我想,你所看到的那个少女,很可能是七妖灵。 男爵开口说道。 七妖灵,这是什么东东? 莫凡是第一次听说,眼睛都不由得瞪大了几分。 这真的是很古老很古老的生物了,因为七妖灵这种东西本身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才会酝酿出来,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平常用的模具,模器,按照级别来分就是,繁集,灵集,魂集,灵集称之为有灵性,而魂集,其实代表着这件器具拥有了灵魂。 男爵说道。 这个分级莫凡是懂的,这和元素种是一个分法,繁种,灵种,魂种。 魂集的器敏,是拥有自己的秉性的,也称之为拥有自身的灵魂,而当这个器敏沉淀的时间过长,该器敏中的灵魂又得到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有可能自我修炼,化作妖灵,妖灵和那些元素精灵很类似,妖灵无非是从强大的器敏中孕育而生的。 第764章 器敏世界 冰寒之地 当方圆树宫里的冰元素都凝聚在一片区域,这里不仅仅会孕育出强大的冰种,同时还可能孕育出冰之精灵。 莫凡的小炎姬也是如此,它是卓元北角的特殊生灵,可以说是天结火焰中诞生的生命。 元素之地会出现元素精灵,而某些器敏本身就有魂,于是依附于该器敏的妖灵也会因此获得特有的生命。 莫凡从未听说过妖灵,相信任何一个学府的妖魔课中也绝没有提及妖灵这种生命,一听男爵解释后,更是暗暗称奇。 尼玛就一个沐鱼,里面竟然诞生了一个如花似玉的骇人少女。 器妖灵的诞生算非常罕见,并且往往只有器敏的拥有者才能够看见器妖灵,男爵接着说道。 那就奇怪了,莫凡你为什么可以看见,这沐鱼刚才还对你释放了电禁制,明显是排斥你的,既然是器敏的拥有者才可以看见,你怎么会看见那个少女? 蒋绍旭说道。 我哪知道,既然知道那小贱人是710了,那就好办,咱们把这沐鱼给砸了,多半他也会灰飞烟灭。 莫凡爆脾气直接就上来了。 现在他不想考虑那么多有的没的,赶紧把慕凝雪弄醒再说,哦,还有赵满炎。 那可不行。 男爵立刻反对道,男容你说了,要让他们两个苏醒过来,就必须通过你说的那个少女妖灵,一旦他消亡了,慕凝雪和赵满炎很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 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对付这个沐鱼妖灵? 艾将图问道。 妖灵依附在器敏中。 要解决掉妖灵也确实是将器敏给摧毁,否则再强大的魔法师都不一定能够奈何得了无魂无影的妖灵,男爵说道。 你又说破坏器敏。 他们两个会醒不过来。 你等我说完。 还有一种办法,这个方法也有那么一点冒险。 不过确实对付这种器敏妖灵最有效的办法。 男爵说道。 三人都看着他,等待着他说的这个方法。 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但据我所知,某些强大的魂集器敏其内部是有一个独立天地的,你们可以理解为在这个器敏之中还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空间。 男爵说道这里特意停顿了一下,因为他怕他们三人不能够理解。 男爵这番话对蒋绍旭和艾将图而言确实太过玄乎,可莫凡听来却不由的点了点头。 器敏中的内天地,这没啥奇怪的吧,小泥丘坠内都还有一个广袤的天地外加一条库存着无数残破,惊破的鸣盒。 有小泥丘的样本。 莫凡也能够理解这破木鱼中有一个内天地。 要对付这器敏妖灵,便是进入到这内天地之中,在器敏内,这妖灵就变成了可见和可攻击的了。 男爵说道。 我们大活人,进入到这个器敏之中,蒋绍旭从没有听过这种怪谈,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男爵。 是的,事实上并非是你们进入里面,其实是你们的意念,怎么解释呢,其实就是你们的灵魂进入到其中。 有点像意识神游。 男爵说道。 意识神游,这真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男爵其实也不是能够完全确定人的意识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个器敏的那天地里,毕竟他自己并没有拥有这种特殊的器敏。 莫凡倒不觉得稀奇。 他自己经常会进入到小泥丘坠的天地内,审视一下鸣和养殖的情况,既然男爵说进入到器敏中就可以对付那个死妖精了。 莫凡便有些迫不及待。 这个禁制恐怕很难解开,但我可以辅助你们的意念进入到其中,男爵说道。 我,我还是不进去了。 蒋少旭急忙摇头。 这种未知的东西他可不敢轻易尝试,尤其是向男爵说的。 类似于灵魂脱敲,进入器敏,万一灵魂回不来了,岂不是变成跟慕宁雪,赵满颜那样的植物人了? 莫凡,我和你进去吧。 爱疆土也是一高人胆大。 好,赵男爵那样说,慕宁雪和赵满颜的魂魄有可能也被锁在了里面,所以怎么换都换不行。 莫凡推断道。 那我就给你们护法了,说实在的,灵魂进入到器敏中,我真是听一次听过。 蒋少旭说道。 男爵已经慢慢的将手掌放在了那个木鱼器敏上,可以看见之前那些黄色的雷电之丝再一次窜了起来,男爵眉带微微一锁,像是在忍着疼痛。 你们进入里面之后,尽快把那个妖灵给解决掉,我能够支撑的时间有限。 男爵说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难不成用意念探进去? 莫凡问道。 自己的小泥丘坠,莫凡还知道怎么意念进入,可其他器敏就不知道了,毕竟小泥丘坠是与自己的灵魂相连的,本身就有着灵魂期待,只要自己全神贯注,放空脑海,意识自然会进入到明河附近。 别,你们用意念探进去,会立刻遭到禁止的反馈,那股反馈回来的精神力量会让你们灵魂受创。 我会先让蒋少旭催眠你们俩,然后再将你们的灵魂带进去,你们在里面的过程,应该会类似梦境。 值得一提的是,若是你们在里面受伤,灵魂也会受伤,若是死亡,灵魂也死亡。 男爵交代两人道。 不会吧,这器敏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是一进去就是刀伤火海,我们俩不是黑了吗? 莫凡说道。 男爵摇了摇头道,不至于,你们俩毕竟是高阶法师,灵魂也是高阶的强度。 器敏中的世界是靠能量支撑的,要想制造出杀死你们的强大环境,是很难的。 我很不明白,这个破四庙后山,怎么会摆放着这么邪门的一个东西。 蒋少旭越来越觉得不靠谱。 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会制造幻境的器敏就可以了,他们两个无非是进入到了这个器敏所创的幻境中。 男爵说道。 哦,那岂不是心灵系魔法? 蒋少旭说道。 心灵系,混沌系,空间系都有,要一一解剖的话,应该还有阴系和诅咒系。 这个器敏级别相当高,其中蕴藏着无数个不同系的法阵,我也很惊讶,这种魂级器敏可谓绝品,为什么就摆在这种地方? 男爵说道。 第765章幻境寻妖 莫凡和爱疆图都是救人心切,懒得理会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炼制而成的。 正如男爵说的,将这些复杂的东西直接解释为一个幻境就好了,他们要对付那个无影无踪的妖灵,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到他他的幻境之中。 蒋绍旭也按照男爵说的,将墨房和爱疆图给催眠了,而男爵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将两人的魂念引入到了那个器敏中。 事实上这个沐鱼本身就存在着诅咒系的魔法,这个诅咒正是将人的灵魂生生的吸扯到器敏内,如同一个牢笼一般将人的魂魄给锁死在里面,也就成为了那些居住在这里的日人市民口中的勾魂。 说是勾魂一点也不为过,诅咒系魔法中,无论是邪诛之井还是鬼形,都是直接对生命的灵魂施加打击,鬼形更是直接将灵魂给抓出来施行摧残。 莫凡在受到催眠的时候,感觉自己眼皮变得非常重,坐在沐鱼旁边就闭上了眼睛。 奇怪的是,这一闭眼,再睁开眼睛,莫凡感觉整个人就清醒了很多。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爱疆图,发现他也刚刚睁开眼,跟自己情况有些类似。 火草!忽然,莫凡破口骂了一句。 爱疆图也猛地站了起来,目光扫视着周围,俨然不见蒋绍旭和男爵。 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呢,爱疆图也是一脸愕然,环顾这个破旧的寺堂,却哪里有那两女的身影? 沐鱼也不见了。 怎么眨眼的功夫,莫凡说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找找他们。 爱疆图说道。 赵满言和慕凝雪已经出事了。 他们两个又在眼皮底下失踪,那事情就更加复杂了。 两人顺着道路往回走去。 但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记得他们来的时候,小鹿基本上是被那些杂草、树藤给掩埋着的,周围的那些石灯更藏在了茂密的草丛里。 可现在,整条路变得非常空旷干净,铺出的大理石石阶甚至连一点尘土都没有沾上,干净的都可以印出两人的模样。 这是怎么回事,莫凡说道。 爱疆图也直接摇头,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太过离奇了。 两人一直走,顺着清新干净的小鹿返回到了寺庙,结果发现寺庙竟然比想象中的热闹。 寺庙后厨。 七八个和尚正忙碌的搬运着蔬菜,新鲜的食材一大箩筐一大箩筐的,还有一个体型比较肥的和尚在那里指手画脚。 喂,你们两个,哦,两位施主,你们怎么可以擅自到后山去呢,那里是不对相克开放的。 那位长厨的胖和尚看到了莫凡和爱疆图,带着几分不满的说道。 爱疆图和莫凡面面相去,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事实上他们两个根本听不懂这和尚说什么,因为他说的是日语。 他们两个走到寺厅,却发现前来拜访的相克络绎不绝,一眼望去都可以看见石门处还有一群一群的人陆续前来。 莫凡和爱疆图两个人都看傻了。 急急忙忙跑到厢房去找南荣尼,慕宁雪,赵满言他们,结果厢房都已经住满了,全都是从外地到这里上乡的日本人。 哪里还见得着南荣尼他们? 我们两个穿越了吗?莫凡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个人气爆棚的寺庙。 爱疆图没有说话,沉思了一会。 他扫了一眼寺庙的墙瓦,开口对莫凡说道,莫凡!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到器皿世界了。 莫凡也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爱疆图这番话的意思。 你是说,沐渔里的世界其实就是这寺庙。 莫凡一脸愕然的说道。 恩,男爵不是说了吗,我们进入的其实就是一个油气制造的幻境。 我们自己应该是已经睡着了,意识相当于神游在别人的梦境里。 爱疆图说道。 莫凡冷静下来,细细的思考了一番。 少女宫田既然是器皿妖灵,那器皿中的这个世界多半也是依照她的记忆所制造的,包括这些活灵活现的和尚,相克,市民。 好真实啊,真实到已经进入了幻境我们都没有察觉。 莫凡感慨道。 诅咒系的魔法和心灵系魔法结合的话,就可以制造出无比真实的噩梦,让受到心灵诅咒的人直接被折磨至死在梦境里。 爱疆图说道。 爱疆图自己修的就是诅咒系,所以面对现在这种情况它表现的还算冷静。 既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幻觉、梦境,那我们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莫凡问道。 爱疆图立刻摇了摇头道,最好别这样想,这个幻境相当真实,我想我们若是杀了人,审判会的人依旧会出现,会将我们给处死,那样我们等于灵魂死在了这里,就再也苏醒不过来了。 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真实,至少我们未觉,嗅觉是没有的。 莫凡嚼着一根刚从厨房那里顺来的菜根,有些无奈的说道。 痛觉是有的。 爱疆图强调了一句。 算了,这乌七八糟的世界我也研究不清楚,我们还是尽快找到那个该死的妖灵吧。 莫凡说道。 虚假的终究是虚假的,随着莫凡渐冷静下来分析和观察后,发现这里和真实世界有不少的差别,怎么说呢? 就有一种人在睡觉将醒不醒时的状态,视觉还在梦境的画面里,嗅觉,听觉,触觉在床铺上,相当古怪。 第七百六十六章相位线索 莫凡和爱疆图在整个山寺都找了一大圈,这里人太多了,无论是本西熊市的,还是来自于其他地方的,想要从这么多人中找出那个真正的妖灵来根本没可能。 山寺什么都没有,两人正好到市里去找,整个城市繁花似锦,人来人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令人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莫凡和爱疆图一路从寺庙走到市里,一样的石阶,一样的山道,一样的街区,甚至连那个酒居老板都是一样的,那中是闪耀着温和光芒的小眼睛莫凡可记得很清楚。 只是不知为何,整个偌大的城市就给莫凡一种很别扭的感觉,等莫凡几乎横穿了这个西熊市的时候,这才猛然间意识到哪里不对劲。 原来这个幻境里就像一个直图片,他们不像真实世界那样会有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不一样的情景,沐浴幻境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像是编好的程序,时间轴到了就自动回到原点。 比如说一个小时前在路边看到了一个老奶奶篮子里的水果洒落了,等再过了一阵子,你还会看见这个老奶奶一样的姿势洒落这些水果,连水果滚动的轨迹都是一样的。 刚刚开过去一辆黄色的老款面包车,没多久它又会开过去。 在港口响起的汽笛声,就算错过了等等还会响起。 这一切恐怕是根据沐浴10的记忆构造的,所以大部分画面都反复在他所记住的时间段里,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块区域是一片混沌? 这表明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对那里是没有一点记忆。 爱江图自己就是空间戏法师。 所以很快发现这个虚构的空间有很多bug。 莫凡只点头,心里还是暗暗称奇。 他从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沐鱼里竟然可以创造出这样一个虚幻之境,也不知道这个沐鱼到底是什么圣物。 假如这是依照他的记忆说构架的世界,那他自己在这里应该也是扮演他本来的身份,莫凡说道。 是的,你是见过那个妖灵的,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所以只要找到他就可以了。 爱江图说道。 我们近来的有些莽撞了,要是能够等疆域他们朵查清楚一些信息,我们要找到宫田说不定就容易多了。 莫凡说道。 爱江图点了点头,正想要说话的时候。 他的鼻尖忽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味道,这让爱江图下意识的往后转去,可身后什么都没有。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 爱江图问了一句。 闻到了,好像是艾草的味道。 莫凡说道。 艾草这玩意而点燃烧起来后,那气味是很容易辨认的,莫凡记得自己老爹以前胃不好,就经常用艾草熏肚子。 我们附近有艾草吗? 没有,不对呀,我们在这里是没有嗅觉的,是外面的味道。 奇怪。 男爵和蒋少旭不是在守着我们吗? 他们烧艾草干嘛,好像还靠得很,咳咳,咳咳。 我靠,他们是不是在我鼻子边烧啊,香,香死我了。 莫凡猛的咳嗽了几声。 他们在干嘛? 为什么在我们边上烧艾草? 艾将图满脸不解道。 破四堂处,江玉手上正拿着一捆烧着的艾草。 不停的将熏烟往墨房和艾将图的鼻子里扇,香得他们两个人都快要流眼泪了。 这办法管用吗? 艾草这东西在我们国内很常见,可日本好像是没那么适合生长。 穆婷颖说道。 所以啊,他们找到有艾草的地方,就知道那个宫田所在的地方了,你没听到他们两个说的梦话吗? 他们所在的地方很可能是几年前的西雄市。 江玉说道。 莫房和艾将图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幻境中说话,还在熟睡的他们也会口述出来,在外人看来就像是两个睡着的人在讲梦话。 也是通过这梦话,蒋绍旭和南爵才明白里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对了,你们说这个西雄市是真有宫田这个人的事吧? 蒋绍旭看着江玉道。 是的,宫田家有一个草原,里面种着一些野菊和艾草,后来因为寺庙里有一个懂得医术的和尚,需要一些天然的药草,他的草原便经常会将晒干的那些药草送到寺庙来,所以他以前算是寺庙的常客了。 江玉说道。 那他怎么会变成骇人的妖灵呢? 蒋绍旭问道。 沐鱼幻境。 莫凡也不愧是机智过人者,在嗅到艾草味道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会不会外面的人在提醒他们,不然没有理由用艾草烟来熏他们呢。 应该不是提示我们吧,他们没有理由知道我们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爱江图说道。 没准他们知道呢,我试试吧。 怎么试? 喂,你们几个星号的要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先把那破草拿离我原点,枪死爹了。 莫凡忽然间仰头朝天,指着一朵云就骂了一句。 一旁的爱江图都看得有些傻了,真不知道莫凡那脑子是什么长的,会想出这么没技术含量的办法来。 然而,很快爱江图又不得不堂木结舌,因为爱草的熏人之位还真的远离了。 这你马也可以。 爱江图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还真管用,嘿嘿。 莫凡整个人笑得都妖艺了,为了再确认一遍,他又接着道,让蒋少旭靠我进点,我刚才嗅到他身上的胃了。 过了一会,等爱草之位散了一些后,莫凡立刻闻到了蒋少旭身上那弹玫瑰的体香,不由得令人心神一荡。 爱江图也闻到了,他那有黑的脸上整出了个我算是服了的表情。 再靠近点,再靠近点,嘿嘿,爱江图,我跟你说蒋少旭这狐狸是自带体香的,身上什么都没抹都有那种跟玫瑰一样的味道,闻起来挺不错的。 咦,香味变浓了,难道他把凶凑我们面前了,难道是传说中的乳香? 莫凡接着说道。 莫凡这句话刚说完,忽然间感觉脸颊上一阵生疼。 爱江图也愣了一下,仔细看莫凡脸,发现他脸颊上有一个纤细的巴掌印。 他们好像能听到我们说什么,可可,你注意点。 爱江图也是一脸尴尬。 第七百六十七章不存在的岛,上。 莫凡并不知道自己在说出那番星号的话时,睡梦中的他也在淫荡的重复着这句话,白白被骂了一句臭流氓之后,还排了人家一个巴掌。 这巴掌莫凡是不敢吭声了,也不算中,主要是尴尬,本性竟然暴露出来了。 你们是要告诉我们去有爱草的地方吗? 是的话。 再让蒋绍旭把胸,哦,让蒋绍旭给我闻一下。 莫凡急忙对天说道。 果然,那淡淡的玫瑰香味又飘了过来的,这就表示外面的人确实能听见他们说的,并且正在用味道来传递信息。 有了线索,一切自然好办多了,这个西雄市是靠近海边的岛屿,应该除了一些特殊的地方,不至于爱草到处都是。 没多久,他们就在山寺下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寻到了一个药园。 药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用矮围墙给围了起来,里面有一些白色的棚,温养着一些在海边湿气之地不适应的植物。 这里好具体啊,看来我们找对对方了。 莫凡和爱将图走到这里后,立刻感觉到这里的一切更加真实。 可见幻境的创造者对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加的熟悉,包括在往南面方向的那片小海岛都可以看得真切。 两人走到了药园,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头在看管,老头看见这两个陌生人后显得有几分惊讶,显然这里不常有人光顾。 莫凡直接用国际语询问,这里是否有一个叫宫田的少女。 老头只会日语,但宫田这个名字倒是听得懂。 说了一大串日语,告诉莫凡和爱将图宫田是在海岩那里。 顺着要远往南走。 有一片荒地,再往外延伸就是一块硕大的海岩了。 地势比较高的缘故,海岩类似一个小悬崖,从悬崖顶端往去能够看见西雄市的一角和远处的海洋。 莫凡和爱将图笔直地走向了海岩崖,果然看见一个穿着非常朴素的少女,她扎着高高的马尾,兰花的发孤。 白净的脸颊,极西的裙摆,穿着凉鞋的玉卒。 小腿如藕,精致娇小。 是她吗? 爱将图问道。 莫凡点了点头,静直地朝着少女宫田走去。 莫凡看见她蹲在海岩崖那里,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刻刀,背对着他们两人。 从她的动作来看,她正在海岩石上刻着字,每一笔每一画都很投入,很认真,那般跪在地上面向海洋的孤独身影。 令人不禁有些怜惜。 莫凡走了过去,就站在少女宫田的旁边。 宫田浑然不知,依旧在上面刻着,莫凡这才发现她的手都已经被刻刀的被刃弄破了。 鲜红的止血滴落在海岩上,渗透到了那些刚刚被刻开的字槽中,感觉就像是用红色的水墨涂抹了一遍。 莫凡看不懂日文。 可日文有些字与汉字相同,她分明能看出少女宫田刻着的就是那个年轻和尚的名字。 她一边刻,一边流血,一边流泪。 脸上透出的悲伤却是那么的真实。 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宫田哭着刻完最后一笔。 还未等莫凡跟她做任何攀谈,忽然少女宫田起了身,猛的往海岩崖下冲了过去。 她闭着眼睛,跑的过程中鞋子都掉落了,莫凡看到这一幕后,下意识地前去阻止,却发现少女宫田只是一个虚影,自己根本无法阻拦,她跑向了海岩崖边,直接坠了下去。 莫凡站在边缘,看到她的群居飞舞,看到她坠落石欺然的脸庞,紧接着就是一滩血泊,涂得下面的岩石淋漓一片。 爱江图在一旁也看得呆住了,这画面何等真切,感觉就是一个悲痛无比的少女在这里自寻短见,连尸体都那么的触目惊心。 这,她在多年前就自杀了,爱江图过了一会才平复情绪道。 好像是,所以变成了妖灵厉鬼害人。 莫凡说道。 两人站在那里,没多久宫田的尸体就被人发现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也迅速地封锁了现场。 现在我们怎么办? 爱江图一筹莫展地道。 我也不知道,那好像不是妖灵本人,只是一个记忆残影。 莫凡说道。 檀香的味道,爱江图忽然间说道。 莫凡猛地嗅了一下,确实嗅到了檀香。 他们叫我们去寺庙。 莫凡猜测道。 恐怕是了。 两人没有再待在那里,匆匆地回到了寺庙。 此时寺庙已经不再那么人来人往了,显然少女宫田的死已经传到了这里。 山门关闭,当初收留莫凡等人的那个老主持和尚信誉将寺庙的和尚们都召集了起来,到寺庙后堂去商讨这件事了。 看得出来他们都是认识宫田的,消息传递到这里之后,和尚们脸色都变了,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莫凡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几分骇然和不知所措。 他留了遗书,虽然他是自杀的,可我们也有逼迫的责任啊,警方询问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件事压下去? 老和尚信誉说道。 要压下去,肯定要压下去,这是一报道出去,我们寺庙就再也不可能有人来了。 之前那个后厨的肥和尚说道。 对呀,我们寺庙可是姻缘,仇子闻名,他的死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呢。 哎,真是给我惹麻烦。 你们怎么说这种话? 他跟宫田的事情,确实传出去很难听,可现在宫田都用死来表明他和奈良元空什么都没发生,这是我们是有责任的呀。 元空啊,我们也没有想到宫田会做出这种事情,你节哀呀。 老和尚信誉说道。 奈良元空就坐在一个蒲团上,他至始至终都低着头,也不知是否听尽了大家的话语。 可是,从他阴沉的脸色,和时不时抽动的脸颊,已然可以知道他此刻内心是有多愤怒。 明明是漆海与外女子私会被人看到,偏偏说成是我和宫田,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一点是非分辨能力? 现在倒好,逼得人宫田寻死为我澄清,奈良元空猛的站起来,愤怒的指着其中一个同样年轻的和尚道。 那个叫做漆海的和尚目光一躲,但很快又强硬了起来道,我可没有。 那晚你明明就没在寺庙。 别人问宫田在哪时,他说他在海岩外的小岛上待了一整夜,海岩外根本就没有小岛,他肯定是因为你们两间情被人发现了惊慌失措下湖边的谎言。 可笑的这女人,竟然还真的带我们去海岩崖那里,岛在哪里呀?告诉我岛在哪里? 他就是在说谎,他那晚就是和你私会去了,你做出这种毁坏寺庙声誉的事情还狡辩,还要诬陷于我。 第768章不存在的小岛,下 破四堂 蒋少旭靠在有些灰尘的梁柱那里,目光注视着疆域。 也就是说,应该是那个叫做漆海的和尚在外面乱来,同时又嫉妒奈良元空给寺庙带来很多相克。 和尚漆海自己的不雅事情被人发现了之后,他就污蔑奈良元空,说是他和经常来送药的宫田的奸情。 蒋少旭重复疆域之前的话语。 是的,当时目击者也没有看太清楚,就看到了光头,穿着打扮一定是严明寺的和尚。 你也懂得,舆论这东西是很可怕的,以讹传讹,明明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是谁,就有人大肆说是奈良元空和宫田,毕竟奈良元空和采药女宫田接触确实比较多。 于是市民们找来了奈良元空和宫田,当场对质,询问他们那晚身在何处。 奈良元空那夜确实去找过宫田,他说是去药药,药完药就回寺庙了,他回寺庙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连夜下山的漆海,所以奈良元空断定那是漆海干的。 可偏偏询问到宫田的时候,宫田的回答就大有问题了。 江玉说道 蒋绍旭感到很不解道,宫田到底说了什么,竟然让所有人相信他们在撒谎。 宫田说他那晚心情不好,到了海岩崖对面的岛屿吹了一夜的海风,还看了日出。 江玉说道 这个回答没什么问题吧,就算没人证明,那也不能完全确定是他们两个呀。 蒋绍旭说道 问题就在那个岛屿了。 宫田说的那个岛屿压根不存在。 我们也去证实了一下,那里确实没有岛。 也不知道宫田为什么要说那种话。 明明没有岛,宫田说有。 明显宫田就是在撒谎了,他还特意带大家去看,结果那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宫田撒谎,那么大家自然坚信奈良元空和宫田两人有禁忌之恋了,只有慌张,不知所措了,才会编造出这种荒唐的事来掩盖。 穆婷颖说道 蒋绍旭听的也是一脸迷茫。 他为什么那么说? 蒋绍旭问道 我怎么知道啊? 这件事传得很开,连外面的人都知道了。 后来,宫田知道寺庙要赶走败坏了他们名声的奈良元空,为了证实清白。 这女孩就自寻短见了。 宫田一死,这件事影响更大了。 而没多久寺庙还出现了勾魂之势,很多人说是驱死的宫田画作厉鬼游荡在寺庙附近,看到年轻男女就会愤怒,便将他们的魂魄给夺走。 蒋绍旭把事情捋了捋,算是大致明白了整件事的经过。 宫田尽管不是化作厉鬼,但他变成了气敏妖灵,确实也做着勾魂的事情。 你们原来在这,害得我们找半天。 小到处,李凯峰正朝这里过来。 蒋绍旭看到了这两人。 不由得道,你不是去关于去找那些出去做法式的和尚了吗? 是啊,找过了,他们说他们也没什么办法。 话说,他们两个在干嘛? 跟睡着了一样。 李凯峰走到墨房和爱疆图的面前,一头雾水的看着他俩。 他们进入了幻境,应该是妖灵用自己记忆制造的情景。 就是气敏妖灵。 一些高级的气敏之内是有一片独立天地的,气敏妖灵可以在这片天地内任意创造。 创造出他想要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幻境。 现在幻境里是几年前的西雄市,墨房和爱疆图在里面寻找那个妖灵,也就是少女宫田,蒋绍旭一口气给李凯峰解释道。 李凯峰听完后,脸上只写着一个大大的猛逼。 蒋绍旭泛起了白眼。 一旁的江玉也在笑,这件事不慢慢说,一时间半会还真理解不了。 幻境内。 墨房和爱疆图虽然听不懂日语,可这件事已经让西雄市沸沸扬扬,他们已经打听得非常细致了,也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他一定很伤心吧。 爱疆图看着和尚奈良元空,对一旁的墨房道。 墨房和爱疆图已经失去了线索,此刻他们只能够悄悄地跟着伤心绝望的奈良元空。 奈良元空离开了寺庙,独自朝着西雄市北面的一座山上走去。 山上,奈良元空拿着宫田死前留下的刻刀,在山上的每一个石头上发疯似的刻着,完全是在发泄着自己无可适从的情绪。 他的手一样在流血,血滴在那些石头上,看得墨房和爱疆图都不由得感到心酸。 看得出来,宫田是喜欢这和尚的,和尚心里多半也有宫田,只是两人并没有越界,他们纯净到仅仅是送药与旧衣,根本没有世人说的那样不知廉耻,也绝没有被世人骂得那么不堪入耳。 现在宫田死了,奈良元空城内心的悲语愤就只能够靠这样自残的方式来宣泄,在这个没有人的山上,用这种方式来悼念着逝去的人。 莫凡,时间好像到了。 爱疆图看了一眼远处,发现整个西雄市都扭曲了起来,目所能及之处出现了很明显的错乱。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那只妖灵。 莫凡不太死心。 宫田是挺可怜的,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化身成妖灵来害人。 我们还能进来,但我们再待下去,我们精神也不堪重负。 先出去商量一番对策,慕宁雪和赵满言短时间内不会有事。 爱疆图说道。 好吧。 莫凡也知道这样瞎找根本不是办法,那个死去的宫田只是一个残影,并非是宫田本人,兴许宫田本人还在外面游荡。 破四堂,莫凡和爱疆图睁开了眼睛。 即便不需要去秀旁边蒋少旭身上的香味他们也可以知道,这里是真实的世界,真实就是真实,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怎么样? 蒋少旭急急忙忙问道。 跟看了一场悲情电影一样。 莫凡淡淡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爱疆图点了点头,也没什么好说的。 莫凡看到了李凯峰,心中一喜,急忙问道,对了,你们找到那个年轻和尚了吗,奈良元空? 你还好意思提这事,我差点被那些和尚给骂了。 李凯峰说道。 怎么了,他们干什么骂你? 莫凡不解道。 奈良元空已经死了。 几年前的事了。 李凯峰说道。 莫凡瞳瞪起了眼睛道,瞎说,我昨天还在寺庙前和他聊过天,他叫我不要坐乌龟上,会被海洋惩罚的。 那些和尚们说的,我没必要骗你。 李凯峰说道。 莫凡刚要说话,这个时候男爵却沉着声音开口了。 莫凡,你说的那个年轻和尚,除了你,还有谁见过吗? 男爵的这句话让莫凡浑身不由的一冷,鸡皮疙瘩一下子涌了起来。 第769章 和尚要出事 那种从头凉到脚的冷意过了许久都没有消失,莫凡呆呆的站在那里,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看来妖灵是有两个,否则宫田已经死了,我们也不可能看到后面的那些记忆,那些记忆是属于奈良原空的。 爱江图忽然间意识到什么,急忙说道。 爱江图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莫凡,他看了一眼李凯峰,急忙问道,对了,你们是在哪里找到那些老和尚们的? 满英山,当地人是这么叫的,主持信与他们都在,你们到底说什么,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什么妖灵? 李凯峰说道。 李凯峰一说完,莫凡与爱江图对视了一眼。 两人立刻从对方眼睛里读到了一种惊恶的共识,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大事不妙了,我们赶紧去满英山。 莫凡提高了声音。 这句话多半只有爱江图能够听懂,爱江图更是没有半点迟疑,直接施展出瞬息移动,只见他的身影模糊的一闪,下一秒人就已经消失了,莫凡隐约感觉到几百米外有空间的波动。 到底怎么回事,李凯峰更错乱了。 难觉,蒋绍旭见两人神情肃然,便知道确实有大事发生。 别问那么多了,快带我们到满英山去。 莫凡催促李凯峰道。 好,好吧。 几人也来不及同时队伍的其他人了,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满英山赶去。 满英山在西雄市的另外一个方向上,那里就是一座孤立的山头。 上面除了一些石头之外什么都没有,往常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会到那里。 横穿了西雄市。 穿着血兽靴狂奔的莫凡勉强赶上了李凯峰。 爱疆图应该已经往那里去了,就是不知道他来不来得及。 到底怎么一个回事啊? 蒋绍旭在奔跑的过程中也忍不住问了起来。 莫凡看了一眼还隔着一两公里的光秃秃满英山。 这才沉着声音道,我们两个在幻境里看到了奈良元空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蒋绍旭问道。 宫田屈辱自杀后,奈良元空用刻刀在一些石头上刻着一些奇怪的文字, 一开始我和爱疆图觉得他这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并没有太在意了。 可现在想来就完全不那么一回事了。 莫凡回答道。 好像也没什么吧,我听你们梦话的时候说,公田死前也是在刻时,奈良元空肯定是爱他的,所以才做出这样的举动。 蒋绍旭说道。 问题是奈良元空刻时的地方就是,满英山,也就是现在几乎所有严明寺和尚们做法式的那座山。 莫凡说道。 这么一说。 蒋绍旭,男爵,李凯峰也一下子醒悟过来了,目光骇然的看着那光秃秃的满英山。 似乎验证了莫凡不好的猜想,那还隔着一段老街道的满英山上忽然间泛起了血色之光,这种光鲜艳无比,同时也妖异至极,感觉像是阳光照耀在了一个血湖中反射出来的血光,看得人一阵心骇。 和尚们要出事了,蒋绍旭叫了一声。 满英山上几乎看不见任何的植物,山下是一片即将拆除的老街区,施工队们将这里弄得尘土漫天。 山上又是一些破石头,连杂草都很少见到。 此时,满英山之上有数十块血色的石正悬浮了起来,他们组成了一幅诡异邪然的诅咒血图。 笼罩在了这山头。 地面上有一些凹槽,凹槽上不知为何流淌出了鲜红的血迹,星位一下子弥漫了出来。 鲜血顺着凹槽继续流淌。 铺成了与那些空中血石相互对应的诅咒血图,从高空俯视下去简直就是一个立体的骷髅之头。 地面上的血图在血石的指引下描好之后。 他们有开始飞聚在一起,在整座山的最中央堆砌了起来。 赫然组成了一个矗立起来的石头墓碑。 刻着文字的一面全部外,原本凌乱不堪的笔画竟然彻底变成了一行行道文,明明干掉的血字鲜红无比,简直像是有人刚刚在上面用血刻写。 这是怎么了呀,为什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后厨胖和尚尖叫了起来,声音如同一个被惊吓的女人。 鬼魂索命,一定是鬼魂索命啊,我就说我们应该尽早离开寺庙,现在我们完蛋了,掌管戒律的中年和尚沙哑的怪喊。 另外四五个还穿着做法式衣的和尚更是以惊吓的坐倒在地上,阴风雨穴位扑鼻而来,脚下是一幅鬼图,中间更有一座血字墓碑,他们何曾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哪怕什么妖魔鬼怪都没有出现,他们已经连战都站不稳了。 还是来了,这几年我也受够了,一名老和尚往地上一座,索性闭上了眼睛。 他们受邀来这里做法式,却没有想到这场法式其实是为他们自己做的,需要忏悔的,需要超度的,是他们自己。 奈良,奈良,我知道我们做的不对,我们每天都为你和宫田诵经念佛,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早日到极乐之境,主持信与贵坐了下来,将它直接埋了下去。 所有人都吓坏了,他们只是一群普通的和尚,真正的诅咒之力和鬼怪之能哪里有见过,他们这些年也一直担惊受怕,可没有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奈良元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放过他们这些贵子手。 装神弄鬼,装神弄鬼,奈良元空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然装神弄鬼,本来我们大家以为你这个侮辱了寺庙的人已经死了,一切就都过去了,没有想到你装死不说,还弄这种东西来吓唬我们,奈良元空,有本事你就出来,我可不怕你,和尚七海指着那穴字墓碑,发狂的大吼了起来。 七海,你快承认吧,兴许他会绕过我们,闭目的老和尚说道。 承认什么,我没做任何事情,明明就是奈良元空这个杂种和那小贱人私通,哎呀。 七海话还没有说完,整个人就被某种力量给弹飞了出去,身体猛的砸在那些穴字石碑上。 第七百七十章你竟然是这种和尚。 七海,四肢打开,挂在了那座悚然的墓碑上面,这未知的力量出现,令七海才意识到这一切并非是装神弄鬼。 啊!啊! 忽然,和尚七海又大叫了起来,就像是被恶鬼的尖爪刺过了眼睛一般,和尚七海的眼眶出现了一个窟窿,血从眼睛里涌了出来,流得整个右脸都是。 众和尚们看到七海莫名其妙的失去了一个眼睛,吓得浑身抖锁了起来。 可是抖锁也没有用,一个接一个惨叫声从这些和尚的嘴里发出,他们哀嚎几乎传到了山下,听得都一阵毛骨悚然。 和尚们捂住自己的右眼,血从他们的指缝坚毅,从被挂在那里的七海最先开始,和尚们纷纷右眼被戳瞎,包括那个已经接受制裁的老和尚也是,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哀嚎的,他脸色苍白,忍受着疼痛盘坐在那里,而其他和尚们已经在地上打滚了,蹭得满身都是血污。 分辨不出是非的右眼,留着又有何用? 一个阴冷的声音从上空飘了下来,传入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和尚们吓得蜷缩,有几个更是磕头求饶,他们都听出来了,这就是奈良元空的声音,奈良元空明明都死了,可大家听到了他的声音,这难道还不是厉鬼所命吗? 他来报仇了,他一定是来报仇了。 只听得尽流言蜚语,听不尽真话的诱饵,留着也毫无意义。 奈良元空的厉鬼之音再一次响起。 这句话听得所有和尚们诱饵一阵静暖,明明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便感觉眼睛的那种剧烈刺痛在诱饵也发生了一遍。 啊! 果然,又是从被挂在墓碑上的和尚七海鲜开始。 血淋淋的诱饵被扯了下来,声音听得所有和尚都感觉坠入到了阿比地狱里。 又是一个接着一个。 包括主持信誉在内的所有严明寺和尚,他们的诱饵都被扯拉了下来。 右眼的痛苦还没有缓解半分,诱饵更是传来难以忍受的痛苦,此刻他们甚至希望奈良元空直接夺了他们的性命,不要这样折磨他们。 只懂得落井下石,不懂得圆柱的手,留着也没有意义。 奈良元空的声音已经彻底变成了痛苦了。 已经经历过两次惩罚的他们,一旦得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那份恐惧和绝望就彻底变成了与无伦次的哭喊与求饶,他们不要再承受第三次了。 他们已经在用尽一切悔恨当初了。 求求你,元,元空,一切都是我们的错,别这样折磨,折磨大家了。 老和尚汗流加倍,他意志力惊人,也是唯一一个能稍微正常说话的和尚了。 其他和尚早已经满地打滚,哭爹喊娘了,尤其是那个被挂在墓碑上的漆骸,此刻疼痛与恐惧混杂在一起,大小便已经失禁。 忏悔换不回鲜活的生命。 冰冷的声音传了出来。 老和尚感觉这个声音就在他附近。 他缓缓地抬起头,用左眼模糊地看见有一个穿着黑色僧袍的人站在了他面前。 老和尚面容一惊,因为他所看见的正是奈良元空。 难不成失去了右眼,才可以看到鬼魂吗? 奈良元空缓缓缓地朝着墓碑走去。 他站在漆海的面前,笑容诡异。 在墓碑盘,有两只红色的妖鬼。 他们长着跟佛精,古圈中的惩罚世人的恶鬼一模一样,额头上有犄角。 赤面獠牙,手半勾成爪。 脚带铁环。 正是这两个妖鬼在惩治他们,此刻其中有一只妖鬼摁住了七海的身体,另一只妖鬼已经抓住了七海的右臂,显然要将他的手臂给生生的掰断。 住手! 奈良元空。 就在老和尚不知所措时,一个铁一样的声音从另一处传来。 这个声音老和尚有一点点印象,似乎是那些借宿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奈良元空缓缓地转过身,那双腰翼的灰黑色眼睛凝视着爱疆图。 他嘴角微微扬起,对着一疆图冷淡一笑道,你想多管闲事,哦,我忘了你听不懂日语。 本来你和宫田的事情确实令人很同情,但你利用器皿夺走他人魂魄修炼成邪灵,以此诅咒报仇的行径,更让人觉得可恨。 爱疆图对着这个诅咒写图内说道。 你想阻止我的话,就尽管来吧,很可惜的是,你根本看不见我,奈良元空不屑地说道。 爱疆图心一沉,奈良元空这句话说对了,他其实根本看不到奈良元空,他只能够从这些和尚的惨状和飘下来的声音判断出奈良元空的大体位置。 你给我。 啊! 爱疆图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和尚七海惨绝人寰的叫声响了起来。 鲜血成片成片地落下,七海右手直接被撕了下来。 他整个人都嘶喊到喉咙都没法发出一点声音了,身体狂抽搐着,浑身青筋要全部爆出来。 混蛋,爱疆图勃然大怒,身上顿时释放出了一股无形的力量,震得周围的一切都退散了出去。 他的意念充斥在周围,被他愤怒的意念触碰到的物体甚至都化作了粉碎。 这个奈良元空,比想象中的更加心狠手辣。 奈良元空,奈良元空。 山到处,莫凡的喊声从爱疆图的背后传来。 爱疆图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莫凡踩着血色之靴从山道那里狂奔了过来,整个人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兽,烟尘滚滚。 莫凡冲到诅咒血图边界,他一眼就看到了在诅咒血图之中的奈良元空了,穿着和那天不太一样的僧袍。 奈良元空,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和尚。 当初和你攀谈的时候,我还觉得你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秃驴,有着自己的底线,谁想到是这般丧心病狂,用器皿来维持这一段自以为全世界都要可怜你的记忆,还把自己弄成这人不人鬼不鬼的邪灵。 别人宫田死了,你还不放过他,驱使他的魂去害人勾魂,你这无耻,歹毒,肮脏,自私,残忍,卑鄙的和尚,赶紧滚下地狱吧,永世不得解脱。 莫凡已经满肚子怒火了,指着奈良元空就是一口气骂了出来。 第771章 邪灵赤鬼 那些痛苦哀嚎的和尚见到有人来了,而且看样子还是法师,纷纷露出了一副得救了的表情。 他们已经承受戳眼,断耳之行了,要手再被卸下来,就算不痛死过去,也会流血过多而死啊。 骂够了没有,奈良元空一样怒发道次,露出了整张苍白又可怕的脸来。 死秃嫖,赶紧把我朋友的魂给放了,你有怨抱怨,有仇报仇。 莫凡指着奈良元空怒道。 一旁的爱疆图愣了一下,推扫了莫凡道,这些和尚你不管。 我又不是世界和平协会,这种事情他们日本自己没有阴阳师,奥特曼,铁壁阿同木啊,我只管慕宁雪和赵满炎。 莫凡坦诚的说道。 这些和尚自己做的孽,还指望别人来救,自己国家他大莫凡已经各种红领巾了,到这里还维护日本和平,吃饱了撑。 这么说吧,奈良元空赵满炎和慕宁雪的魂释放了,他莫凡既往不救。 他们两个的魂魄已经被我炼化,否则如何会有这个诅咒血徒。 奈良元空确实一点都不给莫凡面子,直接告诉了他这个血淋漓的事实。 星好的,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真以为你莫凡爷爷就一个外国游客吗?像你这种妖魔鬼怪,我没杀个一万也有八百。 莫凡一下子就炸毛了。 竟然拿木凝雪和赵满炎的灵魂之力来炼制他这骇人的鬼阵,想来这个家伙各种妖魔邪术也是通过之前那些勾走的魂魄得来的能量。 这日本和尚,果然就不是个正经和尚。 谈恋爱,勾魂魄,害人命,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替天行道。 爱将图 你让开,我今天灭了他。 莫凡手一扬 大有要与这邪恶妖灵决一死战的架势。 爱将图想插手也插不了手啊,他根本就看不见奈良元空。 超度雷 莫凡手一指,唤出几道惊雷杂落。 雷电从空旷的天空中滑落,电枝扩散的枇杷乱响,最中央的粗壮之电更是笔直的垂落,速度极快,四眼夺目。 紫黑色雷霆带着震荡之力,周围嗡嗡作响,表面的那层岩石更纷纷化作了粉末。 漂浮了起来。 邪灵奈良元空身体如鬼魅,事实上这家伙也是可以像宫田那样飘着走的,他黑色的衣裳微微一扬,就看到这几道雷电之间难以掌控的空隙间留有他的闪躲的残影,等雷霆平息之后,这家伙身上根本没有沾到半点蕾丝。 很能躲是吧,我看你往哪里躲。 莫凡双手指天,引下天雷电灾。 别误伤了那些和尚。 爱将图急忙提醒了莫凡一句。 你管他们,我先解决了这邪灵。 否则赵满炎和慕宁雪灵魂能量流逝过多的话就真的有生命危险了。 莫凡将雷电之力稍稍憋了憋,对爱将图说道。 爱将图点了点头,当下双手一托起,施展出意念虚找。 迅速地将莫凡即将轰炸的那片区域的和尚给清扫开。 这接骨眼上爱将图也顾不得这些和尚皮薄肉酥了,一抓一扔。 那个厚厨的胖和尚刚刚被抛飞了起来,便立刻看见暴躁的莫凡引落下了一大串闪电。 那紫黑色的闪电披落的过程中还是垂直的,一旦触碰到地面上就荡起了雷晕。 扩散出蜿蜒的极电来,交织成一个电灾之网。 奈良元空这次是躲无可躲了。 他站在电灾之网中,即便在他的身上反复打穿,可以看见他的身体直接被打出了窟窿,这些窟窿没有血,也看不见骨,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窟窿。 可怕的是,没多久奈良元空的这些伤口又会慢慢地愈合起来,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这种感觉像是将全部的力气打在了水面上,纵然惊开再大的水窝,没多久水又恢复了瓶颈。 莫凡看愣了,见过会治愈的生物,但没见过治愈速度可以快到这种程度的,邪灵这种生物当真诡异之极。 杀了他。 奈良元空脸色却不太好看,他冷冷地命令着那两只刚卸掉河上七海胳膊的赤面鬼。 赤面鬼一下子转了过来,死灰色的瞳孔一下子变得直勾勾的,其中一只赤面鬼更是将七海那血淋漓的胳膊直接往莫凡这里一扔。 赤面鬼力大无穷,扔出去的东西也能够将人砸个半死,随着莫凡往旁边一躲,这手臂就在爱江图脚边的岩石上砸了一个稀巴烂。 那两只鬼你也看不见吗?莫凡对旁边的爱江图说道。 爱江图摇了摇头,他什么都看不见,除了满地的血,满地的和尚。 还羞诅咒系的。 莫凡带着几分埋怨。 邪灵这种玩意而很明显是不是亡灵,更应该归入到诅咒系生物里面,他的各种勾魂手段,幻境,死阵,全都和诅咒力量挂钩,爱江图和他们应该是本家才对呀。 你把这些和尚弄走,我虽然对他们死活不在乎,但也不能失手杀了他们。 莫凡说道。 和尚躺得到处都是,莫凡根本施展不开拳脚,眼见那两只赤面鬼更近了,莫凡立刻往另一侧跑,好让爱江图救人。 奈良元空阻止不了空间系的爱江图,没多久是石边各和尚就被他全部抓到了这个诅咒血徒的外面。 莫凡在和赤面鬼周旋的时候,发现无论是奈良元空还是赤面鬼,他们都不会走出诅咒血徒的范围,这让莫凡想到了宫田所要名字的事情。 看来妖灵,邪灵这种生物是不能直接对人造成伤害的,要么通过一些间接的诅咒手段,要么就是像现在这样花大量的时间和能量摆出一个这种诅咒阵来。 这样也好,这个诅咒血徒尽管让妖灵,邪灵可以直接伤害到自己,同样的,自己也可以伤到他们,否则莫凡一身的魔法却拿他们没有半点办法。 吼吼吼。 奈良元空彻底原形毕露了,原本小鲜肉的脸一下子变得鬼怪一样猙獰,他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复仇,结果这两个人一来,把和尚全部都拖出诅咒血徒了,复仇大忌如此轻而易举的被粉碎,堆积了几年的死怨与毒恨彻底转嫁到了莫凡的身上。 第772章你惹恼我了。 赤面鬼是继承了奈良元空的情绪的,或者说这两个长着鸡脚,脚带铁环的丑陋鬼怪才是真正邪灵的面貌,他们裂开满嘴的青色尖牙,拿着唯一一个没被救走的和尚七海在那里疯狂的撕扯,连带骨头都给直接扯了出来,手段之残忍,实在让人不敢相信这家伙以前是一个一和尚。 和尚七海凄惨的叫声回荡在这满鹰山上,他的身体更涂的遍地都是,比吴马分尸还要可悲。 接下去就轮到你,奈良元空站在了纳墓碑石上,指着满地的七海,对莫凡凶恶的说道。 你现在把我两个朋友放了,我至少能让你死得体面一些。 莫凡也不是吃素的。 爱将图将和尚就走也好,莫凡就不需要再隐藏什么实力了,看见两只赤面鬼一左一右的包夹过来,一副要抓住自己手臂撕扯的样子,莫凡不屑地一笑,这妖灵,邪灵就是依仗着一点点特殊性,让人对他们无从下手而已,一旦识破了后,也不过强不到哪里去。 尤其是这两只赤面鬼,动作缓慢不说,进攻手段似乎也就那点蛮力,莫凡一个盾影就可以甩开他们。 拉开距离,莫凡顺势踩出了一个黑色的影图,六道巨影钉,离刺便分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随着莫凡往前一仰手,巨影钉纷纷飞向了赤面鬼,一人三个钉,锁住咽喉,钉住腰身,再束缚右腿,可以看到束缚之钉幻化成影绳,牢牢地将这赤面鬼给束缚在那里。 莫凡懒得跟着两个小鬼做纠缠。 目光一转,左手,右手先后与空气碰撞。 剑开了绚丽的火花来。 左手猎拳轰天,一个巨大的火焰拳头就往那墓碑上砸去。 呈现的扇形火浪更是吞没了半个诅咒血徒。 奈良原空身体漂浮而起,黑色的身影平行挪动到了莫凡的头顶上,也不知道他要施展什么斜术,只见他的手指极快地点化着,隐约见到点化的轨迹上有血光。 莫凡怎么会让他把斜术施展出来,右手的烈焰才是他真正的杀招,既然奈良原空在头顶,莫凡这一拳就直接轰上去。 焰如蛟龙,霸气狂然。 直插天空的火龙柱和奈良原空那小加字气的点点血光立刻形成了鲜明的反比,奈良原空多半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的莫凡修为这么高,他急急忙忙停止了诅咒之指,身体往旁边侧飘。 呼呼呼呼。 蛟龙升天,卷开的火焰仍旧是打到了奈良原空,就看见奈良原空浑身着火,被莫凡这一拳的力量给冲到了更高的空中。 面空,须找。 莫凡目光一凝,身上泛起了深邃的银色之光,那刚刚被猎拳掀高的奈良原空都还没有飞多远。 就被莫凡这一拳之爪给猛的抓住。 坠机。 一拳之爪将奈良原空狠狠的往下拽,以极快的速度往地面砸了下去。 这一杂,威力不小,奈良原空明显也不是那种身体素质特别超标的妖魔。身体贴在地面上的时,意识就有些模糊了。 霹雳,狂舞。 莫凡已经将中间魔法都运用得如火纯情了,奈良原空刚被他往地上追去。 一道道霹雳闪电迅速地跟上,紫黑色的金龙冲击着奈良原空和地面。 荡起了一道道雷连,那两只被定身了的赤面鬼都受到了波及。 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 老子现在就结果了你。 天燕里。 莫凡也不想再浪费那个时间了,直接上大招。 火炙热烟红,只长在莫凡手掌之间。 心念一动,那浩秒的火系星河之中可以看到那密集的星子们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排列, 每当他们飞到指定的位置时便会有一条绚丽的火焰星线交织而过,唯美璀璨。 当更多的星徒在星轨的交织下连在一起的时候,便组成了一个更加壮观的星之火座,预示着庞大的力量将彻底宣泄出来。 给我去,我擦。 莫凡气势在手,整个人都已经沉浸在了这份毁灭气场之中,谁知星子衔接到256颗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星轨交缠到了另外一颗星子上, 导致整个已经完成了大概四分之三的宏伟瑰璃星座一下子崩溃了。 星图一幅接着一幅消失,星轨一道接着一道暗淡,莫凡周身涌起的高阶魔法的火势也因为这个失误戛然而止。 星座消逝,留下一个在那里摆出姿势的莫凡傻愣在那里,脸上的表情比吃了只苍蝇还要难看。 之前几个魔法的行云流水衔接与这次高阶魔法的断裂形成了鲜明的反比,就连邪灵奈良元空都猛了一下,讲道理奈良元空是很惧怕高阶魔法的。 可恶啊,关键时候掉链子。 莫凡懊恼恶无比。 高阶魔法一共343颗星子,七伏49颗星子组成的星图,要是缓缓慢慢的来,莫凡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可如果稍稍加快一下速度,如此错综复杂的星图,星图要一念不差的完成就太难了,至少现在莫凡还没有熟练到百分百成功。 奈良元空也不傻,见莫凡失法失误,自己则飘远了一些,将一个手掌放在唇边,开始念念有词。 这架势看上去像持着佛珠念经,可他嘴里吐出的音符却是邪恶至极,可以看到两束血光从他的手掌中射出,直接打在了那两只赤面鬼的身上。 熬熬熬熬 两只赤面鬼立刻狂熬了起来,完全跟疯了一样,竟然自己用爪子撕开他们的皮肉。 一块一块皮肉掉了下来,简直是将他们自己给生生破包开。 莫凡一开始不知道这两个邪灵赤鬼在做什么,可等到他看见这两只赤面鬼把脑壳打开露出了两张熟悉面孔的时候,怒火瞬间在莫凡心中拒燃了起来。 那两张脸不是别人,正是慕凝雪和赵满言。 我知道你用的是幻术。 这两个恶鬼不是他们,但你这肮脏的东西算是成功惹恼我了。 今天我不把你打得勇士不得翻身,我不兴凡。 莫凡脖子上是戴着专注项链的,这种以别人的弱点来蒙蔽他人感官的下三烂手段,还没那么容易欺骗得了莫凡。 第773章 炎剑抹灭 在沐鱼器皿中看到的那些记忆画面时,莫凡对宫田和奈良元空还有一点点哀叹,但现在莫凡已经没有了半点怜悯。 一个心术完全正直的人,即便是掌控着诅咒,邪灵之力,断然不会做出这种亵渎他人之事,想要利用自己对赵满言和慕凝雪的情意来混乱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接下去的魔法再出现失误,这种行为让莫凡感觉到恶心。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 小炎鸡 附体 莫凡怒上心头,与他身体已经完美融为一体的眉颜更是狂躁了起来。 眉颜出现没多久,褐色的火焰随之而来,那正是天地间最纯净且霸道的天节之火,小炎鸡与莫凡灵魂本就相连,直接灵魂附体便可以赐予莫凡无穷无尽的火之力。 莫凡就像穿上了一件剧烈焚烧的燕衣一般,连头发都燃得根根倒立。 砰!烈焰忽然在莫凡脚下炸开,只见火衣包裹的莫凡化成了一柄火焰箭矢,刹那间飞迟到了奈良元空的面前。 莫凡火爆至极,那两只幻化成木凝雪和赵满岩模样的赤面鬼正要上来阻挡,却被莫凡周身散发出的火焰之环给震开。 奈良元空没有了赤面鬼的保护,急忙往后飘去,要暂避锋芒。 奈良元空此时也慌得不行,他本以为莫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魔法师,就是来日本历练而已。 谁知道这家伙不仅仅是高阶法师,其战斗法师还与绝大多数法师都不相同。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爆炸力。 想跑,问过我的拳头没有。 莫凡杀住脚。 圆的卷起一层又一层的火浪,也不需要怎么去锁定奈良元空飘躲的方向,反正这一拳都可以覆盖到。 呼呼呼。 火焰直接喷涌而出,在飞舞的过程中幻化成了一只狂猛无比的狼兽,看上去就像是一头巨大的猎之辽狼暴躁的横冲直撞,小小的诅咒血徒都不够这家伙践踏几个来回的。 小炎姬最近修炼是有很大成功的,他已经可以将火幻化成一只巨狼了,狼的形态和极星狼基本上一致,但却要比极星狼体型庞大个七八倍。 当莫凡将两种火焰凝聚在拳轰出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澎湃的烈焰竟然直接化威猛之狼,那扑出去的气势要比猎拳九娇还猛上几分。 火之巨狼根本不给奈良元空一点闪躲的余地,所过之处更是一片炭烤狼籍,那雄壮的身躯很快将渺小的奈良元空直接吞了。 奈良元空身体承受火焰冲撞和炙烤后,明显虚淡了几分。 莫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似乎之前这家伙被自己打伤治愈时,他的身子也淡了些许,想来这家伙其实就是一个幽灵。 受了伤的话幽灵之躯就会淡散。 你什么都不懂,就来阻止我,你以为杀得了我吗?我是不死不灭的,奈良元空被重创之后。 脸上的面容已经开始扭曲了。 他的脸变得赤红,额头上甚至长出了一个突出来的额骨,满嘴的尖牙更是暴露在了空气中。 邪灵恶鬼 这家伙其实就是一个妖怪,无论他的过去如何值得人尊敬和同情。 无论他过去是慈悲的和尚还是一个为爱复仇的青年,他此刻都已经是一个试魂杀戮的邪灵。 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披着和尚的这张皮囊。 为你而死的宫田被你当作勾魂骗人的奴婢,所谓的复仇也不过是你获得更多邪灵之力的借口,看看你现在的模样,究竟残害了多少无辜之人才会扭曲到这种程度。 承我这把剑还没有燃成之前,你最好把所有的诅咒卸去,将灵魂干干净净的还给每个人。 不死不灭。 真以为莫凡会蠢到看不破这一切。 不要你教我怎么做,阻挡我的人都得死。 奈良原空嘶吼了起来。 他的身体上出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血咒,一根根血色跟头发一样如动的东西从他身体往四周扩散出去,正猙獰的扭动着。 稠密的血色发丝往莫凡这里包裹了过来,莫凡就站在那里,根本不为所动。 这种伎俩根本伤不到莫凡,眉眼和结眼组成的火焰之一便可以将那些诅咒发丝给烧成灰烬。 莫凡站在那里,从说话的那一刻他的右手就高高的举着,有熊熊烈火正在顺着他的手往上蔓延,蔓延成了一柄长长的剑状。 炎剑内部火纹清晰可见,外焰成尺状摇曳着,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米。 丙步被莫凡握着,莫凡冷漠的凝视着还在挣扎的奈良原空。 邪灵,终究不是有血有肉的生物,它们的诅咒是令人防不慎防,可真正战斗起来却不过是一堆怨念组成的鬼魂罢了。 炎剑。 庄严之声落下,那长达十米的炎之巨剑也随着莫凡手络而抡过一个大湖磅礴的斩落下去。 邪灵奈良原空那上千诅咒之丝毫无阻碍的被劈开,也直接从这个邪灵的脑袋上劈落,剑身干净利落的将其一分为二,滑落到地面上的时候更伴随着熊熊火势席卷两侧。 炎剑斩机威力狂然,奈良原空一分为二的身体还妄想再凑在一起,可他的身体已经淡得都快看不见了。 火势无情扑了上去,将他剩下的残躯给瓜分了干净,奈良原空那双怨毒的眼睛勉强在火焰中滞留了片刻,只为记住莫凡的脸。 假如他是活物,还勉强可以说是记住莫凡,化作厉鬼寻仇,可他本身就属于鬼物,邪灵,那特殊的器皿赋予了他与那些鬼怪稍稍不同的皮囊和力量而已,这一剑,足以僵僻的灰飞烟灭,彻彻底底从这个世界抹灭。 呼呼呼,一些残燕还在地面上烧着,一条长长的炭火剑坑精心的留在了这座满鹰山上,就连血石堆砌的墓碑都被清理了。 莫凡看着消散在炙热空气中的奈良原空,并没有让小泥丘坠去收集这家伙的那缕魂破碎片,任其消散天地间。 邪灵烟灭,其诅咒也会彻底消散,对莫凡来说这就够了。 至少没辜负慕宁雪的那份信任。 第774章 更强的器皿 和尚们已经都被送到了医院,日本也拥有他们的城市猎妖队,但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和尚们更不喜欢节外生枝。 返回到了严明寺,莫凡急匆匆的跑到慕宁雪休息的地方,发现他已经苏醒过来了,南戎尼正在一旁给他胃上香喷喷的蘑菇汤。 看到他没有事,莫凡脸上也有了笑容。 奇了怪,我感觉我睡了很久啊,为什么一觉醒来太阳才刚刚下山? 赵满言疑惑的声音飘了出来。 这家伙似乎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莫凡也懒得去给他解释那么多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些以前被勾了魂的人好像也醒了,不过他们灵魂脱离身体太长时间,也被窃取了过多的灵魂能量,即便醒过来以后多半也是体弱多,寿命衰减啊,灵魂受损这是很难康复过来的。 江玉说道。 都说日本多妖怪,我们跑到这佛门清净之地居然也撞邪了,哎。 西雄市的魔法协会人员多半在查这件事,很快也会查到我们这些偷渡的,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东京离这里还远着呢。 南爵说道。 西雄市是日本的最西端了,东京在东面,他们基本上要横跨一个日本,不能坐飞机的情况下这路途可当真遥远。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准备出发离开西雄市了,南荣尼拿着一碗调养的药,四下寻找了一番。 看见赵满炎了吗? 他药还没喝呢? 南荣尼问道。 没呀。 一大早就不见人了,我靠。 这祸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 莫凡心中一紧。 他不是在那吗? 江玉指了指寺庙后山的那条小道。 赵满炎匆匆地从后山跑了回来,几步就归入到队伍里了。 关于对他是极有意见的,因为他在这里浪费了不少时间后,他更是冷言冷语道,你能不能别到处瞎跑,真把历练当作是旅游了。 赵满炎懒得理会莫凡,却是偷偷走到莫凡身边,推了推莫凡道,我跟你说,我昨天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跟寺庙后山有关的,梦境里的事情太复杂。 我就不一一跟你说了,总之好像冥冥中有定数一样。 呃,就没有人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莫凡说道 发生了什么,哎,你先别管那么多,我一大早睡醒就跑寺庙后山去了,结果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赵满炎一脸神神秘秘地说道,眼睛里还闪烁着窃喜之光。 我猜是一个刻着古老文字的沐鱼器皿。 莫凡回答道 赵满炎立刻猛逼了,不由地对莫凡竖起了大拇指道,你真神哪,这都能被你猜到。 还真是一个沐鱼器皿。 和我梦里情景非常像,于是我顺手就把他给拿走了,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一件宝贝。 说着话,赵满炎慢慢地掀开了自己怀前一块抹布。 里面放着的赫然是那破四堂中古怪至极的沐鱼器皿。 莫凡吓了一大跳,连连后退了几步。 赵满炎更是疑惑不解了,这一个沐鱼到底有什么好怕的呀? 卧槽! 你是怎么把他拿下来的,莫凡不敢相信地看着那个邪性十足的沐鱼器皿。 还怎么拿,就伸手拿呀,哎! 我知道我这样偷走不太好,可那里确实有些废弃。 与其放在那里生锈,还不如给我带走,何况我感觉他在呼唤我,就在我睡着的那段时间,而且还和我那个神呼其神的梦有关,这东西,跟我有缘。 赵满炎认真地说道。 莫凡已经无法解释这种状况了,事实上他们解决掉了奈良缘空后,又返回到了破四堂,看看怎么处置那个器皿,谁知沐鱼器皿禁制仍旧很强大,他们根本拿这个沐鱼器皿没有一点办法。 别说拿走了,他们甚至连碰都碰不了沐鱼器皿。 谁知赵满炎这货竟然依梦而寻,把沐鱼器皿直接拿走了。 禁制难道对他没有作用? 男爵,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莫凡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急忙叫来了男爵。 男爵检查了一番,发现沐鱼器皿与赵满炎之间还存在这一丝灵魂联系,不知道是因为赵满炎被其带走了魂魄的关系,还是由于邪灵死亡器皿无主了。 莫凡伸出手去试一试能否触碰这个沐鱼器皿,果不其然,黄色的禁制之力再一次出现了,产生了一种非常排斥的力量,吓得赵满炎都差点把沐鱼给扔了。 可等赵满炎去捡起来时,这东西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男爵皱起眉头,思考了一番。 他看了一眼莫凡,将莫凡叫到了一旁去。 这到底怎么回事,还有这沐鱼器皿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我看他邪得很,还是不要带走了。 莫凡说道。 首先,这沐鱼器皿应该是已经认主了,那个人就是第一个被勾了魂的赵满炎,我猜应该是与赵满炎说的那个梦境有关,赵满炎并不是做梦,他的灵魂恐怕深入到了沐鱼器皿的深处,得到了这个具有灵魂的器皿的认可。 男爵说道。 禁制不仅仅是对莫凡,对其他人也存在,所有人中包括沐宁雪在内,都碰不得那个沐鱼器皿。 这也可以,莫凡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赵满炎那货躺着睡了一觉,就得了一件邪性的宝贝。 按理说是你杀死了沐鱼器皿的邪灵,沐鱼器皿归你所有的可能性更大,我刚才留心看了一下,发现沐鱼器皿反倒对你更加排斥,不能说是排斥吧,应该说是有些惧怕。 所以,按照我的推断来看,沐鱼器皿是多年无主了,所以才会滋养出一个邪灵出来。 正常情况下沐鱼器皿会选择了击败了沐鱼妖灵的人做新的主人,结果他却对你产生更强的排斥,这只能够表明你身上已经有了一个半生沐鱼,并且级别很可能在这沐鱼器皿之上。 男爵目光紧紧的盯着莫凡。 莫凡愣愣了一下,原本下意识的要低头看一眼脖子下挂着的小泥丘坠,但发现男爵的目光有些犀利,这才克制住了。 我说的对吗,莫凡。 男爵嘴角微微一扶,露出了一个要将莫凡看穿的眼神。 第775章 半生气敏 说实在的,男爵现在对那个沐鱼器皿不感兴趣了,反倒是对莫凡身上的那个器皿更在意,否则也不会特意将它拉到一边。 沐鱼器皿级别很高,他们这里所有人都无法破除其禁止,甚至才几年时间就孕育出了奈良原空这样可怕的邪灵来,这种器皿非同一般了。 这种器皿竟然会畏惧莫凡,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莫凡身上有更强的器皿。 我之前说过了,真正强的器皿是有灵魂的,它们甚至跟许多生物一样有着脾气、秉性,与主人有着情绪共鸣。 而器皿与器皿之间也存在着高低之分,存在着如同高血统生物一样的气场与震慑。 这沐鱼器皿极其排斥你,即便你杀了邪灵,它都还不让你碰它,就说明它害怕你身上的某样东西,我猜你的这件器皿还存在着某种吞噬的能力,沐鱼器皿出于自保,这才强烈阻止你碰它。 男爵一提到有关器皿的事情,整个人眼睛里都绽放着光芒。 他对魔具、魔器的研究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本来这沐鱼器皿的出现已经很值得他推敲研究了,谁知道一不小心让他发现了莫凡身上一个更大的秘密。 很强,绝对很强,莫凡身上的那个器皿绝对极强。 嘿嘿,你开的什么玩笑,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不比你们这些有钱有背景的,我莫家最多祖传给我了这一张英俊到无数少女倒贴的脸,其他就没有了,什么灵级器皿,魂级器皿的。 莫凡刚刚的笑着,更带着几分掩饰道。 兴耗的,这男爵是个怪物吗? 这都能够推断出小倪丘坠的存在,莫凡承认小倪丘坠确实对沐鱼器皿有食欲。 可沐鱼器皿也不是吃素的,那强大的禁制让莫凡没有一点吞掉他的机会。 行了,我也知道这种大秘密谁都不会轻易吐露的,沐鱼器皿的事情我还研究不是很透彻,我想即便你将你的宝贝借我看,我也不一定能够看出什么来。 但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需要我帮忙的,当你需要解开其中奥秘的时候。 男爵是一个有分寸的人,他没有再逼问下去。 莫凡稍稍松了一口气。 小倪丘坠那可是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的大秘密,恐怕就连见过他的唐月老师也不知道小倪丘坠如今这变态凝练惊破的能力。 对了,你就不好奇为什么就唯独你可以看见沐鱼器皿的妖灵吗? 男爵微微一笑。 哦! 莫凡挑起了眉毛。 此刻他觉得男爵也是一只老尖巨华的狐狸,不要轻易露出破绽的好。 你的宝贝与沐鱼器皿应该是有关联的,有时间你可以去杭州西湖中心导那,看看那里的壁画,说不定是否会有什么启发。 男爵说道。 我去过了。 莫凡回答道。 那天山呢? 男爵说道。 天山没去过,那里有什么? 莫凡立刻来了兴趣。 一样形似的古字。 好可惜,我还没有找到这些古字的异语。 不然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男爵说道。 哦! 哦! 有机会我去看看。 莫凡点了点头。 男爵见莫凡的模样,便是会心的一笑。 这家伙,还一副打死不承认有宝贝。 自己随便抛出点线索,他就自己暴露了。 对了,你之前说的半生器皿是什么意思? 莫凡问道。 半生器皿? 是泛指一类特殊的与人类灵魂完美融合的器皿,他人无法夺走。 除非将主人的灵魂给粉碎。 这种半生器皿一个人只能够拥有一个,木鱼器皿也是半生器皿。 你已经有了,倒是便宜了赵满言。 不过想来赵满言会更合适那个木鱼器皿吧,有魂性的器皿会挑主人的,他没有挑实力更强的木鸣血。 男爵说道。 莫凡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魔器,模具上面的造诣,用文化水平来分的话,莫凡顶多就想学水准,真要说的更深层下去,他肯定听不懂。 话说回来,自己坑了赵满言一次,却补偿了他一个半生魔器,他其实应该得感谢自己。 大家收拾行囊,那些老和尚也算是厚道,用他们日本的身份给大家买了前往东京的火车。 坐上火车,正好轨道是沿着海岸线在行驶的,莫凡将脑袋往窗户外面探了出去,顺便欣赏一下途径西雄市的这份景色。 对了,那边是海岩崖,那另外一边不就是宫田说的那个有小岛的海域吗? 江玉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开口对坐在窗边的莫凡说道。 窗户并不大,再加上莫凡身子往外伸了出去,他直接遮挡了坐在这排的众人的视线。 莫凡听到江玉这么一说,索性也往那片海域看了过去,那个位置多半是直接连向太平洋的大陆架海域了,很不巧的是严明寺的那座山延伸出来一个大大的山面,相当于一个死角,挡住了所有从西雄市那边投射过来的视线,唯有走到海岩崖上,或者坐着这趟火车经过时才可以勉强看到。 轨道在这个山面死角有一个转弯,莫凡也只能够往那里匆匆一瞥。 事实上在幻境里面的时候,莫凡和爱江图就已经在海岩崖往这个方向看过了,对岸并没有岛屿。 清晨的海雾还没有完全散去,让前方的一角海域变得几分模糊。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像是在告诉火车上的人,火车已经在转弯了。 呼呼呼呼,风吹打在莫凡的脸上,将脑袋探出去的莫凡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随意的往那一角海域瞥了一眼。 就这一眼,莫凡眼睛瞪大了起来。 那清早的雾气中,那海面上,竟然真的漂浮着一座小岛。 莫凡怀疑自己看错了,急急忙忙要用意念集中精神远望,可还没等他去完全看清,火车呼啸的驶入到了那山面之中,视线顿时一片昏暗,进入到了山体隧道中。 隧道冗长,等再一次恢复了光明,莫凡再也没有机会看到那海岩崖对岸的海洋一角了。 我眼花了吗?莫凡呆呆的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怎么了? 江玉问道。 我好像,我好像看到了宫田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岛了。 莫凡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的回答道。 第776章四大海战场 列车从沿海之地渐渐的驶入到了大陆,连绵的山脉呈现青紫色分布在火车轨道的两边,日本的山还算比较干净,空气也比想象中的好,这让习惯了上海那种小姿小调优雅雾霾的莫凡还有点不太适应。 莫凡喜欢大城市,高楼林立的那种繁华,摸下拔地而起的宏伟壮阔,好山好水妖怪多,所以谁在跟自己说住日本寺庙,他第一个先把此人狠狠的扁一顿,又尼玛不是没钱,放着奢侈的酒店不住,住寺庙,不知道日本寺庙最邪乎吗? 火车比床好坐,至少疲乏了可以在那里呼呼大睡。 莫凡累了,直接睡了一觉,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见江玉在那里偷偷的笑。 估计是他也看眼花了,那里我们去确认过,没有岛。 穆婷颖说道。 莫凡无奈的清醒过来,也懒得去和他们做争辩了,若自己真有心搞清楚那个岛屿是否存在,直接跳下火车去看看不就得了。 有还是没有,管他了呢。 我们得去大阪一趟。 爱江图开口说道。 不是直接杀到东京吗? 赵满言问道。 我们得和日本的一些知名学府进行切磋,这是导师们特意吩咐过的。 大阪有一个日本国国馆,去东京之前,我们得先过大阪这关。 爱江图说道。 踢馆,这玩意儿最殆尽了。 莫凡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哼,你一个替补,这种切磋的事情还轮不到你。 祖吉明说道。 还有多久到大阪? 快了吧。 日本海妖居多。 我听说大阪的一些城海县是有名的海战场,时间够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据说场面很壮观。 江狱说道。 大阪这地方不太平。 情况和中国的古都有几分相似,时常会出现大规模的战争。 海妖可是妖魔之中的超级大族,日本这地方比中国还要多灾多难,他们的建筑都是抗击打的,一般点的海妖即便是踩踏到城市的范围,那也不一定能够摧毁得了那些有抵抗性的建筑物。 大阪其实还算好的,最激烈的还是东京。 那地方是日本最繁华的首都不错,同时也是海战规模最庞大的战城,不同种族的海妖没日没夜的强滩登陆。 偏偏又从来无法撼动得了东京和大阪那坚硬的海岸之盾,以至于东京和大阪每天有大量妖魔尸体提供的资源进账,负得流油。 甚至可以说是海妖们拉动了这两座城市的GDP。 到了东京,我们肯定会到战城的,大阪的这个我们就不去了,主要找他们学府的麻烦。 爱江图说道。 是啊,东京的战城,那好歹也是世界四大海洋战场之一,大阪这里没啥好看的。 干尽解决掉这里的那个国管,我们去见识见识大场面。 江狱说道。 你确定那里真的壮观吗? 莫凡问了起来。 何止是壮观呢,东京的海岸线有多长你知道吗,几乎每公里都可以看见海妖的身影。 奴仆级,战将级,统领级的海妖都有。 海洋之中的妖族数量庞大,尤其是太平洋海域,什么妖魔族群那都是多如牛毛。 部落级的海妖也不算稀奇的事,最恐怖的海妖帝国那才叫前所未有的庞大骇人。 这么说吧。 那些被派遣到战场上的海妖,根本不是为了侵占我们人类之土什么的。 他们对陆地不感冒的,他们就是人口,哦,妖口太多了,纯粹派来送死的,要能抢到人类的资源, 那这群海妖还能舒服的活上一些时日,要抢不到也没关系,繁衍过多的海妖战死,变相的的保证妖口密度,计划生育。 江玉一提起妖魔来,便是眉飞色舞。 不对吧,貌似报纸上,媒体上总是会宣扬说打了某某圣战,灭掉了某某凶残隐患的妖族,让海洋更加平静。 慕婷颖说道。 拉倒吧,媒体的东西你也信。 你们相信我的,海妖数量是我们人类的几十倍,几百倍,若是他们真的喜欢陆地,我们人类早就变成了他们殖民地了。 陆地上的妖魔帝国和海洋里的妖魔帝国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 江玉说道。 别把我们人类说得那么弱小好不好,要真像你那样说,我们早灭绝了。 不知道为什么,说得我都有点小激动了。 莫凡说道。 你这人有病。 你以为我学魔法是为了和妖怪们坐下来倒上一杯茶好言相谈的吗,老子就是为了打得他们满地找牙。 牛逼你倒是蛮能吹的,到时候别看到大场面下的裤子都尿湿了,到时候别说好言相谈了,给妖魔当牛当马当儿子,你都会啃。 关于很是时候的给莫凡泼起冷水来了。 听到关于这句话,莫凡就呵呵了。 大场面他怎么会没见过,说出来吓死他,至今还没有平息下去的古都浩劫怎么也比东京的战场恢弘恐怖啊,尸铺盖,鬼遮天,古气山,他大莫凡都没有怕过,会怕那些在海洋里的妖怪。 到时候他就在战城那里准备一个超大的铁板锅,献仔献烧,海妖嘛,无非是一群力量更强大一些的海鲜。 大板快到罗。 蒋少旭倒对杀海妖没多大的兴趣,他的兴奋点恐怕就在吃河逛上。 他经常来日本,否则怎么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呢,每每他说弟弟道道日语那妩媚的模样,总是令人格外的想求种子。 走,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蒋少旭看驾驶已经不打算做休息了,晚着几个女孩们就要杀向美食天堂。 大板确实是美食天堂,甜品,小吃,茶点,吃上几天几夜都不过分。 队伍里的女孩全都是吃货,一提美食,就忘记了来大板是为了踢馆的,眨眼间消失在火车站,还不让男人们跟着,打扰到他们女人的浪漫。 不会吧,踢馆的事情就扔给我们。 莫凡见姑娘们鸟儿一样飞走了,不由觉得没劲了起来。 国管多半和大学挂钩,在大学你还愁没妹子。 赵满言说道。 也对,都差点忘了我们是来播种世界的。 第777章拆了你们的格。 大板国府坐落的位置倒是有点意思,在两座耸立于离海岸线大概有七八公里的护望山上。 护望山是两座形态非常相似的山体,山面临循,坡度陡峭,车道都是环绕着山腰而上,时不时可以看见一些180度外式悬崖的弯道。 国管在山顶,也称之为双手阁,远远看上去便是两座灰白色的城堡矗立在山上,而在两座姊妹城阁之间的高高悬空之崖间,还有一座悬空木走廊,山道只有一条,所以要通往一座首阁,就只能够从那空中行廊过去。 这个双手阁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名,莫凡等人并没有想到国管就设在了这里,也算是让他们见识了一下日本天守阁的建造艺术了。 双手阁屋檐其实就是瞭望塔楼,从这里往南看去,便能够将大阪最激烈的海域战场尽收眼底,所以不少军方大佬也都住在这里,真没有想到啊,日本的这个国管这么有气势。 江玉感慨的说道。 到了西首阁,那城堡式建筑确实宏伟壮观,只是在莫凡看来这种有奸严,瓦顶的城堡,无非就是中西结合,谈不上有多特色了。 来到石围墙前,守在围墙大门前的便是两名穿着日本武士袍风格的日本法师,他们看到莫凡这群年轻人后,立刻目光凌厉,感觉他们是闯入了禁地一样。 喂,你们是中国人吧? 一名穿着和服的年轻女子打着一把花伞,语气带着几分质问道。 他用的是国际语,大家都能够听得懂。 和服女子迈着小碎步走了过来。 原本和服应该是很容易修饰出日本女人的那种优雅灵慧,温柔友善,可这女人却不是那么的友好。 手中的花伞忽然一收,就重重的往地上一扎。 另外一只手便指着他们这群人。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莫凡感到几分不解,按理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其实长得没啥分别,姑娘又没听见他们用中文交谈,凭什么就锁定他们是中国人,棒子不行吗? 也就你们这些中国游客从来都不懂得理数,难道你们在山下的时候没有看见一个禁止游览的牌子吗?不识自视吗? 和服女子侧着身子,鼓着胸,高高的目击将她衬托出了难得的高挑。 连带看待莫凡这些人的眼神也不自觉骄傲与不屑了起来。 花姑娘,我们可不是游客。 莫凡说道。 来这里打工魂日本身份的华人也不行,赶紧下山,否则我把你们一个个扔下去。 和服女子无比傲慢地说道。 听到女子这些极有成见的话语,莫凡就很不开心了。 爱江图、关于、周旭、赵满言、祖吉明等人也都沉下了脸,这里每个人都是从各大中国学府中挑选出来的妖孽选手,别的什么都没有,同龄人之中却有绝对的傲气和资本。 这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日本女人,狗眼看人低就算了。 还摆明了看不起华人,说得好像他们大日本就是一个圣地,国人爱往这里贴一样。 大家别动怒,别动怒。 我来和他好好说。 莫凡见众人暴脾气比自己上来得还快,急忙劝慰道。 和服女子见这群人竟然还一动不动,顿时也怒了。 指着他们就道,双手隔世大阪圣地,不要把你们那乌七八糟的肮脏灼气带到这里。 快滚。 臭三八,你说谁肮脏? 信不信我他妈现在就拆了你们这两栋破石格。 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 莫凡顿时指着这和服女人骂了起来。 其他人一脸错愕地看着莫凡,貌似前一会还是他自己说别动怒的吧,怎么一出口,骂如此彪悍,话疯转得有点太快了吧。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和服女人直接气得胸脯剧烈地起伏起来,有点壮阔。 臭三八。 莫凡骂道。 不是这句。 和服女子将花伞扔在了一边,冰冷地说道。 给你脸不要脸。 莫凡说道。 也不是这句。 和服女子伸起了双手,慢慢地将乳白色的细手臂网膊后,将自己披散下来的头发慢慢地盘了起来。 头发垂实,还不怎么看得清这女人的脸,等她盘起时,那精秀的脸庞便完全展露了出来,是一个姿色出众的美人儿,一对银色的环坠更是完美地衬托出她牛奶肌肤。 我拆了你们这破时格。 莫凡就没有怕过,既然这傲慢的女人想听,那就重复给她听。 拽个毛线的拽,一副大日本帝国看不起你们华人小鳖三的姿态,她们可是奉命来这里踢馆的,自己这边还没有豪气冲天的一脚踹开她们国管大门,这女人倒好,先把她们侮辱了一遍。 哼,和服女子已经盘好了一头黑色头发,展现出了那种不近人情的冷傲,你会后悔自己说过这句话的。 空气莫名地冷了下来,和服女子脚下的光洁灰色大理石渐渐地泛起了一些奇怪的枝藤。 不知不觉,这些枝藤变得更多,可以看到她们交缠在一起凝成一个一米多宽的半,五半成,一朵一朵绽放如截梗,分布在了和服女子的下,将这女人一下子拖了起来。 腾缠而成的硕大杰梗越来越多,随着和服女子娇喝一声后,那些植物简直是飞速生长,不到几秒钟时间彻底铺满了这块西手阁前的足球场大的大理石平地。 谦逊,助手! 一个粗豪的声音从西手阁的方向传了过来。 和服女子都已经到了愤怒到冰冷的程度了,看她的性格也知道,必定是那种不会有所顾虑的人,可随着那个声音再一次响起,并且带着严厉呵斥之意后,和服女人那丛林女王的气息迅速地散去了。 密密麻麻交缠在地面上的植物也快速地枯萎,转瞬间变成了灰色的粉末洒落了遍地都是。 前一刻还剑拔弩张,这会一切恢复了平静,和服女子依旧深呼吸着,可以看到她那一对硕大的双峰在涌动,也可以通过那没有严谨的和服低口,看到她那性感的锁骨,同样在起伏。 第七百七十八章 禁地东首阁 谦逊,怎么这脾气几年了还改不掉,你也不问问他们便随便下逐客令。 一名落腮胡子的硬朗老者走了出来,容光满面,要不是胡须头发都是花白,这精气神比起年轻人也查不到哪去。 有什么好问的? 这小子,就是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他竟然说要拆了我们的双手阁,这种大逆不到的话,还当着我这个望月家族的长女说出口,你觉得我能容忍吗? 和服女子望月谦讯说道。 那也是你先出口伤人再先,好了,别再胡闹了。 他们应该是我们的贵客。 落腮胡子的老者走到了和服女子的身旁,瞪了他一眼。 贵客。 望月谦讯已经呵呵了起来。 老头,你这闺女真不懂事,还好你出现得早,不然他那漂亮的脸蛋就要被我打成相扑选手了。 莫凡说道。 落腮胡子老者微微愣了一下,估计没想到莫凡会这么不按套路说话。 望月谦讯气的木鸡都要登岁了。 要不是长辈望月明健长辈极致指,他已经把这个口无遮拦的小子给收拾了,这家伙倒好,说出这种话来,找死中的找死。 众位应该是中国国府成员来此历练的吧,算算时间,应该是要到了。 望月明健也不去激化矛盾了,直奔主题上去了。 听到这句话,爱将图作为队长也走了上去,将自己的身份徽章交给了这位硬朗的老者。 老者并没有去看徽章,这让爱将图很疑惑,开口道,不检查一下吗,不怕我们冒充。 冒充也得有那个本事,我想没有什么人会愚蠢到去冒充国府选手前来挑战我们双手阁的强者。 老者笑着回答道。 你对你们的人倒蛮有自信的呀。 爱将图说道。 爱将图这句话刚说完,大门内又走出了一名染着一头金色头发的男子走了出来。 他显然听到了刚才的谈话,笑容无比自信的对爱将图道,放眼整个日本,能跟我们双手阁队五一较高下的也没有几个,怎么可能没有这个自信。 你们是真是假,跟我们打一场,看看你们能坚持多少个回合便知道了。 坚持多少个回合? 关于嘴角一抽。 有些不爽的说道,朋友,我听你的口气是我们堂堂中国国府支队还敌不过你们这些手管人呢。 你要这样理解也可以。 这名金色头发的日本男子说道。 行吧,等我把你和你的同伴们撂倒,你们躺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别忘了回味一下自己说过的这句话,顺便说一句,我真讨厌你的发型。 关于傲气十足的说道。 关于话刚说完,一旁的赵满言就不开心了。 本来和一个日本人星号状发型,他就很不爽了。 还被关于这么贱了一句。 还别说,你们两个长得都有点像,赵满言,我们俩还没有播中世界,你爸倒是提前到日本耍了一番,可以呀。 莫凡对比了一下赵满言和这个金发日本人,马上开始落井下石了。 给我们的客人先休息休息吧,比试知识我会安排妥当。 在此之前你们就做好主人的礼数,带他们到我们的双手阁走一走。 望月明鉴也不一一检查。 直接招呼他们这群人进手阁。 对了,我们还有几个女同伴,他们迟些会道,你在这里恭候着吧,他们来了的话就带他们进来哈。 莫凡对望月谦勋说道。 望月谦勋满额头的黑线,声音都带着怒火支咽道,你当我是看门女仆的吗? 你要这样理解也可以。 莫凡将那个金发日本男的话原封不动的送给了望月谦勋。 金发日本男转过头。 很不友善的扫了一眼莫凡。 进入到了西手阁,整个手阁城堡座基便开始垒高了起来,而围墙和座基之间凹陷的地方就变成了河湖,呈现不规则状分布在西手阁周围,除了往悬崖的那一面没有这河湖之外。 另外三面都有。 河湖之水相当清澈,可以看见上面飘着的一些落叶,可以看到水下的石头,甚至可以看见叶子倒影在石头上的影子。 这水应该很深,只是过于清澈才看上去如溪水一般清浅。 水上有木廊,直接在水面上蜿蜒的铺开,绕绕转转,小亭众多,要走上一阵子才能够直接进入到西手阁的下阁。 手阁分上中下三梯座,下阁中厅堂众多,穿来穿去,繁杂如迷宫,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全是对称和接近的宝屋,没有人带还真分不清哪里是哪里。 顺着那些在宝屋之间的台阶,便可以走入到中阁。 中阁中什么都有,博物馆,图书馆,试炼厂,明修室,教学堂,大殿,行宫,器具屋,铸造室,药剂室,统统都是高档次的。 而上阁市军事会议厅,廖望楼,守卫廊,法阵塔之类的,除大阪一些重量级的巨头以及守阁法师,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上阁。 最震撼的依旧是中阁,里面真的是什么奢侈的设施都有。 绝对是法师修炼的完美之地,基本上想要的都有。 金发男和望月谦勋带他们粗略的参观了一番,没多久大家便走到了靠近悬崖的那个方向上。 让莫凡有些意外的是,那座悬空在两座山之间的空中之道竟然是从上阁的一座大料望阁直通过去的。 如果上阁市不允许人进入,这就意味着在这座山对面的那座东守阁也是进制入内的。 最重要的是,两座姊妹守阁之间的并非是走廊,而是左右吊桥。 也就是说,必须西守阁这边放吊桥,东守阁那边也放吊桥,整个横跨山溅悬崖的走廊才可以完整通行。 对面的那座守阁不开放的吗? 莫凡就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立刻询问道。 那里是禁地。 金发日本男应了一句。 好好的一个城堡,设成不让人涉足的地方,这不是资源浪费吗? 莫凡说道。 谁说那里没人涉足,总之不允许踏入。 金发日本男说道。 哦! 莫凡点了点头。 一旁的望月谦虚火眼晶晶,一下子就看出了莫凡正盘算什么,不识人间烟火的冷淡道,劝你不要有什么念动,吊桥飞狼是唯一通往东守阁的道路,无论是悬崖,东山,包括山的凌空,都布满了强大的进制,别怪我没提醒你,靠近东守阁者,再强的人都会灰飞烟灭。 第779章 盖脚印章 江玉在听了这番警告之后,顺手捡起了一块石头。 他猛的一挥,直接朝着吊桥飞狼的地方重重的抛了过去,就看见那块拳头大的石头没有一点弧度的飞向吊桥飞狼。 起初还在西手阁领空一带都还没有任何的事,可就要闯入到吊桥飞狼另一端时,忽然间一道道苍白的极垫在空气中闪耀。 极垫蜿蜒粗壮,比莫凡平常释放的霹雳都还要大了好几倍,任何一道划破空气都极具视觉冲击,可吊桥飞狼外的那片悬崖处一下子出现了数十道这种粗壮狂垫,乱舞之间赫然编织成一个雷之天墙。 石头直接化为乌有,雷强依旧存在了几秒钟的时间,遍布了前方幕所能及的视野,感觉要将整个西手阁都笼罩进去了,何止是视觉冲击,简直是心灵震撼,壮观到令人心声渺小,归立到死亡将至。 卧槽! 所有人被这电光照耀的脸色惨白,谁能想到这一个小小的石头飞过去会惊起这样恐怖的一幕。 真是一点礼数都不懂,你们这样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金发男子有些恼怒的叫了起来。 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这个西手阁明明看上去正正常常,你们东手阁封闭就算了,弄这么强的禁制做什么,这里好歹是城市地界呀。 江玉满脸的愕然。 这用不着你们来管,已经带你们参观的差不多了,晚宴的时候我会来叫你们。 接下去时间你们自便吧。 金发男气呼呼的走了。 望月谦虚本来心情就不好,自然更不奉陪。 他明显对莫凡还有怨气,瞪了一眼莫凡之后才离开。 看着他那被和服裹得滚圆的密屯。 莫凡也就呵呵一笑。 这女人除了身材和脸蛋不错之外,那傲慢实在让受不了,日本女人该有的温柔,贤惠,体贴,能干,和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们说,到切磋的时候谁都别跟我抢这骄傲题字,这女人欠管教,我学魔法就是为了让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国女人跪着唱征服的。 莫凡说道,你火车上不是才说学魔法是为了斩妖除魔的吗? 江玉说道,不耽误。 你们别和抢那个傻逼金头就行,正愁没有一个合适的杀包代替,导师们规定的不许内斗可真心烦。 关于说道,关于,我现在就能把你打成傻叉。 赵满言怒道,我是不会对你出手的,我可不想因为你这种替补掉了宝贵的名额,我关于还要在威尼斯上大展拳脚, 所以在维斯尼之前,我对你有的是耐心。 关于说道。 赖你大爷。 赵满言骂道。 晚宴在下阁,那里有着媲美城堡殿堂一样的大晚宴餐厅,为了迎接中国国府成员,西首阁的不少重要人物都出席了。 当然,自然少不了作为手管人的那群一样心高气傲,年轻气盛的学府强者们。 这群人一样是从各大学府中挑选出来的顶尖法师。 并且经过了长达数个月的特训,就是为了阻挡各大国家国府选手历练之路的。 每个国家的国府选手来此,都必须得到国管的认可,足够多国管的认可。 才有资格进入威尼斯荣誉决战,所以大阪的西首阁可以说是中国国府支队的第一个认可之地,导师们对他们撒手不管。 不代表他们可以在面对国管支斗上应付了事。 每个国家的国管手管队,战斗力都不会逊色于国府队太多。 甚至一些手管队再配合和系搭配上更完美的话,实力会比国府队还强。 上百个国家。 最后能踏入威尼斯水兜的也就那些,国管的挑战是唯一通往决战的道路,要是国管实力不强,岂不是所有国家的国府队伍都可以通过。 晚宴时分,姑娘们也都到了这里,由于是压走到的,他们手上还提着在大阪买的大包小包东西。 尤其是蒋绍旭,他的桌子旁都堆满了他买的奢侈品,衣服,鞋子,包包,首饰。 很有闲情吗? 记得韩国国府队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一个个沉浸在修训中,结果还是被我们打得体无完肤,你们这些姑娘倒好,来大阪第一件事是购物,和世俗普通女孩有何分别? 主座上,日本大阪国管老师终于还是开口了。 这位国管老师大概有四五十岁,发际很高,目光凌厉,一看就是一位严厉的更年轻女人,看不惯年轻女子奢靡,也看不惯除认真苦修之外别的事情。 我是一个法师,也是一个女人。 更何况,你们手管人好像看上去也就一般般吧,一点也没辜负我这份散漫。 蒋少旭不是个善茶,来的时候就听其他人说过携手阁的日本人很不友好,所以他也没有必要那么客客气气。 蒋少旭这话一出,那可是直接把晚宴上的日本人全给得罪了。 无论是老师,军头,祖老,青年法师,手管选手,全都皱起眉头来,气氛都彻底变了。 嘴到挺立的呀,可那又有什么用? 其中一个妖艳的女手管人开口说道。 女人掐着很重的鼻音,也丝毫不掩饰蒋少旭的那份不满和不屑。 其实晚宴什么的,我们下午在大阪吃了不少美食。 说来也是怪,食物这么美妙的城市,人倒是相反,总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今晚就直接切磋吧,在你们脸上盖上我们到此一行的脚印,我们还得去下一站呢。 蒋少旭缓缓的站了起来,话语里全是火药味。 这话一出,整个携手阁的日本人都气炸毛了。 把获取认可徽章说成在他们脸上盖脚印,赤裸裸的侮辱啊。 晚宴一下子都安静了,可这绝不是平静,是随时都会卷起暴风雨的那种气氛。 蒋少旭,你别这样,莫凡拉了拉蒋少旭。 望月谦逊都已经坐席上站了起来,见莫凡正在劝阻嚣张至极的蒋少旭,稍稍将气给压下去一些。 你们女的是一个个在大阪吃饱了,我们这些人还饿着肚子呢? 要打,等我们吃饱了再打吗? 莫凡接着把后面的话吐了出来。 西手阁的日本人一个个脸都抽搐了起来,内心至少有一万个巴嘎亚奴在狂刷。 望月谦逊都还没来得及下去的气怒差一点化作一口怒血喷出咽喉来,但手中的银勺却是发出了声声凝断的声音。 第七百八十章三个人就够。 西手阁的日本人是多半没有吃多少,气都被气饱了。 他们大日本怎么说也是人才辈出之地,论法师的综合实力,整个世界都是排的上号,哪一个国家到他们西手阁切磋,那不是毕恭毕敬,规规矩矩,说话都细声细语。 这群中国来得倒好,狂妄之极,没见过在别人地盘上还敢这般欺人太甚的。 既然你们这么心急的求教育,就别怪我们没招待周全了,来人,现在就去布置斗场,务必在晚宴查点之后让这场切磋能够顺利进行。 那位女国管老师说道。 是,信子老师。 几名徒弟立刻就跑出了晚宴,并开始愤怒西手阁的那些管理人员,开始布置场地。 望月明鉴还想说话,件事情已经到了非打不可的程度了,不由的叹了口气。 真是一群火气大的年轻人呐,这么重要的事情就不能多等上一些时间吗? 信子应该就是手管人的导师了,手管学员们一听到今晚就能打,眼睛都闪亮了起来。 那个金色头发的钢本松脸上更满是笑容,他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人,今天在带那这些傲慢无理的中国人时他就想出手了,正好他们自己急着作死,那怪不得他们西手阁了。 如果真的以为他们西手阁成员只是普通的手管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们这群人与日本国府支队是同一批的,论实力也未必会输给日本国府支队。 国管选手和国府选手是可以交替的,若是国管手管人表现出色。 历练期间取代调国府选手的可能性很大。 谁不想到威尼斯的战场上世界闻名,所以每一次国管挑战。 他们都会用尽全力,好让自己有绝对晋升的机会。 一边吃一边商量吧。 是打群架呢,还是一对一,我个人是喜欢一对一,不排除国府队伍里也有不少烂鱼冲术的家伙。 关于瞄准了金色头发的刚本松,已经直接切入正题了。 一对一就一对一,两队挑选出五名选手进行一对一决斗。 信子国管老师说道。 老师,让我来吧,帝大五伯也难免出一些井底之蛙,这种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我想由我来出面是最合适了。 金发的刚本松第一个报名了。 信子摇了摇头道,来者是客,由他们来挑选对手。 关于听到这句话,眼睛立刻就锁定了刚本松道,那我就选他了。 老师,斗场已经准备完毕,保护结界正常运转。 一名弟子上前来,毕恭毕敬的对腾芳信子说道。 腾芳信子点了点头,开口对众人道,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大家转到斗场吧。 西手阁斗场是在面向海洋的南面,那似乎是人工往山外悬空的区域铺出的一个硕大的灵台。 没有鄙视的时候,这里似乎还能够坐直升飞机升降场,众人刚刚进入到斗场的时候,就看见一架黑色的直升飞机飞离这个场地。 正往海战城的方向飞去。 方台比想象中的要大,估计作为一些客机的加速跑道都不成问题。 斗场菱形,有三个角面都是录在七八百米的高空中。 除了看不见的结界之外,连半点护栏都没有。 菱形斗场并不厚,整体看上去更接近片状。 下方有从山体中延伸出来的实体拖着。 这样薄又宽敞的战斗场地,要场地地表的材质不够坚硬的话,很容易就被魔法的力量给摧毁的。 这灵斗台是由灰晶构成,不要担心它会承受不了你们的魔法打击,能让它彻底破碎的力量,你们还远远施展不出来。 之前那个和蒋绍旭掐鼻音的女日本学员说道。 这位女学员名叫小池祥子,骨子里透出来的妖气早已经在餐桌上就与蒋绍旭的气息撞在了一起,想来蒋绍旭是非他不揍的。 当然,小池祥子也对蒋绍旭在餐厅说的那番话极其在意,就没有见过这么嚣张不要脸的中国女人。 我们不打石头,只打人脸。 蒋绍旭知道这小池祥子在阴阳怪气,顺口就答了一句。 小池祥子呵呵一笑,眼睛往旁边一瞟,笑容很快就凝固成面无表情。 你们商量一下吧。 国管老师藤方信子说道。 爱疆图把众人带到了另一边做席,本来还想商量一下这场切磋究竟是由谁来,可发现有几个人火气早已经烧到了别人那边了,也是一脸无奈。 人选基本上直接就定好了。 我们人已经挑选好了,就由他们三个来与你们国管成员切磋。 爱疆图说道。 这三人正是早已经锁定了对手的蒋绍旭,关于,莫凡。 之前在宴会厅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是你们选出五个人来,然后由你们五个人任意挑选我们这里的五个来进行五场单人对决,不实数吗? 金发的刚本松说道。 五场比试,胜了三场不就算是我们赢了。 爱疆图回答道。 所以你们选三个人。 一名穿着军方之衣的日本军司挑起了浓密的眉毛,眼睛里已经闪烁起了几分恼怒之意。 说真的,要再年轻个三四十岁,他就直接跳起来修理这些狂妄的中国选手了。 这般家伙一点也没把他们日本国管选手放在眼里呀。 还是队长霸气。 江玉在一旁暗暗给爱疆图竖起了大拇指来。 这笔装的,我给十分。 赵满言笑着说道。 不过,这就代表无论是蒋少旭,关于还是莫凡,他们都不能输了。 男爵说道。 别人我是不知道,但我这场没可能会输。 关于第一个站出来,显然这家伙是要打头阵了。 关于缓缓的走到日本国管选手的面前,国管选手一共有十名,其中见过的就是刚本松,望月谦勋。 他们中九个人是跪坐在前面一排,头上戴着白色的丝带,这在日本是代表着不屈的斗志,在中国那是代孝。 第781章 开打,开打。 望月谦勋坐在这九个人的后一排,看上去应该是国管队的队长之类的。 再往后便是望月明鉴,日本军司,腾芳信子等人了,属于导师,西手阁领袖一类的人物了。 再在这群人坐席两边,还有许多穿着比较统一的人群,他们有西手阁的学员,学者,军人,军官,守卫长,客卿,人不多,大概三十几个。 国管切磋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挑选一些见证人便可以了,也不允许有任何设想一类的出现。 关于这人一上场,基本礼仪是会做的。 他一眼扫过面前的九名手管学员,随后又看了一眼座后一些的望月谦勋。 很明显,望月谦勋是这群人的队长,也应该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军羽也比较有傲气,他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直接挑战他们最强的人。 不过,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最想收拾的还是金发的钢本松,更何况在西手阁门口的时候,望月谦勋就展现出了他强大的植物系气场,关于这种人对付植物系法师是特别费劲的。 愣着干什么,上来受奏吧。 关于指了指钢本松,不屑的一笑。 别太自以为是了。 钢本松也站了起来,向身后的众位领导,老师,同学,见证人们鞠了一躬,随后走向了比赛场。 两人剑拔弩张,等腾芳信子一宣读开始后,便看见这两人身形一晃,纷纷化作了残影在这个宽阔的比赛场上以极快的速度在移动。 虚影乱窜。 步伐乱闪,感觉这个灵斗场上有很多个人在奔跑一班。 一些修为较低的法师甚至都看不见他们两个人何时交锋,何时出现了魔法碰撞。 竟然两个都是速度型的法师。 这有意思了。 导师藤芳信子笑了起来。 那个中国选手的毕凯有些古怪。 日本军司目光锐利,很快就识破了关于杀手锏。 如刺客一般刁钻近身,以速度化作撕开敌人的利刃,若锋一般避开致命一击,看来他们两人之间的交锋要么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要么会在一瞬间结束的。 望月鸣剑说道。 坚勋,你觉得谁会赢? 导师藤芳信子问道。 对方的速度恐怕更快,他们开始动用魔具了。 就像两个快剑手,若是同时向对方刺出剑剧,速度更快者必定会获得胜利。 这场速度与速度的对决其实并不会存在太大的悬念。 金发的钢本松发现自己速度竟然慢对方一筹后,果断的换出了铝魔具来,让自己的身法得到更高一层的提升。 钢本松有铝魔具,关于同样也有,有趣的是,关于的铝魔具似乎要逊色于钢本松一些,于是在两个人都动用了魔具的情况下,他们在速度上几乎持平了。 想来也是,关于的那特殊凯次是花费了不少银两的。 这里花得资源多了,其他地方的行头自然没法配备到顶尖程度。 整个斗场遍布了这两人布置的风轨,他们就像是无数条青色的履带,纵横交错在这个比赛场中。 这两人对风的驾驭都非常的老道,不单单可以踩着自己的风轨进行飘行,更可以驾驭对方的风轨。 先是在地面上交锋。 很快便在半空中拼杀,关于利用自己的避凯不断的寻找以及避胜的时机和角度。 而钢本松则以灵巧的身法和敏锐的意识在闪躲那利刃破晓,缠斗许久都不见愤出胜负。 果然如望月鸣剑说的。 这场战斗要么高下利判,要么持续良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更多的是在寻找时机,多次试探都没有轻易的下狠手。 他们两个的战斗更像是击剑,如果进攻都是试探,那么也易于防守,假如想要深入次敌,反倒立刻露出破绽,被对手抓住了时机。 关于是在进攻,可他不敢轻易深入,他从对方那没有慌乱的闪躲中看出了那份随时等待反击的脚诈。 好无聊的战斗啊,看得人都打瞌睡了,换作是我,三两个魔法就把那赵满岩弟弟给轰成渣了。 莫凡吃饱了,不免打起了瞌睡。 这种晃来晃去的战斗,看得人眼睛就是累,他索性懒得看了。 可就在莫凡打瞌睡这会,一声刺耳的金属声音响起,惊醒了正想要闭目养神的莫凡。 定睛一看,原来关于的碧楷刺扎进了刚本松的楷模具之中,有鲜血从那件铠甲上溢了出来。 不过关于自己也被一阵后续的狂风给卷了出去,整个人被打飞到了空中,重重的跌倒在坚硬的地板上。 刚本松还想要施展魔法,给关于一个重击,可见胸位置的疼痛让他的中阶魔法断裂了,没有抓住这宝贵的反击机会。 关于落地后有些头昏眼花,骨头震痛的爬了起来。 他看着刚本松,眼睛里带着几分惊讶和恼怒。 关于本以为自己赢定了,没有想到刚本松设了一个风盘陷阱,还好自己在那风盘陷阱涌起来之前刺伤了他,让他无法顺利施展进攻魔法,否则自己被卷晕的那会是毫无防守之力的。 狡猾的东西。 关于冷哼了一声。 点到为止,中国国府队代表关于胜。 腾芳信子立刻开口道。 腾芳信子不喜欢这群中国人是一回事,可比试就必须公平公正,这场确实是刚本松输了,输在低估了关于爆发出来的惊人速度,输在忽略了风盘陷阱的那些许延迟。 很快,日本队这边就有人站出来为受伤的刚本松治疗。 关于也被疆域给扶了下来,由南戎尼为他检查身体情况。 骨头断了几根,你躺着别动。 南戎尼用手悬空一抚,便知道关于的伤势了。 这么惨。 江玉有些诧异道。 哼,我差一点能刺他要塞,那家伙铁定比我惨。 关于嘴硬道。 最后的交锋好精彩呀,我差点以为你要输了,没有想到你那么大胆,用速度强穿风盘陷阱。 祖吉明说道。 接下去让我上吧,打个日本手管学员都这么狼狈,也是够丢人的。 莫凡对关于没啥同情心,嘲讽了一句。 行,我压走,不过,你别输了哦,输了的话,我那场就没意义了。 蒋绍旭说道。 放心,我一定打的那个日本女人欲仙欲死莫凡拍着胸膛道。 流氓。 蒋绍旭骂道。 第七百八十二章让你一戏。 莫凡昂首挺胸,缓缓地走向了日本团那边。 耳后跟有传来祖吉明的声音,无非是抱怨莫凡这个死替补太过抢风头。 这件事是队长爱疆图亲点的,其他人自然不好说什么,爱疆图在队伍里更像是一个带队老师,其战斗力在当初剿灭赤灵妖的时候就展现出来了,一个人单挑统领级妖魔,还把人家中创,所以他的话队伍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意义。 他说让莫凡上,自然是莫凡上,最重要的是,莫凡这家伙的战斗力大家其实也见识过了,如果关于能赢的话,莫凡也没太可能会败下来。 看什么看,竟然还搞特殊座后面,就你了,望月谦勋,上次是那满脸胡须的老头妨碍我管教你,这次在这比赛台上,你跑不掉了。 莫凡直接指着望月谦勋,毫不客气地说道。 望月谦勋一锁,他其实忍着出言不逊的小子很久了。 望月明剑,日本军司,腾芳信子神情都有一些变化,最后还是望月明剑笑了起来,对莫凡说道,莫凡,你还是选其他人吧。 怎么,觉得我一个替补把你们队长给打败了,面子上过不去,莫凡不乐意了。 我们并没有这个。 你们国管学员里面,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他,白天你在外面阻挡我教训他就算了,这比市场上你也要阻拦吗,就他了,别跟我说什么只有队长可以挑战队长。 要这样的话,我就是国府队的队长。 那黑脸的家伙就是一个摆设,是我手下败将。 莫凡说道。 真是的。 竟然看不起自己这个替补。 替补怎么了,替补照样打得他们所有学员满地找牙。 莫凡发现那些日本学员全部都在校,这让他更加不开心了。 就你也想挑战我们千勋小姐,不觉得自己是班门弄斧吗? 其中一个机关头的日本学员嘲讽道。 选谁不好,偏偏选千勋姐姐,你可是会后悔的哦。 那个捏着鼻子声音的小池祥子笑盈盈地说道。 其他几个学员也全部都在校,校声中也充满了对莫凡的鄙夷。 他们九个,你可以随意挑,望月千勋不行。 望月明鉴说道。 其他人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他。 莫凡指着望月千勋说道。 望月明鉴正要阻止,腾芳信子却也讥笑了一声,对莫凡道,你当真要选他做你的对手,我可告诉。 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就他,我管他是谁,我看他不顺眼很久了,直接叫他上来跟我打,莫凡很不耐凡的说道。 这般日本人,就是爱大惊小怪的抬高一些实力强一些的人。 看其他学员对望月千勋的那份恭敬和奉承的样子便知道,这女人在队伍里肯定极有威信,不然也不会成为队长。 挑战他们的队长,那才比较刺激。 老师。 既然他执意要选我,那我就陪他练练。 但如果是我出场与你比试的话,那你们最好再选一个名额出来。 望月千勋缓缓的站了起来。 没那个必要。 我们三个人都不会输的。 莫凡说道。 你要选望月千勋的话,那就再挑一个人出来。 否则传出去说我们欺凌你们中国选手。 藤芳信子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望月明剑原本想说些什么,但被藤芳信子给阻拦了。 你们还真看得起这只会摆花架子的女人。 爱疆图。 你再挑一个。 莫凡懒得跟他们。 那就我吧。 爱疆图也不是很在意,随口说道。 好了,我们挑一个,你赶紧上来,别耽误我揍你。 莫凡说道。 望月千勋走出了席位,步入到了灵斗台上。 望月千勋看上去面无表情,可心里却早已经暗好笑。 这毫无理数,口无遮拦的小子竟然真敢选自己,真是典型的作词。 教训教训他一顿,出一口恶气先,这群中国人实在太过嚣张了。 两边席位的那些见证人已经一片议论,他们说的都是日语,莫凡也听不懂,但言语中都带着绩笑意味。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然真的选千勋小姐。 哈哈哈哈,我等着看他被千勋小姐打得跪地求饶,我们全对没有谁不被千勋小姐收拾的。 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 无所谓了,是他自己选的,怪得了谁,还非千勋小姐不选,看看千勋小姐耍猴也好。 学员们已经用日语在交谈了,可以看出他们对望月千勋的十足信心,也对莫凡这个选择觉得可悲和好笑。 我赌他坚持不过五分钟。 机关头发男捧着肚子笑道。 队长,你未免也太抬举这小子了,三分钟,最多三分钟,哦,千勋小姐平常还是保留实力跟我们对练的,千勋小姐要真的向教训这家伙的话,兴许一招都能够将他给灭了。 额上纹申学员说道。 等着看好戏就行了。 是啊,是啊。 莫凡发现了这群日本人的异样,偶尔也听到了他们那百明了不看好自己的嘀咕。 神经病。 莫凡骂了一句,目光便转向了望月千勋。 从其他人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望月千勋非常强。 也是,不强的话白天在携手阁前就不会释放出那么强的气场来。 莫凡知道这女人强,但强又怎么样,他大莫凡怕过谁啊,左手天雷滚滚垫得他浑身苏麻难耐,右手烈焰烧得他灼心焚身,就不幸降服不了这女人了。 你真是我见过最可笑和最愚蠢的人。 望月千勋见莫凡目光不善,嘴角扬起了一个笑容,这个笑容优越感十足,看待莫凡就跟看待一个跳梁小丑。 你可以去中国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大莫凡的名号,对付你这种货色,我让你一戏都没啥问题。 莫凡也已经装起来了。 让我一戏。 望月千勋笑了,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 这女人笑起来,那火辣的身材一下子荡漾出了妖精的气息,让男人有将其扑倒撕开那掩不住春色的和服的强烈欲望。 但很显然,这朵骄傲的日本玫瑰身上是带着毒刺。 第七百八十三章 植物掌控力 开始吧。 腾芳信子说道。 莫凡与望月千勋相隔五十米的距离,一般而言法师之间的对决都会抢战先机,毕竟中低阶法师们能够使用的技能非常有限,战斗方式也大部分局限于相互魔法轰炸,你来我往,如同回合制。 但是望月千勋并没有动,他也没有衔接星轨,仿佛是故意让莫凡先出手,他只是站在那里带着几分高傲的凝视着,观察着莫凡的一举一动。 目光凌厉,戏谑却不散漫,莫凡知道这日本女人并不简单。 也没有跟她客气,随手就捏出了几道雷印来。 将这几道雷印一拧,雷印立刻变得更加粗壮。 莫凡持续这样的手段,渐渐的将更多道雷印拧成了一道,化作了长长的粗壮雷边,其中一端被莫凡牢牢的抓在手中。 雷系掌控力不错,雷印画形。 望月千勋只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评价,并没有露出任何慌张之意。 莫凡懒得废话,手臂狠狠地挥动着,将这条由所有雷印拧成的雷电长边横向的往望月千勋给甩去。 雷电长边在扫过空气的时候更是劈啪作响,可以看到不断有蕾丝在空气中闪烁,只要稍稍被这些蕾丝给触碰到,就会立刻陷入到麻痹之中。 望月千勋仍旧没有闪躲的意思,直到雷印长边近他身的时候才看到他右脚轻轻地往地面上一朵。 煞时,一朵呈现灰蓝色的结梗之花在他的脚下莫名地出现,花瓣硕大,呈现五片,每一片都如同一人多高的棱顿,五片棱顿花瓣快速地将望月千勋地裹了起来。 变成了一只人形高的花骨。 雷印长边重重地抽打在了这多花骨上,电弧立刻遍布了零顿花瓣周围,肆意地狂测。 只可惜,雷电在这种植物物体上并不能展现出其强大的摧毁力,甚至那会渗透的麻痹效果也根本无法产生效果,莫凡这倒是第一次见到有魔法师可以施展出这种花骨果盾的能力。 脸上也露出了惊讶之色。 法师掌控力很重要,每一阶所掌握的魔法是固定的,但法师自身已经将该系运用的如炉火纯青后,便可以进行一些高难度的演变。 比如说莫凡的雷印,莫凡一连释放三四个雷印,便可以将所有的雷电印记拧在一起,化成一条长长的雷电之边,若莫凡还只是初阶,中阶,基本上没可能做到。 到了高阶整体掌控力变强,魔法的运用会变得更加广阔。 而望月谦勋显然也是对植物系魔法掌控力强横的法师,否则植物系的魔法之中是并没有这样能力的。 雷没用,就尝尝我的火。 莫凡知道对方是高手,自然不会那么散漫。 手一震,莫凡将雷电从自己的手臂和手掌中散去,电弧还在空中乱窜之时,已经有炙热的霉颜在他的面前绽放。 火焰悬于莫凡面前。 莫凡猛的一抓,让这些烈焰燃于他的拳中。 你以为我会让你随心所欲出手吗? 望月谦勋的声音传出。 那花灵古盾瞬间消失。 只见望月谦勋速手往莫凡这里一弹,便看见一颗微小的青色带着灰蓝光泽的种子飞落到了莫凡所在的这片石地上。 砰砰砰。 石地马上就裂开了,几根幼苗从缝隙之中钻了出来。 莫凡低头看了一眼,猛然间意识到什么,毫不犹豫的在石地上重重异彩,整个人弹射到空中。 高阶之后。 莫凡即便不穿血兽靴,全力一跃的话,也可以跳出一二十米的高度。 莫凡升空的过程中,下方那几颗幼苗就跟被浇灌了鸡敦炫脉肥料一样,出现了如妖孽般的生长。 也就莫凡跃到最高点的这短暂时间里,光洁的石地直接变成了一片茂密无比的灰蓝色杂丛林。 丛林还在滋长,它们就跟活物一样,能够捕捉到莫凡的气息,见莫凡跳到空中之后,竟然以更快的速度狂窜了上来。 后来,莫凡一低头,发现有数十根枝藤,树须,精条之类的东西已经扑涌了上来,马上就到自己的脚踝了。 这生长速度未免也太快了,还有它们追逐猎物的那种凶猛,根本就不是植物,是几只巨型八爪鱼在舞动触手啊。 想困住我,做梦。 莫凡也是一高人胆大,眼见自己要下坠了,索性在一根稍微迟钝点的粗藤上重重一彩。 接着这根藤的弹力,莫凡再跃到空中,要跳出这个可怕的昆之林。 落到昆之林内,莫凡可救莫凡了,整个昆之林的植物都任由那女人操纵,莫凡等于陷入到了植物军团里。 一大片如妖怪般滋长的丛林突兀的出现在宽敞的斗场中,渺小的莫凡看上去不过是一颗食人植物眼中的飞虫,还好这家伙伸手敏捷,铤而走险的往外跳跃,不然下坠之后必定被这凶猛的昆之林给吞没。 莫凡还在空中,正朝着一片比较安全的地方下落。 谁知道昆之林龙阔的范围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怕,还没等自己下落到接近地面的位置,那些可恨的植物已经像一个个张开嘴的鳄鱼在池塘中等自己往下落了。 猎拳 莫凡知道自己是躲不过了,索性将拳中的火焰直接朝着不远处的望月千薰轰去。 火焰拳头从空中滑落,倾斜的砸向了地面上的望月千薰。 望月千薰也没有想到莫凡这么刚,宁愿掉到满是植物的地面上也要攻击自己。 望月千薰放弃了继续让植物生长,而是束手交缠,以意念操控遍地的植物在自己面前组成了一道藤墙,阻挡莫凡这从空中轰来的霸道火焰。 轰 猎拳轰出,产生了一股强劲的爆破之力,望月千薰临时交缠起来的藤墙被轰成了粉碎,藤断了无数,带着火焰散落,遍地狼藉。 莫凡乘着望月千薰采取防御姿态时,安然无恙地落到了地面,并且赶忙逃出了这片被剥洒了种子的区域。 昆之林也被称之为昆之种,别看望月千薰只弹出一颗小种子,一旦种子落地,便会在数百平方米内遍布植物之根,无论是组成一片昆之林,还是单独操纵某一小片区域,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 第七百八十四章 直体种子 莫凡没少和木奴娇切磋武艺,他也是一个植物系的高手。 站在被昆之种波及了的石地上跟一个植物系的法师打,绝对会被打得连不知东南西北。 莫凡把腿就跑,一下子窜到了百米开外,目光警惕地盯着望月千薰的同时,还抽出一只脚来,往地面上跺一跺,确保这块小土地没有被昆之种给霸占。 确保安全,莫凡这才放心的衔接星轨。 只不过,望月千薰比莫凡想象中的难对付,这女人完成中阶魔法的速度相当快,莫凡刚要凝聚出一个能量爆棚的烈焰火拳来,一颗该死的种子又落在了离自己脚边不到五米的位置上。 莫凡把腿就跑,就看见那些前一秒还是幼苗的植物刹那间化作了凶猛怪兽,翻江倒海一样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哈哈哈哈,傻猴正式开始了。 机关发日本学员已经大笑了起来。 望月明剑和腾芳信子也露出了早有预料的笑容来。 这中国学员还不错,跑得比较快,换作意识差一些的,已经被五花大榜了。 望月明剑有意说一。 和望月千薰打的学员,连第一个回合没有撑过去的多着,中国的这个雷火系学员算很机智了,跑起来一点都没有犹豫。 但是,和植物系的法师打,跑是没有意义的。 别人只要继续弹出种子,就能够统治一片区域,这种切磋比是以斗场为界,范围被圈死了之后,植物系法师反倒有绝对的主宰能力。 让你尝点苦头吧。 望月千薰冷淡一笑,目光忽然间变得凌厉了起来。 他紧盯着莫凡,判断出莫凡逃跑的方向。 利用遍地的植物做遮挡,望月千薰另一只手食指在一弹,便有一颗暗色光芒的种子笔直地飞出。 这颗种子在杂密的植物之间穿行,即便隔着很长的距离,竟然准确无误地飞向了莫凡,并黏在了莫凡的身上。 他要倒大霉了。 哦! 是这招,我已经不敢往下看了。 谁让他们如此狂妄,我想很快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要选千薰小姐。 小池祥子说道。 说真的,莫凡觉得自己确实小看了望月千薰,这女人植物系的掌控力已经到达了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领域。 她统治速度太快了,昆之林的种子跟不要钱一样变得洒出,这就算了,更恐怖的是这女人竟然会昆重植体。 身上有种子粘上的时候,莫凡便意识到大事不妙。 果然不过几秒钟时间,几颗幼苗便在自己的身上莫名地生长了出来。 幼苗滋长得无比恐怖,转瞬间变成粗藤,粗藤反绑,反缠,还没等莫凡想到对应措施的时候,这些植物已经在自己身上交缠成网,覆盖了一层了。 卧槽! 莫凡人都傻了,感觉自己被裹在了一个猪笼里。 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植物还在自己身上生长,一圈又一圈。 一层又一层,繁蜜倒连一点光都透不进来了。 不知道多少层的植物,厚的镰刀都看不开,勒得莫凡四肢根本不能够动弹。 莫凡已经被彻底裹成一个偌大的植物球了,貌似外面的层还在生长。 场外的人看到这一幕,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中国国府队的人都是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女人未免太恐怖了吧,植物系的掌控力强到这种程度,赵满言说道。 强得有些离谱,莫凡踢到铁板了。 这可怎么挣脱呀,都被裹成那样。 估计是要输了。 关于剑莫凡已经被彻底制服。 立刻落井下石道,还好多要了一个名额,不然这次我们国馆挑战就算输了,导师知道了肯定惩罚我们。 望月千勋展现出的实力瞬间折服了在场的人,事实上关于也清楚,换做自己上的话,多半也会被这样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望月千勋是西首阁的王牌呀。 看来我们确实太低估日本队的实力了,若是望月千勋这种人都不是他们日本国府选手,那日本国府选手得强到什么程度? 男爵说道。 实力这东西很多时候能够一眼明了,大家是看着莫凡被跃的,从史制中就出了两招便被结果了,这种碾压说实话都有些让他们难以接受。 千勋,可以了。 望月明鉴看了一眼那个大植物茧,出声阻止道。 这场就不要算数了,毕竟是望月千勋上的场。 腾芳信子也开口道。 输就是输,我们没有必要让,爱将图并不领情。 输个卵,我大莫凡怎么可能会输。 就在这时,那个已经被裹成一栋小型房子的植物残茧里面传出了莫凡嘶吼声。 还挺倔的。 望月千勋嘴角一扶,却是缓缓地转过身,背对着已经被缠成植物残茧的莫凡道,在我走下斗场前你向我道歉,我可以考虑把你放出来,里面的滋味不好受吧。 望月千勋已经没有战斗下去的意思了,他在往赛场下走。 他知道,今天自己确实有点欺负人了,可谁让这小子太贱。 道个屁的欠,不知道是谁先指着我们骂了一顿,没让你这三八给我们道歉都算是我们比较宅心人后了,莫凡大吼道。 望月千勋不乏停在那里,面色冷清,他这是第二次听到这小子骂自己了,上一次的事情还没跟他算,他竟然在这比赛场上又骂。 我告诉你莫凡,因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切磋,所以我没有让植物往你身体里生长,你要再敢辱骂我半句,我让那些植物穿到你身体每一个孔里,让你尝尝我对付死刑犯的滋味。 望月千勋猛的转过身来,那双眼睛充满冷意的注视着莫凡。 听到望月千勋这番话,望月明鉴都坐不住了,急忙站起来阻止道,千勋,不要胡来,他毕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学员。 这小子太过无礼,千勋教训一番也是应该的,放心吧,千勋自有分寸。 腾芳信子却说道,望月千勋缓缓缓的往植物大残茧中走去,他要听清楚里面是不是传出了任何会再让他不舒服的声音。 三八 莫凡再一次骂道。 望月千勋整个人都要气炸了,可以看到他那对胸脯不断的起伏。 哼,怪不得我了。 望月千勋反倒是笑了,笑容中带着几分狠辣之色。 他知道这是鄙视,他也不会真的杀死莫凡,但一定会让莫凡痛苦的毕生难忘。 第七百八十五章 强强相撞 不会吧,千勋小姐真的动怒了,那些植物是可以往人体内生长的,无孔不入,什么眼睛啊,鼻子啊,咽喉啊,还有那里啊,想到有植物往这些地方生长进去,我就浑身鸡皮疙瘩。 机关发日本男说道。 队长,你说的这么详细,难道你被千勋小姐这招折磨过? 闻脸日本学员说道。 我可没有,我是听东首阁的人说的,这人何止是要倒大霉了。 是啊,惹谁不好,惹千勋小姐。 望月明剑是有些坐不住了,他摆明要终止比赛。 旁边的腾芳信子却不希望比赛结束,因为那中国学员确实太过分了,什么话都骂得出来,和一个流氓地体有什么分别,该狠狠的教训一番。 如果是让其他人来做这种事,那我们也不理亏,可让千勋这样,传出去不太好。 望月明剑说道。 我说你们两个在争执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有一股很浓烈的火元素在涌动吗? 坐在中间的那位日本军司说道。 两人这才反应过来,释放自己的感知。 正如日本军司所说,赛场上确实有不寻常的火能量。 就凭这些破条破腾也想困住我。 莫凡的声音从植物残茧中传了出来。 炙热,再炙热,莫凡身体都已经化成了烈焰,那些妄想朝着自己身体里生长的植物顷刻间被烧成了灰烬。 小炎机,烧光它们。 莫凡知道光凭自己的力量未必挣脱得开,当下不再保存实力。 召唤出了小炎机来。 小炎机一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多想。 立刻释放出强大的结炎来。 煤炎和结炎同时燃烧,同时朝着周围扩散出火浪。 即便是厚实的植物残茧也抵挡不住。 一层接着一层的植物被火焰给焚烧,不久之后就看见硕大的植物残茧中有火苗溢出,没多久这些火苗烧得剧烈,迅速地吞没了所有。 呵! 莫凡猛地将烈焰散出,火蛇狂舞,厚厚的植物被烧裂,被烧碎,被烧成了无数的粉末。 站在烈焰中,火势引燃了那么一堆植物而变得更旺盛。 小炎机的附体更让莫凡变成了一个从烈火中诞生的狂魔,霸气而充满随时都会爆炸的野性。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昆之林,够不够我的火焚的。 天燕葬礼 不立刻挣脱,那是莫凡正在酝酿高阶魔法。 他的高阶魔法释放速度太慢了,要当着别人的面释放,百分之百被中断。 正好植物残茧给自己裹出了一片完美的保护层,望月谦旋也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做什么。 高,高阶魔法 那坐在前排的九名手管学员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瞳孔中映着浑身烈焰狂然的莫凡。 望月明鉴,藤芳信子都有些动容了,他们也很诧异,这个跟个痞子一样的家伙竟然是一位火系高阶法师。 并且利用望月谦虚的一点松懈完成了那复杂无比的星之火座。 火系星座璀璨无比,三百六十度环绕的星图立刻赐予莫凡无穷无尽的火焰力量。 火云成形,燕雨滴落,一片刺目的通红统治了上空。 更在坠落到这块灵斗场上之后,彻底统治了比赛场地。 每一滴燕雨都可以燃成一片,燕雨密集。 全部相连之后,便是烧成通红的一滩火海。 望月谦虚之前布置的昆之林在火焰之雨的席卷下立刻化成乌有。 火海范围里,哪怕谦虚弹出再多的种子,也会被一下子烧得惊光。 火海统治了斗场,望月谦虚站在这片被莫凡掌控的烈焰之中,身上不知何时已经覆盖上了蓝色的法铠。 火浪一层一层往望月谦虚身上扑去,望月谦虚则迅速地避开,一直退到了灵斗场的边缘位置。 他的蓝色法铠抵抵抗力十足,如此凶猛的火势竟然也无法将其烧毁。 望月谦虚眼睛里闪烁着诧异,却没有一丝丝的慌张。 高阶魔法已经非常可怕了,看天燕葬里这近乎笼罩了整个灵斗场的熊熊烈焰变之,外层的保护结界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可望月谦虚并没有因此落败。 他面无表情地躲开那些席卷过来的火海狂澜,更灵敏地与天空中不断杂落下来的燕雨错开。 水花天目 最后,望月谦虚没有再隐藏实力了,看到更强的一波天燕葬里漫天落下后,他迅速地完成了水系的星座,缠结出了一个水墓结界,抵挡着这最强势的一波火雨狂喜。 卧曹,这女人也是高阶的。 赵满言瞪直了眼睛。 早该猜到,她的植物系掌控力也只有高阶法师的意念可以做到。 男爵说道。 不对劲,不对劲。 爱将图眉头紧锁。 是啊,太不对劲了,这女人强得离谱,莫凡都动大招了,竟然没把她干掉。 江玉说道。 天燕葬里一出,基本上什么鬼都会被烧得面目全非,莫凡动用了这么强的魔法了,换做是任何人都得败下来,可那个日本女人竟然一开始还不施展高阶魔法,直到最强的一波席卷下来后,她才施展出水花天目。 她抵挡的虽然谈不上很从容,但也谈不上狼狈呀。 呼呼呼呼。 烈焰变得燃烧,几乎没有一寸土地是平静的。 望月千勋被逼到了角落,迫不得已施展出了水花天目来,否则她会被天燕葬里的燕雨给轰到斗场外。 真是小看你了。 莫凡踩着火海朝着望月千勋走去,脸上没有了半点随意。 彼此彼此。 望月千勋深呼吸一口。 那般日本学员们看得眼珠子都瞪了出来,好半天没回过神。 他们不敢相信望月千勋竟然被逼到了赛场边界,若水花天目施展的速度再慢一些,她便是输了这场啊。 望月千勋差点输掉,这在他们携手格式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队长,你有没有把千勋小姐逼到这种程度啊? 魂脸日本学员忍不住问了一句。 只在他大意的一次队练中有过,但很快我就被挽虐了。 机关发日本男子神色凝重道。 第七百八十六章 道习霹雳 赤红色的火焰持续燃烧着,这一片烈焰海洋并不会那么快消失,对方是一个植物系的高手,若是让这片斗场什么都不留下,用不了多久自己连战的地方都没有。 天燕葬礼并没有重创到望月千勋,但让莫凡占据了一些主动权,至少在烈焰海还持续炙热之前,不再会有无处不在的植物来袭击自己。 血兽靴 莫凡知道遇到强敌了,当下没有再做过多的保留,他换出了血兽靴来,将那血兽之力包裹住自己的双腿。 本身高阶之后,莫凡的速度就已经很快了,血兽靴力量依附之后,他奔跑起来更是充满力感,每一次踏在地面上都可以留下一个重重的脚印。 他朝着已经被逼到边缘的望月千勋冲去,再离他还有三十米的距离时猛的跃了起来。 血兽践踏 直接开启血兽靴的主动效果,这让莫凡的双腿力量可以达到数千斤,从空中落下来之后莫凡这一彩的威力完全不逊色于一只十米怪兽的冲击践踏。 望月千勋反应也很快,他身后已经是结界了,看见莫凡飞落下来便急忙朝着身侧跳开。 和莫凡这霸道的血兽践踏相比,他这跳并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当莫凡将血兽靴重重的砸向地面的时候,那卷起的血兽之力直接将望月千勋给掀飞了起来。 望月千勋在空中失去了平衡,不过这种情况下他竟然还能够施展望凡,竟然用意念操控着两根魔腾飞窜上来。 扶住他的身体。 莫凡看到有两根魔腾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便知道他的意图了,当下手指沉淀。 朝着望月千勋下方一指。 霹雳。 与往常的霹雳不同,莫凡直接改变了霹雳的释放轨迹。 由下往上倒闪。 一道霹雳在望月千勋下方猛地窜起,宛如一条腾飞而起的紫黑色蛟龙,准确地命中了望月千勋的后背。 霹雳带着很强的冲击效果,望月千勋身体还没有碰到地面却又立刻遭到闪电的倒袭,强劲的雷霆再一次将他轰得更高,整个人都旋转了起来。 望月千勋身上穿着蓝色的法铠,这霹雳依旧伤不了他,无数的电弧缠绕在他的身上,将他送到了五十多米的高度。 人在空中是很难改变方位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格斗者都希望将人踢空。 火姿。 在空中,望月千勋就是一个靶子,以莫凡现在的释放精确度,那浮空和下坠的移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初阶魔法在莫凡手中已经娴熟到挥手急来了,考虑到当个伙子的威力根本不可能对穿着法铠的望月千勋造成什么伤害,莫凡直接以意念的方式尽可能催动足够多的伙子。 星轨一道接着一道划过,火焰一团接着一团的悬浮在莫凡的周围,短短时间里,莫凡双手两边已经出现了十几团火焰。 去! 十几道伙子同时飞出。 轨迹在半空中清晰可见,并分别落在了望月千勋的附近。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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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姿在望月千勋面附近爆裂开,爆开的火焰球尽管才两米左右,可十几个火姿先后爆裂之后。 那一片空中便彻底被往四周冲击的爆裂火蛇给吞没,望月千勋躲无可躲,火蛇全部建设在他的这件蓝色法铠上。 不得不说。 望月千勋的蓝色法铠绝对是高级货,先后承受了这么多魔法攻击竟然还没有消失。 猎拳,得啥! 望月千勋好不容易回到地面。 可莫凡仍旧没有停歇的意思,一拳往大地下砸去。 让刚刚被十几个火姿连续爆裂后的望月千勋再品尝了一次的煞之花的死亡绽放。 滚烫的溶浆乱喷,望月千勋紧锁着霉,身上有柔软的水之段带在循环,也不知道这女人是怎么在这样密集的攻击下还施展出水系的防御魔法来的,或许她也已经到达了初阶魔法一念之间便可以释放的境界。 水之段带一层又一层,莫凡刚才就注意到了她身上至少有六层的水域魔法,貌似赵满岩那货的水域叠加最多就到四层,在水系的掌控上她也要比赵满岩墙上两个档次。 好暴力啊,换作是我已经被打残了。 将域看着莫凡这一个又一个毁灭魔法的衔接,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之前是莫凡被望月千勋的植物系魔法给打得几乎没有什么还手的机会,现在莫凡这一系列魔法同样让望月千勋几乎没有站直身子的机会,这两个人一旦获得了进攻时机,便根本停不下来。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结果比乌龟壳还硬,这都还能站起来。 莫凡重重的喘了一口气。 连续释放魔法是非常损耗精神力的,现在莫凡不得不停歇一会,免得接下去的魔法出现断裂的问题。 而望月千勋也不太好过,他迅速的退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不断的在身上施加水系魔法。 火焰的炙热和雷电的焦灼都不太好受,尤其是那被打到空中,又被轰来轰去,最后还被的永荣浆给浇灌,得亏他一直都在给自己释放多层防御的水域,不然凯魔剧早就支撑不住了。 火系和雷系的威力确实强,大部分防御魔剧都支撑不住几个回合。 起! 望月千勋掉息的速度比墨房还快,他散去了那已经没有什么防御效果的凯魔剧,直接用意念操纵起植物。 此刻天验藏里遍布的火海已经消散了大半,望月千勋再一次施展出了魔法。 他手往莫凡这个方向一扬,隐约有灰蓝色的光芒快速的一闪。 望月千勋这施法的动作和光辉让莫凡隐隐觉得熟悉,可还没等他想起来是什么,便发现自己前方的土地一下子撕开了一条大裂缝,裂缝至少四五米长,缝隙中直接钻出了一根无比可怕的魔鬼藤来,足有千年大树树干那般粗壮。 最可怕的是这种粗壮魔鬼藤还韧性十足,可以随意扭动,力量跟怪兽一般恐怖。 莫凡一看不对劲,把腿就跑,谁知道那魔鬼藤速度更快,狠狠的抽打了上来,直接将莫凡飞扫飞了出去。 第七百八十七章 没长脑子 是鬼木手 莫凡暗暗咬牙,这鬼木手的苦头莫凡吃过了,当初和那个印度来的格洛肯打的时候,那家伙就用的就是鬼木手。 这是植物系的高阶魔法,但根据不同人的灵种、魂种,鬼木手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莫凡记得会长韩记的鬼木手就不是鬼木,而是石人鬼花,当初那一大群战将级的亡灵生物基本上都被他的石人鬼花给吞了,韩记那修位即便高阶魔法也是转念间就完成。 此时望月千薰施展的正是高阶植物系魔法,那恐怖的鬼木手打在身上,整个人都会飞出几十米远。 莫凡知道这东西的可怕,立刻全身武装上玄蛇铠甲来。 玄蛇铠甲刚包裹身体,无处不在的鬼木手又出现了,他从莫凡身后的土地中钻了出来,那粗壮的妖目直接跟星号一样打下来,将莫凡直接碾在了石地上。 咯吱咯吱咯吱。 莫凡爬起身来,目光无比警惕的环视四周,想要判断出鬼木手下一次出现的位置,结果听见脚下的石的发出了碎裂的声音。 卧槽。 莫凡这一看,整张脸都白了。 原来自己这方圆上百米区域的石地全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不知道什么时候脚下的这块斗场已经彻底被鬼木根须给侵占了,唯有表面那一层还是石块,再往深处的地方,那是密集到可怕的鬼木藤根。 莫凡根本做不出任何的反应。 地表一下子碎开,方圆百米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坑。 坑中扭动着的全部都是任性如群蟒的鬼木,鬼木可谓是在地底下挖出了一个惊骇的陷阱。 直接将莫凡拖拽到他们所组成的鬼口陷阱中。 鬼木之口大的出奇,整个灵斗场其实是一块片状巨岩,随着鬼木这样侵蚀和吞战,灵斗场中央赫然出现了一个百米之窟,窟中满是可以将活物给绞死,撕碎的鬼木,窟下便是山崖千丈。 这震撼的一幕让中国国府学园都呆若木鸡,这个望月谦勋的实力强到令他们有些难以接受的程度了。 高阶魔法在他手上似乎并非是陌生的能力,鬼木手吞出的鬼木深渊绝不是他们这些级别的魔法师可以挣脱的。 莫凡渺小无比,坠入到鬼木手的巨窟里。 若望月谦勋真的有杀心的话,连尸骨都会无法找到。 不对劲,不对劲。 爱疆图已经看出了什么,缓缓的朝着日本团的那群人走去。 莫凡已经很强了,高阶魔法都施展出来,再加上那强大的雷火掌控,若对方真的是一个学府学员,怎么也要败下阵来,即便换作是他爱疆图。 受伤在所难免。 那个望月谦勋看上去有些狼狈,可从史智中都没有受伤,这太不合情理了。 真没想到,谦勋小姐要动用这个魔法才解决掉他。 机关发日本男子感叹道。 此人看见爱疆图走来。 于是也起了身。 他是什么人? 爱疆图目光注视着望月明鉴和腾芳信子,直接质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 腾芳信子还算镇定,淡淡的回答道。 他的实力? 我们从史智中都没有说过他是学员。 腾芳信子说道。 爱疆图眉头一皱。 刚要说话的时候,望月明鉴也开口了,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望月谦勋不能选,只能够选前面的九位学员。 哈哈哈哈,教训也教训过了,就不瞒你们了。 谦勋小姐其实是我们的实战教员,不是国管学员。 那名机关发日本男说道。 他,他不是学员。 嗯,他虽然也是我的弟子,但他已经不是学员了,是专门指导我们这九位手管学员的实战老师。 腾芳信子说道。 火草,我说这女人实力怎么这么变态,原来她是实战教员,是老师,赵满言听到这个结论后下巴都掉到了地上。 有没搞错,怎么叫老师来跟我们的人打,这场不算,这场不算,江宇立刻跳起脚来。 这日本人也太无耻了,派老师出来和学生打,难怪那么变态的莫凡都没奈何得了这女人,这根本就是不公平的战斗啊。 哼,我们没阻拦吗? 是他自己执意要选谦勋小姐的,还各种口出狂言。 机关发日本男说道。 事实上他才是手管学员中的队长,望月谦勋一开始就没跟他们九名学员坐在一起,而是后一排。 就连一开始鄙视的关羽都以为望月谦勋是队长,所以独自坐后面,谁知道事情根本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这场算不算数无所谓,本身你们在选望月谦勋的时候我们就强制要求你们再选出一人来,不是我们没有告诉你们实情,而是某个人言语过分,非望月谦勋不战。 腾芳信子回应道。 爱江图,江玉,南爵,赵满言等人仔细回想了一番,貌似确实是莫凡连给别人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就大嗓门的劈啪乱骂了一通,神经病一样非要跟望月谦勋打。 别人是教员,身份就摆在那里,被人指着鼻子臭骂挑衅,怎么可能忍。 说实话,我真不想认识这傻逼。 赵满言拍了拍额头,在知道望月谦勋真实身份后,再回想起莫凡之前那副嚣张气焰的样,怎么一个但腾说得清啊。 慕宁雪泽目光注视着那个深深的鬼木窟窿,听着从巨窟中传来的莫凡的惨叫,开始有点怀疑莫凡这家伙到底有没有长脑子。 在打之前,只要别那么疯狗,多问那么一句,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人收拾的体无完肤了。 鬼木巨窟中,正在被鬼木各种狂抽的莫凡自然不知道地面上发生了什么。 玄蛇铠甲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可那么粗壮的鬼木跟打乒乓球一样抽过来,拍过去,那也是疼得不要不要的。 心好的,竟然这么强? 看来不能让他一记了。 小颜机,附体。 莫凡大吼了一声,终于决定动真格了。 之前莫凡呼唤小颜机,只是借用他的截言帮自己摆脱植物残检,并没有让他参与战斗,可就按眼前的形势来看,再不打这张牌,就真被抽脸抽肿了。 第788章 火之领域 浑身烧得一片火红,本身玄蛇铠甲就赐予了莫凡绝对的防御,而玄蛇铠甲之外又还有一圈炙热的烈焰,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那些粗壮无比的鬼木也无法真的伤到莫凡。 获得了小颜机的换火能力,莫凡立刻幻化出了一柄火焰长刀来,看到鬼木又朝着自己这里拍来,立刻举起这满是烈焰的武器,重重的往这鬼木上劈去。 火焰长刀缝进了这根鬼木,但整个鬼木巨窟中这种鬼木多得数不清,当物之急是从这个巨大的鬼木窟中逃出去。 千层火雨 莫凡身后立刻幻化出了一根根火焰羽毛组成的华丽翅膀,随着翅膀重重的一扇,那千片火雨立刻朝着整个鬼木窟四面八方飞去。 每一片火雨都在触碰到那些繁密的鬼木后发生了爆破,于是原本漆黑一片的鬼木窟被这些火雨爆破的一片通明,无数的鬼木被爆破之力给轰断,焚烧。 火雨持续的往周围飞去,莫凡也借着这个机会往整个窟口外面冲,望月千屈似乎意识到莫凡还在挣扎,再一次操纵着鬼木。 鬼木疯狂的生长,像是有无数个长爪正覆盖在了莫凡上方,要将莫凡封死在这个鬼木窟中。 千屈,你做什么,点到为止即可。 望月鸣剑发现不对劲,急忙对望月千屈说道。 此刻,那个百米直径的大坑正在被无数的鬼木给覆盖住,一旦鬼木将窟口给遮蔽,莫凡要逃出来就真的难了。 望月鸣剑可不希望中国国府的学员在切磋过程中有生命危险。 所以看到望月千屈这个举动自然呵斥了起来。 这小子没事。 望月千屈回答了一句。 话音刚落,便看见一大串火光出现在了那鬼木窟口的位置。 火光成树,凛然射出。 鬼木生长和覆盖速度已经很快了,但烈焰焚烧的速度也非常惊人,只看见那些鬼木成片成片的被烧成灰烬。 飞扬的灰烬中,一个全身都被烈焰包裹着的人影豁然冲出,一下子跃到了高空之中。 此人火势不减,在半空中烧成了一个硕大的火球,狂然如火焰流星一般冲开空气,带起一场滔滔烈焰砸向了望月千屈。 望月千屈根本不知道莫凡这还是什么力量,更没有想到他可以在冲出鬼木窟的同时向自己发动如此凶猛的火焰攻击。 他急急忙忙往后退,要避开莫凡这霸道的灼日冲撞。 在空中的时候,这火球看上去并不是有那么巨大,但往这里冲刷过来时却一下子带来了极强的压迫感,望月千屈身上那好几层的水域循环在热浪打下来的时候就被全部蒸发了。 水滑天幕 望月千屈意识到不对劲,神色一荒,急忙施展出了水系的高阶魔法来。 水墓呈现一个扑之结界,树立在望月千屈的面前,假如望月千屈能够找一些意识到的话,那么灼日冲击的能量基本上能够被水滑天幕抵挡下来。 可惜望月千屈慢了一点,那灼日轰下,澎湃的火焰狂澜朝着望月千屈涌去,水滑天幕出现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狂躁的能量打在了他的身上。 望月千屈被这灼热之力给逼得不断后退。 他的那件蓝色法铠也都失效了,炙热灼烤下,他忘记了身后就是灵斗场边界。 他的身体滑到边缘。 一只脚已经踏了出去,水滑天幕的效果终于彻底打开了。 莫凡剩下的烈焰冲击全部被水滑天幕这个蓝色的结界铺墙给抵挡在外,无法再席卷到望月千屈的身上。 呼呼呼呼。 莫凡身体在地表上滑行。 撞出了一条有浅极深的火焰沟壑。 棒跪在那里,莫凡缓缓抬起头来,全身包裹着的烈焰受到水滑天幕的阻挡后也渐渐的消散开。 当他发现望月千屈竟然仍旧没有受伤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 这都没有事。 这女人强的有点可怕了。 莫凡在一大片焦黑之中站了起来,神情凝重的看着望月千屈。 望月千屈则是一脸愕然,他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自己右脚,这只脚已经踩出了边界。 尽管切磋时的规定是双脚离开边界算输,可他身为一个教员被逼迫到这种程度,就已经跟输了没有什么区别。 你身上的火焰,望月千屈注视着莫凡,那双眼睛变得锐利,想是要看穿莫凡隐藏的一切。 别废话那么多,既然胜负没分,那就接着打。 莫凡根本懒得过问太多,好胜之心如他此刻从身体里燃起的烈焰一般强烈。 他双拳猛的一握,忽然有两团炙热之火窜出,他们呈现八卦弧线在莫凡十米方圆的位置上依次焚烧成环,首尾相撞之后,莫凡周身赫然出现了一片久久不散的烈火。 烈火涌起的同时,四面八方还有数只不尽的火元素朝着自己这里飞来。 空气中一下子填满了火之元素,莫凡感觉自己一下子许多火能一般,似乎一切与火有关的都变得碎心应手,火姿可以挥手即来,猎拳可以转念完成,即便是复杂的天燕葬礼都好像不在那么生涩。 这是怎么回事? 莫凡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此刻在别人眼中,莫凡周身只是出现了一片奇怪的烈火,看上去威风凛凛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 但身在其中的望月千勋却可以感觉到一种压迫感,水汽之能在这股火之领域的笼罩下正被压制。 你赢了。 望月千勋忽然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他将另外一只脚也收了回来,让自己彻底站在了结界之外。 还没有。 别说话,闭上你的眼睛,好好感受周围所有的火元素,你触碰到领域了。 望月千勋话语突然凌厉了起来。 莫凡愣了一下,旋即欣喜若狂。 领域,这真的是传说中拥有压倒性力量的领域。 是火之领域。 这一刻,与望月千勋那小小的恩怨被莫凡直接抛在脑后,立刻闭上眼睛去感受周围的火之领域。 莫凡很清楚,这个领域不是自己的,而是自己与小颜姬合体的效果。 可即便如此,只要领会了领域的奥义,自己附体之后的战斗力将又提升一个档次,千载难逢啊。 第七百八十九章 元素契合 望月千勋竟然认输了,腾芳信子也猛的站了起来,完全无法理解的看着望月千勋。 同样的望月明鉴,日本军司,以及那些观战的日本成员,他们都满脸错愕的看着望月千勋。 作为教员,在切磋中输给了学员,这未免也太不符合情理了吧。 虽然那名中国国府选手的实力确实相当令人惊讶,可只要在西手阁的人都清楚望月千勋实力究竟有多强。 他连领域都没有用,为什么要认输? 日本军司说道。 与学员切磋的情况下还使用领域,这就有些太过了,不过望月千勋会选择不再战斗下去,我想是有他的原因的吧。 望月明鉴说道。 几位领导看的云里雾里,就更不用说日本西手阁的手管学员了,他们一个个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完全不认为望月千勋会输的他们此刻脸上满是呆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千勋小姐是不可能输的,一定是千勋小姐不愿意再比试下去了。 机关发队长说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叫做莫凡的中国学员真得好强啊,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没有可以跟千勋小姐战斗到这种程度的。 是啊,是啊,不知道队长是不是他的对手。 机关发队长立刻挺起了胸膛,嘴硬道,我怎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不知道多少妄想从我们这里得到认可的其他国家成员都被我打倒了吗? 可是,你从来没有迫使千勋小姐使用两系的高阶魔法。 那不是情况不同吗? 莫凡这个变态,竟然和一个教员打都能够打成这样。 江玉给莫凡竖起了大拇指。 哼,没看见别人是故意认输的吗? 祖吉明说道。 我更在意的是,莫凡傻傻的站在那里干嘛? 那个望月千勋也是,好像在跟莫凡说什么。 没准是在享受胜利的快感。 其他人是感受不到领域,初期的领域只有自己能够体悟,望月千勋是由于受到了一些压制,这才发现了莫凡身上有火之领域出现。 望月千勋是一个教员,一看到莫凡到达了这个境界。 下意识的出生指导,这是他作为一个教员的本能,更何况领域这东西真的非常稀有和珍贵,他不至于因为那一点恩怨断送了莫凡这么好的机会。 空气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些都是肉眼看不见的,唯有魔法师使用自己的感知,并以自己的意念去探寻,才能够发现这些微小的小生命。 就拿火和水来说,简单而言火元素浓烈的地方,便会出现干燥、酷热。 水元素更多的地方。 便是湿润、潮雾。 所谓的领域,便是魔法师以自己强大的意念来呼唤方圆数百米、上公里、数公里的某系元素,让它们凝聚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指定区域。 法师意念足够强,让所在的方圆里该元素浓度足够高,那么这一片区域便称之为该法师的系领域。 在这领域之里,该系法师的相应魔法威力、形态、恢复、操控、衔接会得到提升,让法师对魔法的驾驭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除此之外,领域还会压制对手的实力,毕竟一片区域充斥着某种元素的话,就意味着其他元素会变淡。 因此,级别高法师之间的对决,领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能力,是否拥有领域,两个法师之间的实力相差无疑是巨大的。 莫凡自己也留意到,高阶之后似乎法师才真正踏上了一个新的魔法历程。 所有的技能不再拘泥于那几种形态,只要掌控力足够,甚至可以让不同系魔法幻化不同的方式,让法师的战斗不再那么僵硬,单一。 再加上法师到了高阶之后,体质的飞跃。 配合上整整三个系不同阶不同级的魔法,附加上一些自己领会的魔法变数,真正的高阶法师就与低阶,中阶截然不同,完全是脱胎换骨。 想想也是,统领级的生物实力真的是统治级的,若是法师们永远只是站在那里不停的抛出魔法技能来,又怎么可能是狡诈,凶猛,强横,巨大的统领级生物的对手? 领域,想必就是法师掌控力的一个分水领了,没有领域的法师,等皆再高,所施展出的魔法将永远都是按部就班,获得了领域之后,魔法将变成随心而动的力量,与法师的心念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念一扬,魔法成形,即便遭受攻击精神承受巨大打击,依然可以换出防御之计。 莫凡开始对望月谦虚有些改观了,因为他在很用心的引导自己如何去获取领域。 事实上领域并不是高阶法师的专有名词,没有领域的高阶法师一抓一大把,自己的修为离直接获取领域还远着,真正让自己触碰到火之领域的,应该是自己与小颜机的合体,是两人的共同修为让对火有了更高的掌控力,或者说,大部分是源自于小颜机的能力,论掌控力,没有什么比小颜机这种在天结之火中诞生的生灵更完美的了。 小颜机,我们触碰到领域了,加把劲啊,加把劲,莫凡暗暗对自己的闺女说道。 令 小颜机非常认真,自从古都死门间出来之后,小颜机的刻苦让莫凡这个做巴巴的都非常感动,他是真的放下了自己贪玩的心,在静心的修炼,本身烙印在他血脉中的那高贵绝伦的火之血统就赋予了他高出一切生物的卓越天资,稍稍一刻苦,连领域都快要修成了。 按照那婆娘说的,尽可能的把方圆一公里的火元素全部呼唤过来。 莫凡对小颜机说道。 这个步骤需要莫凡和小颜机一起努力,成功的话,领域成型,失败的话,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机缘了。 火元素可以看作是飘荡在天地间的火系小精灵,要他们亲近法师,需要这个法师自身处在一种和他们非常契合的状态,莫凡在与望月谦虚的战斗中那股子庞然战役,正是火之精灵们最崇尚的。 第七百九十章 促膝常谈 我靠,他们两个到底干嘛,打都打完了还站在那里,不会是看对眼了吧。 赵满言已经有些不太耐烦的说道。 别人在比试,他们这些人自然不会吃饱了撑着去感应周围元素的分布,更何况元素浓度这东西大多时候是需要元素探测器才能够准确的。 看着像,没准已经在加微信了。 白痴,日本不用微信的。 留电话总行吧,可以他们这交流的时间而言,估计都谈好晚上房间好了。 李凯峰笑着说道。 他一转头,发现男爵正一脸不友善的盯着他们这群胡思乱想的男人,急忙收住了笑,果断选择了闭嘴。 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才终于分开。 也不是分开,就是望月谦虚返回到了他自己的席位,并向他的老师藤芳信子鞠了一躬,表示鄙视失利的歉意。 你已经表现很好了,只是有些轻敌。 藤芳信子说道。 谦逊,你是在指导他,我感觉到周围火元素有些异样。 望月明剑倒是一个老法师,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是的。 这么说他,望月明剑满脸的愕然,目光一下子盯住了莫凡。 这中国国府选手竟然已经有快处碰到领域的。 果然中国卧虎藏龙啊,随便跳出来一个跟个智障一样的小子竟然已经修炼到了这种境界,不知道到时候和威尼斯水都和他们日本国府队相撞这家伙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压迫力。 日本国府队的选手确实要比手管学员们强上一个档次,可处碰到领域这一块的。 不知道有还是没有。 你不应该多事,这样反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强敌。 日本军司见望月迁勋作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低声说道。 领域有多强势,他们这些老法师又怎么会不懂。 世界学府大赛中一旦出现有领域的人,多半都是无数国家关注的炙手可热选手。 我只是做了我作为一个教员该做的。 望月迁勋说道。 灵斗场上,莫凡终于睁开了眼睛,那黑褐色的瞳孔中立刻就有两点火煤在微微一闪,很快掩藏在了他那自信飞扬的光泽下。 有点可惜,没有立刻获取火之领域,但莫凡清楚有些事是抢求不来的,至少自己比绝大多数高阶法师都先迈出了这一步,相信只要自己经常像今天这样作死。 找各种强敌火拼,在不断激发自己潜能的情况下必定还会触发领域。 到那个时候,一定可以牢牢的将火之领域给抓住。 领域很强,即便是那短暂的营绕,即便只是很小的一片领域,可莫凡那种手握烈焰心印火灵,一切的一切都只在举手投足之间完成的感觉依旧那么清晰。 这种真实的掌控感,让所有的技能都不再圈禁在了那固定的星轨、星图、星座之间,一切只源于自己的心念。 你用的到底是什么能力? 怎么可以整个人化成一个火焰之石? 关于看着走下来比赛场的莫凡,质问道。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我有的本事多着,所以你最好别老是惹我。 莫凡说道。 干得漂亮啊。 莫凡,别人一个教员在你面前居然认输了,真是不可思议。 江玉走了上来。 重重的拍着莫凡肩膀。 什么教员? 莫凡挑起了眉毛。 这日本女人是教员,不是学员。 你是在和一个老师切磋,赵满言说道。 霍曹,真的假的。 莫凡张大了嘴巴。 是真的。 不然你以为日本手管学员能有这么强吗? 莫凡又将目光移到爱疆图那,爱疆图也微微点了点头道,这女教员实力比我还强上很多,而且她应该还隐藏了一部分实力。 我去,果然日本国多妖孽,这女的看上去很嫩哪,怎么就是一个老师,莫凡说道。 话又说回来,望月谦虚的实力确实强得有些离谱了,无论是高阶魔法的运用,还是初阶,中阶技能的掌控力,明显不是一个实力水平上的,得亏自己还藏着一些底牌,不然真是要被对方给吊打。 她为什么要指导我获取领域呢? 很快莫凡又想到了这个问题,按理说这女人应该对自己很反感才是,没有理由要帮自己。 不过,她的这个行为也算是让莫凡对她有了一些改观,作为一个教员可以不分国籍放下成剑指导他人,着实是一个优秀教员。 没有她的提醒,莫凡压根不知道那东西就是领域,更不会像现在这样像属于自己的领域踏出了第一步。 说到领域,莫凡又忽然间想起了慕宁雪,当下走到了她的身边。 慕宁雪见莫凡鬼鬼祟祟,顿时有种不祥预感。 好在莫凡没有说一些疯疯癫癫的话,而是很认真的在讨教。 莫凡压低了声音,将慕宁雪换到一旁,貌似队伍里,就你是拥有兵之领域的吧。 慕宁雪点了点头,她拥有领域的事情在国内也不算是绝对的秘密了。 我们找个长点的夜,找间小酒吧,促膝长谈一番,就在刚才我好像摸到领域的门槛了。 莫凡姐妹弄眼的,那表情根本不像是在谈什么正经的魔法,而是想着一些龌龊的事情。 没什么好谈的,我的领域是天生的。 慕宁雪淡然的回绝道。 回绝归回绝,慕宁雪对莫凡掌控的力量还是特别惊讶,尤其是在她说她已经触碰到领域门槛的时候。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修炼的,领域这种东西连一些老高阶法师都还摸不着头脑,往往需要魂肿来做辅佐,才有希望获取自己的领域。 莫凡修为不比别人高,元素种也不过是灵级的,按理说她拥有那么多戏,修为反倒会更分散灵散才对,可这火系已经到达了这种境界,实在有些没法按常理来理解了。 天生的,那也有心得呀。 莫凡不依不饶的说道 没有 有的 你可以去找那个日本老师谈 慕宁雪说道 呃,你想多了 莫凡一阵尴尬 第七百九十一章有妖进海 接下去是蒋少旭与小池祥子之间的战斗 很没有意外,在单挑上心灵系的法师基本上没有输的理由,那持续的心灵冲击让对手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释放出一个魔法来。 想当初在明珠学府的时候,莫凡就领教心灵法师的恶心,要不是正好自己有一条专注项链,真的就被那丁羽绵完虐了。 小池祥子实力应该还可以,奈何蒋少旭的心灵魔法有着绝对的优势,没多久小池祥子就不堪受辱的认输了。 蒋少旭投台的极高,眼神傲然,还不忘对输了的小池祥子说一句,这就是国府选手和手管选手的差距,别拿一些其他国家输的情况来衡量我们。 三场全胜 并没有辜负之前的那份嚣张。 比试结束,大家各自回到房屋里休息,想来中国国府成员的实力应该给予了携手阁的人不小的震撼。 深夜,之前那位日本军司缓慢的走在木头的回廊之间,他的手中拿着手机,正小心翼翼的和电话那头的人说话。 录下来了,今晚就会把战斗的信息发给你们。 很可惜,这次他们只派出了三名选手出战,要是能够再多收集到一些情报,对将来的对战会更加有利。 日本军师说道。 高牧将军,你们携手阁的学员们真是令人失望啊,比赛的情况我已经大致从另外一名部下那里了解了,你们的手管人并没有真正获取太多的东西就败下阵来。 那个有些浑浊的声音传了出来。 那也不至于,如果您看了第二场的比试。 相信会有不错的收获,那名中国选手适合望月千薰切磋。 但他许久没有败下阵来,甚至施展出了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火系力量。 我重新看了一遍录像,不出意外的话,这名中国学府选手应该还是一名召唤系的法师,他拥有比较罕见的火元素契约兽,是那特殊的契约兽赐予了他强大的火系之力。 高牧将军说道。 哦,我有听说些许,先不说这些事了,那个该死的贺田还不肯说吗? 那位声音浑浊的男子问道。 没有说的意思。 高牧将军回答道。 那就让他在东首阁多待一阵子,我倒要看看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东首阁的刑罚更硬。 假如他还是不愿意说呢? 你真以为他会用自己的性命来保守这个秘密? 我想,啊! 千薰,这么迟了这么还不睡呀。 高牧将军话说道一半,忽然间发现望月千薰,急急忙忙说道。 望月千薰站在一座拱桥走廊之中,高牧将军是自己走上去的,并没有留意到被阴影遮住的望月千薰。 望月千薰转过头,身上穿着一套画着花扇的腰带和服,星号的身段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格外诱人,掩藏的那份性感总会在不经意间撩人的心。 这么晚了? 您在和谁说话呢? 望月千薰见高牧将军手机亮着,微微一笑询问道。 哦,哦,一个不懂事的部下,犯了一些错误。 我正批评他呢。 松本,第二天早上你最好把我想要的计划交到我的办公室里,否则我把你发配到最边境去守孤岛。 高牧将军对着手机里的那人严厉的说道。 远在东京。 海战城上的老将军脸一黑,却还要配合高牧将军眼下去。 低声下气道,好的,高牧将军。 我会连夜修改的。 那就这样。 高牧将军不耐烦地挂断了手机,将手机往兜里一塞,脸上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目光凝视着有几分迷人的望月千薰。 高牧将军大概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脸上的肉很松垮,微微搭拉下去,一双小眼睛在笑起来之后就眯成了缝,也不知道这窄窄的眼眶里究竟藏着什么心思。 睡不着吗?不如到我阁屋里喝点清酒吧,我的老朋友在东京那里给我带回了一中,我知道你也喜欢饭的味道。 高牧将军走到了望月千薰的身旁,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我有点困了。 望月千薰生硬地回答道。 哦,那就去睡吧。 高牧将军也不强求,平和地说道。 东手阁该换房了,您不过去吗,高牧将军。 望月千薰往东面的那座山上看了一眼。 我拿样东西就过去,哦,对了,你大哥贺田的事情我很抱歉,我们已经派出很多人去找他了,可依旧没有半点线索。 高牧将军说道。 望月千薰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 高牧将军缓缓缓地往前走,经过望月千薰的时候,眼珠子斜下地瞄了一眼他的背影,嘴角轻轻一扬,目光中也有斜光闪耀。 高牧将军离开之后,望月千薰还站在原地,他所谓的困明显只是摆脱高牧将军的纠缠,他抬起了头,注视着那个黑漆漆的耸立在东山上的东手阁,神情复杂。 你真的在里面吗?他们为什么要囚禁你?望月千薰喃喃自语着。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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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红光让整个沉睡的西首阁一下子沸腾躁动了起来,一队又一队的守卫者在阶梯,回廊中走动着,纷纷到了少楼的高处。 西首阁其实就是一个山上要塞,东面就是一片不属于大阪地界的妖魔之海。 海中有东西。 一名少岗军法师回答道。 是什么东西,看清楚了吗? 望月千薰问道。 在海里,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但我们放在海陆架中的警标器被撞毁了上百个。 那名少岗法师说道。 上百个? 难道有一大群妖魔进犯? 不,好像就只有一个。 望月千薰听到这句话,那双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惊恶和恐惧。 第七百九十二章 巨型海兽 什么鬼呀,吵人睡觉,莫凡打着喝歉就起了床,身上还穿着白色的睡衣。 其他人也被这警报声陆续吵醒了,纷纷走到了房间的外面。 莫凡看到有红色的光芒在闪,隐约觉得这有点像血色警戒的那种光辉,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自言自语道,有没搞错,不会我到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给我出事吧。 仔细辨认了一番,莫凡才发现这并非是城市的警戒之光,仅仅是西手阁上阁的少岗上发出提醒西手阁戒备的。 巡逻队伍忙碌的走来走去,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往上阁而去,乘着人多,莫凡所幸也混入到了那些日本人中,跑到了上阁,想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耸立的白色哨塔上,高牧将军和望月明剑已经站在那里了,他们身后还有一杆日本守卫,正一个个目光注视着远处大概相隔有五六公里的海域。 海域离这个西手阁有一段距离,海洋的波纹正反射着皎洁的月光,依稀可见那一片荧光闪耀的海洋之中有什么东西翻腾,浪花一层接着一层的打在了高高的礁石上,散开了更大的晶莹。 动荡正是从那片海域传来,可是放眼望去,那里除了不寻常搅动的海水之外什么都没有。 到底是什么东西,望月明剑盯着那里,一脸骇然的说道。 还不太清楚。 高牧将军沉着声音说道。 在那片离大阪很近的海域上,他们西手阁的人撒了许多浮标,这些浮标平日里并不会有什么异样。 唯有被生物惊动之后才会反馈回信号。 海洋里偶尔也会有一些生物触碰到这些浮标,但像此刻这样同时一百多个浮标全部发出警报的情况还是很少发生的。 最重要的是,浮标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那是同一只生物所为。 每一个浮标都相隔三四米。 可见出现在大阪城市海边的那个生物一定是巨大无比的海兽。 报告,高牧将军,那个生物好像正在潜入深海。 一名军统从空中飞落了下来,潇洒的江峰之翼收了回去。 跑了,高牧将军一脸的疑惑。 既然有深海海兽闯入到这片很靠近城市的海域,那应该就是有所图才是,高牧将军都已经做好了随时大战的准备了,谁知道却换来是这样一个结果。 兴许只是不小心踏入了我们人类的地界。 望月明鉴说道。 没有巧合,高等的海妖都有一定的智慧,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我们人类的地盘。 高牧将军看了一眼圆海。 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道,我亲自求看看。 高牧将军呼唤出了一只剑状猛兽,猛兽头颅如虎,背上却有着灰色的羽翼,那羽翼一舒展开便有七八米长,比一些巨鹰的翅膀还要雄壮。 灰色的一虎载着高牧将军一下子飞到了空中,紧紧扇动几下翅膀之后,这只生物就飞离出了好几百米远。 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点逐渐接近那片海域。 那就是高牧将军的天灵兽啊,真是令人羡慕。 一名军官感慨道。 听说那可是一只接近君主级实力的契约兽,要是运气好一些,成功进阶。 高牧将军将成为我们大阪最顶尖的召唤戏法师啊。 另一位军官也开口道。 是啊,高牧将军在西守阁已经有一些时间了,以他的实力其实应该到东京海战程,卫卫。 你是什么人,不要乱闯少岗。 之前那位军官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望月明剑也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是一个穿着睡袍的青年。 青年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还在那里揉着眼睛。 莫凡同学,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望月明剑说道。 哦,我就是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整个西守阁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莫凡好奇的问道。 刚才海洋那里有一个巨型生物出现,但现在好像退走了。 望月明剑回答道。 警戒已经渐渐消退了,作为大阪临海的一个重要要塞,西守阁一切都非常森严,也必定是24个小时保持警惕,警报响起来。 也不算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 巨型生物,到底是多巨型? 莫凡顺口问了一句。 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的人应该并没有见到那个家伙的真面目录,仅仅从一些仪器探测到了它的存在,不过它好像离开了。 望月明剑说道。 是啊,竟然一下子触发了一百多个浮标,我差点以为是一整个妖魔族群偷袭我们大阪了,幸好是一个误闯的生物。 莫凡将信将疑的看着海域那个方向,此时那泛着银色月光的海洋已经完全平静了下去,波光淋淋的海面映着斜月,也倒映着星目,看上去倒是美得令人着迷。 既然没有什么事,我就去睡觉了。 莫凡说道。 嗯,去吧,即便有什么事,我们西守阁也能够轻松应对。 望月明剑说道。 那就好。 同学,下次不要乱闯上阁。 可可,我这就下去。 小泽,你送送他。 望月明剑叫了一名军官,护送莫凡下阁。 你这人,搞得我好像会在你们这里瞎跑一样,莫凡说道。 那位叫做小泽的军官还是紧紧的跟着莫凡,确保莫凡不会再到任何他不该去的地方。 顺着时间往下走,不巧经过了那个吊桥廊,莫凡看了一眼被放下来的吊桥,有些诧异的问旁边的军官小泽道,吊桥怎么放下来了呀? 不是说那里是禁地吗? 到了换房的时间了,那里的守卫总不可能连续好几天都不出来吧? 军官小泽回答道。 话说,你们东守阁到底是做什么的呀,弄得那么神神秘秘,莫凡又问道。 这你就别多。 军官小泽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间东守阁那座山上出现了一道道粗壮,狭长的黄色尽致之雷,站在这个位置,就看见密密麻麻的尽致之立像是要将整片叶木给撕的粉碎,那夸张的雷霆好像要跨过吊桥飞狼,打向这个西守阁这里。 第七百九十三章灰飞烟灭 莫凡被这突如其来的惊人尽致给吓得连连后退了几步,对面那座黑色的山都被照耀的一片通明,尤其是耸立在山头上的东守阁,苍白色的山, 这城堡被笼罩在黄色的死亡之光中,随时都会被这天灾给得灰飞烟灭一般。 这,这也是每天的日常嘛,莫凡有些愕然的看着旁边的军官小泽。 军官小泽同样满脸骇然,刚要回答时,便听见吊桥飞狼那边传出了一串莫凡听不懂的日语。 从声音来判断,那群在东守阁的守卫非常慌张,并且正朝着西守阁这边的人大叫着。 似乎由于大部分守卫都因为海洋怪事到了南面,东守阁这边反倒是没有过多的守卫。 你赶紧回中阁,我得去拉响警灵军官小泽听到了那边的人叫唤,于是匆匆忙忙的往直前的那个哨塔跑去。 莫凡都还没有来得及问,军官小泽就跑去拉响警灵了,扔莫凡一个人吊桥飞狼的这一边。 看着对面山上那龙飞凤舞的狂躁进制,莫凡一时间有些心痒难耐。 没人带我,我容易迷路,我到对面去问路,恩,就是这样,莫凡喃喃自语了一番,小心翼翼的往吊桥飞狼那里跨去。 之前就听赵满言失散多年的弟弟说过,进制只会对那些非法闯入的人产生作用,只要站在这个吊桥飞狼处,进制再强也不会有攻击性。 莫凡一步一步的顺着吊桥飞狼中走,不知不觉已经立于两座山之间的悬崖深谷之上了,走到吊桥边缘往下看一眼。 进制强烈的光芒不断的往下照耀,看到的却依旧是这两座山的峭壁飞檐。 根本望不见底部。 这一半部分并没有进制,莫凡走了大概三分之一。 一抬头便看见前方那黄色的闪电肆意的在空气中狂舞,吊桥飞狼的周围就有几十道,更不用说那座东手阁周围了,密密麻麻的根本数不清,莫凡感觉像自己这样的小身板若是被抛到空中,一定会在不断半秒钟的时间被撕成粉碎的。 这些日本人到底搞什么鬼? 莫凡皱起眉头,目光往吊桥飞狼深处望去。 电光之中,莫凡隐约见到有三四个穿着守卫衣上的法师正往这里逃窜过来,他们看上去非常的狼狈。 这几个人梅刚还没有跑到吊桥飞狼的中间。 忽然间几个鬼木从吊桥下方生长了出来,迅速的将他们几个给束缚住。 还未等莫凡反应过来,那几个守卫猛的被摔到了吊桥飞狼之外。 吊桥飞狼之外可全部都是进制啊,就看见这三个守卫在那狂舞的黄色电光中直接化成了灰烬。 这一幕让莫凡整个人都呆住了,过了好几秒钟都没有回过神来。 莫凡,你在做什么?望月鸣剑高昂的声音从后方传了过来。 莫凡也是被吓到了,急急忙忙退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我跟你说过了,不要乱闯。 望月鸣剑一脸怒气的道。 我刚才看到,莫凡抢遍道。 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 你现在立刻回到中阁,否则别怪我用这里的戒律来惩罚你。 望月鸣剑说道。 我刚才看见有几个守卫死了。 你看见什么都不关你的事,小泽,带他离开。 望月鸣剑态度很强硬的道。 那位军官小泽立刻站到了莫凡身边。 那张脸已经黑了。 莫凡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离开了这个吊桥飞狼。 请您不要再乱走了,上阁本就是不允许他人进入的。 吊桥飞狼以及东首阁更是禁地,还好是鸣剑老师发现了你。 他一向宽容待人,换作是高牧将军。 他可不会轻饶你的。 小泽心有余悸地对莫凡说道。 到了中阁,那狂武的进制才终于有消退的迹象,莫凡脑子里涌起了一大堆的问号,不由地询问起这个军官小泽道,我刚才看到吊桥飞狼中有鬼木出现,将那几个守卫抛了出去。 那几个活生生的人直接死了。 你可别瞎说,我们西首阁,东首阁植物系高阶法师只有望月千勋一位,你一定是看错了,小泽有些气愤的说道。 你这么激动干嘛,我没说是望月千勋啊。 莫凡嘀咕了一句。 我哪有激动,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随便污蔑千勋小姐,这种话绝不要再说了,尤其是别让高牧将军听见。 军官小泽语速极快的说道。 你是不是喜欢望月千勋啊? 莫凡说道。 没,没有,你瞎说什么? 小泽整个人都慌了,那张脸都长红了。 哦,那可能是我看错了,毕竟静致光芒很刺眼。 对了,望月千勋的房间是在那里吗,之前我跟他还是有些误会,没有想到他还放下成见的指导我,明天我想给他道个歉。 莫凡对军官小泽。 小泽为了掩饰,急忙回答道,是的,榔头最末尾的那个房间就是了。 千勋小姐其实人很好的,他对携手格是最忠诚的。 恩,恩,你送我到这里就行了,我回屋里去睡觉了。 莫凡说着就踏进了屋子,迅速的把房间门给关上了。 军官小泽也是一个耿直的人,竟然站在莫凡的房间门口守着,确保莫凡不会再到处乱跑。 房间里,莫凡不由的觉得好笑。 他将窗子微微打开,身体化作了一团黑色的影子,悄然的飘了出去,即便经过走廊,小泽也根本没有发现。 莫凡前行在夜色中,前一秒还在一座假山旁,下一秒已经出现在了他们之前经过的廊头,也就是望月千勋的房间。 就在晚饭那会,莫凡还被望月千勋的鬼木狠狠的抽过,他可以很肯定将那几个守卫给甩到空中的鬼木与望月千勋的鬼木极其相似。 望月千勋既然是西首阁的人,应该没有理由对那些守卫直接下杀手啊,活仙仙的三个人瞬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实在让人震撼不已,偏偏其他人的反应也非常的古怪,好像那里的秘密比人死了还重要。 第794章偷窥私了 房间的门是锁住的,不过这点小门根本就拦不住莫凡这种深夜闯入姑父,寡女老手的人,只要稍稍找一个有窗子的地方,一个遁影便可以轻轻松松的闯入。 一团清晰的人影,正悄然的贴着角落,无声无息的滑入到了扮演着的窗户里,这个窗子比较复古,小小的帘子尽管是给莫凡的前行带来了一些阻碍,但这些都是小事情,莫凡早已经拥有各种克服的办法。 哼哼,果然没有在屋子里。 莫凡环顾了一圈,发现这间宽敞的房间除了点着明亮的灯之外,根本就没有望月谦虚的影子。 屋子是复古与现代的结合,里面一尘不染,东西也摆放得分外整齐,连床铺都看不到一点点的褶皱,看着那摆放着香水、手霜、发叶等等精致瓶子的梳妆台,看着桌架上放着的琳琅满目的挂饰,发带,腰愁,看着那独立衣架上挂着的一件柔软和服。 嗯? 这件和服好熟悉,貌似是他今天穿着的,上面还散发着一股子淑女撩人心魄的芬芳,重重的一袖,似乎脑子里就能够浮现出望月谦虚那和服袍子里裹着的凹凸动体。 好香啊,人在,屋子里怎么会有这么香的气味,莫凡很快又嗅到了一种香而不腻的味道,似乎是从旁边的浴室那里飘出来的。 嘎吱! 忽然,浴室的门缓缓打开了,一个牛奶光滑,光泽的长腿迈了出来,那笔挺于美欠。 让人肾上腺素一下子就涌了起来。 莫凡一开始是盯着下方的,情不自禁的将目光往上抬。 也顺着那一节性感的星号再往上滑去。 一抹紫色的浴巾,正好遮掩住了那最重要的位置。 但浴巾明显不是包裹住的,而是由于星号的主人正在擦拭着身子的姿势垂了下来,很不巧挡在了那里,莫凡甚至可以看到光滑销瘦的骨盆。 莫凡生吞了一口空气,再猛的往上看去,果然不出所料,那小小的浴巾完全遮挡不住他胸前那波澜壮阔,这大而不垂的弹性,那白且郁润的色泽。 那完美的球状! 巴嘎! 望月谦勋正擦拭身体,哪知道屋子里多出一个人来,他的反应非常快,迅速的用浴巾将自己身体完全包了起来,并操控着魔腾将他那剑挂在衣架上的和服给扯到自己面前。 和服迅速的往自己身上一披,湿漉漉的头发也甩动了起来。 这个过程不到一秒钟时间,莫凡再也没有机会欣赏到他那火辣辣的身材了。 给你五秒钟,不够合理的话,就给我去死。 望月谦勋整张脸长得粉红粉红,但目光却冰冷到了极点。 这,这,误会,我不知道你在。 两秒 望月谦勋冷冷的土道。 卧曹,你冷静点。 三秒 望月谦勋目光凌厉,可以看到有黑色的鬼木正在房间中生长出来。 这些鬼木也迅速的封死了房间所有可能的出口,也就是说两秒钟之后,莫凡再不能说出一个理由来的话。 他就不会给莫凡活路。 鬼木 我在通往东首阁的吊桥飞廊处看到了跟你相似的鬼木,我以为是你。 所以来你这里证实,我哪里知道你就在房间里。 还正好在洗澡,我真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莫凡语速极快地说道。 七秒 望月谦勋等莫凡说完才吐出了这个数字。 你相信我,我刚从上阁下来,我真的看见了跟你一样的鬼木,否则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到你房间来。 我真不是那种人,莫凡说道。 望月谦勋一直冷冷地注视着他,眼睛里早已经闪烁着杀人的寒光。 湿漉漉的头发搭来在他的背后,水正一滴一滴地打落在地板上,屋子里的气氛怪异到了极点。 你说你看到了我使用的鬼木? 望月谦勋一字一句地问道。 千真万确。 你的鬼木是比较灵种,呈现的是灰蓝色,并且带有结梗花状,这种鬼木出现在东守阁,并且一下子抓住了三个东守阁的守卫,将它们抛到了吊桥外,那三个守卫立刻灰飞烟灭。 莫凡急忙说道。 你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 望月谦勋面无表情地说道。 莫凡见一切有缓和的余地,这才送了一口气。 可还没等他心放下来,就看见背后分别出现了两个灰蓝色的结梗花,结梗花的花蕾处有尖尖的花刺伸了出来,就卡在莫凡的面前。 有半句假话,哼。 望月谦勋说道。 莫凡冷汗都滑了下来,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啊,自己无非是来确认一下谁知道正好撞见别人在洗澡,未免来的太是时候了,呃,这女人身材真辣,看得人血脉膨胀啊。 莫凡没敢再胡思乱想下去,急忙将事情的经过全部吐了一遍。 海洋处出现了巨型生物的事情,望月谦勋是知道的,再加上莫凡描述的有关上阁的情况,军官小泽,吊桥飞狼守卫着装的符合,望月谦勋不得不相信莫凡的这些描述了。 我确实没骗你,那个鬼目一下子杀了三个守卫,而且我在吊桥飞狼的另一边听到了很多次惨叫声和求救声。 肯定有什么人在东守阁大开杀戒,可望月明鉴却急得赶我走。 莫凡说道。 东守阁到底藏着什么? 这是莫凡实在无法理解的地方,那三个守卫在那强大的禁制中灰飞烟灭的那一幕现在还印在莫凡的脑海里,心有余计。 望月谦勋低着头,神情复杂到了极点。 屋子里一下子寂静了,那美人出狱的香气仍旧扑鼻而来,莫凡偷偷地打量着望月谦勋,脑子里的画面从那三个守卫惨烈的死状一下子到了比较不堪描述的邪恶画面上,身体又难免燥热了起来。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闯到我房间,污了我清白也是事实,我会让人来处置你,你也不需要再参加什么世界学府大赛了,等着被遣送回自己国家,接受应有的惩罚吧。 望月谦勋冷言冷语道。 姐,我真不是故意的,咱们撕了行不行?莫凡一个头两个大。 可以。 莫凡愣了一下。 火草,要不要这么干脆的答应。 真可以撕了。 可是,莫凡并不觉得望月谦勋是那么好说话的女人,莫非有什么更坑爹的事情在等着自己。 第795章夜闯东首阁 再回想起来,莫凡觉得那对胸部是自己一个手都未必抓得住的,假如一张脸埋进去,窒息那是肯定的。 下围呢,腰身和骨盆的线条真得好,曲线柔美修长,主要是皮肤的那种饱满和光泽,让这一切变得更具视觉刺激,并一下子传递到全身的细胞,感觉身体上的细胞要举其造反,得全部跑到她的身上。 可凭良心说,要是知道自己现在会挂在一棵稻垂的悬崖松树上,头顶上遍布着能够将人轻而易举垫得灰飞烟灭的尽致,莫凡愿意放弃掉前面那些香烟动人的一切。 星好的,就知道这女人绝对没有那么容易打发。 我说,我们真得飞从这里闯进去吗,你不是双手隔吐住望月家族的成员,直接从吊桥飞廊走不可以,爬这座要命的山,我腿肚子都软了。 莫凡抬起头,目光注视着松树树冠上的望月千薰。 望月千薰修长鼻挺的腿就在莫凡脑袋顶,还好她没有穿和服,不然这个角度莫凡可以再将她腿部深处的春光尽收眼底。 此刻,望月千薰穿的是一身黑色禁装,柔软的黑色材质紧紧的贴着她的身子,堪比动漫人物的身材比例在这种紧身黑衣下勾勒得更加诱人,莫凡觉得这女人做法师真得太浪费了,她应该像苍老师一样为世界异计的右手教的教徒们服务,造福全人类。 正因为我是望月家族的人,所以我才能够带你从这里进入东手阁。 望月千薰回答道。 我们真的飞进那里不可吗? 莫凡问道。 非尽不可。 不如我给你道个歉就是了。 我这样鲁莽闯入你房间确实是我不对。 你最好永远都不要给我提起这件事。 望月千薰话语中带着杀气。 莫凡急忙闭上了嘴巴。 没错,望月千薰说的私了。 那就是协助他闯入东手阁。 尽管莫凡不知道东手阁是什么,东手阁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肯定望月千薰非常在意那个和他一样可以操纵灰杰梗灵种的人。 东手阁守卫相当森严,并且又有可怕无比的禁制,莫凡难得好管闲事一次,谁知道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拖下水了。 算了,谁让自己把别人身子给看了,陪他封一次也没什么,不然长夜慢慢如何度过。 既然要闯,你总得告诉我一些什么吧,比如说那个可以使用和你一样鬼目的人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要杀掉那些守卫? 东手阁干嘛要封闭起来,搞得跟里面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实验一样。 莫凡说道。 望月千薰没有回答,站在树冠上的他闭上了眼睛,正施展出植物系魔法,操纵着那些魔藤顺着陡峭的掩体往上生长。 这些魔藤便是他们两个攀爬的阶梯,整座东山其实连山体中都遍布着看不见的静置,一只鸟停顿在一块突出来的岩石上,都会一下子被垫得外焦里嫩,要不是望月千薰这种对静置得分不了如指掌的人。 根本没有可能进入到东手阁中。 我这里的时候,身体紧贴着岩石。 望月千薰在上方,特意叮嘱跟着爬上来的莫凡。 你为什么不贴着? 莫凡问道。 我深细。 望月千薰没好气的回答道。 可你胸和屁股大呀。 你说什么? 我说你也一定要小心点那。 莫凡紧紧贴着陡峭的岩石,大有一种世纪大道在某红外线警报器交错的博物馆中灵活穿行的即视感。 他亲眼目睹了尽致的可怕。 在攀爬的时候就格外小心,即便那两半肥美桥臀就在自己上方,触手可及。 他也没有动半点歪念头,毕竟很多地方都是要无缝紧贴岩壁往上爬行的。 看多了,就很难贴近了。 好歹十七八公分。 东手阁此刻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一盏灯,黑德都融入到了夜幕之中,星光与月光都照耀不到。 两人顺着陡峭的岩壁一直攀爬到了东手阁的后方悬崖,已经看到整个城堡的根基了。 城体墙面有一些进制,我的植物生长上去的话就会被直接烧毁,你在进入我房间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你身上的黑暗气息,你会遁影之术,所以我才没有察觉到你的存在,对吧? 望月谦勋对莫凡说道。 这个,莫凡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那么多戏。 我对别人的秘密不感兴趣,但你必须使用盾影爬到那个位置,然后将皮绳子抛下来,让我爬上去。 望月谦勋对莫凡说道。 话都说到这份上,莫凡只能够照着做了。 莫凡一松手,身体立刻贴着这片城堡的背墙阴影往上滑行。 整个城堡背墙极高,宛如一个大坝,人与之比起来渺小如影。 影子挪动,渐渐地靠近了东手阁的底座之上,那里是一条悬崖沟,根本不难占人,莫凡自己都需要用皮绳的尖端打入道孔中,将绳子叼在那里才可以勉强有一个抓的。 风呼啸,完全垂实的石壁看得人一阵毛骨悚然,高耸在山顶的城堡后方,一根融入阴影中的皮绳滑落了下去,落在了山岩处。 望月谦勋抓住皮绳,非常敏捷地往上攀爬,没多久不变到了莫凡所在的这个悬崖沟壑中。 我们头顶上有一个通风口,我们从那里爬进东手阁。 望月谦勋说道。 我已经帮助你到这里了,剩下的靠你自己,你先把鬼幕放下,我陪你进去就是了。 没那么多废话。 通风口很窄,还好莫凡会遁影之术,不然就得卡在里面了,望月谦勋身子柔软,倒是正好可以朝着里面爬。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这东手阁到底是个什么了吧? 莫凡询问道。 你真想知道。 望月谦勋反问了一句。 不是废话吗,人都闯进来了。 日本S级监狱。 监,监狱,莫凡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嗯,关押的都是世界臭名昭著的通缉犯。 那种杀人啊,贩毒瓦一类的罪犯。 望月谦勋摇了摇头道,里面全是平均残害其他法师数量在一百以上的邪恶法师。 第796章一地双花 死刑,是一个有些复杂的刑罚,它所代表的并不单单是指让犯下滔天大罪的人死去那么简单。 对于一个恶贯满盈的人而言,死亡真的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这个恶人带来的杀戮,邪恶会带给其他人几年,几十年都无法愈合的伤痛,假如一个电影,一个绞刑,一个枪诀就能够一了百了,那对于这种罪犯而言反倒是一种解脱。 真正可怕的刑罚,绝不是一个子弹,一瞬间的痛苦,从此抹杀在这个世界,而是活着,却失去了自由,终身被监禁在一个漆黑冰冷的铁笼子里,不见阳光,不见他人,度日如年,又遥遥无期。 日本审判会在很早就对一些真正罪孽滔天的犯人取消了死刑,而是将他们终身监制。 又由于犯人往往神通广大,法力高强,普通的监狱是绝不可能困得住这些邪恶法师的,东首阁的修建,正是为了收监他们。 可以说,整个日本罪骇人听闻的狂徒,罪人,盼者基本上都关在了这里,其中不乏一些多年前实力足以横扫几座城市的高强法师,以及一些专门使用一些骇人邪术的邪法师。 并且,普通一点的邪恶法师都还没有资格关在这里,会被关在这里的绝对是魔头级的。 望月谦勋这个望月家族很早就是在监管着这座顶级监狱,双手阁的修建方式,也让所有被关进去的大魔头基本上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唯一的出口吊桥飞狼的另一端,可以算是一个军事要塞。 知道这个事实之后,莫凡不由的觉得毛骨悚然。 西手阁明明看上去就是一个将要塞,城防,学院,协会一体化的特殊魔法文化宝地,谁知道隔壁那栋楼居然是一个关押着杀人魔头的监狱。 作为一个女人,成天睡在这种地方。 难道不觉得浑身起毛吗? 其他国家的一些邪恶法师也会被关到这里,这里算是亚洲最可怕的法师监狱了。 望月谦勋接着说道。 既然你说里面关着各种世纪及魔头,那你们不担心他们联合起来把东手阁给拆了吗?我想以他们造成的那些恐怖事件而言,要摧毁掉这小小的城堡并不算难吧? 莫凡说道。 禁止存在的话,他们就是一群普通人。 他们被压界到这里的时候,灵魂都会被烙印上罪印,他们若是催动自己身体里的魔力,禁止就会立刻袭击他们,此外。 整个东手阁有着一个漫长的诅咒,待在这里时间越长,他们的精神力和灵魂会被慢慢的消耗殆尽,一般一个抄阶法师进入这里十年,其精神强度也会变成跟一个初阶法师没有什么区别。 望月谦勋给莫凡解释道。 那我们也不是身处这个诅咒里。 莫凡急忙说道。 时间这么短,对我们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 跟我走,别落下了,这里面还设置了暗影大阵,整个内部建筑巨大的如同迷宫一样。 若没有方法,是根本寻不到路的,望月谦勋提醒道,但他还没有往前走几步,便感觉莫凡从后面撞了上来。 他美好气的会瞪了他一眼,不需要跟这么近。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觉得这地方古古怪怪的。 莫凡开始打退堂鼓了。 你怕了? 我是为你考虑。 你想这里的罪犯不知多少年没有见过女人了,何况是你这样身材,呃。 当我什么都没说。 东首阁内部的走道非常的狭窄,莫凡有些不明白里面的空间都到哪里去了。 至少从这些狭窄的城堡道路,阶梯,长廊来看,东首阁里面好像有百分之八十的空间都是墙。 有件事要跟你说下,当作是善意的提醒了,你们和我们手管人切磋的过程已经被录了下来,不出意外是会送给我们国府选手那里。 望月谦虚显然是一个正直的人,对这种事情有些没法接受。 要录,那也应该征求当事人的同意才行。 小事。 莫凡不以为然,也没觉得这有什么。 反正自己又没有施展出全部的力量来,这般小日本耍点小手段,没什么好在意的。 这里寂静无比,莫凡也是一个怕静的人,回想起之前的景光,于是问道,那个海洋中的巨型生物是什么,难不成也和东首阁这里的骚乱有关? 不知道,但我想那种极数的生物,不是说调动就调动的。 望月谦虚也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你还没有告诉我,那个和你使用一样植物灵种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杀那些守卫? 莫凡问道。 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大哥,他和我一起长大。 大概是在去年,他忽然间失踪了,哪里都找寻不到,望月谦虚犹豫了一会,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莫凡。 你是来这里找他? 莫凡有些诧异道。 嗯,我们使用的植物之种叫做,耿地,是一地双花的。 我获得了其一,我哥哥获得了另一。 望月谦虚说道。 这么说,杀死那三个守卫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大哥贺田。 难怪,跟你使用的灵种一模一样,都是附带着灰蓝色的结梗。 可这里是恶贯满盈者的监狱,你大哥贺田这么会在这里面,莫凡说道。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这整个监狱所有人的压介都是由高牧将军负责的,假如我哥哥被秘密的关押在了这里,他不可能不知道。 我哥哥虽然不姓望月,但却忠于携手阁,绝不可能犯下任何罪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给搞清楚。 望月谦虚坚定的说道。 至少他刚刚杀了三个人。 莫凡多了聚嘴。 望月谦虚狠狠的瞪了莫凡一眼,很牵强的道,那也是逼不得已。 总之我们先找到他吧,你知道他关押在哪里吗? 既然他刚才造成了骚乱,那接下去他只会被送到一个地方,望月谦虚很肯定的说道。 第797章 噩梦间 监狱里,犯了错误的行人会被关到小黑屋之中面壁思过,那种连一点阳光都没有,甚至连空气都不通畅的狭窄空间里,在那里,时间会变得格外的漫长,在那里,人的精神会因为黑暗,狭窄而变得崩溃。 同样的,在东手阁这里,造成骚乱的凡人一样会被关押到一个充斥着诅咒的牢房里,被称之为噩梦间。 诅咒间会让犯人昏昏欲睡,而睡着后的人将会被噩梦给缠绕,人沉浸在噩梦中无法苏醒,而苏醒过来便发现自己其实也就身处在一个噩梦里,精神遭受着巨大的折磨,这就是东手阁队扰乱犯人的惩罚。 即便是那些邪恶魔头,他们也有他们内心最为恐惧的东西,噩梦间都会将其从心灵深处挖掘出来,并且在梦境中真实的呈现,那种滋味绝对没有人敢尝试第二次。 望月谦虚确定自己哥哥若是在刚才杀了三名守卫的话,那一定是会被抛到这个噩梦间的,只要去那里就一定可以将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 莫凡自然是舍命陪美人了,谁让自己污了别人的清白? 穿过了那些狭窄的道路,整个过程莫凡没有看见一个牢房,更没有看见一个门,这座城堡让莫凡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 噩梦间里应该有人把守着吧? 莫凡询问道。 不然我叫你来做什么? 望月谦虚说道。 卧曹,你是要我去对付那些守卫。 莫凡脸马上就黑了下来。 放心,那些守卫的实力你对付起来并不难,尤其是你拥有暗影系能力,在这个漆黑一片的城堡里会更加得心应手。 望月谦虚说道。 莫凡还能说什么,他甚至有些怀疑望月谦虚其实一开始就发现了自己闯入他的房间。 然后故意把衣服脱了给自己看,好让自己上了他这个贼船。 走到两旁点着悠悠的烛火,火光将两个人鬼鬼祟祟的身影映在墙壁上。 两人步子已经很轻了,可依旧感觉脚步声大的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 前面的路开始往下沉,变成了螺旋式的阶梯,很明显这是通往东首阁的地下层了。 不知走了多久,整个空间才开始渐渐的宽敞起来,莫凡和望月谦虚躲在了阶梯下方的转角,望月谦虚稍稍探出脑袋,目光注视着前面的一个大地厅。 地厅呈现花瓶状,现在莫凡和望月谦虚就在屏口这个比较狭窄的位置,长长的地厅里面一共有四名穿着电蓝色守卫服的男子,从他们的气息来判断,应该都是中阶法师。 东首阁里大部分犯人都被禁制压制了实力,所以中阶法师在他们眼中已经是很强的存在了。 望月谦虚低声给莫凡解释道。 我可以一口气搞定三个。 另外一个你来想办法。 莫凡看了一下那四个守卫的站位,对望月谦虚说道。 行,我对付最远端的那个。 地厅的照明便只有墙壁上那些微弱的火光,这个城堡的拥有者明显对现在的科技不是很放心,几乎不接入任何电设备。 这样古旧的环境倒是给莫凡行了方便,光线微弱的情况下顿影施展起来是最舒服的,几乎没有死角。 莫凡整个人画成了一个影子,倒贴着地厅昏暗无比的天花鼎慢慢的往那三个守卫靠近。 一双贼溜溜的眼睛还在那里转动着。 他一点点靠近,防止这些人里面有光系的法师。 光法师对这种暗影蠕动是非常敏感的。 靠近其一百米范围,就很容易被发现,莫凡现在自然是在离其一百米左右的位置进行试探,看看对方有没有抬起头观察天花板的那种意图。 望月谦虚告诉莫凡。 必须在瞬间将他们全部制服,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仪器。 只要他们按照某种频率连续按动三次,就会向外面发送出警报,所以莫凡此刻心里也很紧张。 靠近了一百米,莫凡的影子稍稍往前如了一下。 火草,要不要这么摔? 莫凡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因为他发现那三个守卫中间的那个人忽然间抬了一下头,往这个方向看来。 莫凡不敢动,整个人完全贴在昏暗中,就连眼睛也不敢随便乱看了。 山智,你看什么呢? 其中一个显得几分慵懒的守卫问道。 那里黑暗气息有点浓。 那名叫做山智的守卫说道。 整个东手阁都布置着一个黑暗大阵,黑暗气息会出现一些波动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不要因为刚才发生了那点暴乱就大惊小怪,闹事的家伙在里面享受美梦呢。 另一名守卫说道。 我觉得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好。 山智说道。 是不是因为那边的碧灯灭了的缘故啊? 慵懒的守卫指了指其中一个暗掉的碧灯。 哦,恐怕是吧? 哈哈哈哈,我当初来这里当班,也是像你这样疑神疑鬼,不要,疑,怎么又暗了一盏? 我看看,又暗了,不对劲。 四名守卫发现碧灯暗了好几盏,神色立刻就变了。 可就在他们目光凝视着暗掉的地方时,天花顶上一下子闪耀起了诡异的光芒,六柄离刺悄无声息的飞了下来,准确无误的盯在了这三人的身上。 一盯定身,双盯锁神。 莫凡出手干净利落,在他们分心的那瞬间直接出手,将他们的身体和心神一起给禁锢住了,让他们不仅不能动弹,就连魔法也施展不出来。 狄袭 离得这里最远的那名守卫发现了不对劲,怪叫了一声,立刻拿出放在一旁的警报器。 他刚要摁下去,忽然间旁边的墙壁之中生长出了一根长长的灰蓝色结梗鬼木手,鬼木手相当灵活,在守卫按下第二个剑的时候便将警报器从这名守卫中夺了过来。 守卫大叫了起来,结果鬼木攀爬的速度极快,从双脚到腰部,又从腰部一直缠裹到他的嘴。 没几秒钟,这守卫被裹成了一个木残茧,规模没有莫凡之前那个大就是了,但也是被彻彻底底制服,动一根手指都难。 第七百九十八章 宁华邪珠 你们,那名叫做山智的守卫毕竟是光系的法师,别人连眼珠子要转动都难,当他竟然勉强可以说话。 山智看着莫凡和望月谦虚出现,但莫凡又不傻,怎么可能让他看清自己模样,已经在自己面前笼罩上了一层黑色的暗雾,遮挡住了英俊让人过目不忘的面容。 睡一觉吧。 莫凡走过去,直接打晕了这个光系的守卫。 整个城堡都有浓浓的黑暗气息,这让莫凡的巨影钉威力大大提升,另外两个守卫被黑色的气息缠绕着,连打昏的必要都没有了,短时间内他们是不可能正脱开的。 赶紧去吧。 莫凡看了一眼深厚的望月谦虚,对他说道。 望月谦虚看着莫凡,眼睛里闪烁起了一丝丝温柔道,这次,谢谢你了。 小事,我这人就喜欢刺激。 莫凡回答道。 他说的没有错呀,就是喜欢刺激。 比如说闯别人日本女教员的房间看光别人身子这种事情,真尼玛殆尽。 望月谦虚快步走到了那个狭窄的石门处,他很清楚,这些守卫是不可能有噩梦间的钥匙,他自己贴在厚厚的门边,对屋子里面的人说话。 望月谦虚说的是日语,莫凡也听不懂。 过了一会,望月谦虚回头看了一眼莫凡,从他眸子里那激动的神情,莫凡便知道里面关押着的人真就是他的哥哥贺田。 他们为什么要将你关在这里,你不是应该看守这里的吗? 望月谦虚有些情绪起伏,眼圈都已经通红了。 贺田失踪这么长时间。 他差点以为哥哥就此人间蒸发了,谁能想到他就被关押在离自己仅仅一座吊桥的地方。 身为西首阁的人,望月谦虚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监狱有多可怕? 我找到了宁华珠。 本来是想这件事告诉大阪政府,结果被高牧将军给截获了,他想自己私吞了宁华珠,于是先将我软禁了起来,我始终不肯说,他便将我关押在了这里,里面的声音非常的微弱,看来被折磨得不轻。 你先别说这些了,我怎样才可以救你出来,我不能看着你死在里面。 望月谦虚打断道。 两人攀谈了很长时间。 莫凡又特意给每个守卫扎了几个暗针。 没有打开噩梦间的办法吗? 莫凡询问道。 望月谦虚摇了摇头,神情有几分木然,看得出来听了贺田说的那繁华,他内心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到底怎么回事? 莫凡接着问道。 东首歌除了有一个黑暗大阵之外,还有一个巨大诅咒,这诅咒会将关押在这里的人灵魂之力一点一点的抽取出来。 原本我以为这就是诅咒大阵的效用,没有想到诅咒大阵不仅将灵魂之力从犯人身体里抽出,更将他们凝聚到了一个珠子里,望月谦虚说道。 聚集了所有魔头灵魂之力的珠子。 这东西恐怕是一个宝贝呀。 莫凡说道。 是的,高牧那个混蛋。 为了让他的天灵兽能够进阶到君主级,不惜做出这种事情,作为一名牺手阁的军方首领,为了利益这样残害他人,可恶至极,望月谦虚怒声道。 竟然可以让赵幻兽进阶为君主。 这东西换作是一个有点私欲的人,都会心狠手辣吧,我看那个高牧将军就是一股子郁郁不得志的气。 他肯定比任何人都希望坐上更高的位置,兴许他早就不耐烦做这个监狱的监狱长了。 结果这个监狱竟然还有这种宝贝,他说什么也会抢夺过来。 莫凡分析道。 贪婪之人常有。 身居高位者这种贪婪习性就更加可怕。 我们把宁华珠带走,否则让高牧将军找到的话,他肯定会杀我大哥灭口。 望月谦虚说道。 恩,恩,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么邪性的东西,倒不如交给我来保管,不然你们双手格闹的血雨腥风多不好。 莫凡说道。 从望月谦虚的描述来看,这宁华珠很显然是一种素魂的珠子,并且对召唤兽非常有效,莫凡知道召唤兽的进阶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塑魂,塑造了一个更强大的灵魂,该召唤兽才能够突破身体的极限,成为更加强大的生物。 说实在的,这玩意儿莫凡也很想要,自己的吉星狼修为始终上不去,这恐怕就和他自身的灵魂等皆过低有关,若是能够塑出一个强大的狼灵魂来,吉星狼只不定就有望进阶到更高的水准。 一个足以让进阶期的统领生物提升到君主级的宝物,让战将级的吉星狼跨入统领级,一点都不过分吧。 你最好不要打这件东西的主意。 望月谦虚目光一冷。 嘿嘿,我就随口一说。 莫凡耸了耸肩。 根据贺田的指示,莫凡和望月谦虚开始往东首阁的下方走去,宁华珠似乎就藏在这座城堡的最底下,由于整个城堡结果极为复杂,没有一定的指引,未必能够到达得了吸纳整个东首阁犯人灵魂之力的震点。 还好贺田已经告诉了望月谦虚路径和要注意的黑暗迷宫,莫凡和望月谦虚非常顺利的抵达了贺田所说的地方。 这里根本没有守卫,这恐怕也是作为守护者的贺田无意间抵达,才发现了这个东首阁有宁华珠这种东西。 贺田这人也真是耿直,遇到这种东西自己偷偷的收起来就好了,还非要写份报告上去,结果被用心不良的人给看到了,惹来了这样的灾祸,换作是莫凡,早就自己拿出来,不能自己用,那也卖掉了。 震点就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间,四面全都是墙,唯有上方有一个峡口可以跳进来。 震屋里面什么都没有,看上去真的跟一间破地下室没有任何区别,但这间屋子的正中央赫然悬浮着一颗光泽浑浊又透着邪性的珠子。 在莫凡看来,这珠子一点都不可爱,简直像个悬浮在半空中的眼珠子,乍一看还特别的吓人。 这东西,邪得很。 莫凡对其保持了一些警惕。 第799章 闯大祸了 还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立刻把他带出去。 望月谦勋说道。 拿上这个东西,就算是有了有力的证据,望月谦勋就可以禀报上级,揭穿高牧将军的贪婪行径,让他的哥哥贺田重见天日。 谦勋,你最好深思熟虑。 莫凡认真的说道。 什么意思? 望月谦勋有些不解的看着莫凡,同时眼睛里也闪烁出了一丝丝警惕。 他对莫凡这人也不算是完全了解,每个人面对这种东西恐怕都会动心的,他担心莫凡也起了贪念。 你别这样看着我,没看到这宁华珠的时候,我确实还挺感兴趣的,毕竟我也拥有召唤兽,但见到他之后,我对他半点念想都没有了,这东西白送给我,我都不要。 莫凡说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望月谦勋不明白。 我刚才说了,这东西邪得很。 莫凡回答道。 我们没有想要占有他,要做的只是将他交到大阪魔法协会,或者大阪政府手上。 我只想让我大哥不要再承受东首阁的痛苦。 望月谦勋说这情绪已经有些激动了起来。 他跟他大哥从小感情极深,再加上他们的灵重一地双花,无形之中更存在着割舍不开的默契与牵挂。 东首阁是什么地方,他比谁都清楚,贺田在这里受苦这么长时间,他怎么忍心呢? 我只是陪你到东首阁确认你哥哥的事情,至于这珠子,你带的话你带。 我不会阻止你,但你也别拉我下水。 莫凡说道。 嗯? 不管怎么说,这次都谢谢你。 帮助了我。 我会很感激你的。 莫凡没说什么,面无表情地看着望月谦勋将这颗珠子给收了起来。 离开东首阁并不难,整个东首阁守卫并不是很多,外人是绝不可能进得去的,为了确保其足够封闭,严密,即便那几个被打晕的守卫,那也需要到下一次换房的时候才会发现,所以莫凡和望月谦勋原路返回。 与望月谦勋在山下分开,看着望月谦勋急匆匆地往大阪市跑去。 莫凡心里反而多了一份不安。 小泥丘,那东西真的很有问题,对吗? 莫凡低头看着胸前,自言自语道。 小泥丘坠的灵性非比寻常,假如那凝华珠是一件正常的瑰宝,这吃货一定会兴奋地要一口将它吞掉,好提升它自己的逼格,可莫凡靠近那凝华珠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掉小泥丘对这东西的厌恶与提防。 由此,莫凡认定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人可以贪婪,莫凡承认自己是一个看到宝物就一定会上的人,但人要贪心的聪明,像凝华珠这种东西。 莫凡直觉上认为那就是一个潘多拉魔河。 看着望月谦勋远处,看着他娇小的身影渐入夜色,却又好像被一层浓浓的暗器给笼罩着。 莫凡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小泥丘,爸爸是不是闯大祸了?莫凡再一次自言自语了起来。 皎洁的月光不知在何时掩藏在了乌云中。 夜空黑须须一片,连星光都消失了。 繁华的大阪是即便到了深夜。 依旧灯火通明,繁华似锦,散射到天空中的霓虹光却不像往常映的夜空一片橙红,反倒是被浓浓的黑暗给吸走了。 大厦林立,车流穿梭,一群从夜店中走出来鼎敏大罪的染发年轻人,正在马路上大声的嚷嚷着,行人对此都纷纷的闭让开。 我朝刚什么时候要为一个臭女人伤心呢,真是可笑,看看这大街上,多少好看的姑娘,全都变成了我的猎物,哈哈哈哈,染着青色头发的男子摇摇晃晃着。 身旁几个同伴急忙去扶他,结果被他直接推了开。 不用你们多管闲事,我自己能走,不仅能走,我还能够把那臭女人骂得狗血淋头,哦,他在这,臭女人,我朝刚也是你可以甩的,你给我过来。 朝刚晃动着身体,用手指着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女人。 这女人静止的往前走,根本不理会朝刚。 但他的这份冷傲更惹怒了这个酒醉的人,因为让他这样大醉的女人也正是这样的态度,朝刚的怒气一下子涌了起来,跑上去拦在了黑色紧身衣女人面前,大吼道,不许走。 滚。 望月谦虚目光一冷,他的脚边上误然的出现了一根成年人腰粗的鬼木手。 鬼木手直接朝着挡在他前面的朝刚拍去,朝刚只是一个普通人,这一拍生生的将他打飞到了马路上。 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司机看到有人飞到马路上,吓得魂飞魄散,还好多年的开车经验令他下意识的猛踩刹车。 朝刚的那些同伴都看傻了,其中一个女子更是尖叫了起来。 那卡车急杀在了朝刚面前,直接撵过了他一条腿,这酒醉青年惨叫声一下子响彻了整条街道,疼痛让他彻底清醒了过来。 望月谦虚看都没有看那青年朝刚一眼,静止的往一座大厦走去。 道路旁有花卉,绿化带,可在这个女人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是后续,花卉直接尾捏了了,绿化带也变得干枯。 路灯莫名的昏暗,好像所有的光线都被什么东西给吸走了,总是扩散不开,明亮繁华的街道更莫名的笼罩上了一层诡异压抑的黑暗之气。 快叫救护车。 这女人疯了。 她是法师。 就算是法师,也不能够随便出手伤人啊,必须让审判会制裁这种邪恶法师。 路人纷纷叫了起来,甚至有一些刚正不阿的人紧紧的跟随在望月谦虚的后面。 这里是日本大阪,是法治之城,就算是法师犯了罪,一样要接受惩罚。 望月谦虚继续往前走着,已经到了大厦跟前。 她似乎察觉到背后有人跟着,指指点点,于是猛地转过身,一双眼睛黑暗深邃的令人魂飞魄散。 而更有人发现,这女人映在大厦落地玻璃橱窗上的影像,完全不是她本来的模样,竟然是一个透出星红目光,浑身长满了鬼须的恐怖黑影。 站在街道上的是女人,硬在玻璃窗上的却是惊悚至极的鬼怪,这难以置信的一幕让路人已经尖叫了起来。 第八百章 寄生邪魔 黑色之影只有躯干,没有头颅,拥有蜈蜈一样的手臂分布在身躯的两边,排成排舞动着,粗壮而结实。 最为令人魂飞魄散的是,这怪物的胸膛上长满了一颗颗星红的眼睛,没有眼眶全部都是眼珠子,每一个眼珠子都在蠕动着,分别盯着这个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充满了一种怨气与残冷。 望月谦虚转过身来,映出这样一个鬼怪模样,瞬间吓得所有人连滚带爬的逃窜,就连那些在马路上开车行驶的人也都惊得方向盘都握不紧了。 我们望月守望在高山上,凝视着满是海妖的海洋,时时刻刻要有做出牺牲的觉悟,你们这些人,在都市里烂醉如泥,吃喝玩乐,简直就是一群寄生虫。 望月谦虚声音变得无比古怪,他自己的声音本应该是清零干净,可他的声音之中似乎还重叠着不同的嗓音。 人行道上,水泥之地莫名的裂开,旁边的金刚玻璃大厦墙上,有一根根黑色的植物在扭曲的生长,看上去像是阴暗,茂密的爬山虎,迅速的将大厦墙面覆盖了进去。 而人行道,道路裂开的地方,更是有鬼木,魔藤从里面钻出来,这些植物就像有生命的触手,追着那些吓得四处逃窜的人而去,朝纲的那几个同伴,以及要讨伐胡乱商人法师的路人,他们全部像小鸡一样被鬼木手和魔藤虚给拧了起来。 鬼木手,魔藤虚越来越多,以望月迁虚为中心朝着周围疯狂的扩散,一开始只是十几个人被束缚了起来。 没多久又有二三十人全部被这些邪恶的植物给抓住。 只见黑色的虚,疼,跟像如虫一样,不断地爬入到这些人的身体里。 从耳朵,从鼻子,从咽喉,甚至毛孔都被更加细的黑色之虚给渗透。 那些被控制的人根本连惨叫都发不出。 皮肤莫名地浓肿了起来,并且又有新的黑色花须从它们的身上生长出来。 每个人皮肤都在生出花,疼,蛆,于是鲜活的人就变成了半人半目的怪物,看上去猙獰至极。 住手 一个声音从高处落了下来。 望月迁虚抬起头,发现一栋商铺顶上,一个男子正站在那里,一双黑褐色的眼睛在这黑暗笼罩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明亮。 是你。 望月迁虚说看着他,眼神却并不友善。 我还是不太放心,跟过来看看。 果然,你自己看看你都在做什么。 莫凡与望月迁虚保持着一段距离,开口说道。 我,望月迁虚明显还保存着一些理智,他扫视着周围,发现人群在逃跑,发现少女们在尖叫,有几个小孩也被对自己吓得淘淘大哭。 所有人都跟看怪物一样看着他,而当他发现那几十个人被他的植物变成了一个个被植被覆盖的妖物后,望月迁虚整个人都清醒了,重心不稳的向后退了几步。 那遍布了半条街的鬼幕,魔腾迅速的收缩。 迅速的被望月迁虚收回,旁边的那栋大厦的墙也很快恢复了原本的样子,望月迁虚转过去,看着自己硬在玻璃上的模样。 满脸的不敢置信。 手上的宁华斜猪猛的掉落到了地上,望月迁虚跟看到魔鬼一样,离得他远远的。 不敢再去碰他。 这东西真的很邪,你最好别再碰他了。 有句话你可能不爱听。 但你哥哥贺田恐怕也被这东西给蚕食了,他让你将宁华珠带出去。 就等于是害你性命。 莫凡走到了望月迁虚的面前,目光注视着那颗在地上不断散发出黑气的珠子。 这珠子,莫凡一样不敢碰,他的可怕程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还好携带他的人是心性相对坚定的望月迁虚,并且被黑色气息迷惑的时间并不长,不然望月迁虚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恐怖邪魔。 镜子里映出来的多只多眼邪魔,想必就是这宁华珠的一个寄生形态了,莫凡见的妖魔鬼怪不算少了,刚才也确实被玻璃里映出的那个景象给震撼到了。 得亏自己来得及时,若是望月迁虚被宁华邪珠彻底控制了的话,自己真的就酿成一次大祸了。 我已经通知望月明鉴了,他应该在赶来的路上,在他抵达之前,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东西,莫凡对望月迁虚说道。 望月迁虚整个人还处在一个精神恍惚的状态,他靠在望月迁的身上,眼神空洞。 之前被他控制住的那些无辜的人已经落在了地上,他们身体渐渐恢复正常,但体验过被邪恶植物寄生的那种痛苦后的他们,哪里还敢再在这里逗留,没了命的往其他地方逃。 谢,谢谢你,我从未想过我的大哥会欺骗我,我对我有所隐瞒。 望月迁虚说道。 他是第一个发现明华珠的人,所以他应该是被蚕食的最厉害的人,他现在的心智未必是你原来的大哥。 莫凡分析道。 莫凡一开始在吊桥那里的时候,便没觉得贺田是一个好人,那三名无辜的守卫是被无比残忍的抛到了吊桥外,连魂魄都没有留下来,直接魂飞湮灭。 能够如此残忍的杀害守卫的家伙,怎么可能没有一点邪性。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宁华珠透出来的那股子邪性,让莫凡从见到他开始就没有舒服过。 好在自己多了一个心眼,直接跟上了望月迁虚,并目睹了望月迁虚正在被邪性寄生的过程,便彻底确定这玩意而星号就是一个邪魔,改到谁,就蚕食寄生,那真面目被镜子淋漓尽致地捕捉。 这东西要是真的释放出来,不知道会带来多么可怕的灾难。 警方到场的速度比较快,迅速地将这一带给封锁了起来。 随后是大阪的城市猎妖队,他们警惕地将莫凡和望月迁虚给包围了起来,却不敢轻举妄动。 莫凡正在和他们交涉,示意他们不要靠近这里。 望月迁虚也逐渐清醒了,禀明了身份之后,更用日语做出解释,那些城市猎妖队的人这才按兵不动。 第801章 跑出去一只 莫凡和望月迁虚都没有再去碰这个宁华猪。 然而这宁华邪猪好像察觉到自己马上会被收回到东手阁了,竟然自己开始滚动了起来。 路边有一个排水口,这宁华邪猪往排水口滚了过去,竟然妄想从下水道逃脱。 这玩意而是猪子形态的时候,显然行动能力极大程度的受到限制,需要寄生在别的生物上才能够大显神通。 若是让他滚到下水道,随便依托在一只老鼠身上,估计也可以变成一只恐怖至极的鼠妖。 莫凡可不会让这东西祸害人间,他目光锁定了这颗珠子,直接催动了意念,强行将这珠子给挪了回来。 隔空一物 望月谦虚微微愣了一下,瞪圆了眼睛看着莫凡。 什么隔空一物,你看错了。 莫凡笑了笑,掩饰了起来。 望月谦虚精神还处在恍惚状,他也觉得自己应该是看错了,莫凡只是一个高阶法师,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多个系。 那颗回到原位的宁华邪珠显得异常愤怒,不断地颤动了起来。 但这东西再谎也没有用,望月明剑已经从西首阁那里赶了过来。 这满脸胡须的老头走到了墨房和望月谦虚的面前,他注视着地上的宁华邪珠许久,眼睛里闪过一丝锐利之色。 那宁华邪珠似乎很惧怕望月明剑,待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彻彻底底变成了一颗没有一点生气的黑色珠子。 这个时候,望月明剑才走过去。 用一层银色的布将这宁华邪珠给包裹了起来。 望月明剑自然是大阪极有名望的法师,他遣散了警方和城市猎妖队,将望月谦虚和莫凡带回到了西首阁。 很显然,望月明剑并没有对这件事进行宣扬。 甚至封锁了消息,没让事情扩散出去,尤其是扩散到高牧将军那里。 望月明剑将莫凡和望月谦虚带到了一间天顶市敞开的明市里,月光与星光可以洒落到这间屋子, 并通过墙壁上的那些夜光之势,将整个明市都照耀到,让人感觉像是坐在浩瀚的宇宙星空当中,沐浴着星月光滑。 望月谦虚跪坐在木制的地板上,头发垂落下来。 伸埋着头,像一个做错事但并不害怕接受惩罚的女孩。 莫凡则是席地而坐,环视着周围的装饰。 望月明剑背对着他们两个,和望月谦虚那样跪坐在月光泄落的地方,整个人显得静目庄重。 谦虚,你很让我失望。 望月明剑说道。 弟子知错了。 望月谦虚不敢大声说话。 即便你知道赫田就在东首阁,你也应该先将所有的事情捋清楚来,这样鲁莽的形势,哪怕一切真如你看到,想的那样。 一样只会将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望月明剑说道。 我不知道该询问谁。 连忠心耿耿的赫田都被囚禁在东首阁,望月谦虚低着头说道。 那你就选择相信他吗? 明剑老头说道。 望月谦虚看了一眼莫凡,顿时沉默不言。 我是外人,自然不会倘到你们之间的势力相争,利益角逐里面。 我说明剑老头,你先说说这珠子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吧? 你明显是知道这玩意儿的存在,莫凡说道。 人有灵魂。 法师的修行,便是修魂,灵魂越强大。 代表着该法师越强。 但每个人的灵魂都不是完全纯净的,即便整个东首阁笼罩在诅咒之阵下。 他会汲取那些邪恶法师的魂魄,但却消除不掉那些邪恶法师们灵魂中的怨,邪、蓝、恨、杀、愤、欲、东首阁又还存在着黑暗大阵。 这黑暗的环境,便让这种原本零碎不堪的残念滋长,壮大,也就是变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珠子。 望月明剑说道。 你们日本果然多妖孽,器皿有妖,就连监狱邪念也能够滋邀。 莫凡嘀咕了一句。 也多亏你及时阻拦了千勋,否则一个新的红魔将在不久之后降临日本。 望月明剑说道。 红魔? 莫凡感到几分不解。 这东西称之为红魔,其魂魄与绝大多数灵魂形态的生物不太相同,是呈现暗红色的。 并且,一切被其寄生操纵了的生物,死后灵魂也会有暗红色的邪恶印记。 望月明剑说道。 一旁的望月千勋也点了点头,他在向那些路人出手的时候,眼睛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灵魂,而他们在被自己的植物给寄生的过程,灵魂似乎正是被烙印上一种邪意的暗红色,像是与邪魔签订了一个可怕的契约一般。 暗红色灵魂印记 莫凡猛的从地板上站了起来,身体莫名的发冷。 无论是活物的灵魂,还是邪灵,妖魔,幽灵,只要彻底死亡,都是呈现蓝色或者青色,绝对没有暗红色。 但是,莫凡清楚的记得,冷清与自己谈起灵灵父亲的事情时,正是灵魂中出现了暗红色的诡异印记,包括那只吸血鬼灭冬,死亡后也出现了这种状况。 老头,你们这东手格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跑出去一只红魔,莫凡脸色都变了,重重的质问道。 望月明剑身子轻轻一颤,有些愕然的转过头来,目光注视着突然间如此质问的莫凡。 望月谦虚也站了起来,不知道莫凡为何这般激动。 明剑老头脸上表情僵硬,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因为对往事的恐惧而剧烈的晃动着。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望月明剑紧紧的盯着莫凡。 上一代红魔,那是望月明剑一辈子的噩梦,即便过了那么多年,望月明剑在夜里也会因为那一年那一夜发生的事而惊醒,一身冷汗。 是的,他们东手格在多年以前确实跑出去了一只红魔,时至今日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守望者们也没有敢将这件事透露半点。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学员,竟然一语道出了他们坚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 一旁的望月千勋也愣住了,这红魔究竟有多可怕他是亲身体验过的,让他不敢相信的是,东手格曾经放出过这样一个令人感到极度危险,可怕到了骨髓里的东西。 第802章 第一代红魔 西山盘山路段,还有一个车辆无法途径的小路。 宁剑老头带着墨房和望月千勋往里面走去,令人惊奇的是那小小的山裂谷之中竟然还掩藏着一个小小的四灵,上面有一些还没有完全枯萎的鲜花,显然不久前还有人到这里祭拜过。 那个时候我和你们一样,茫茫撞撞,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考虑过后果。 东手格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使得我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非常好奇,当他发现了一颗凝滑鞋猪后,便激动不已的要将它带出去。 宁剑老头举起了一壶酒,缓缓地将这烧酒倒在了这个灵位上。 莫凡凑过去看,发现这灵位上刻着一个人的名字。 一秋 望月千勋有些出神的看着灵位,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是的,他其实就是你大哥贺田的生父。 也是我的挚友。 宁剑老头说道。 当年你们也把宁华邪猪给带了出去。 莫凡问道。 这件事说来也复杂,千勋母亲雅子是当年双手隔人人追求的,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女神吧,贺田的父亲一秋可谓是杀出重围,获得了他的芳心,不久之后就有了贺田,宁剑老头说道。 停停停,你们这些陈年旧爱就别说了,我想知道上一代红魔的事情。 莫凡显得很没有耐心。 这件事关系到灵灵父亲的离奇死亡,莫凡现在急切想知道那个红魔的情况。 跟灵灵相处那么久,让这个小丫头成天老气横秋,郁郁寡欢的心结正是这个暗红色灵魂印记。 要是能够查清楚这件事,相信是对灵灵最大的心灵治愈。 在上海,灵灵可是不计任何报酬的协助自己,帮助自己。 莫凡觉得自己能为他做的,恐怕也只有这件事了。 也是自己这次误打误撞,发现了这特殊的暗红色灵魂印记,无论如何莫凡都得弄个水落石出,给灵灵一个大大的交代。 当时是这样,我和一丘最先发现了宁华邪珠,我告知了雅子和信子,雅子的意思是通知族里的人,信子却建议我们将里面的能量给炼化。 好提升实力,从族内脱颖而出。 我们吸纳偷取他的能量,由于是四个人一起均分,短时间内并没有发现其异常,甚至修为大幅度的提升。 但后来,我,雅子,信子开始性情大变,起初以虐杀妖魔为乐,后来甚至开始对关押在东首阁的犯人进行残杀,宁剑老头说道。 你们这是被宁华邪珠迷了心智啊? 莫凡说道。 是的,我们越陷越深。 信子更是提议,将更多的犯人关押到东首阁来,好让宁华邪珠吸纳足够多的灵魂之力,为我们提供更加强大的力量。 宁剑老头显得有些不想往事重提。 那段时间。 心智迷失的他真的做了很多他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的事情,那种残忍,那份邪念。 无限的滋长,无限的强大。 在他们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那你们是怎么摆脱的? 莫凡问道。 看得出来,这名剑老头也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才变得整个人比较温和,慈善。 是一秋。 他是我们所有人中最理智的一个。 在意识到这邪珠其实就是所有犯人灵魂中的死怨凝结物后,他开始阻止我们继续用凝华邪珠修炼,哎,我们当时确实彻彻底底的迷失了。 宁剑老头这一声长叹,叹出了无尽的悲伤与悔恨。 所以你们杀了他,莫凡说道。 你别瞎说。 望月谦勋瞪了一眼莫凡。 事实上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三个人一起谋划,将阻止我们的一秋给杀死,明见老头声音变得极低,连望月谦勋的眼睛都不敢去看了。 什么,你们杀了贺田的父亲,包括我母亲也同意吗? 望月谦勋顿时惊呼了起来。 那个时候一秋和雅子可是夫妻啊,望月谦勋印象中的母亲是全天下最善良温和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极其残忍扭曲的事情。 宁剑老头知道望月谦勋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却也不得不道出真相来,事实上,是他提议的,哦,你不需要对你母亲存在太大的芥蒂,她迷失得比我们更深。 我想你应该知道那种感觉。 望月谦勋回忆起自己对普通人出手的那一幕,的确那根本就不是自己。 细思极恐啊,枕边人想杀你,莫凡叹了一句。 所幸,一秋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察觉到了我们的意图。 原本我们以为他会就此离我们而去,但他没有。 他偷走了宁华邪珠,将那可怕至极的东西远远地带离了我们。 当年,我们对他进行了追杀,因为我们都觉得他想独吞这件宝物,我们很愤怒很愤怒。 原本他已经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了,后来不知为何消失了。 从那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见过一秋,随着时间过世,我们心智渐渐清醒,你的母亲雅子也因为此事自责内疚,早早离开人世,我和雅子,也不敢提起这件事,可对一秋的那份愧疚,不知该如何去偿还。 明剑老头说道,都已经过去了不知多少年了,从青年变成了老者,可当初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望月明剑也不禁眼角湿润。 所以你们对贺田才格外关爱。 望月谦虚说道, 明剑老头点了点头,深呼吸一口气道,是啊,我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关照他的孩子,可惜我们醒悟得太晚,当初的怨气还洒在他的孩子身上,贺田小时候也受了不受苦,雅子更是很讨厌他,等雅子明白过来一秋当年的牺牲与苦难时,贺田已经长大了,觉得我们对他的好,是虚情假意,他也根本不需要。 贺田,望月谦虚一想到自己大哥的遭遇,鼻子就开始犯酸了。 贺田的是,我会想办法从高牧将军那里将他解救出来,这宁华朱绝不能让高牧知道,高牧贪念太重,他更不知道这东西的可怕,一旦落在他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啊。 明剑老头说道。 第803章护送邪诛 莫凡一阵头疼,到头来自己只知道了红魔的来历,却根本不知道那家伙究竟在哪里,又做了什么。 这样的话,又怎么帮玲玲报仇呢? 莫凡同学,正好老朽有一事请你帮忙。 明剑老头说道。 老人家,我很忙的。 莫凡直接拒绝道。 宁华邪诛是一个不祥的东西,说实话,交到自己人手上我都未必能够放心,我知道你们队伍即将前往东京,我希望你将宁华邪诛交给我在东京的一位旧友,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将邪诛那股子怨气给净化的。 宁卷老头说道。 喂喂,我没答应,你别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把这个委托给说出来。 莫凡说道。 现在西手阁市高牧将军在铜揽大拳,宁华邪诛这东西迟早会被他给找到,一旦让他获得,后果便会更加严重。 宁卷老头其实更希望将这珠子给送走,送得越远越好。 这宁华邪诛中确实是蕴藏着能量,并且由召唤兽来吸纳的话,副作用也会大大的降低,若是你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次困难,宁华邪诛内的一部分速魂之力你可以取走。 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也是一个召唤戏法师,比其他人更需要这种能够给召唤兽宿魂的宝物,爱,为一个中国国府选手提供这样的资源,上头要是知道,应该会怪罪我的吧。 可现在也别无办法,宁华邪诛刚刚成型,魔性还没有那么强,承早将其进化是最好的选择。 明剑老头说道。 听到明剑老头提出的条件。 莫凡不由的有些心动了。 极星狼的进阶一直都是个问题,他停留在那个实力太久了。 再下去的话就有点跟不上自己的战斗要求。 这极星狼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莫凡自然是不想更换的。 有条件还是要将他实力提升上去。 可一想到这玩意儿有些邪乎。 莫凡心里还是有些许排斥。 你为什么不找别人? 莫凡觉得这名剑老头未免也太相信自己了。 你觉得这东西是和被更多人接触到吗? 明剑反问了一句。 确实,从望月明剑对陈年旧式的描述来看,至亲至爱的人都会反目成仇,这东西真不是随便可以交出去的。 老师,您让他来护送,是不是有些? 望月谦讯说道。 莫凡同学和一秋一样,是少数能够在这宁华邪珠的蛊惑下还能够保持清醒的人,这次你护送邪珠,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莫凡你也绝不要和你的队友们提起,银沙包裹情况下的邪珠与一个普通珠子没有什么区别,你只要抵达东京,将东西交给我的老友,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优越的战魂,为你召唤兽进行一次强化。 明剑老头说道。 听起来是和狠不错,但我更关心的是上一代红魔的踪迹,我的猎人搭档,一直都在寻找暗红色灵魂印记。 想不到会是你们日本东首阁这里流出来的祸端,他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对我有什么隐瞒。 莫凡认真的说道。 若是这样,你更应该将他送到东京我的那位就有那了。 明剑老头说道。 为什么? 在高牧将军之前。 是由他来掌控东首阁的一切,我想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他知道红魔的下落,迄今为止他也都在与上一代红魔做着抗争。 明剑老头说道。 既然你这么说。 那好,这珠子我来送。 莫凡点了点头。 千勋会随你而去。 明剑说道。 我。 望月千勋愣了一下。 让他一个教员跟着中国国府队伍前往东京。 这有些不太合适吧,以什么理由? 以什么身份? 贺田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将这个珠子送走,相信贺田也会恢复原来的样子,高牧更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关押他那么长时间。 明剑老头说道。 夜里发生了许多的事,但对于熟睡的人来说,一切都好像那么平静。 回到自己的房间,莫凡手里已经多了一颗包裹在银色纱布中的珠子,可以感觉到他里面涌出来的一股邪异的能量,渗透到人的肌肤时,便一阵发冷。 莫凡,莫凡,快起来。 赵满炎的声音从屋子外面传了进来。 莫凡打开房门,整个人还算精神,法师嘛,精神力比常人强很多,隔隔几天没睡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怎么了?莫凡不解的问道。 那个女人,就是和你切磋的那个凶大无脑的望月谦虚,竟然要跟我们一同去东京。 赵满炎显得几分兴奋道。 哦!莫凡应了一声。 哦,你这反应也太冷淡了吧,那女人说话是难听了一些,不过身材是货真价实的,乘着前往东京的路途漫长,争取推导啊。 赵满炎那股子荡气一下子就散发了出来。 我不是那样的人。 说的也是,以你的妙性,怎么可能单单只是推导呢,什么皮鞭啊,蜡烛啊,镣铐啊,老虎凳啊,嘖嘖嘖。 赵满炎说个没完,脑子里似乎已经在浮想连篇了。 妈的智障。 喂喂喂,干嘛这么一本正经,不知道男人在早晨和尔蒙分泌是最旺盛的吗,一吟一下都不行,自从历练开始,本少爷就没碰过女人了,再这样苦修下去,我都要疯掉。 赵满炎抱怨道。 你还有没有事,没事老子还要去睡会,困死了。 莫凡不耐烦道。 困?你昨晚没睡吗? 遇到点麻烦事。 莫凡自己对宁华邪诛还搞不太清楚,所以也没打算拉赵满炎下水。 这东西极度危险,否则当初猎王级别的灵灵父亲也不至于允命,莫凡觉得在没有绝对安全保证前,还是不要告诉其他人为妙。 我来呢,是想跟你说件事的,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总会梦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靠,我跟你说正事啊,你推我出去做什么? 赵满炎说道。 以后再说,先给老子睡一会。 勤手,昨晚肯定去做畜生不如的事情了。 第804章岛屿真相 下午,国府队便上路前往东京了。 规矩还是老规矩,大家的身份仍旧是冻结状态,日本火车票都实名制,以至于他们这群人只能够先坐地铁到大阪东面的郊区,然后去蹭巴士。 望月千勋还真的跟着队伍出发了,对于他的加入,绝大多数人都抱着很不解的态度。 望月千勋也懒得解释,他知道这群中国人并不喜欢他,他只负责盯着莫凡,监督他护送那个可怕的珠子。 坐在大巴上,莫凡脑袋靠着窗,也无心去观望沿途山道的风景,旁边坐着的赵满言喋喋不休,这货只要有阵子没碰女人,整个人就变成神神叨叨的,哪里还有一个赵氏财团公子哥该有的霸道总裁犯,整个旧社会老农村近亲结婚的智障产物。 早上和你说的那是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呀? 赵满言重重的推了一下莫凡。 莫凡昏昏欲睡,被弄醒后更是烦躁。 你他妈那点破事,能别逼逼个没完吗? 莫凡骂道。 真的很不对劲啊,我先是梦见我们在海上看到的轮船下的黑影了。 随后梦见双手隔遥望的那片海折服着一庞然大雾,还还发出像海豚一样但可以穿透很远的叫声。 赵满言说道。 到了东京,麻烦你花点钱去找个女优解决一下,莫凡刚要骂赵满言,忽然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急忙改口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梦到那个我们当初在太平洋上空往下看的那个黑影。 赵满言说道。 后面那句。 昨晚双手隔海域有一只巨型生物。 你等一下。 莫凡猛的站起身来,走到巴士的末端。 最后一排位置上,坐着的人正是望月谦逊,他有些不解的看着莫凡凑到他旁边来,眼睛里满是疑惑。 那珠子有动静。 望月谦逊警惕的问道。 不是这事。 昨晚你们上阁发出警戒光,有告知其他人海域那里发生了什么吗? 莫凡认真的问道。 没有,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海域那里发生了什么,上阁是军事要塞,普通人不让上去的,我们也不会将上阁观测到的信息告知他人。 望月谦逊回答道。 那赵满颜怎么会知道海域有巨型生物出现? 莫凡说道。 他知道。 没有理由啊。 昨晚除你跑到上阁之外,没听说有别的人闯入过。 望月谦逊说道。 莫凡皱起了眉头,又回到了赵满颜的旁边。 赵满颜看着莫凡那副样子,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便也收起了那份玩闹的心态了。 你确定你是梦道? 莫凡问道。 恩? 赵满颜点了点头。 事实上,昨晚在双手隔遥望的那片海域,确实有一个巨型海兽。 莫凡说道。 赵满颜张了张嘴,想说话,却又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 赵满颜亚然道。 你记不记得西雄是那个不存在的岛屿? 莫凡说道。 就是那个宫田说待了一整夜。 但第二天带人去看却消失不见的岛。 赵满颜说道。 关于宫田的事情。 赵满颜是后来听江玉和爱江图说起才知道了全部经过。 莫凡点了点头。 没错,就是那个小岛。 起初莫凡怎么都想不明白,宫田为何要撒谎,还是那么可笑的一个谎言。 直到自己坐在离开西雄市的火车上,那短暂一瞥恍然间也看到那座小岛时,莫凡开始相信宫田说的话了。 爱江图,你觉得宫田在撒谎吗? 莫凡站了起来。 开口询问起坐在后面挤排的爱江图。 爱江图感到几分奇怪,莫凡怎么忽然间问起这件事来。 他思考了一下。 回答道,我觉得宫田没有必要撒谎,也不像是在撒谎。 你们是在说那个不存在的岛啊,江玉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进来。 真无聊,那岛就是不存在,我们亲自去证实过了。 南部成岛还会飞部成。 穆婷颖说道。 宫田没有说谎,他确实在那个岛上待了一整夜。 莫凡认真的说道。 哼,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 关于冷讽道。 莫凡没理他。 接着回想起当初的情形,然后语气严肃道,赵满言,柯南的背景音乐关了先。 哦,心不自禁,心不自禁。 我要说的是。 西雄市那岛是他妈存在的,一开始我就是想不通,宫田干嘛撒那种可笑的谎。 也想不通,我为什么会在火车上眼花,也看到了那个小岛。 事实上,那他娘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岛。 莫凡说道。 莫凡,你今天忘吃药了。 不是岛是什么。 宫田那晚根本就不是站在一个岛上,而是站在一个生物的背上。 第二天岛屿不见了,那是因为那家伙第二天一早游走了。 莫凡无比肯定的说道。 莫凡这番话,一下子惊到众人了。 阿世里忽然一片寂静,当大家脑海里在尝试着浮想出这个画面的时候,却立刻感觉到浑身都紧绷了起来。 莫,莫凡,你别吓我们,这世上哪有跟一个小岛一样大的生物啊,而且宫田再蠢,也不至于把一个活生生的生物当成岛啊。 蒋少旭话语都带着几分颤抖。 是啊,那岛真是一个生物的话,那会是什么东西? 江玉说道。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太平洋游轮上时,曾出现在海面下的那个巨大黑影,莫凡说道。 众人自然记得,那震撼的一幕记忆犹新,那是令他们所有人都因为渺小而恐惧的画面。 可莫凡这么一点性,大家脸上更是布满了惊骇之色。 你是说,那个不存在的岛,就是当初我们在海上遇到的那个,那个家伙,江玉话都说不流畅了,节节巴巴的状况无不表明他内心的震撼。 莫凡,你为什么突然间想起了这些东西? 慕凝雪也禁不住问了起来。 事情应该已经过去了,莫凡现在却提了起来,这表明一定是有什么有联系的事情发生了。 慕凝雪这句话问出口,莫凡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严肃之色。 昨晚,双手隔的海域里也出现过巨型生物途径的迹象,这件事你们可以问望月谦虚,事实上,我觉得这家伙,一直在跟着我们。 第805章资源不给替补 如果说一开始莫凡的那番话在大家听来还有一些荒谬,可陈述到现在,大家已经相信了大半。 尤其是爱疆图,他跟莫凡是一起进入到幻境之中的,他们也亲眼目睹公田用自己的性命来洗刷自己的清白,一个如此真烈的女子,绝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谎言来,那么一切就在于那个岛屿上。 我想,那天夜里起了海雾,再加上那个生物的体型确实过于庞大,公田根本就没有发现异样,他作为一个刚到西雄市不久的人,自然不会觉得那里多出一个岛屿有什么奇怪的,所以他走了上去,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生物为什么一动不动的待在那里,但我觉得这是唯一的解释,也解释了我为什么也看到了那个岛屿,因为那天早上,那个生物再一次出现在了那里。 莫凡认真的分析道,那到底是什么呀,他怎么会轻易的进入到安界,更庞大到可以伪装成一个小岛,蒋绍旭已经完全相信了莫凡所说。 假如没有在太平洋上见过海洋下的那个黑影,大家断然不会觉得有可以冒充小岛的生物,现在莫凡的分析的确就是解释公田谎言的唯一说法。 那不是岛,那是生物,一个可以自如的穿梭于人类地界,海域,一个对人类没有伤害,或者不屑一顾的巨型海兽。 那么,昨夜双手阁的警戒光,是因为探测到了这个生物靠近。 江玉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昨夜确实有巨型生物出现,被我们发现之后。 他很快就离开了,明显并不愿意与我们交战。 望月谦讯说道。 可是。 他为什么一路跟着我们,大阪可是在日本长岛的终端。 他从日本的西端一直跨过了半个日本。 男爵说道。 这一切太解释不通了。 他想谋害大家的话,早在太平洋上就可以动手了。 他无害的话,偏偏一直跟着他们,要不是双手阁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要塞,恐怕莫凡他们还没有察觉到他。 说的我都有点慌了,那种级别的怪物,能吞河,能灭山,翻江倒海一如反掌。 江玉说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蒋少旭问道。 走一步算一步吧。 没准是我多心了吧,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推断,毕竟我们都没有见到他的真面目。 莫凡说道。 恩,我知道他存在的可能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可以担忧的。 爱江图说道。 莫凡的一番话可以说把大家说的都心难以安宁了。 也还好他们现在在内陆,离海洋有一段距离,大家也不至于疑神疑鬼。 不久之后,巴士走上了高速公路,沿途可以看到一些房屋。 这也表明这里是有防卫的安建。 旅途有些劳累,毕竟如果是坐巴士从东京到大阪的话,那可是很漫长的路途,哪怕全程高速公路。 到了东京。 我再带你们去好玩的地方。 蒋绍旭见大家有些无精打采,于是开口说道。 蒋绍旭,这次我们到东京之后。 必须立刻前往海战城。 爱江图立刻一盆冷水浇了过来。 急什么嘛,推迟一天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蒋绍旭与气妖柔的说道。 爱江图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也顺便告诉众人,来日本,海战城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第一次修行也将在那里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大国家国府学员历练的过程中,每个国家会共同缴纳给魔法协会一批资源,供给所有正在世界各地历练的国府支队。 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就看各队伍在历练之地的成绩。 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必要积极吧。 蒋绍旭散漫的说道。 我们队伍里应该还有不少人没有跨入高阶法师,我们这次来日本的历练就关系到了一次晋升高阶的机缘,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可以去东京市区玩个痛快。 爱江图不讲情面的说道。 晋升高阶,这可是大资源呢。 究竟是什么好东东,赵满言眼睛闪亮的说道。 赵大少爷,你就不要奢望了,即便是我们获得了这笔资源,也轮不到你这个替补,当然,也包括了慕宁雪和莫凡。 慕婷颖笑了起来。 赵满言愤愤不平,询问爱江图。 爱江图点了点头道,资源确实不会分配给替补。 卧曹,不把我们当人看哪。 能跟着队伍历练,已经是给你这种拖后腿的最大恩赐了,要天赋没天赋,要修位没修位,要高灵种没高灵种,关羽也很是时候的嘲讽道。 妈的,说得好像你是高阶法师一样,你不跟我一样,是个中阶喳喳。 赵满言指着关羽骂道。 咳咳,咳咳,队伍里中阶的还很多。 江玉咳嗽了一声。 抱歉,抱歉。 赵满言尴尬道。 爱江图自然不会欺骗队员,资源是不会发放给替补的,这是在国府队组建时就说过了。 事实上,莫凡,赵满言,慕宁雪三个人若是这次日本之行表现非常糟糕的话,随时可能被中国手管表现出色的成员给取代。 替补终究是替补,和正式成员待遇相差很大。 莫凡被取代的可能性比较小,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一个高阶法师,正式成员里面确实有不少高阶没到达,可慕宁雪和赵满言就危险了。 慕宁雪战斗力是强,可他没有跨入高阶。 他所获得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他背后的牧师,也因为牧鹤这个黑教廷大执事的缘故,几乎舍弃了对他的大力培养,反倒更集中于慕婷颖那边。 慕婷颖恐怕已经很接近高阶了,若稍微获得一些资源,高阶指日可待。 慕宁雪现在死死的卡在中阶顶峰,修卫没有任何动静,他看似平静,心里其实也有一些焦虑。 原本国府给的资源,以他的实力倒有希望竞争一番,奈何资源不给替补,估计会让他陷入一个困境。 日本之行结束,必定会有一个人被替换。 不是他,就是赵满言了。 赵满言背后大财团,关键时候还是烧钱都会把他烧到高阶,如此,他被淘汰的可能性最大了。 第806章 飞来横柱 到了东京,在高阶资源的鞭策下,大家根本没有在东京做任何的停留,直接杀到了海战城。 海战城是一个特殊的战争文化,日本东京的这座东海城在世界盛名已久,也用鲜血和肢体在太平洋上勾描出了一幅人类与海妖之间的真实战争巨化,百年不息。 在日本东京往海洋延伸的方向上,一座建造于海边的巨大要塞城,便是东海海战城了。 从空中俯视下去,这个东海要塞城呈现一个月牙形,钢铁隆起的城墙已经不能称之为墙了,而是将繁华的东京市给完全保护起来的宏伟堤坝,不仅抵御滔滔巨浪,更阻挡灭不尽的海妖军团,也被日本人称之为东京之盾。 东京之盾分为两层,前钢铁堤坝高度会低一些,起到的阻拦作用并不明显。 后堤坝就高了,哪怕是百米海兽,也未必能够跨过这条钢铁防线。 前后两个钢铁堤坝都呈现往内的弧线,两端渐渐的交汇合拢,于是旷出了一个月牙形的东海要塞城来。 这个东海城,看上去还蛮新的呀。 江玉说道 恩,除了石料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太一样之外,看上去和别的城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呀,街道也是四四方方的。 蒋绍旭说道 这里就是世界四大海战城之一,可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是离海洋比较近。 慕婷颖说道 我们先去报道吧。 男爵走在前面,似乎对这里还蛮熟悉的样子。 东海城整体呈现灰白色。 有街道,卖场,有居民楼,有大楼,也有商铺,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妖师遍地。 战场淋漓,甚至一眼望过去大部分建筑物和道路都是新的。 无非是一个建造风格比较统一的填海城池而已,道路上的人来人往都令他们怀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东海城行走的人,基本上都是法师,普通人很少会见到,即便是一个在路边摆着摊子的小贩,一样是法师,而他所卖的东西。 也都是一些海妖皮,爪,内脏炼制的材料,用作大招一些防具。 莫凡没有在队伍里,他一到东京就跟望月谦虚走了,毕竟他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珠子,必须及时处理掉。 赵满岩和慕宁雪尽管是替补,表现在好也没有资源可获,但他们还是跟随队伍到这里历练,历练本身就是一种修行,法师修为越是到了瓶颈就越需要历练。 不同的经历,频繁的战斗,对力量的那份渴望与追求自我突破的坚决会在历练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男爵,你是不是来过这里? 爱江图发现男爵对这里的路竟然还挺熟悉。 不由的问道。 嗯,我几年前有跟一位军统来过。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庞大规模的人类与妖魔战争。 我们运气不错,还没有涨潮。 男爵如实回答道。 大家刚要听男爵讲述他到这里的经历。 他们的前方忽然间传出了一声巨响。 那声音震得脚下的街道都剧烈颤动了起来,脑袋也不自禁地发晕。 众人下意识地捂住耳朵。 爱江图和男爵两个人走在比较靠前面,两人目光往前望去,赫然发现一块从某洞楼中拆下来的石头柱子横着。 飞了过来。 卧槽,赵满言被突如其来的一幕给吓到了,险些忘了施展魔法。 其他人同样没有想到走在大街上都会飞来横祸,那柱子少说有一米多粗,十米来长,接到两旁的那些高耸的路灯被这石头柱子横飞扫倒了一大片。 快躲呀。 路边一位橙黄色头发的男子顿时大叫了一声。 此人也是英雄,见到慕宁雪离得他最近,踩着风轨就飞扑了过来,要推开慕宁雪。 石头柱子飞行速度极快,已然落到了他们这群人面前,假如他们只是一些初阶法师,以这石头柱子飞来的力量,便足以将他们这里好几个人砸成肉酱。 面空 爱将图浑身银芒大闪,面对这飞来横柱,眉心似箭,目光凛然,整个人气质都在这危险突来的一瞬间变化了,没有什么是他无法掌控的。 气力呼来,其他人可以感觉到石柱挥舞的呼啸之风,可就在这样一根大石柱离众人只有不到两米的时候,石头柱子出现了一阵重颤,猛然间停在了半空中,不再能够往前飞动半点。 爱将图瞳孔绽放银色目光,死死的锁定着这石头柱子,随着他目光渐渐的往下挪,石头柱子也以一种诡异的运动方式,缓缓的放在了地面上。 这,空,空间细魔法,路边那名橙黄色头发男子一脸愕然,眼睛里更是充斥着几分兴奋与激动。 放开 慕宁雪冷冰冰的声音传了出来。 惩罚男子这才反应过来,急急忙忙表示歉意。 原来他刚才情急下救慕宁雪,一手按着他的肩,另一只手还放在他背上,将原本没打算躲的慕宁雪给带到了街边。 慕宁雪见他只是想救自己,也就不跟他计较了。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会被那柱子砸死。 惩罚男子说道。 那你倒挺会挑人就的。 蒋少旭嘲讽了他一句。 慕宁雪走在大马路上,回头率是暴高的,一袭雪银色长发瀑布一般泄落下来,在日本这种二次元国度便更具爆炸吸引力,想来这个橙色头发的男子刚才就一直在偷瞄了,结果正好飞来横祸,他顺势出手。 幸福的剧本来得如此突然,惩罚男子也做得很到位,谁知道爱将图一个眼神便将不明飞行物给击落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慕宁雪那一会也在施法,结果毫无准备的被路人推了一把。 他离我比较近,比较近。 惩罚男子尴尬的解释道,并急忙撞开话题,我是广赖,很高兴认识几位。 没人要和你认识。 赵满言也不爽的说道,哪里跑出来的家伙,刚才那大叫一声,把他吓了一大跳,不就是一根柱子飞过来吗,大惊小怪。 柱子怎么会飞在,我草,你们快看前面。 江狱刚要发问,谁知前方街道上立刻出现了令人惊骇的一幕。 第807 张蓝谷兄狸兽 海妖 皮肤呈现出湛蓝色的海妖,它们赫然出现在前方一百多米的街道上,其中有一只海妖纳鱼塞两边刺扇的骇人头颅还高于屋顶,宛如魔鬼降临到人类的居所,正俯视着这些渺小,任它们宰割的人类。 我去,这光天化日之下的。 小日本的城市治安真上天了,一只,两只,有两头啊,体型都有十几米。 这什么破要塞呀,海妖就这样闯进来,赵满言大声骂道。 就在大家对眼前的一幕感到难以接受的时候,天空中忽然回荡起了用国际语宣读的广播。 全体人员注意,十九街区出现海妖,非战斗人员请立刻撤离或者躲入避难所。 全体人员注意,十九街区出现海妖,初步估计为两只蓝谷兄狸兽,实力为统领级,请战斗人员立刻前往剿灭。 广播声盘绕上空许久,每个人都可以听得真切。 起初街道上的人们对这种突发情况还有条不紊的样子,但随着广播通知了两只蓝谷兄狸兽后,行人就彻底慌了。 是统领级的,快逃,大家快逃。 往这边,避难所在这边,惩罚男子看上去是一个热心者,急忙指引那些不知道往哪里跑的人。 怎么还没有掌潮,就有两只统领级海妖,若高阶法师们没有及时赶到,恐怕是要出人命了。 一名风系的法师仗着自己速度快,稍稍在路边逗留了一会。 想看清那两只统领级的海妖的模样。 还说那么多做什么,赶快到避难所,喂! 喂,你们这些年轻人! 吓傻了吗,没听到广播上喊的,那是统领级生物吗? 一名中年男子大声朝着爱江图等人呵斥道。 说实话,刚到东海城的国府队员们面对发生的这一切,都没有回过神来。 要不是那两只凶猛的海妖离它们也不过是一百多米的距离,它们哪里会相信海妖这般猖狂的出现在人类城市里。 东海城要塞自身就是战场,海妖都是直接出现的。 男爵对大家说道。 我们去阻拦吧,不然统领级的生物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爱江图也是一高人胆大,直接说道。 我觉得还是算了。 毕竟是两只统领级的,江玉说道。 那就先看看。 爱江图仔细想了想,确实没有必要这样带着队伍犯险,别说他们这群人中不少都还是中阶,哪怕到了高阶,不能够娴熟运用高阶魔法的星座,依旧会被统领级生物瞬间斩杀。 蓝骨胸黎兽拥有粗壮的上体,身上更是覆盖着泛着钢铁寒光的鳞甲,而每一片鳞甲相连接的地方,都还长着锋利的道刺。 尤其是那四条粗狂如锤的手臂,手臂上长满了道刺,只要被他扫中,身体估计就会被扎在上面。 他们的下身微距瞎壮。 覆盖着蓝色闪耀着宝石光泽的楷壳,蝦的脚本是细长如虚,但这蓝骨胸黎兽的脚却是尖而长。 准确来说更偏向于巨型螳螂的下身身板。 本来蝦是一种非常柔和的生物,可这蓝骨胸黎兽的虾身却充斥着一种凌厉锋利之感。 即便不需要它们那魁梧道次的钱币,它们锋利的脚也可以刺穿一切。 充满了进攻性和危险性。 很显然,这种生物在这东海城已经是极度危险的存在了,广播与警鸣不断的响起,起初那些以为只是小海妖骚扰的人们也都意识到死亡逼近,开始疯狂的逃走到避难所中。 还好,这座城市的人经常经历这样的突发情况,再加上大家基本上都是法师,两只蓝骨胸黎兽并没有屠杀到几个人,反而在那里拿着建筑物发泄。 东海城的建筑物不全是住人的,更多是吸引海妖的注意力。 男爵对大家说道 那还好,药楼里全是人,不知道一下子死多少。 李凯峰说道 两只蓝骨胸黎兽也是暴躁至极,他们分别扶住一栋十楼,凭借着蛮力将这一栋十楼从地面上拔了起来,然后举过了他们头顶。 很不巧,他们将十楼砸的方向正是国府队员这里,见到情况不妙的爱江图闪电出手,立刻用意念压制那栋楼撞过来的速度。 这楼太大,我没法让他完全停下来。 爱江图发现不对劲,急忙对身后的众人说道。 放心,我们自己能搞定。 好残暴的海妖啊。 楼拔地而起,甚至被扔了出来,这毁灭性就可怕了。 还好国府队集体施展出防御魔法,圣顿,画壁与炎杖,山平这两个能够大范围抵御的中阶技能立刻横在了众人的面前。 就看见那栋灰白色的楼房在圣顿画壁金色的光墙中撞得粉碎不堪,在炎杖山平前轰然塌落,灰尘飞扬而起,浑浊了这条一下子狼藉一片的街道。 他们发现我们了,先撤。 蒋绍旭是心灵戏法师,他立刻感知到那两只蓝骨兄黎兽的怒意。 众人迅速地往后退,眼看就要到街道头了,谁知其中一只蓝骨兄黎兽竟然追了过来。 这家伙顺着一片废墟残骸的街道就撵了过来,高傲无比地立在了那栋楼留下的残骸上,三只眼睛微微突出,目光穿过尘埃死死地盯着国府队成员们。 跑,跑,跑。 往右边。 为什么不左边? 没那么多废话。 人多就是口杂,意见也往往不统一,李凯峰,关于,蒋绍旭,祖吉宁本来是往左边跑的,结果发现周旭,赵满炎,南戎尼,慕宁雪,艾江图他们都往右梗,于是急急忙忙掉头跟上大部分。 统领级生物的速度可相当惊人,而且这蓝骨兄黎兽体型在统领级中应该是属于娇小型的,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在速度上或者妖术上有着卓越之处。 只见那只蓝骨兄黎兽猛的从废墟堆中冲了下来,分布身子两边的肩长只脚频率极快,咔嚓咔嚓扎着石板地面逼近到了蒋绍旭,祖吉明的面前了。 第808章妖魔弱点 蒋绍旭这个小短腿没有任何位移技能,拼跑路的话,他这个心灵戏法师肯定会落在最后头。 一旁的祖吉明也是半点绅士风度都没有,他自己用地拨之树逃离,也不知道给蒋绍旭也施加一个,很快蒋绍旭就算是被单独落在了最后面。 混蛋,你们这群混蛋,滚回来救我,蒋绍旭一边跑,一边跟个泼妇一样破口大骂。 他临时换出了吕魔巨来,奈何他的吕魔多半只跑得过战将级的生物,在统领级的蓝骨凶狸兽面前就实在不够看了。 硕大的阴影已经投了下来,蒋绍旭都可以嗅到后面那只怪物身上熏人的海星位。 蒋绍旭在后面。 男爵高声喊道。 就一只跟来吗? 爱疆图询问起男爵。 对,就一只。 准备迎战。 爱疆图也是刚,见只有一只蓝骨凶狸兽追过来,索性不跑了。 爱疆图一转身,脚下已经出现了银色光线华丽交错的星座。 他的高阶魔法释放速度比莫凡那逗逼半调子娴熟太多,也迅捷太多了,只见银色的星之座刚刚完成,爱疆图整个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爱疆图已经返回到了队伍的最后头,就站在了蒋绍旭的旁边。 蒋绍旭捂着晃动太过剧烈的星号狂奔,一眼发现旁边多了一个黑脸的男人,不由的愣了一下。 咔咔咔。 蓝骨兄黎兽并不打算挥动那满是道次的手臂,带着几分不懈的抬起了一只尖细之锐足,如一柄利刃尖刀一样就从高处扎了下来。 要将蒋绍旭直接盯在他的锋利之族上。 面孔 爱疆图目光猛的抬起,泰然不惧的凝视着那可以将接到直接打个穿的锋利之族。 这一凝视。 却像是给蓝骨兄黎兽的那只辉弱的尖族施加了一股强大的阻力,只见蓝骨兄黎兽利刃支腿悬停在半空中。 始终挥不下来的样子。 队长要不要这么暴躁吗? 众人一回头,发现爱疆图助力怪兽之下,那相比起海兽看上去渺小的身躯儼然霸气,更有与统领级生物一较高下的气势。 蒋绍旭知道自己不适合这种近身战斗,一点都不交情,扭着闪电腰就跑到队伍之中了。 其他人见到队长已经上了,一想到资源的分配方面估计也是由爱疆图说的算,一个个也燃起了战役,反身与这蓝骨兄黎兽厮杀了起来。 十几个星图缤纷闪耀。 不同属性的魔法智能纷纷杂落,烈焰火柱,冰霜锁链,雷霆霹雳,风盘巨卷,魔藤滋掌。 在与妖魔的对抗上,团队极为重要,不同系的法术组成在一起,同时进攻一个目标的话,便能够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让大部分是星号剑状的妖魔被轰得晕头转向。 当然,蓝骨兄黎兽也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创伤的,这些魔法纷飞而来。 即便全部打在他身上,即便展示将他打退了些许,但却不见他受伤,顶多在那林甲和凯壳留下一些凌乱的痕迹罢了。 谁是毒戏的? 先把他那破铠甲给腐蚀了,不然我们把魔能浩干了也别想伤到他。 李凯峰见魔法轰炸的效果微乎其微,立刻喊道。 祖吉明正是队伍里的毒戏法师。 他站到了比较靠后的地方,手掌一开。 手心便出现了一个毒穴。 毒穴之中,细小的毒蜂如沙一样飞了出来。 毒蜂飞行速度有些缓慢。 他们好不容易接近到了那只蓝骨兄黎兽的跟前,谁知蓝骨兄黎兽警觉性极强,猛地张开嘴朝着空气中嘶吼了一声。 狂风中带着潮气,顶刻间将那些毒枝沙给打散了。 这货有点精明啊,恐怕是没少和人类打交道。 祖吉明说道。 大部分妖魔都不会去在意微小的生物,毒戏的毒蜂往往可以起到奇效,谁知这蓝骨兄黎兽什么中间魔法都不躲,偏偏吹散了这些毒杀,显然有人曾经用这招对付过他,让他意识到人类的毒戏会腐蚀他无坚不摧的林甲。 他冲过来了,先必让。 爱将图一念坚持到了极限了,眼见蓝骨兄黎兽迈开腿飞撵过来,急急忙忙用瞬息移动躲开。 爱将图瞬移到了房屋的顶部,楼房大概有二十米高,从这里可以看到蓝骨兄黎兽的鱼脑门。 原本他并没有去在意这事,可仔细一想,这统领级妖兽全身三百六十度无死角都覆盖着厚实防御,可这头部之上,却是裸露的。 弱点 爱将图一阵欣喜,没有想到自己避到高处还意外发现了这蓝骨兄黎兽的弱点。 他的头壳位置没有林甲。 爱将图急忙告诉众人。 蓝骨兄黎兽横冲直撞,其他人纷纷避到了旁边的窄道中,这座东海城的建造看似简单, 但这里街道与建筑物的分布,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法师们战斗的,无论是坚固如巨大方块的楼房,还是这些楼房之间人类可以通行妖魔确得止步的窄道,都让不适合近战的法师们有了很好的掩护。 大哥,我们都不会飞呀,知道他弱点也没什么卵用,根本攻击不到他的头顶。 江玉躲在窄道中,朝着屋顶上的爱将图说道。 不过,他刚喊完,窄道那头赫然蓝骨兄黎兽出现,其中一只眼睛盯着整条狭长的窄道。 从江玉这里,就看到那一面的光全部没有了,一头冷汗的他哪里还敢躲在这里。 在这怪物眼中,江玉完全是躲在石缝中的小老鼠,也好在这里所有的建筑物都非常坚硬,即便是统领级生物要摧毁它们,都需要花上一些时间。 蓝骨兄黎兽暴躁至极,用四条手臂狠狠地打碎了窄道,横杀了过来。 江玉撒腿就跑,往窄道的另外一端逃去。 妈的,这真是人性化的设计。 江玉见蓝骨兄黎兽撞过来的速度严重受阻,顿时感叹日本人的小智慧。 江玉,江玉,别往那边跑,一片轰隆之中,江玉听到了某个人的声音。 我不往这里跑,星号往那家伙嘴里跑啊。 江玉情绪激动,自然忍不住粗话连连。